第二零零一章 驱走 到了这时 哪怕是心高气傲如意 女皇都不得不承认 纪无名确实强 这样的强已经超出了五斩的范围 任你再天才 都只有无语的份 人家是九重先王 转世 女皇 虎妞 立刻来到了凌寒身边 而一眼大步走了过来 四人并练 面向纪无名 他们四人随便拿一个出来 都是无上帝者 可面对纪无名 却不得不联手 甚至联手都不能保证可以赢 相反 只要有人不被轰杀 便是胜利 差距太大了 纪无名没有再出手 而是盯着凌寒四人看了一阵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你们让我想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那时的 我应该和你们一样吧 不过 在先遇的存亡面前 你们几个的姓名又算什么 不要抱怨不公 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你们 而牺牲 他们又抱怨了什么 说着 纪无名取出了一张小弓 不过巴掌大小 小猪天鹅迷宫 这可是真正的仙气 再配合纪无名超出境界的实力 能够爆发出来的 威力绝对可怕 纪无名 一声怒吼中 只见一道高大的人影出现 有若一头人形蛮雄 高有胀雪 胸背宽厚 像是一块巨石 就那么吃着上身 他抱吼一声 已是向着纪无名杀了过去 哄 一拳轰出中 光芒万丈 纪无名微微皱眉 嘀咕道 不该跑的时候跑了 不该来的时候 来了 他调转弓身 对着那人形蛮雄 就是一剑射去 咻 弓小 打出的剑也小 化成了一道流光 如同金针野刺 人形蛮雄双手 向前一合 啪 两只巨手合到了一起 顿时形成了一道可怕的飓风 向着那道流光轰击而去 嗡 飓风迎上流光 皆有大道符号亮起 这是两个人 或者说是人与仙气之间的规则 碰撞 人形蛮雄 立刻被震飞 同样不是纪无名的对手 可他的实力也当真了的 并没有被纪无名秒杀 现在只要能够挡得住纪无名几次攻击的 便都可以被称为强者 真正的强者 与林涵等人一个集迭的强者 狂人 一咧嘴一笑 我这次来是特意会会你的 你会有机会 人形蛮雄看也不堪意 只是盯着纪无名 不过 现在还轮不到你 他战役冲天 双眼深光 有无数的符号翻涌 林涵也看了一眼这人形蛮雄 原来他就是狂人 三兜天斩沉镜中的第一人 现在 他们五大帝者 联手 可能是纪无名的对手吗 纪无名用躬身在自己的身上 轻轻拍了一下 到 又多了一个 有点小麻烦 五大帝者 而且还是顶级帝者 在他眼里 居然只是有点小麻烦 不过 倒也省得 我去一个个找了 他 展颜一笑 身形闪动 主动向林涵五人发起了攻击 哄 哄 哄 既无名一改战斗风格 不再是漫不经心 而是进入了疯狂战斗的模式 那可丝毫不比虎妞 一 狂人来的逊色 满头黑发倒冲向天 硬生生闯进了林涵五人的联手圈中 大杀一气 敢同时与这五大帝者对轰的 整个展城境内 估计也只有他这么一号了 不过 量变引起质变 林涵四人都是一等一的帝者 现在又加上一个狂人 将他们的战力又提升了一档 而且五人联手 不再各自为战 自然威力更增 他们挡下了既无名 如同潮水般的攻击 但也只是如此 并没有能力进行反攻 就是这个时候 林涵突然一声爆吼 牛知道了 虎牛应了一声 整个人突然消失了 而他上空阳洞的昆棚顶影 也一下子变得真实无比 在额头浮现出一枚古谱 残缺的符号 然后发出了一道豪光 咻 这道光值只记无名 快 太快了 符号才一亮起 豪光便已经落在了 纪无名的身上 碰 一声中响 纪无名顿时被击飞了出去 胸口赫然多了一个洞 有鲜血鼓鼓涌出 一张脸变得惨白惊人 战斗到现在为止 纪无名终于受伤了 而且还是重疮 心脏都被打没了 这是虎牛的最强底牌 抽取体内先王的五刀烙印 引动昆蓬血脉 发动惊天动地的一击 连天魂强者都能抹杀 不过 虽然纪无名受了重疮 但也可以看出他的强大 连能够抹杀天魂的一击 居然也只是让他受了重疮 而并没有死掉 林寒一直让虎牛 没有动用最强底牌 就是为了在这种时候 发挥奇笑 杀 林寒四人都是展开了狂攻 纪无名哼了一声 在五人的脸上 都是扫了一眼 猛地掉头就走 他的速度太快了 仿佛这里的水压 对他没有丝毫的效果 一抬脚就已经远去几千丈 几步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根本追不上 林寒五人都是眉头皱起 他们哪一个不是无上天骄 可五人联手 居然也只能将继无名赶跑 这让他们骄傲的内心无法接受 待突破分魂再战 狂人率先离去 一眼点点头 向着另一个方向行去 他们虽然拥有匹敌分魂的实力 但从本质上来讲 还不是分魂强者 而一旦突破分魂 他们将不但战力飙涨 还能获得更多的能力 比如分魂 每提升一个小境界 就能多一个分身 这对于战力的提升 绝对是立竿见影 显著无比的 现在打不过记无名 那就等突破了分魂再战 天骄都是不服输的 我们也得抓紧时间了 林寒向三女说道 柔妖女已经被他丢出了黑塔 四人继续前进 但并不敢再向下游 此处的水压 已经达到了他们可以承受的极限 再往下的话 死是不会死 但需要他们将更多的力量 放在防御上 自然影响战力了 再说了 这个区域中的水生物 已经够强了 再下去 要是遇到天魂 甚至仙浮级别的 那除了跑 又能干啥呢 他们在这片广阔的海域中 展开了猎杀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积累的阳魂石 也越来越多 半年之后 他们每个人手中 都有一块人头大小 绿色品质的阳魂石 林寒四人 都没有满足于这样的阳魂石 而是继续补猎 可想要从绿色品质 突破到蓝色品质 那需要两百倍的努力 差不多就要耗尽 他们在阳魂海 所能带的时间了 蓝色就是极限嘛 第2002章 深入海底 蓝色品质之上 还有垫色 紫色 通常来说 黄色即可容纳分魂 但这样修出的分魂 实力有限 肯定远远不如本体 如果以展成的标准来看 这应该算作是勉强展成 你是突破了分魂 却是最最弱的分魂 绿色 要强出一截 可以看作是对应普通展成 蓝色 那就是对应完美展成 从这点来说 用蓝色品质的 阳魂石突破 已经非常不错了 可展成还有展天地的 还有五展 这在分魂镜 自然也有完美以上的选项 那就是用电色和紫色 阳魂石突破 问题是 在时间上是完全来不及的 每提升一个品质 数量就要多上两百倍 相对应的 时间也要多花两百倍 那么理论上 达到蓝色品质 都需要一百年以上 那要达到电色要多久 紫色又要多久 完美 这听起来不错 可灵寒并不满意 在他看来 只有紫色阳魂石 才能成为完美 而且 他要战胜的对手 可是技无名 蓝色品质的阳魂石突破 不够 那就去海底 小塔突然说到 每次阳魂海关闭之后 所有 生灵都会死光 然后再慢慢 预御出新的一批生灵 而在海底 便会有这些生灵的遗海 灵寒恍然 若是有仙府级别的生灵 便会有电色 甚至紫色的阳魂石 总算没有奔到家 小塔比一道 傲娇塔果然改不了 毒蛇的习惯 灵寒摇摇头 也懒得与他计较 难怪了 这里的开放时间有限 而又不能让分魂 甚至仙府强者进入 就靠斩成自己去搏杀的话 怎么可能得到 紫色级别的阳魂石 便是技无名 都不可能做到 其他人几乎不可能 去到海洋之底 因为体魄不及 哪怕以原力形成防御 可总有历劫的时候 会被震死在海里 可我就不一样了 我的体魄 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方都不会削弱 灵寒在心中说道 然后立刻告知了三女 女皇和虎妞 当然不会有意见 立刻点头进入了黑塔 柔妖女 则是讨价还价 要灵寒也给她 弄一块紫色的阳魂石 却被灵寒直接一把拎起来 丢进了黑塔中 这时 灵寒才向着深海进发 没下多远 水压就开始狂增 不过灵寒的体魄 太强横了 只以此而论 连技无名都只能 称呼其后 说上一个福字 灵寒毫不在意 不用顾及虎妞他们 他自然无所顾忌了 他不断地深入 小半天之后 他就比原来的深度 又多下钱了一倍 然后是两倍 三倍 到了这里 连他的体魄 都有些吃不消了 还好 他有黑塔 承受不住的话 就进里面去躲一下 恢复一下体力 不像其他人 就算带着空间神器 这时候 却得反过来 以本身的原力 规则去保护他 否则肯定会被水压 瞬间挤爆的 到了这个深度 海底已是不远了 大概就几百丈的距离 目立可及 既然如此 那就 不必非得站在海底了 灵寒游动着身体 寻找海底的生灵遗骸 这个深度 绝对是其他任何一个人 都难以抵达的 整个海域 竟得像是一座坟场 波澜不惊 这就让能见度变得极高 灵寒一眼扫过 就能将大片区域收在眼里 海底世界一片苍茫 只有无尽的白色细沙 如果这不是 在海底的话 那任谁都要以为 这是一片广阔的沙漠 它在接近海底的高度 游动着 行了一天之后 它突然眼睛一亮 前方出现了一座小山 茫茫海底 一片白沙 怎么可能出现 一座小山的 因为这并非小山 而是一头巨型海生物的遗骸 如此之大 想必留下的阳魂石 也必然奇大 灵寒运转仙法 水之本源 发动 在这片 海域可以发挥出奇效 到了这个深度 它的体魄 也无法完全支撑 必须借助规则之力 它继续落下身形 只见这是一头巨龟 真的是高大如山 大部分的身体 还是保持着完好的状态 小部分则开始了腐蚀 灵寒一剑刺出 可惜魔剑 居然无法破坏 这头巨龟的身体 好坚韧 它试了几次 都是无法成功 只好转到那 开始腐蚀的地方 再一剑捅过去 这就成功长得进去 巨龟的外壳太厚实了 便是表皮 也不是灵寒 现在可以破坏的 只能从破开的口子进入 这是一个 庞然大物 一路披荆斩棘 花了四天的功夫 这才终于来到了巨龟的脑袋中 阳魂石 垫色的 灵寒不由大喜 面前这块阳魂石 比他的人都要巨大一些 果然 这里有奇遇 灵寒将这块阳魂石 收进了黑塔 也切了一些龟肉进去 虽然这头巨龟 已经死了一亿年 可因为层次太高了 血肉依然保持着 非常新鲜的状态 若非这头巨龟太大 不能整只收起来 也因为时间有限 不能收取太多 灵寒可绝不会 满足于这点收获的 他在黑塔中 与三女分享了一下 胜利的喜悦 便重诱上路 电色品质 也不是他的目标 甚至融合的 紫色阳魂石也不是 而是天然形成的 紫色阳魂石 便是在 这样与世隔绝的海域 海生物 可以尽情成长 但达到天魂级别的 仍是屈之可数 灵寒花了十年时间 也只是得到了 十四块电色阳魂石 然而 紫色阳魂石 还是遥遥无期 灵寒算了下时间 以最低一百年来计算 便是融合成一块 紫色阳魂石 都是可怜 可想要得到一块天然的 这似乎更加遥远 找吧 灵寒继续展开搜索 有时候他运气好 一年便能找到两三块 可有时候运气不好 连续两三年都没有收获 其中一部分原因 是他遇到了 强大的海生物 追得他满地跑 哪有时间去寻找阳魂石 时光匆匆 一百年已是过去 而大海之中 也没有丝毫的变化 好像永远都将保持在这样的状态 灵寒按照前人的经验 看了下 那七彩虹光 其中有一道变成了白色 余下六道 则还是原来的颜色 当阳魂海要关闭的时候 七彩虹光会 全部变成白色 而到了那个时候 还有一百年左右的 缓冲期 然后才会真正地关闭 以此推算的话 那还剩下七百年左右的时间 七百年的时间 够寻到一颗 甚至更多的紫色阳魂石吗 第2003章 海底峡谷 在这么深的海域 灵寒都不担心 季无名可能找到自己 季无名的战力确实强 但只说防御的话 灵寒可以打包票 他绝对是同阶最强的 便是季无名都只能叫哥哥 就算对方前世 乃是九重先王 不过 这也非常 非常 非常的无聊 这里只有灵寒一个人 不但景色永远不变 还没有一丁点的声音 有弱 活地狱 还好 灵寒还可以进入黑塔 里面有四女能够作陪 又是三百年过去 灵寒收获的 电色阳魂石 越来越多 数量也差不多达到了两百 可紫色阳魂石 却是一块也没有 它有些新骄 时间已经过去一半了 可只能凑出一块 融合的紫色阳魂石 别说人手一块 天然的紫色阳魂石 就是合成的 也只能勉强凑出一块 可又能有什么办法 灵寒耐下性子 在海底游动着 寻找着海生物的遗骸 一年又一年 时间过得飞快 七彩也变成了二彩 大部分的光带 都已经变成了白色 要照着海域 嗯 灵寒突然发现 海水起了涌动 海面上并非风平浪静 但来到这么深的海域之后 一切都是变得安静无比 可现在却是突然出现了 水流的涌动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要么有一头巨大的海生物 正在袭来 要么海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的情况是 后者 在灵寒的前方 居然出现了一个峡谷 不算怎么大 长大约在十里左右 入口极小 然后放大 最宽的部分也有十里左右 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会有水流的涌动 是因为海水正在向峡谷中灌去 从而形成了推动力 灵寒不由好奇 随波动 向着那处峡谷漂流去 当他来到峡谷入口的时候 却是亚然发现 前方居然出现了一道无形的墙壁 阻止了他的继续前进 而同样被阻挡下来的 除了他之外 还有海水 也就是说 峡谷中其实是干的 非常奇怪 既然海水不能进入峡谷 这暗流 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灵寒摸着下巴 想了一阵 果断放弃 天地之间有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想要一一去弄得明白是 完全不现实的事情 所以 他不必纠结于 这个峡谷形成的原因 而是怎么进入其中 在大海之底 突然出现一个没有海水的峡谷 要说没有点古怪 谁相信呢 灵寒一拳轰出 碰 前方的无形墙壁立刻波动起来 就好像是液体构成的 在那不断地起伏着 过了好一会之后 才停了下来 没破 灵寒 亚然 又是一拳轰出 这一次 他用上了杀戮规则 顿时破坏力暴涨 碰 拳头打在水墙上 引起了一阵波动 可水墙仍是不破 难道还打不破了 灵寒不服气 他展开仙法 开始狂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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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将可以运转的仙法 都是用了一遍 可这道无形墙壁 却是坚韧的无法形容 承受再强的力量 都是不坏 顶多就只是多摇曳了几下而已 灵寒 寄出仙魔剑 既然徒手不行 那就用仙气 聂天九剑运转 灵寒却是露出了喜色 水至柔 再强大的蛮力也无法 真正的破坏 因为水可以将承受的力量 分担承受 刚才他打出的几拳 就是如此 明明是打在了一个点上 最终却会被整个阳魂海吸收 这样一来 任灵寒的实力如何强大 也不可能将阳魂海破坏了 是不是 可现在 仙魔剑展出 却是波澜不惊 并非攻击力更弱 而是这些力量 真正的打在了一个点上 没有让力量 外移 让整个阳魂海来分担 这个点 便在仙魔剑的剑尖上 灵寒抱吼一声 双手用力推动 卡 卡卡 卡卡卡卡 无形之墙上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越来越多 越来越长 然后轰地一声 破碎了 轰 海水涌入 灵寒也随着海水 被一起带了进来 他立刻站定 只见脚下有海水在向前慢 但速度却是越来越慢 他回头看 只见涌进来的海水正在变少 因为破开的口子正在缩小 这墙壁有自我修复能力 只是一会会的功夫 无形之墙 就已经完全修复了 而肉眼也不可能再看到 能够知道有这道墙的存在 是因为海水被挡住了 形成了一个洁面 有意思 灵寒喃喃说道 只觉全身都是轻松了 因为这里没有海水 自然也就不会有水压了 他将手一挥 顿时 女皇 虎妞 柔妖女和天凤神女 都被他放了出来 咦 这是什么地方 虎妞眨着大眼睛 好奇地打量这四周 阳魂海 女皇也是亚然 看向灵寒 灵寒点头 爆 仍然是阳魂海的海底 只是这里的环境比较特殊 有一个天然的屏障 将海水阻隔了 下来 好好玩 虎妞拍手笑道 大友冲过去玩上一玩的冲动 灵寒连忙将她拉住 这小妮子贪吃又好玩 绝不是想想而已的 这里 是什么地方 柔妖女四谷 找找看 五人分开一点 在谷中寻找了起来 这个山谷很小 就是普通人转上一圈 也不需要多久的时间 更何况是他们这样的强者了 咦 这里好像有东西 虎妞停了下来 在地上扒动着 灵寒走了过去 只见地上居然冒出来了一根尖刺 乍一看的话 好像是一根突出的石柱 只是十分的尖锐 可随着虎妞将四周的碎石 泥土分开 便发现 这根石柱是越来越长 虎妞越扒越深 这根石柱 也从尺长变成了丈长 最后 竟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头骨 这是一头巨型生物的遗骸 埋在了谷底的泥土中 只有头顶的那只独角 才露出了一丁点来 恰好让虎妞给看到了 当这头巨型生物 被完全挖掘出来时 灵寒五人 都只能用仰望的姿态了 非常之大 垫色阳魂石 虎妞立刻拍手 将巨型生物头颅中的阳魂石 给取了出来 这里怎么 可能会有一头海生物的尸海 灵寒摸着下巴思索了起来 联想到之前那涌动的水流 他不禁有了一个猜测 难道 附近的海生物死后 遗骸都会被水流送到这里来吗 那道墙 也许不当死物 死 照这么说 这个山谷中 又会有多少阳魂石 第2004章 紫色阳魂石 灵寒五人 都是兴奋起来 他们连忙再次分头行 在地底挖掘起来 我发现一头 我也发现一头 他们的声音此起彼伏 发现了一头头海生物的 遗骸 大部分都是天魂级别的尸骨 孕育出了垫色阳魂石 少部分则是蓝色的 这在别人看来 乃是至宝级别 可现在却是被灵寒五人 鄙夷地丢进了空间神器中 要200块 才能熔炼成一块 垫色阳魂石 不是鸡肋是什么 不过到了彩礼 也没有丢掉的习惯 那就先放到一边吧 按这样的收获进度 他们只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就足以每人收获 200块垫色阳魂石 从而合成一块紫色的 以质量最高的阳魂石 挺进分魂 这里应该是海生物的坟场 弱的 存在没有等被海水冲到这里 就已经腐蚀光了 因此 能够来到这里的 至少也是地魂级别 可以贡献出蓝色的阳魂石 可别人即知道 又如何 能够来到这里吗 谁的原力和规则之力 都不可能支撑那么久 根本没有游到湘近的深度 就被水压挤成渣渣了 也只有灵寒 才能做到别人所不能的事情 出现大家火了 灵寒挖开一个地方 将一头海生物的尸体 暴露出一部分后 不由惊喜 这是一条箭鱼 通体金色 哪怕死了无数年 也没有丝毫的腐蚀迹象 身上更有一个个大道符号 身微镇压万事 仙腐静 四女都是过来 纷纷惊呼 既然天魂级别的海生物 可以寓意出垫色阳魂石 那么仙腐静呢 紫色的 你们再去找找 这里应该不止一头仙腐静的尸骨 灵寒说道 这个海底坟场埋葬的 应该不只是一亿年前的海生物 还有两亿年前 三亿年前的 无数亿年的积累 才让这里变得遍地是宝 四女都是分头型 灵寒自然没有心情 去管别的海生物 遗海了 只要能够挖出这条剑鱼体内的阳魂石 那可是天然的紫色阳魂石 真正的最高级别 噗 它一剑刺落 可剑鱼的眼球 却是充满了韧性 微微凹陷后 七个符文声光 顿时就把它给弹了回去 眼球 不坏 好坚韧 灵寒 亚然 要知道 就算是先辅境强者 又如何 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被斩沉境图了 除非像它这种 天生体魄强横 始终处在最佳防御状态 可这头剑鱼 已经死了无数年 防御力还这么强 肯定是天生体魄强横了 靠 这不是给我制造麻烦吗 灵寒叹了口气 试着将剑鱼弄进黑塔中去 他小心翼翼地张开神石 向着剑鱼包围了过去 剑鱼身上 有符号隐约闪光 好像发现了灵寒的举动似的 但并没有强烈反噬 让灵寒没有停下来 继续包围了过去 这确实是一头大家伙 但相对于海里面 其他的巨无霸来说 个头还是相当苗条的 小半个时辰后 灵寒露出一抹喜色 成功了 他已经用神石 完全包固了这条剑鱼 来吧 咻 这头大剑鱼便消失无影了 自然是进了黑塔之中 灵寒人影一闪 也跟着进入了黑塔 虽然现在黑塔之力 也要受限于他的境界 但绝对要比他强出许多 而且黑塔之力绵绵 不担心会用尽 小塔 来 帮忙 灵寒再次开始解剖起 大剑鱼来 小塔悠悠出现 刀 呦 走了狗屎运 居然让你遇到一头 仙浮近海生物的遗憾 灵寒无语 这傲娇塔 一天不损 它就不舒服 快帮忙 小塔虽然傲娇 但一切形式 都是从灵寒的利益出发 因此 虽然损话说个不停 却开始调用黑塔之力 帮着灵寒一起分解这条大鱼 饶事如此 还是花了三天的功夫 这才将鱼头剖开 果然 紫色阳魂时 灵寒 哈哈大笑 这下真是圆满了 它出了黑塔 只见女皇 柔妖女和 天凤神女还在寻找 而虎妞 则是坐在了一只大螃蟹身上 一边晃动着 两条大长腿 一边啃着 鸡腿 悠闲无比 这可不是小妮子在开小差 而是她已经找到了一头 仙附近的海生物遗骸 还真是运气好 灵寒不由笑道 那是 妞太厉害了 虎妞毫不知道 谦虚 灵寒放出神魂 如法炮制 将这只大螃蟹 也收进了黑塔 然后花了七天的功夫 才成功剖开 没办法 大螃蟹的防御更厚实 黑塔又不能全面发威 只能一点一点地来 当他们出了黑塔的时候 女皇也有了收获 当然同样是一头 仙附近的海生物遗骸 这可把柔妖女挤死了 灵寒三人 都有了完美的阳魂石 就她还在苦苦寻找 她连忙向天凤神女 大说好话 让她帮着自己寻找 反正对方连斩尘都没有突破 要了阳魂石也没用 这玩意又带不出去 只能在这里使用 当灵寒给女皇 也解除阳魂石后 柔妖女终于有了大收获 只能说 这个地方 简直就是阳魂石的宝库 这下 四个斩尘 都有了紫色阳魂石 冲击分魂吧 四人分开一些 身前则是放着一块 比房子小不了多少的阳魂石 这进入阳魂海 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都是花在寻找阳魂石上的 而突破分魂 得化 也就各把月的时间 前提是 你已经摸到了分魂的门槛 来这里 只是开始分魂而已 灵寒四人早几百年前 就已经是斩尘巅峰了 摸到了分魂的门槛 差的只是阳魂石 完成灵门一角 他们纷纷震动神魂 要分出一部分 进入阳魂石 成为自己的分魂 相当于多了一个身外化身 不要动用自己的神魂 小塔突然 开口 嗯 将你体内三道天地本源分出去 一道 小塔没有解释 为什么 继续指挥灵寒 应该怎么做 为何 灵寒却是凡事 都要问个清楚的性格 小塔叹了口气 天地本源本就有意识 你将它们分出去之后 分魂的独立性 成长性 都要更好 而且 你分出自己的神魂 对本身乃是一种破坏 虽然达到先辅之后 分魂皆会 回归 但破坏了 终究是破坏了 会有瑕疵 用天地本源代替 这才是最完美的突破分魂之道 第2005章 突破分魂 这个死小塔 总是在最后关头 才肯说出关键的东西来 灵寒也没有告诉女皇他们 因为这三人都没有天地本源 告诉了他们 又如何呢 只会让他们徒留遗憾罢了 耶 不错了 紫色阳魂石突破 离完美不远 再说了 天底下 又有几个斩尘 能够拥有天地本源的 照 这么说 我接下来的三次分魂 也都要将天地本源分离出来了 灵寒问道 那么 我要参悟对应的规则怎么办 纯 小塔痴然道 什么叫分魂 分魂是你身上分出去的一部分 无论相隔多远 你都可以感应得到 怎么可能无法参悟天地规则 还有 以天地本源作为分魂的话 极限就不是四次了 而是 九次 天地之间 九乃最大 灵寒 不由嘴角微微抽搐 道 我才只有三道天地本源 要是 不能找到更多的 岂不是要被困在地魂境了 所以 你赶紧去找天地本源 小塔很不负责地说道 灵寒无语 天地本源又不是大白菜 想要就能有的 再说了 天地本源的种类 虽然很多 五行 雷 时间 空间 杀戮 毒等等 每一种又都能分开九道本源 乍一看还不少 可仙玉有多大 仙王又有多少 假要收集九道天地本源 而且大类型还得不一样 这难度 其实比冲击仙王还要高 灵寒 这就得到了三道天地本源 那只能归于运气 可不能将运气当饭吃 是不是 也许 我可以将运气当饭吃 灵寒难难说道 斩尘只要五斩就完美了 可分魂居然要九次 如果真能九次分魂 那会多强 灵寒不由好奇 你想要成就天尊 就必须将每一个境界 修到完美 小塔遍而不达 换了一个角度 来激励灵寒 天尊 灵寒握了握拳 小塔算是捏转了他的死穴 只要有更加完美的路可以走 那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条路 根本不管这条路 有多么的难走 他开始引动三道天地本源 顿时 无论是九天火 玄鹰母水 还是烈焰 雷姬木 都是蠢蠢欲动 他们选择了灵寒为主 但并没有完全抹去自己的个性 本能之中 就有一种向往独立的追求 灵寒想了想 决定先把九天火分离出去 这是他得到的第一道天地本源 论理 也应该是他第一 再说了 现在天地本源只有不够 接下来突破阴魂 地魂便会将玄鹰母水 和烈焰雷姬木分离出去 时间也不会差得太多 九天火从丹田中抽离出来 但这已经与他融为了一体 再怎么分离 还是一一带水 有简不断的联系 一天之后 九天火才完全分离了出来 在他的右手中跳动着 灵寒微微一笑 将右手按在了面前的杨魂石上 顿时 九天火便滋溜一下钻了进去 哄 杨魂石轻轻颤动 然后变得剧烈起来 但很快就归于了瓶颈 从外面看 杨魂石变成了透明色 可以清楚地看到 正中心的位置处有一团火焰 好像化成了一个婴儿 蜷缩着 隐约慧起起伏一下 仿佛胎动 灵寒在一边坐了下来 感应着分魂的变化 接下来的一个月 就是分魂从婴胎变化为人的过程 而分魂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他 从而打破斩辰的限制 迈进一个新的境界 时间飞逝 九天火婴胎不断地孕育 渐渐有了婴儿的模样 而灵寒也在进行大蜕变 分魂其实就是真我 因此分魂进行了大变化 本身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分魂进 给我破 哄 灵寒满头黑发倒冲向天 浑身布满了大道符号 黑塔也是轻轻震荡 好像起了某种变化 整整九天之后 灵寒的头发才垂落了下来 身上的符号也变得暗淡 但又是一天后 他的头发再次倒冲起来 全身的符号也再次亮了起来 然后又是九天 他再次平静了下来 可只是一天之后 变化又升 一个月了 阳魂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隔着透明的石头 可以清楚地看到 里面有一尊人形 与灵寒长得一模一样 可身上却是结出了 一个个火焰符号 这就是用天地本源 作为分魂的好处 可以让其充分 发挥出自身的威力 卡卡卡 阳魂时的表现上 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逆步如蜘蛛网 然后只听砰的一声 阳魂时猛地裂开 跃出来一个人 灵寒的分魂 或者说是阳魂 九天火分魂 另一边 女皇 虎妞 柔妖女 也纷纷完成了 最后的蜕变 这突破分魂 就是分魂的孕育过程 都是一个月时间 要么成功 要么失败 没有什么 你要一个月 我要两个月的事情 轰隆隆 头顶上方 顿时有雷雨秘籍 天杰要来了 哪怕是在天地秘境之中 在这样的深海之底 天杰也是说来就来 毫不可浅 凌寒长笑一声 向着天杰迎去 哗 天地震怒 雷电交织 可对于凌寒来说 他早在舞展的时候 便能镇压阴魂 匹敌的魂 这一突破了 又将拥有何等战力 真正的帝者 可以越二阶无敌 也就是说 他现在连帝魂 都能轻松镇压 天魂初期 也能匹敌一下 在这样的实力面前 天杰又算什么呢 凌寒以天杰 脆洗几身 可随着境界的提升 体魂的提升 也变得越来越慢 越来越困难 看来 得去多蹭蹭别人的天杰了 他在心中说道 现在半天的天杰淬炼 对于他来说 根本就不够 无法让体魄 得到完全的锤炼 他渡完了天杰 女皇三女 也同样完成了 突破的最后一步 纷纷向着峡谷的中心走 这下谁能和牛 抢东西吃 虎妞大笑道 现在他可不是一个人了 而是两个 凌寒不由失笑 小丫头 果然不识吃货本色 别人都会想 多了一个分身 战力会提升多少多少 可他 却是放在了吃东西上 女皇没有说话 却是身形泥颤 化出了九分身 而阳魂体 也同样身形泥颤 再次愤出了九个身体来 虎妞傻眼 原本一个跟十个 抢就吃了大亏 现在他才增加了一个帮手 对方却是十个 那不是更亏 哇呀呀 太欺负妞了 凌寒哈哈大笑 道 来 再多弄几块羊魂石来 我们去卖 第2006章 卖石 不知道与记无名的差距 还有多大 凌寒说道 他就不相信记无名 也能得到天然的紫色羊魂石 而对方 哪怕是用融合的紫色羊魂石 突破 那么凌寒 与他的实力差距也会缩小 可能不能赶上呢 凌寒也不知道 九重仙王转世 真是太牛叉了 天知道记无名 拥有多么恐怖的仙法 那就来战吧 凌寒目光灼灼 战意冲天 他们又在峡谷中 寻找了几个月 但并没有找到 更多的紫色羊魂石 电色的倒是不少 走 卖东西 去 四女重新进了黑塔 凌寒 以仙魔剑 破开了无形之墙 破水而出 然后向着海面浮去 突破分魂之后 他的体魄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再加上实力的提升 便是海底的水压 对他也没有了什么危险 而且 因为他是在这片海域中突破 天地也不会刻意针对他 否则的话 分魂进入此间 就是死路一条 凌寒放出九天火分魂 两人相视一笑 九天火分魂迅速离去 当然是去卖羊魂石了 凌寒将女皇 虎妞 柔妖女放出了黑塔 其实也就柔妖女 逊色一些 女皇和虎妞 都已经能够承受海底的水压了 他们一路走 一边顺便轰杀海生物 反正阳魂海这次关闭之后 所有生灵都会死亡 那还不如给他们做点贡献呢 咦 前面有人 临寒眼间 发现前面正有一人 在与海生物激战 四人都是向前游了过去 使都 这是一位王者 在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 他就是无双的天才 可来到阳魂海后 他就发现 王者满地走 皇者也不少 地者更是高高在上 只能仰望 他收起了一向的狂傲 老老实实地 在这片海域中战斗着 猎杀海生物 熔炼阳魂石 他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蓝色阳魂石 原本这不太可能实现 可谁让这次阳魂海的 开启时间出奇地长 他有将近八百年的时间 进行猎杀 然后再将所有阳魂石融合 那得到一块蓝色阳魂石的可能性 就不低了 不过 这次遇到的斗牛鱼 还真是难杀 实力完全不在他之下 若非智商有些低 他甚至不想恋战 太危险了 会让他也有重创 甚至陨落的可能 哄 斗牛鱼移个冲刺 以可怕的威势撞了过来 两只尖角上 有璀璨的浮温发光 使得这一状的威力无比可怕 使得连忙提起全部的精神 这一状的威力极强 他绝不能消失 他一拳轰出 向着斗牛鱼迎去 咦 他突然一愣 因为斗牛鱼 在撞到他身前的一瞬间 居然不动了 砰砰砰 他的全力轰在了斗牛鱼的身上 如同暴雨 将斗牛鱼的脑袋 都是砸得稀烂 怎么回事 这斗牛鱼怎么不反抗了 故意找死吗 就在他疑惑的单 只见这头牛斗鱼居然动了 靠 乍失啊 使都吓了一跳 然后双眼就瞪了出来 这条斗牛鱼 不是自己动的 而是被一个人抬起来的 那是一个年轻男子 向着他展颜一笑 兄弟 要阳魂十步 使斗勇士也难以忘记这一幕 事后回想起来 他总觉得 当时自己和傻逼 没什么两样 只知道正正地 哦 不要啊 那我换个人问问 灵涵随手将斗牛鱼丢到一边 这只是四盏巅峰的海生物 孕育的阳魂石 他根本不屑一顾 用来融合 都是在浪费时间 等等 使都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开口 他抱着万一的希望 问 你有阳魂十脉 什么品质的 灵涵展颜一笑 刀 看你出得起什么价了 他将右手一挥 身前顿时多了一堆阳魂石 从绿色开始 到垫色都有 使都的眼睛立刻直了 蓝色阳魂石就是他的终极目标 可对方居然拿出了电色阳魂石来 让他的小心肝砰砰砰的直跳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强 但心中却是一领 他获取黄色阳魂石都是非常困难 可对方却可以猎杀电色级别的海生物 这是什么实力 强 那是找死的行为 他咽了一口口水 压下了贪心 爆 我想买这块电色的 需要多少星石 不多 一千万就行了 灵涵笑道 还有 星石不够允许用神铁 准仙精凑 只要让我满意 这块阳魂石就是你的 我 我找找 使都连盲道 一千万星石自然是笔巨款 但只要他活着 总能赚到这笔钱 可电色阳魂石要是错过的话 那就绝对没有下一次了 他现在是王者 要是能够以电色阳魂石突破 这不可能让他迈进皇者之恋 却足以让他在王者之中的排序提升一大截 翻箱倒柜 使都也只是凑出了六百多万星石 算上神铁 准仙精 一些丹药 准仙药 那也只值八百万左右 他可怜兮兮地看着凌涵 眼神中全是小星星 巴望着 凌涵叹了口气 倒 算了 就先卖给你了 谢谢 谢谢 使都连忙道谢 只觉凌涵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凌涵无所谓 反正阳魂石又带不出去 烂在手里 就是浪费 能卖出去就是好事 他收起使都的全部家当 然后与三女起身离开 几天之后 他们又遇到了人 这一次可不止一个 而是七人一组的小团队 正在围杀一头四盏巅峰的海生物 凌涵展颜一笑 这下可以多卖一点出去了 咻 他一个卖步跨了过去 直接把那头海生物震死 然后道 各位 要阳魂石部 顿时 所有人都是呆若木鸡 只知道傻傻地看着面前这个人 好像遇到了天底下 最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要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声 凌涵点头 笑道 聪明的选择 喂 你都不知道他是谁 怎么就敢 与他搭上枪 有同伴小声指责道 你蠢啊 那可是凌涵 曾经与一打成平手的凌涵 什么 他就是凌涵 这么一说 欺人都是用崇敬的目光看着凌涵 好像在仰慕一位无上大神 凌涵没有在意 右手一挥 洒出大把的阳魂石 道 各位尽管挑 保证 快快阳魂石都是货真价实 同手无欺 顿时 欺人组各个都是瞪直了眼睛 再也不能从那些阳魂石上挪开目光了 第2007章 泛滥 真是没有想到 这欺人的实力不怎么样 可居然个个都是土豪 每个人都是购买了一块垫色阳魂石 毫不心疼地 砸出了一千万块新石 让凌涵都是怀疑起来 到底自己是不是单狮啊 好像很穷的样子 他与三女继续前进 很快 在这片海域中 就流转一个传说 在你毫无防备之间 有个人会悄然出现 问你要不要买毛 不 阳魂石 便在阳魂海中 转了一百多年 凌涵卖掉了所有的阳魂石 而这么多年下来 他也完全稳固了境界 战力越发的可怕 该回去了 凌涵四人浮到了海面上 寻找着归路 这时便能看到 有许多人也浮出了水面 与凌涵他们一样 寻找着回去的路 突破分魂 只需要一个月时间 因此 大部分人都会在最后关头 才会去冲击分魂 前面的时间 都放花在收取阳魂石上 尽量获取质量最高的阳魂石 现在接近归期 自然大部分人都开始了 回归 余下的人也快了 就在一两个月内吧 凌涵 只听一声吼 惊天动地 凌涵停了下来 回头看去 只见马同光正在迅速接近 他身后则是鲁仙明 落后了几百丈的样子 这二人都突破了分魂 原本鲁仙明 根本不能与马同光相比 但一旦突破分魂 哪怕递者与王者的差距 也缩小了许多 至少鲁仙明 不会再被马同光甩的影子 都看不到了 哦 是你们两个渣渣啊 凌涵随口说道 渣 渣渣 马同光顿时怒火往上窜 他突破了分魂 而且还是以电色洋魂时突破的 这非常不凡了 因此 他也自视极高 认为 少有人可以与他相比 凌涵 是 对方在舞展的时候 确实比他强 可他以电色洋魂时突破 绝对将对方甩了几条街 都不止 到了这个时候 他也没有了与凌涵虚语尾仪的兴趣 直接就撕破了脸 你这嚣张的小人 给我死来 马同光身形杀出 右手张开 消消消 顿时有无数的规则先练 向着凌涵打了过去 后方 鲁仙明露出一抹音效 他是亲眼看到马同光突破的 也深深地知道对方有多么强大 让他只能膜拜 仰望 现在马同光寒怒出手 当能震杀凌涵了 凌涵摇了摇头 马同光在舞展的时候 便不如他 现在 他更是以完美的紫色洋魂时 突破进了分魂 马同光与他的差距 非但没有缩小 反而更大了 他淡淡一笑 随手一抽 啪 马同光顿时挨了一把掌 满天的规则先练 也被一击全部抽碎 化成了细碎的规则之力 然后 还归于天地之间 什么 马同光 失魂落魄 满脑子的都是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仍不是凌涵的 意合之敌 怎么可能 他可是以 电色洋魂时突破的 为此 他还动用了一件秘宝 可以对地魂级别的海生物 都是造成重创 拼着差点消耗掉这件秘宝 他才得到了200块 蓝色洋魂时 然后融合炼化成 一件电色洋魂时 难道凌涵 也有这样的秘宝 喂 刘兄 你也突破分魂了 那是当然 对了 你是用什么洋魂时突破的 说了 怕吓着你 电色 什么 你也是电色 咦 你也是电色 远处 有两个人的对话传了过来 让马同光麻木地转过头去 待他看到这二人时 嘴部由张成了 原形 因为这两人只能勉强算作是王者 他之前见过 以他的记忆力 当然是过目不忘了 区区王者 居然也能以电色洋魂时突破 那他牛逼什么呢 呀 灵绍 那二人也看到了 灵寒 连忙纷纷跑过来 道谢连连 灵绍 太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卖给我们电色洋魂时 我们顶多以绿色洋魂时突破 这番恩情 我定记在心中 日后若有差遣 必不会推脱 这二人千恩万谢之后 这才离去 马同光嘴角抽搐 什么 这二人的电色洋魂时 居然是灵寒卖给他们的 那么 灵寒肯定也是以 电色洋魂时突破的 不然 他哪可能有多余的洋魂时 卖 要说自己用绿色 蓝色的洋魂时突破 却把更好的洋魂时 卖给别人 这不是二傻吗 灵大师 又有一个人赶了过来 向着灵寒坐起了一来 多谢大师厚爱 让我对于用电色洋魂时突破 紧接着 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 又一个 马同光 已经麻木了 在他看来 电色洋魂时的获取 难如登天 强如他这样的递者 那还需要借用西纤玉的秘宝 才能得到 这里的渣渣 不少光 对方猎杀到绿色洋魂时之后 根本不屑拾取 便进了他的口袋 因此 他是以200块绿色洋魂时 合成了蓝色 从而突破进了分魂 他自以为抱上了一条大粗腿 可现在呢 他悄然拉住个人一问 然后差点晕死过去 只要区区一千万星时 他可是二星单师 更是曾经的单道成圣子 身家绝对有好几个亿 拿出一千万星时出来 那是小意思 可现在 却因为跟错了人而要遗憾终生 他恨 他好恨 为什么 为什么林涵一定要与他作对 你得到那么多电色洋魂时 也就罢了 干嘛还要拿出来 大家都是以电色洋魂时突破 那你还能有什么优越感 鲁仙明想不通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简直就是怪胎 他却不知道 林涵其实是以紫色洋魂时突破的 不过 哪怕林涵是以电色洋魂时突破的 他也不在乎 因为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大家条件一样 那他一定更强 林涵淡淡一笑 到 你们两人跳梁小丑 蹦达了那么久 也该送你们上路了 他不等马同光开口 身形已是杀了出去 如龙出大海 激昂长空 妄想 马同光咬咬牙 祭出了一件卷轴 猛地打开 只见大部分地方都是空白的 只有最后一段 才有几个字符 看不清写的是什么 但有一种镇压苍穹的霸气 这是一尊先王赐予的宝物 但先王太强了 绝不是这种材质的卷轴 便能承受得起先王之力 因此 这威力就要降了许多 即使如此 这也能轻易抹去的魂强者的生命 死 马同光用力一阵卷轴 剩下的七个字符 顿时齐齐升光 第2008章 斩杀马同光 嗡嗡嗡 卷轴之上 一个个字符升光 适量无比 在达到极致之后 修修修 只见这些字符 竟是飞出了卷轴 化成了一个个人形来 结实高有三丈 浑身散发着赤裂的白光 七个字符 化成了七个战士 各个神威灵灵 原本马同光每次 只是动用一个字符而已 可他现在已经深深地知道 灵寒的强大 因此 直接将七个仙王字符 全部激活了 目的很简单 轰杀灵寒 绝不想出现任何的意外 有点意思 灵寒挺身而出 身形一颤 一道人影 从他的体内走了出来 正是九天火分魂 镇杀他 马同光向着灵寒一指 他原本想要等灵寒 去了西仙域之后 再将灵寒弄死 可现在却是怒火中烧 再也不想多等一刻 死 死 死 七名光影战士围住了灵寒 虽然都是人形的 可完全看不出长什么模样 脸上都是一片模糊 哄 光影战士们同时出手 向着灵寒镇压过去 两个灵寒同时迎击 砰砰砰 战斗顿时激烈无比 以不同的阳魂时突破 到底有什么区别 紫色的画 那可以让分魂达到本体完全的战力 而电色的画 便只有九成 以此类推 而最终 分魂在突破仙辅的时候 还是会回归体内 因此 分魂越强 突破仙辅时的战力自然也越强 另一方面 阳魂时的品质越高 那么在阳魂境内的实力也越强 这就好像两条河流 一样长 可一条宽一条窄 那哪一条中的河水更多呢 两个灵寒 战力相同 心意相通 若非一个体内 还有尊黑塔 那几乎没有本体 分魂的区别 砰 两个灵寒站七名光影人 场面激烈无比 谁占了上风 远处有人问道 看不清楚 边上的人摇头 确实看不清楚 灵寒和光影战士的实力 都是直抵 天魂初期 远在普通的分魂之上 谁能看得清楚 女皇 虎妞 却是露出了笑容 他们当然看得清楚 灵寒与光影战士 其实是打了个平手 可灵寒乃是真正的武者 常力绵绵 但光影战士 却是先王自负所化 又能够持续多久呢 这一战 灵寒必胜 马同光 毕竟也是帝者 他也看了出来 光影战士 无法将灵寒镇压 这让他震惊无比 那可是先王手段 可以轻松镇压的魂级别的强者 而灵寒 不过刚刚迈进分魂 就算他是帝者 可以越两阶无敌 但七打二 怎么想 灵寒都应该输的 不能再输 他清楚得很 这先王手段 只能持续一个时辰而已 一个时辰之内 不能震杀灵寒的话 那么就 不可能再有机会了 咬了咬牙 马同光 也运转出自己的分身 向着灵寒攻了过去 哪怕不及灵寒 他也是堂堂帝者 实力岂容轻视 哄 九天火分魂全身都是 燃烧起了赤烈的火焰 获得独立之后 九天火也能完全释放出 本身的威能来 这是他与灵寒本体 不一样的地方 可以称为分魂的大绝招 赤烈的火焰燃烧天地 九天火分魂大发神威 一个人就挡下了 七大光影战士 灵寒则趁机向着 马同光杀去 跟七名光影战士纠缠 没有什么意义 轰杀马同光才是重点 砰砰砰砰 没有光影战士的牵制 马同光又怎么可能是灵寒的对手 他被压着打 身上不断有鲜血飞剑 恐怕百招之内便会被轰杀 保护我 马同光心胆俱寒 再不敢与灵寒对轰 同样是递者 可两个人的差距居然还能如此之大 七大光影战士 立刻向着灵寒杀去 以给马同光轻出一条 可以逃顿的路线 果然 在七大光影人的疯狂围攻下 灵寒被困 无法再对马同光进行攻击 这让马同光露出一抹喜色 连忙掉头就跑 在逃跑的同时 他也生起了强烈的屈辱感 堂堂递者 用上了先王秘宝 居然还是只能狼狈离去 这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奇耻大辱 带到了西线域 他一定会诛杀灵寒 报了此仇 灵寒只是微微一笑 他确实被绊住了 可马同光也忘了一件事 那就是他不再是武斩 而是分魂强者 这意味着 他还有一道分魂 咻 九天火分魂杀了出去 七大光影战士都在 全力阻挡灵寒 自然不可能再去阻挡九天火分魂 这个灵寒事无可挡地杀出 一拳便向着马同光的后背心轰去 不 马同光惊呼 连忙转身想要格挡 只是他一心想要逃跑 又怎么可能及时转得过身来 碰 一拳轰过 只见火焰滔天 九天火分魂一只拳头 已是从马同光的胸膛口穿了出来 马同光目光呆滞 微微低头看着自己的胸口 脸上露出无法相信的表情 张嘴想要说些什么 可头一歪 已是死透 九天火的杀伤力是何等可怕 被直接轰爆了心脏 怎么可能还活着 鲁仙明不由心胆欲炼 那可是西仙玉的代表 可林涵还是毫不留情地将对方轰杀 相比之下 他又算是什么呢 二星丹师 前圣子而已 怎么跟马同光相比 就在这时 七道光影战时一闪 突然纷纷消散 时间到了 林涵大步向着鲁仙明走了过去 目光冷烈 鲁仙明 看你在丹道上 还有些成就 我对你的一些小动作 也视而不见 再二三地挑衅我 这是在自寻死路 不 你不能杀我 我也是单道成的人 鲁仙明叫道 这叫清理门户 林涵一拳轰出 碰 鲁仙明直接便被打爆了 化成了一片血雨 他拍拍手 露出一抹轻松之色 快走快走 这里一点也不好玩 虎妞催促道 林涵点点头 四人继续前进 杀了西仙玉的使者 可以应付过去吗 女皇问道 见招拆招吧 谁让那家伙几次三番 想要对我下手 更是打你们的主意 林涵十分不爽地道 女皇点点头 没有再说 什么 她可是无比傲娇的人 认为 全天下所有人 都应该崇拜自己 那林涵杀了一个 无足轻重的人 又如何呢 妞会保护林涵的 虎妞 挽着林涵的一条胳膊 挺恩爱的吗 一个笑声 在林涵四人的身后响起 林涵顿时战意如斥 缓缓转过身来 一字一字地道 记无名 第2009章 不弱 记无名 依然一身白衣 飘逸出尘 这回 你们在南逃出生天 记无名的双眼中 散发着胸光 他可切着诸人身上的血脉 更是想要获取林涵的宝物 对于一名九重仙王来说 一件事情 居然想了这么久 还没有完成 这是不可思议的 林涵 哈哈大笑 到 那就来战吧 他的战意直冲天语 记无名 是头一个 他几次三番 在同街都无法战胜的对手 这让他一直憋着一股子的劲 要去超越 超越 超越 咻 林涵率先杀了出去 无尽的规则荡漾 他一掌拍出 阵机九重天 无知 记无名 诗然说道 一指点出 瑞莎的杀戮规则爆起 其中 还混合着一道精细规则 仿佛无物不斩 无物不碎 无物不灭 碰 两人对轰一计 顿时 大海上掀起了今天的巨浪 其中更有大道规则在泛动 这要被水浪砸到一下的话 估计普通四盏 都有可能被直接拍晕过去 水花落下 只见林涵和纪无名相隔百战而立 没有再出手 纪无名心中涌起了惊涛骇浪 刚才那一击虽然仍是他占了上风 可优势已经不是很明显了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他可是以紫色阳魂石突破分魂的 虽然是融合的 而非天然 但除了他这样的转世仙王 又有谁能够得到足够的电色阳魂石 再融合为紫色 可林涵却将与他的差距缩短了一些些 这只有一个可能 对方是用天然的紫色阳魂石突破了分魂 死继无名头一次露出了慎重之色 他盯着林涵看了一会 突然展颜一笑 到 我明白了 是那件宝物的关系 不错不错 居然可以让一个渣渣 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我 不愧是至宝啊 他十分感慨 堂堂九重先王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纪元 在他之上也就扳着手指 可以数得轻的天尊 他转世重修 那就应该一路做到完美 无人可以超越 可林涵却偏偏做到了 天尊至宝 果然是天尊至宝 我收了 他轻喝一声 发动了猛攻 你说收就收了 你以为自己是谁 林涵冷然说道 双拳鼓起 毫不示弱地进行反击 他与纪无名在战力上 果然还有一些差距 可在体魄上 他胜出太多了 完全有的一拼 问 纪无名果断放出了分魂 林涵也召唤出了九天火分魂 两大帝者 四道人影交织 如闪电般穿梭着 各展所能 咦 纪无名再次哑然 你这渣渣 居然也知道 将天地本源分出去 充当分魂 不好意思 让你受惊了 林涵一指画出 灭天九剑展开 一剑底一剑灵力 雕嘴 纪无名淡淡说道 哪怕林涵的实力 迅速赶了上来 可他仍是掌握主动权的人 轰 轰 轰 两人激烈对轰 林涵虽然还是有点 小烈 可烈士已经不是很明显了 再加上 他强出不止一点的体魄 足以弥补战力上的不足 真正拥有了威胁到 纪无名的能力 纪无名的脸色 微微有些凝重 他前世不知道 经历了多少战斗 甚至九重先王都图过 世间再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让他动容 他只是觉得有些棘手 若不能轰杀林涵的话 又怎么夺取 对方身上的宝物呢 林涵也是明雾见生 他终于知道 纪无名为什么那么强了 第一 对方在规则的运用上 更加细腻 这一点 他早就看出来了 但自己要达到如此高度 只能靠时间的积累 第二 纪无名掌握的规则数量更多 而且灵活的组合运用 因此爆发出来的战力更强 九重先王 那自然是将一只大刀的掌握 达到了极致 才能登陵这样的高度 但先王真正的寿源无限 到了九重天这一步 尽无可禁 怎么办 那自然是去修炼其他的规则呀 无穷的岁月下来 就算是傻子 也能掌握一些 更何况是九重先王这样的天 纵器材了 纪无名 也许将所有规则 都是掌握了个遍 哪怕没有同样达到九重天级别 可达到先王层次 应该不满 这相当于什么 对方的体内 有所有的天地本源 所以 这一世的纪无名强大 无比 仙人 听的就是规则 大家境界一样 人家掌握的规则更多 自然更强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林涵顿时有了名物 想要真正超越纪无名的话 他还得在规则上苦下功夫 掌握更多的大道 这才可以媲美 超越 也是到了这一刻 林涵才有了完全的信心 纪无名并非不可超越的 完全有可能 他哈哈一笑 战役更赤 六臂张开 剑拳掌齐斩 威力惊人 区区小数 即无名冷笑 同样展开重重仙术 与林涵站了起来 两大超级递者对战 皆是将自己的实力 完全爆发出来 让观者心神皆夺 不能自已 怎么可能 这么强 这是每一个人心中 皆有的疑问 哪怕那些成功突破分魂的人 都是有一种 跪倒下来膜拜的冲动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天才 可以让人绝望的 战战战战战 林涵再慢慢地 将劣势搬回来 第一 他的体魄太强了 被打到几下 也无妨 可即无名被轰到的话 那就是实实在在的伤害 中招的次数一多 时间一久 肯定会影响战力 第二 林涵在规则运用上 越来越精细 像他这种战斗天才 越是遇到强大的对手 就越是可以激发潜力 成长的速度 快得惊人 哄 再一次激烈地对轰之后 即无名抽身后退 他盯着林涵看了一阵 倒 不得不承认 不灭天惊 确实是世间最强的 脆体之法 林涵只觉脑海中 一阵俱颤 虽然他早就猜到 也许继无名知道 黑塔的来历 可那毕竟只是猜测 现在听对方亲口说出来 还是让他心中一格愣 不灭天惊 这是他头一次 听一个外人说出来 继无名展颜一笑 倒 我现在奈何不了你的防御 不过 我会取来一件仙器 便能轻易 划开你的体魄 小子 好好保重身体 一 身上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 他大笑 扬长而去 最后一句话 很有奇异 不过林涵却丝毫没有辩驳的意思 下一次再见的时候 自己会更强 哪怕是在战力上 也能压制继无名 一定会 第2010章 前往西仙域 林涵 你好棒啊 虎牛头一个跳了过来 趴在了林涵的背上 不停地扬动着小手 女皇也威依了过来 满脸的荡漾 继无名从出现的那一刻起 就如同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 连他们这些超级递者 都只能仰望 可现在林涵居然以一己之力 挡下了技无名 这岂能不让他们兴奋无比 我要 女皇凑到林涵的耳边 轻轻说出了两个字 幽香的口气 扑在林涵的颈部 暖暖的 热热的 林涵顿时打了一个机灵 面前的女皇 就如一汪春水 妩媚的无法形容 妞也要 虎妞不肯吃亏 小手在林涵的胸膛里乱摸 胡闹 林涵连忙大手一卷 将三女都是收进了黑塔中 她把虎妞和柔妖女丢到一边 抱着女皇就飞跃离去 臭林涵 臭 林涵 虎妞气得哇哇大叫 这个臭家伙 为什么老是不肯 和自己生猴子呢 柔妖女也是媚眼如丝 她早已经被林涵征服 一想到林涵与女皇肢体纠缠的画面 便不由地面红耳赤 只觉郊躯滚烫 好像有什么东西 要从体内涌出来似的 死冤家 她捡着双腿 目光哀怨至极 让十人见了 都会怦然心动 一天之后 林涵才带着三女出了黑塔 继续赶落 女皇被滋润的容光焕发 更增美艳之气 而林涵也是神清气爽 之前几百年 他们都在寻找阳魂时 根本没想到那回事 坏林涵 牛讨厌你了 虎妞赌气 林涵安慰了一下 又取出几块烤肉 香气扑鼻之中 虎妞立刻口水狂流 把吃醋的事情丢到了九霄云外 又一个月后 他们终于回到了入口 顺着通道往上 滑 水花溅起 四人出水 久违的阳光落下 一片青天朗日 阳魂海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 七彩红光早就全部变成了白色 而现在这些白光 也在不断地摇颤 好像随时都会崩碎 一旦红光崩碎的话 那代表着阳魂海的关闭 下一次开启 就是一亿年之后的事情了 所以 到时候还没有出来的人 意味着永远留在了阳魂海中 等了十七天 白色的红光也消失了 林涵统计了一下 来的时候 共有752人 而回去的时候 只有421人 其中有74人突破未分魂 剩下的人则是突破失败 只能等待下一次了 这回来阳魂海的 除了有限几个 是被天人之恶折磨 必须要突破 否则寿元就要被斩没 其他人都是有足够的把握 才会跑来这里冒险 可700多人中 只有不到100个 才成功突破了 可见 分魂这一道剑 是多么难以逾越 战剑启动 回返丹道成 虎妞跑来告诉了林涵一声 在这700年间 曾经有先王派出手下来 缉拿林涵 就是林涵在三花谷中 杀掉的六尊帝者惹的祸 他们背后的势力 怎么可能轻易把修 帝者呀 就是先王势力 也很难培养出来 至少也得是五重天以上的 现在被宰了 自然让先王都得过问 不过所有人都被 吕海荣赶了回去 他一直没有先身 却始终在附近守护着虎妞 顺便给林涵 解决了一些小麻烦 林涵恍然 难怪始终没有先王势力 来找他的麻烦 原来都被吕海荣挡了下来 先回丹道城 然后去西仙玉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他们才回到了丹道城 处理了一下杂事 林涵拜别紫城大师 便带着四女 再加上石蕾 石玉兄妹 向着东仙玉的海域进发 站在船头 林涵有些感慨 原本他早在近千年前 就应该去西仙玉的 却因为两尊生缘进大战 无辜波及到了他 结果去了丹道城 发生了种种事情 现在他终于再次要出发 前往西仙玉了 而且 这次有一位四重天的仙王坐镇 应该十拿九稳了吧 咻 吕海荣身形一闪 终于在战舰上现身 进入无尽海域中 一个个都给我老老实实的 他肃然说道 前辈 您可是四重天的仙王 林涵 亚然 连四重仙王 都无法在无尽海域纵横吗 吕海荣吃了一声 道 你若想死的话 不妨试试 丑八怪 不准和妞的林涵这么说话 虎妞先跳了起来 吕海荣不由无语 虎妞对这个男人 如此的死心塌地 让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无尽海域中 可是有许多原始生灵 虎妞向林涵解释道 天地初开 第一批生灵都成为了仙王 可并不是所有生灵的灵质 都得到了开发 在无尽海域中 就存在着许多强大的生灵 它们就如同最最低级的野兽 活着的意义 便只是生存 要是不小心闯进它们的领地 那可是非常糟糕的 不过妞喜欢 小丫头 嘻嘻笑道 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模样 林涵点点头 东西仙玉的进化比较快 生灵大都开启了灵质 但海域中的生灵却比较慢 依然浑浑噩噩 近四个月后 战舰来到了东仙玉的尽头 在前面就是无尽海域 横跨过去后 便是西仙玉了 五道 单道层次更高的另一个世界 在那个世界中 有林涵的父母 有他的红颜 更有他的儿子 林涵不由新潮澎湃 这不想到也就罢了 可一想起来 就让他激动无比 儿子如果按照正常人的步伐走 现在子子孙孙 都应该好多代了吧 一想到自己要做爷爷 甚至祖爷爷 太爷爷 林涵不由有些冷汉 实在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 走 女海荣将束手一卷 战舰便加速向着海域进发 先王之力强的无法形容 林涵和己女都是在船头看着 欣赏着一路的风景 在仙玉是没有日夜变化的 如果出现了日月 那一般是生元镜或以上的大能 以无上手段炼制出来的太阳和月亮 而在无尽海域之中 自然没有哪一个大能吃饱了 没试感 在这里塑造日月 因此 这里便是一片原始 不过仙玉却还有星辰 无数颗点缀在天空中 部分昼夜都会发光 这无尽海域 当然也不可能黑暗 只是谈不上如何光明而已 天地之间的景色 仿佛永远不会变化似的 头顶是繁星密布 底下则是茫茫大海 哄 突然之间 一只巨手凭空出现 向着战舰拍了过来 第2011章 仙王狙击 一只大手 不知从何而来 却是张扬着无穷的威能 雄威滔天 七云王 吕海荣 目斥一声 束手向着天空中迎去 他可是仙王 信手拈来 皆是无上神通 束手上缠绕着无尽的大道之光 向着那只大手拍去 哄 两只大手撞到了一起 顿时纷纷出现了军裂 大道之光 颤摇 传到海面上 引起了至少千丈高的海啸 向着四面八方 推射而去 卑鄙无耻 吕海荣再斥一声 嘎嘎 这叫斩草除根 再次凝成 拍了过来 怕你不成 吕海荣挥掌迎上 毫不畏惧 哄 两人的实力相近 这一击之后 双方拍出的手 再次一起崩碎 谁也压不过谁 可就在这时 只见又是一只大手出现 从斜策里拍了过来 莫毒王 这下吕海荣 入出了金戎 对方居然出动了两尊先王 来狙击他 确切地说 是狙击虎妞 离开昆鹏宫的时候 太上长老特意施展密法 折避了天机 使得他们一行人 都是不可 推演行踪 可现在对方 却是在海上埋伏 摆明了掌握他们的行踪 难道 昆鹏宫中有内奸 这让他遍体生寒 碰 他一个念头 还没有转过 后面一掌 已是拍了 过来 虽然被他挡了一下 但也有心算无备 况且 还是两大先王夹击 他怎么可能 完全挡得下来 一声巨响 战舰顿时解体 林涵等人的身上 则是都笼罩着一个光圈 那是吕海荣施加的保护 他再一挥手 咻咻咻 林涵五人顿时消失不见 嗯 顺一走了 云端传出一个声音 老莫 你去追击那几个人 务必要杀了乙云的转世身 知道 又一人应导 便没有了声音 咻咻 吕海荣连忙去拦截 海天王 你的对手是我 哄 一个滔天大手拍下 将吕海荣挡了下来 吕海荣心中焦急 虽然虎妞拥有很多保命手段 但万万不可能 从一位仙王手中逃出升天 他现在唯一的指望 就是林涵了 这可是那位主的传人 应该 或许可能吧 咻 林涵五人 纷纷从天空中跌落下来 落向下那无尽的大海 林涵连忙一探手 将四女都是抓了过来 好玩 好玩 虎妞大笑 丝毫没有受到惊讶的模样 这丫头的神经 也真是够粗的 林涵眉头一皱 这一次 可真是城门失火 殃及了池鱼 昆鹏弓固然强大 可仇敌也不弱 再无尽海域公然出手 便是有一位仙王守护 又如何 他们出动了两个 一名仙王 足以牵制吕前辈 而若是让另一名仙王追上我们 林涵沉吟道 那我们死定了 女皇接口 任他们如何自信 面对一位仙王 那绝对没有幸免的可能 都进黑塔 林涵再一挥手 将所有人都是收进了黑塔之中 这时 便是低阶仙王 都是无法捕捉 一粒戒子 从天空中落了下来 掉进了海水里 并随波逐浪 嗡 仙光阳动 只见一名男子 悄无声息地出现 他的身材不算高大 可只是在虚空一里 便如一座永远不会崩塌的大山 让人只能仰望 莫独王 奇怪 按照空间的波动 那五人确实是在这里出现的 莫独王 伸出手 轻轻抚弄着 他在捕捉空间规则的波动 我也感应到了五个人的气息 可突然又消失了 好像他们不存在于这片天地 古怪 他在四周寻找了起来 越找他就越是惊讶 因为凌寒五人 真得像是凭空消失了 哄 海上声波 出现了一头巨大的蛟龙 正乘风 破浪而来 居然进入了一头明骄的地盘 莫独王 眉头一皱 打起来没有半点好处 还是先撤 若是这五人真在附近 那根本不用我出手 便要死在这头明骄的手里 他果断无比 一转身便直接离去 远处 蛟龙游道 对着天空怒吼 轰轰轰 天空中一颗颗星辰坠落下来 先王之威太可怕了 一吼便能让星辰坠下 很久之后 蛟龙才没入了大海之中 一片便又风平浪静了 凌寒五人 都是待在黑塔之中 任大海浪推 这次 应该不是我的锅吧 凌寒笑道 他自带麻烦光环 总能在不经意间惹出了事情 但这一次 明显就跟他无关了 那也说不定 天凤神女笑道 若飞和夫君一起 虎妞 也不一定会遇到偷袭 就是 虎妞连忙点头 凌寒哈哈大笑 问道 妞 你们坤鹏宫 到底和哪一家结上了仇 一个叫四海宫的 他们的公主 是个神经病 老是想要灭了我们坤鹏宫 害得妞也被祸及了 虎妞 气愤愤地说道 凌寒四人听虎妞戏说 不由都是动容 四海宫非常强大 公主是个女人 叫伤止微 一门心思 想要灭了坤鹏宫 而这个女人 乃是九重先王 实力 在整个先遇 都是数一数二的 若非坤鹏宫 还有一位大上长老 苟延残喘 强行支撑 这个强大的势力 早就被推平了 即使现在 坤鹏宫的日子也不好过 大部分人都是归缩着 一旦离开坤鹏宫的领地 都可能遭到迎头痛击 让亿万年的苦修 化为乌有 等妞成为了九重先王 一定要打抱那个神经病的屁股 不 要抱了她的菊花 虎妞气鼓鼓地说道 林寒不由汗言 小丫头 绝对是被她带坏了 在黑塔之中 她们顺水漂泊 至少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可她们仍是不敢 离开黑塔 外面 可是有一位先王在守着她们 区区一个月的漂流 又算什么 根本不安全 她们也没有闲着 就在黑塔中修炼 刚好已经打开了境界的上限 也不怕浪费时间了 一年 十年 百年 她们在黑塔中 已经度过了百年时间 而且 还用到了黑塔的时间加速 轮回数的误导 像 林寒 女皇 虎妞 都已经将修为 推进到了阳魂中期 柔妖女稍差一点 但也接近阳魂中期了 差不多可以出去了吧 她们商量了一下 决定 不能老是待在黑塔中 林寒身形一闪 出了黑塔 问 顿时 一股可怕的气势 卷荡 一只滔天巨手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抓了过来 靠 那尊先王 还在蹲守 第2012章 因祸得福 林寒在心中骂了一声 连忙往黑塔里面躲 嗯 她闷哼一声 人是进入了黑塔 可还是被先王气势 扫到了一下 让她全身骨头 至少断了九成 而且还是那种粉碎性的锻炼 太可怕了 先王的攻击 根本没有打到 只是气势扫了一下而已 就让林寒 引以为傲的体魄 全面崩溃 这就是先王 万法之巅 举手投足之间 便代表着天地大盗 林寒 女皇他们 连忙围了过来 林寒吐了一口气 呲牙道 没事 死不掉 还说没事 鸡鸡都烂掉了 虎妞满脸的难过 嗯 臭 林寒 还没有和妞生猴子呢 靠 你眼睛往哪瞅啊 林寒连忙运转一滴 不灭真叶 放在往常的时候 这滴不灭真叶运转之后 他的伤势 应该会在很短时间内 立刻痊愈 然而现在 却没有 虽然只是被先王气势 带到了一下 可那其中 依然有着先王的五道意志 不抹除的话 便是不灭真叶也无可奈何 毕竟 双方的层次差得太多了 这什么先王啊 居然埋伏几个分魂界 林寒吐槽道 只能说先王的耐心 真是太好了 不知道活过了多少个 纪元 那么 对于他们来说 等上一百年 一千年 甚至百万年 又如何 不说弹指极过 却怎么也是小意思 相比之下 林寒五人的耐心就太差了 我先疗伤 林寒坐在一边 引动黑塔之力 尝试着抹去体内的先王意志 这太难了 何谓先王 那是站在了大道之巅的存在 林寒就算拥有黑塔 想要抹去先王意志人士 难如登天 他不断地与这道先王意志 做斗争 在自己的体内 进行着拉锯战 举步为奸 若非 这是在黑塔之中 若非他修炼了不灭天经 在层次上 碾压先王 否则他根本不可能 有驱逐先王意志的可能 只会被先王意志 一点一滴地磨灭 或非如此霸道 先王 又有什么资格被称为先王 立于万道之巅呢 林寒忘记了一切 就是与先王意志 做着抗争 一年 两年 十年 百年 时光匆匆 黑塔中 更是度过了十万年 林寒忠是取得了上风 不是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而只是占到了上风 他终于知道了 应该怎么对付这股先王意志 而更让他惊喜的是 通过这样的拉锯战 他对于规则的应用 变得更加的细腻 熟练 他有种感觉 自己现在的战力 肯定比之前百年 强出了一大截 这一是由于他的境界提升了 二来 便是他在规则的掌握上 达到了细致如微的地步 只有如此 他 才能洞悉先王意志的奥妙 才能将他们驱逐 当然了 这只是先王的一道气势而已 如果真被轰中一下的话 那任他对规则的掌握 再入微 都是毫无效果 他继续与这股意志做抗争 时间急速流逝 一百年 两百年 五百年 林寒终于再次睁开了双眼 黑塔之中 已经度过了整整五十万年了 先王意志 终于完全消散了 真是残忍 整整六百年啊 黑塔时间更是六十万年 这才驱逐了一道五道意志 林寒 你没事了 虎牛四女都是凑了上来 林寒点头 道 没事了 而且 也算是 因祸得福吧 他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阳魂后期 这是实实在在的提升 而看不见的提升 则是他对于规则的运用 现在的他 有点像是既无名 明明境界相同 却可以让人绝望 不知道那个讨厌鬼离开了没有 虎牛嘟着小嘴道 他或许没有离开 但我们这几百年内 遇到了好几次大王 应该已经远远离开了那个区域 便是先王神时 能够笼罩的区域 也是有限 我们应该出了这个区域 林寒出了黑塔 一边做好了立刻逃进去的准备 但等了半天 大海中一片风平浪静 根本没有人出手攻击 嗡 远方突然出现了一艘大船 向着他这个方向快速驶了过来 林寒凝目一看 只见大船上插着一面旗帜 上面画着一头迎风招展的雄鹰 栩栩如生 这是一艘 商船 无尽海域并非死海 而是经常有商船来往 虽然十分危险 但利润也是非常之高 在无尽海域中 基本没有听说过 有海盗出没的事情 危险大多来源于大海本身 这里有太多强大的生灵 甚至可以 让先王都是皱眉 因此 敢在无尽海域中 做生意的商队 那肯定都有强者作证 年轻人 上来吧 大船经过的时候 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有一根绳索抛了过来 刚好就在林寒身前一尺处 林寒身手一抓 再用力一扯 整个人就飞纵起来 稳稳定落在了甲板 你们的商船 被海王类袭击了吗 甲板上站着一名大汉 手里 还拿着绳索的异端 无尽海域之中 那些达到先王级别的 强大仙兽 便被称为海王类 林寒想了想 到 差不多吧 两尊先王 也能算是海王类了 是不是 要是莫独先王 和七云先王知道了 必然会气得七窍生烟 居然将他们 比作没有灵质的海中猛兽 这不是在埋态他们吗 我们要去西仙域 如果你也是的话 那便让你搭个顺风船 不过 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 你每天都得去催动阵法 以此作为你的肚子 那大汉说道 好 林寒应成了下来 大汉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 林寒则每天都会去大船的底部 与其他水手一起催动阵法 为船体施加动力 几天下来 林寒也与一众水手混了个脸熟 这艘商船属于秦家 而秦家则是一个声援近势力 秦家共有十一艘大型商船 每艘商船上 都有一尊声援近大能坐镇 这只要不遇到海王类 基本便不会出事 之前让林寒上船的大汉叫秦伟 乃是秦家的一位仙府静强者 个性爽朗 最喜欢交友 若非如此的话 他也不会多管闲事 拉了林寒一把 这一天 林寒正在船舱中休息 这里的环境挺差的 因此 他并没有让四女和石蕾 石蕾出来 轰地一下 船身巨震 怎么了 又被袭击了 碰 碰 碰 船身接二连三地颤动起来 阵幅是越来越大 不好拉 遇到大海啸 有人惊呼 第2013章 超级海啸 林寒松了口气 他终不是什么大灾心 总能招来什么仇敌 可再想想 难道天灾不算吗 他十分郁闷 难道就没有 让他好好赶个路 吃个饭 睡个觉的时候吗 船里所有人都是动了起来 上甲板的上甲板 去舱底的去舱底 都是为迎击海啸 做起了准备 林寒也来到了甲板上 斩目望去 只见前方赫然出现了一道万丈高的巨浪 正向着他们这个方向拍劲来 而在巨浪之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枚枚符纹在跳动 在发光 因此 这可不是一道普通的巨浪 而是相当于强者的浩然一击 至少是声援级别 林寒盯着那些符号看了一阵 立刻做出了判断 要他说出一位 比自己强大的存在 是何等修为 这很难 但大道符号 却是再清楚不过了 可以直接反映出 一道攻击的强弱 这绝对是声援级别 如果林寒就那么迎上去的话 估计就是被直接拍成碎片了 快 一起催动防御阵法 有人在一边大叫道 林寒也跃了过去 既然搭了人家的船 那遇到危险的时候 自然要尽一分力 船上只有一个防御阵法 但有十几个阵眼 可以向其中输入原力 激发阵法之威 林寒没有丝毫保留 轻力而为 嗡 这个阵眼顿时亮了起来 嗡嗡嗡 阵眼接二连三地亮起 大船上的防御阵法也被启动 形成了一个椭圆形的光照 碰 海浪袭来 重重地拍在光照上 顿时让光照一阵颤晃 这道巨浪 可不光光是力量的轰击 而是规则的冲撞 碰碰碰 浪头卷过 规则在不断地击撞 也让防御光照越来越脆弱 哄 这道巨浪终于完全过去 而防御光照 也在一颤之后 彻底破碎 还好 如果防御阵法 再早一点点崩碎的话 那他们就要倒大霉了 然而没等众人高兴起来 只见前方又有一道巨浪拍了过来 居然还有一道 众人在一惊之后 连忙又去催发阵法 问 在众人不惜代价的催动之下 光照再现 碰 大浪拍来 光照颤颤 时刻都在崩碎的边缘 这一次 他们又 十分侥幸 防御阵法在大浪之后崩碎了 可在这道巨浪之后 还有第三道 没完没了了 众人拿有吐槽的时间 再次去催发阵法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这海啸 简直就是连绵不绝 一道接着一道 仿佛永远都不会停止似的 当拍过七百多道巨浪后 众人都是气喘吁吁 差点都是泪趴了下来 哪怕大家都是仙人 也承受不了这样消耗 可为了自己的性命着想 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 将自己榨干 有丹药的 拼命磕着丹药 多恢复一丁点的原力 多好 八百道 九百道 一千道 巨浪连绵不绝 啪 有人倒了下去 那是因为历劫了 直接晕死了过去 这样一来 剩下的人自然压力大增 得将那个人的空缺给补出来 一千两百道 一千四百道 啪 啪 啪 不断有人倒下 不只是这个阵言 其他阵言也是如此 临寒原本想要让女皇三人出来帮忙 但立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缺口太大了 三女根本就是杯水车星 完全改变不了现状 而这还是有一位生元净 大能在船头抗击浪潮的关系 若非他化解 掉了一部分的海啸之力 这艘大船早就解体了 轰 轰 轰 哐 差不多一千五百道大浪拍过之后 这艘大船也达到了极限 轰然破碎 顿时 所有人都是被震飞了 出去 潜入海底 可保你们不死 那名声援竞强者大河道 众人连忙向下潜 因为下一道浪头 已是急拍而至 十丈 不够 百丈 还是不够 千丈 勉强可以 有人没有 来得及潜到这样的深度 在巨浪卷过时 瞬间便被震成了 血沫 蕴含声援级别规则的浪头 真是太可怕了 而不幸中的万幸 这只是声援级别 若是先王级别的话 那众人 都是瞬间被全部抹杀的份 众人哪一个打冒头 相反 各个都是尽量向下潜 这潜的越深自然 越是安全 一天 三天 十天 整整一个月后 这场海啸 才终于缓了下来 缓了 不是停止 海啸的威力 已经降到了展尘级别 可范围却反的扩大了 而且极没有规律 一会从左边来 一会从右边 一会又是下方 如此一来 众人都是被分散了 哗 林寒从大海中冒出了头来 只见四周 只剩下区区七人 巧的是 待他上船的情维 也在七人之中 跳目远望的话 会发现 极远处也有几个人 但这数量 比之大船上原有的人数 却不知道少了多少 显然 大部分人都被海浪 拍到了遥远的地方 林寒抓住一块破碎的船板 无尽海域非常特别 在此间游泳的话 会极其吃力 若非迫不得已 谁也不愿费这个劲 其他人也是如此 因为船板数量不够 有些人就两人合用一块 陆陆续续 有人汇聚过来 当真正的风平浪静后 总计也只是有三十四人 其他人便不知所踪了 也许死了 也许会合成了第二个大团 船不是没有 可要在无尽海域中航行 那需要特殊的船只 否则轻易便会被大浪覆沉 因此也没有人拿出船只 来浪费 就那么趴在船板上 随波而行 逐浪而动 想要靠己身之力 游到无尽海域的尽头 那真只是说说而已 大家所能期盼的 就是有另一艘商船经过 将他们搭救商船 林涵还有另一个希望 那就是吕海荣 他现在肯定在到处寻找虎妞 找到他 自然就代表找到了虎妞 过了几天 海上刮起了大风 大的无法形容 让众人乘风破浪 速度比乘船时还要快 七天之后 前方出现了一个黑影 不会是海王类吧 有人颤生道 那就太可怕了 遇到先王级别的猛兽 灭绝他们只是 翻手之间的事情 不 那是一个岛屿 咦 我好像还看到了 建筑 太好了 我们可以在那里修整一下 而且 无尽海域生长的树木 都可以用来制成船 只要步上一些 简单的催行阵法 就能渡过大海 对 只要不遇上大风浪 这足够了 众人都是兴奋起来 用力滑动起了双手 向着岛屿进发 第2014章 登土岛 望山刨死马 岛屿看着不远 可实际上却是远得要命 他们划了小半个时辰之后 岛屿依然还是在望 只是从一开始的小黑点 变得越来越大了 一来 这片海域 限制了众人游行的速度 二来岛屿确实离他们很远 但随着岛屿 变得越来越近 便是修为弱点的人 也能看得清楚岛上的建筑 这座岛屿 不在 海图上 秦伟断然说道 在海上做生意的事里 都会会制海图 万一像现在这样 遇到无法避免的天灾 便会游向最近的岛屿 等待救援 或是自救 而这也确实 救过他们不少回命 于这些事例来说 海图越是详细 准确 那自然越能在关键的时候 救命 这一次虽然遭到了天灾 损失巨大 可若是能够完善一下 秦家的海图 倒也能挽回一点点损失 未知的岛屿坐标 都是可以拿出来卖的 当然只是 荡成一个救援点 落脚点 我听说 海上的修者 都非常凶残 有活蛋人肉的习惯 有人突然哆嗦着说道 哇呸 哪来这样的留言 立刻有人表示 不屑 这倒不是完全为虚 海里的生灵 都没有开化灵质 凭什么 岛上的修者便开化了 又有人反驳 修要祸乱军心 秦伟哼了一声 三十四人中 只有他一个人是先附近 自然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 一言落 顿时无人再敢 吭声 海上的修士 也是从我们内陆迁居而去的人 原因多种多样 大部分都是被仇家所逼 但也有很小部分 是出来寻觅宝藏的 宝藏 听到这两个字 不少人立刻竖起了耳朵 顿时来了 精神 似乎都忘了 他们现在 正浸泡在无尽海域的海水中 怎么回到岸上 都是个问题 传说中 无尽海域中 埋葬着秘宝 秦伟只是 这么说了一句 并没有讲得十分清楚 很多人心中 痒痒的 可谁又敢逼一位 先附近大能呢 快游吧 众人回到现实 他们的首要目的 还是回到岸上 真要他们在一个孤岛上 困上无穷岁月 那一个个都可能要发疯 又是几个时辰之后 他们终于真正地 接近了岛屿 这是一座非常大的岛屿 海岸线长达数百里 不过放在 无尽海域中的话 这其实是一座小岛 有些岛屿 可是动不动 就跟一个天狱那么大 不足一颗 心体大小的岛屿 甚至都没有资格 称为岛 只能算是一块 大点的礁石 难怪这座岛屿 距离正常航线 只有十几天的路程 可亿万年来 都没有被发现 原来是太小了 秦为点点头 但是 岛屿的珍贵之处在于 能够挡风遮雨 特别是大海啸肆虐的时候 船只会有轻浮之危 可岛屿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这已经 再次存在了无尽岁月 要沉早就沉了 滑 海水涌动中 他们被推上岸 一个个都是筋疲力尽 当初拼命催动阵法 将每个人的原力 都是透支了 而之后 也一直没有时间恢复 反倒还要对抗 浪头 一路划航 要知道 这无尽海域里面的浪头 可一点也不温柔 能够对分魂境 都是造成很大的麻烦 因此一到岸上之后 大部分人都是泪趴了下来 更有一种 劫后余生的喜悦 到了岸上 那就真是安全了 秦为乃是仙斧镜 自然要比其他人 好处太多了 他生疼起身形 以居高临下之势 观察着这座岛屿 不过几百里的方圆 对于一名仙斧镜强者来说 要尽收眼底 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他很快就落回了身形 然后眉头一皱 到岛上的人 来了 还躺在地上喘气的众人 都是心中意理 这岛上的人 到底会是什么态度 如果对方的实力 差点 那无所谓 管你有什么想法 我根本不用理会 可是 如果对方的实力相近 甚至碾压呢 这就要祈求对方 对他们没有恶意了 岛屿很小 因此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便见有三个人踏空而至 这三人都是年轻人 分别是两男一女 两名男子非常英俊 各有特色 一个粗犷 一个清秀 而那名女子 则是妩媚万千 诱人 无比 各位驾铃我登徒岛 所为何来 那清秀男子问道 我等遇到了海啸 流落于此 还请主人能够收容几天 待我等伐些树木制成船 便会离去 秦伟开口道 并没有轻视了对方 林寒目光扫过 眼神中流露出一抹哑然之色 他有种感觉 这三个年轻人都很强 也许不是他的对手 但应该有的魂 甚至更强一些的战力 可问题是 他实在无法判断出三人的境界 一个都不行 要判断一个人的修为 一般来说 要高出一个大境界才行 林寒看不出来也正常 可不正常的地方 在于 他甚至感觉不到 对方是分魂还是斩尘 这就好像 三个人都没有修炼过 对 就是这种感觉 但这完全不可能啊 因为他的直觉告诉自己 这三人不弱 古怪 太古怪了 哦 原来如此 清秀男子点点头 那在下可以代表家师 欢迎各位的到来 请 先到韩府坐坐 洗洗风尘 离开的事情 可以慢慢说 那就多谢了 秦伟点点头 在下萧俊 清秀男子 自我介绍道 这位是我师弟 罗和 还有这位 是我师妹 也是家师的独女 蓝惹指 秦伟也自我介绍了一下 还略略说起了 遇到海啸的经过 让萧俊三人都是 动容 表示 这样的海啸十分罕见 在他们几百万年的生命中 也没有见过几次 这让许多人都是震惊 三人明明很强 可居然只是 修炼了几百万年 不可思议 太不可思议了 猫妹问一下 三位是什么境界 林涵忍不住问 这个疑惑 一直在她的心里 萦绕 不吐不快 林涵 你怎么可以如此 唐突 立刻有人指责到 别人肯收容他们 还要好好款待 你居然问人家 很稳私的事情 万一让人家恼了 将自己一心人 赶出去怎么办 如果对方实力弱点 也就算了 可现在看来 对方可一点也不弱呀 对 怎么可以一上来 就问这样的事情 有人复合 三位 这只是我们船上收容的 一个落难者 跟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又有人开始撇清 与林涵的关系 第2015章 原著名的妖战 林涵不由在心中摇头 海上遇难的时候 大家倒还能同甘共苦 可现在的旧了 脱困了 却一个个 都是露出了自私的一面 算了 既然你们不想在风雨同舟 管你们死活 林涵摆了白手 笑道 既然你们不想一起玩耍了 那就这样吧 林涵 你还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有人斥责到 秦大人好心让你上船 你却毫无感恩之心 真是头畜上 对 太没人心了 修与你为伍 众人纷纷斥责 便是秦伟 也露出了一抹 贤雾之色 林涵亚然 他确实蒙秦伟收留 这是事实 可当初就说得好好的 他上船并不是当客人的 而是会帮着催动阵法 给大船提供动力 这是一场 公平交易 再说了 海啸发生的时候 难道他没有尽力吗 可以说 没有他的权力以赴 也许大船根本撑不到 最后一道大浪 早就崩碎了 那么此时 还有几个人 能够站在这里指责他 就要打上好几个问号 相反 林涵有黑塔 根本不用担心生命危险 呵呵 说到忘恩负义 这帮人才是好不好 林涵没有再说话 看在 同患难的份上 他懒得与这些人一般见识 但也在心底 与这些人划开了界限 从此与他一点也没有关系 呵呵 无妨 无妨 反倒是萧骏笑着打起了圆场 家师得了一位远古大能的遗宝 修炼了一门奇功 另辟蹊径 所以各位是无法判断出我等的境界 远古大能 奇功 这几个字 立刻让众人兴奋了起来 不由想到秦为所说 无尽海域有宝藏 看来这三人的师父 就是得到了秘宝 凡是涉及到了远古 那就代表着强大 我们三人 相当于阳魂静吧 罗和接口道 哦 众人都是点头 林涵却是心中遗颤 阳魂静 可按他的直觉 这三人至少拥有地魂级别的战力 而他也无比地信任自己的直觉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这三人都是地者 一个小小的岛屿上 一下子就冒出来三个地者 这可能吗 林涵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小 可又怎么解释这三人 异乎寻常的强大呢 古怪 来 这边走 萧俊三人故意放缓了步伐 让众人可以从容地观看沿路的风景 这里的树木并非十分地高大 但色彩斑斓 十分美丽 行了差不多有小半个时辰 他们终于来到了之前所看到的建筑之前 这是一座古堡 应该有很长很长的年份了 古堡的墙面上布满了青苔 散发着岁月的沧桑味 青 众人本以为古堡中就住着萧俊师徒几人 可没有想到的是 这里面的人还真是不熟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都是修士 只是同萧俊三人一样 无论实力强弱 都是无法看得出境界 其他人虽然也觉得奇怪 但并没有太过放在心上 因为之前萧俊就说了 他们的师父得到了一门远古功法 另辟蹊径 那看不出境界也很正常 林涵则是更加好奇 因为在进入古堡大门的时候 他看到了两边摆着的石雕 那是两个人形 但背生双翼 足 雀与牛蹄一般 背后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头生双脚 这样的生灵 林涵从来没有见过 他们 真得只是修炼了一门古功 如此简单吗 古堡中的人很热情 看到林涵他们进入 墨布纷纷涌了上来 打起了招呼来 有的更是拿出了食物 没酒 来 邀请众人去他们的家中做客 哈哈 大家就客随主便 随意变形了 萧俊说道 家师目前正在闭关 或许会偶尔出关一下 乃士在下便会通病 也许家师会很愿意接见诸位客人 众人都是点头 人家能够 收容他们一行就不错了 主人愿不愿意见 那自然得看人家的心情 他们也不敢放肆 古堡中有几个人气息恐怖 哪怕境界不险 也能感应到气强大 应该可比先服 众人算是安顿了下来 不过 萧俊说了 岛上的一切东西 都是属于岛主 也就是他们的师父 没有得到岛主的同意 他们不能拿走一草一木 因此 现在大家也不能伐木坐船 只能静等岛主发话 只是几天之后 萧俊便又出现 还是他们师兄妹三人 邀请所有外来者 前去做客 主人相邀 况且 他们又是有求于人 那当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众人 纷纷在约定的时候 来到了古堡的练武场 这里可不只是萧俊三人 还有许多古堡中的著名 但 大家精畏分明 分作两边 练武场 真心不大 观众席不过百来个 不过 武斗的区域 却是用到了空间规则 看似小 实则大 倒是不用担心伸展不开手脚 众人 一一落座 有小臂送上香茶 招待 倒也算是周到 萧兄弟 岛主发话了吗 秦伟忍不住问道 他是这批幸存者中 境界最高的 而且也是秦家之人 有十足的理由 带着众人回到岸上 因此 他最关心的 便也是回去的事情 萧俊摇摇头 到 秦大人莫要着急 家师目前正在参悟一门神通 没有他老人家发话 我们也不敢 擅自打扰 还请各位稍住些日子 秦伟只好闭上了嘴巴 只能急在心里 萧兄 今天请我们过来 所谓何事 有性子急的人 立刻问了起来 罗和笑了笑 报 大家都是修士 我等 又久居海外 只知道闭门造车 所以想要 与各位切磋一下 也好知道自己的不足 听到这话 众人都是 露出一抹傲然之色 那是当然 你们只不过 得到了一门骨功 可光有一门骨功怎么够 武者的实力 还要受仙术的影响 还有战斗经验 自身天赋等等 反正 闭门造车 是绝对不行的 若不能靠境界压人的话 那同街一战 肯定不如别人 在下风当 境界应该相当于四战 那一位愿意 与在下切磋一下 一名年轻人跳了出来 黑发飘逸 有一种 狂野的魅力 我来 秦伟这边也跃出来一人 但并不年轻了 而是一名看上去 武士出头的半老之人 不过在先运 年龄绝对不是问题 只要抗得住天人之恶 请赐教 风当拱了拱手之后 立刻身形杀出 砰 一道人影化过 便见只有风当一个人 站在了原地 秒胜 第2016章 一边倒 众人都还没有做好准备 战斗便已经结束了 这么快 不 同街一战 怎么可能如此之快就结束了 一定是对方隐瞒了修为 以分魂的境界在压制 可众人再仔细回想一下 却发现不对 虽然大家所修的功法不同 可以出手 便能够看出境界来 尽管风当到底是什么境界 还有些模糊不清 但绝对不是分魂 这点可以肯定 可能对方是王者之姿吧 同街无敌 众人压下了心中的惊讶 毕竟他们 只是一群水手 一群商客 又怎么可能 有王者 哪个王者会跑出来当水手的 又或是去当商客 再下柳燕 境界也相当于四盏 请赐教 古宝方 又有一名年轻人跳了出来 我来 碰 秦伟这边的人才刚刚跳出来 便被一拳轰飞 根本不是一和之敌 这下 秦伟这边的人都是动容了 王者有这么接二连三出现的吗 仔细看封都和柳燕 这二人的资质 实在不算怎么样 哪一个王者 不是根古清奇的 那么 对方不是王者 又没有境界上的优势 凭什么拥有更强的战力 答案 只有一个 他们修炼的功法太强大了 果真如此吗 某家是阳魂静 想向诸位讨教一下 秦伟这边主动跳出来 一个人 向古宝方挑战 在下莫喊 一名年轻人走了出来 风神俊朗 有一种哲人之威 境界相当于五斩 五斩 这两个字出口 让秦伟方许多人 都是流露出茫然之色 五斩 什么五斩 四斩 不就是斩成尽头了吗 怎么又跑出一个五斩来 但也有些人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震惊的 头皮都要炸开了 那可是地者啊 林涵也是目光一亮 眼神中的疑惑之色更浓 算上萧俊三人的话 那就是四尊地者 在东仙狱中 地者是怎么来的 人口堆出来的 以依照人口未基数 才能诞生一名地者 而且光拥有地者之资 还不够 没有先王级别的抵御 比如说 先天逃福 怎么度五斩天节 难道说 这个岛上 有一尊先王 人口明明少得可怜 却居然出了四个地者 这不合理 还有 他们所修的功法 到底是什么鬼 林涵仔细回想 突然升起一股熟悉之感 觉得这些人的出手 他好像在哪见过 可认他怎么回忆 又好像和哪一个 都是对不上好 碰 另一边 莫罕也与秦伟这边的人干上了 同样也是一招就解决了问题 这很正常 五斩在境界上 就相当于阳魂了 而能够迈进这个境界的 都是地者 可以约二阶而无敌 那一招秒胜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切磋继续 同阶一战 古堡方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而哪怕是弱了一个 甚至两个小境界 古堡那边还是可以赢 这实力差距 真是大的 惊人 秦伟这边的人 都是低下了头 脸上红红的 刚才还自以为是 认为古堡里的人 避车造车 实力定然极差 可一打起来才知道 人家个个都是猛男 自然让他们羞愧了 真没有想到 各位的实力 呵呵 萧俊笑道 欲言又止 不过他想表达的意思 大家都清楚明白了 就是你们太弱了 还说 让我们见识一下呢 却个个都是弱鸡 没有一个能打的 这话说得众人的头 垂得更低了 萧俊的眼神中 闪过一道嘲讽之色 又道 家世并无藏私之心 在下 倒是愿意与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所修的功法 什么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是抬起了头来 一个个都是无法相信 法不可清传 这是骨血 别说对一个外人 就是自己人 富于子 那核心秘数 也不能清传 得确定 这个儿子确实值得栽培 比如 在大家族中 只有少数核心族人 才能修炼最高级的功法 其他人就要修炼次一点的 这方在哪门哪派 都是如此 最高级的功法 一直只有少数人 甚至仅仅一人能够修炼 可现在呢 萧骏居然说要 拿出他们修炼的功法 与大家分享一下 众人面面相去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好的人吗 其实 我们的功法很简单 最重要的就是 借礼 萧骏却是自顾自的说道 我们信奉天地间一位 仙灵 只要在战斗的时候 向他诚心祈求 便能赐予我们无穷的伟力 有没有自愿者 咱们可以现场测试 保证立刻让你的战力提升几倍 甚至十倍 这让众人不敢相信 只是信奉一位仙灵 就能让战力直标最多十倍 我来 一人跳了出来 信一下也没事 没用以后 不信就是了 萧骏笑着 将那人拉了过去 福尔说了 一阵 真得只是一会儿 那人便将信将疑地走到场中 道 小海 来与我过过招 我与你的实力相近 平时也没有少切磋过 我的实力有没有提升 与你过招最是 清楚了 好 秦伟这边 有一人跳了出来 两人开打 你来我往 完全看不出谁强谁弱 没用啊 相信先灵 萧骏开口道 声音幽幽 不急不徐 先前那人一领 嘴里嘀嘀咕咕 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突然一下子变得猛了起来 开始压着对手打 然后越来越猛 战力提升了四五倍 靠 还真行 众人都是震惊的无语了 这这这 简直比吃了仙丹 还猛啊 只是信仰一尊仙灵而已 就能让战力提升 好几倍 让人无法相信 也无比渴望 萧绍 我能修习这样的功法吗 对 我也行嘛 不少人都是立刻叫了起来 神情激动无比 难怪 此间有这么多的王者 皇者 甚至帝者 都有好几尊 原来如此啊 萧绣露出一抹笑容 道 家师从不 邪迹自贞 本着普惠天下的想法 愿与各位共修其功 慢 一声轻贺 林涵站了起来 跃到了场中 我也收养了 想与各位切磋一下 刚才 他终于回想起来 为什么会觉得 古堡诸人的出手有些熟悉 还记得在古界的时候 他曾经进入过一个秘境 那里有一条神秘的河流 河边则有许多的不足 这些人都是修士 却是属于一种 完全不同的修炼体系 他们不修规则 或者说 不修这片天地的规则 力量来源 乃是那条神秘河流 林涵曾经追溯过源头 但去不了 只有小谷去了 还爆发了一场大战 最终小谷复伤而回 一模一样 第2017章 危害 之前 林涵没能回想起来 是因为古界的那些人 实力太弱了 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 直到刚才 他感觉到 门口那两尊 雕像起了莫种古怪的变化 向场中战斗之人 传送出了一股神奇的力量 这才让他恍然大悟 显然 古堡诸人 在借用力量方面 更加隐蔽 或者说是更加熟练 让林涵都无法察觉 直到刚才新手上路 才终于让林涵捕捉到了 动机 这是一个全新的修炼体系 但也是让小谷 恨之入骨的修炼体系 林涵不认识这里的人 但他认识小谷 自然而然就站在了小谷这边 而且 萧骏等人的做法 简直再明显不过了 对方邀他们切磋是假 实则是在炫耀本身的强大 然后引诱众人与他们共修 那什么什么功 天底下 确实有好人 这个林涵承认 但有这样的好人 将本身所修的功法 拿出来与人分享 而且还是 与一群陌生人 毫不知道底细的陌生人 这个 林涵不信 怎么也不相信 事出反常必有妖 再加上小谷的关系 他自然要捣乱了 你们不是在炫耀强大吗 那就由我来打倒你们 这位兄弟还不相信我们的强大吗 萧骏淡淡说道 阁下应该是分魂镜吧 萧绍 此人与我们无关 对 我们前几天就和他撇清关系了 千万不要因为他 而破坏了我们之间和谐的关系 秦伟这边的人都是纷纷说道 唯恐萧骏突然改变了主意 说不传授他们瞬间强大的秘书了 林涵则是淡淡一笑 道 我现在是阳魂后妻 论境界 与毕师弟相当 萧骏转过头 看向罗合 师弟 你与这位兄台切磋一下吧 好 罗合踏步而出 跃入了场中 林涵拱了拱手 在面子上 他做的是滴水不露 也丝毫没有提及 之前就曾见过这样的修炼体系 在下林涵 林兄 请 罗合也拱了拱手 表现得很是谦虚 但眼神中却有一道轻蔑之色 林涵大步而行 也没有动用什么身法 就是脚下急行 向着罗合迅速接劲去 第一招就想来硬的 短兵相接嘛 罗合心中痴然 他百般看不起仙欲的这些人 脸上所做的一切表情 都只是演戏罢了 看我一拳打爆你 他扬了扬拳 哄 挥出 没有任何的规则之光 没有一个大道符号闪动 却是带着无比可怕的威势 镇压过来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修炼体系 林涵淡淡一笑 管你什么修炼体系 最终要看的 还是站立 他右手握了一下拳 然后挥出 不讲章法 不讲道理 就是一拳爆轰 碰 一拳轰过 只见罗合的身影 就化成了一个小黑点 撞到了练武场的墙壁上 还好 这是专门用来战斗的 另有空间 否则这一撞 肯定会造成大破坏 饶事如此 罗合还是整个人 都嵌进了墙壁之中 连连咳嗽 一张脸 白得惊人 四 四周一片寂静无声 所有人都是用震惊的目光 看着林涵 古堡中的人 震惊 是因为他们笃性 同街一战 他们是无敌的 哪怕低了一个小境界 都可以逆转 可现在呢 同街一战的情况下 罗合居然不是 林涵的议和之敌 这让他们无法接受 而秦伟这边的人 更加震惊 他们与林涵相处的 时间更长 可谁都以为他 只是一个普通的阳魂境 现在见到他突然发威 简直不可思议 不少人更是 想要垂胸顿足 之前 居然与林涵划分清了界限 要知道 这可是一位帝者 什么是帝者 注定能够成先王的天才 才可以被称为帝者 他们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之前他们患难与共 正是培养友情的最好机会 却是被他们自己 生生给糟蹋了 猪 真是奇蠢如猪啊 林兄果然好伸手 萧峻露出一抹慎重之色 收起了眼神中 一直存在的不屑 一招就轰拜了罗合 这实力强 我来领教一下 他站了出来 他要比罗合高出一个小境界 同样也能一招拜了罗合 否则的话 他是万万 不会自取其辱的 来吧 林涵淡淡说道 他的用意很简单 就是让众人知道 没必要去信奉那什么神灵 先遇得到 同样博大精深 值得滋滋钻研 萧峻月入场中 摆出了一个禁机之势 请请 两人同时说了一声 然后向着对方攻了过去 哄哄哄 两人一上手 就是个放大招 毫不可浅 对于萧峻来说 他要中 树仙灵无敌的威名 自然要尽快将林涵拿下 而林涵 要拨乱反正 自然同样 也要打败对方莱利威 尽可能摧毁这脸 小塔突然说道 林涵一正 他确实想要 搅黄萧峻他们的图谋 可并没有将人都干掉的打算 天帝有则 这种完全不同的修炼体系 可以视作是 对于天帝的挑衅 甚至背叛 而一旦修炼这种法的人一多 甚至可能会动摇了天帝规则 让这片天帝都为之崩溃 小塔解释道 这么严重 林涵眉头一皱 原本他只是纯粹的想要捣乱而已 可真若涉及到他们 这片天帝的存亡 那就匹夫有则了 他移了一下 道 这里的修炼体系 与我们在古界看到的 应该是一样的 当时你怎么不说 你是白痴吗 小塔比移着说道 当时 我的记忆才复苏了多少 怎么可能知道这些 对 怎么说 都是他有理 反正呢 傲娇塔的脾气知道就好 不用放在心上 好 那就打抱这个家伙 林涵长笑一声 战力全开 顿时威猛了十倍都是不止 刚才他可是分神了 再与小塔说话 自然影响战力 现在一旦全力以赴 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众人漠不目眩神迷 实力差点的人 根本捕捉不到两人的模样 更何况 世道出现在 又是谁占了上风 可实力达现的人 则漠不露出了 金融 之前是萧骏占了上风 但后来林涵 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一下子猛都无法形容 反过来压着萧骏打 罗合 蓝褶指 则满脸的无法相信 萧骏在他们眼中 乃是无敌的天骄 可现在在境界 还占了优势的情况下 居然没能压制得了林涵 反而落在了下风 不可能 怎么可能 第2018章 信仰 古堡方面的人 都是大惊失色 他们对自己修炼的功法 自己信奉的先灵 充满了信心 而事实也无数次地证明 他们的修炼体系 就是这么地高高在上 以为林涵 他们是第一次来到岛上的人吗 错了 来过 不知道多少批了 只是来到这里之后 还从来没有人离开过 可现在呢 一个外来者 明明境界不如萧骏 却是将萧骏压着打 要知道 萧骏可是他们中天赋最好的 连萧骏都被打败的话 那同阶之中 将没有人是林涵的对手 这颠覆了他们 长久以来的优越感 让他们的信心 都是出现了一丝裂痕 对他们先灵的信仰 出现了一丝动摇 萧骏吼 努力想要搬回劣势 可这一切都只是徒劳的 林涵 就是比他强 虽然强的 不多 可达到他们的级数 又怎么差得起一心半点 站到近千个回合时 林涵一脚踹出 砰 萧骏便被踢飞了出去 在壁墙上 撞了个结结实实 林兄果然厉害 萧骏摸了摸 物资难受的胸口 勉强挤出一抹笑容 林涵淡淡一笑 到 承让了 他没有听小塔的话 直接轰杀了对方 因为这可是在 对方的地盘上 光是仙府级别的 强者就有好几尊 那位一直在闭关的岛主 更可能是声援禁级别 杀了人 就是完全扯破了脸 没有后路了 听到萧骏亲口认输 古堡方的人都是哗然 这长久以来 一直信奉的仙灵 几乎瞬间崩塌 让他们无法接受 萧骏确实并不在意 脸上的笑容 反而更浓 道 林兄的武道天赋 真是惊人 而林兄若肯改修我师 这一脉的功法 我可以保证 林兄的实力 当更上层楼 众人一听 都是点头 之前 那谁谁谁 只是信奉了一下某个仙灵 战力就一下子 跃升了四五倍 那同样的道理 也能用在灵寒的身上 到时候 他又将何等强大 也是因为如此 古堡方面的人 也一下子重新恢复了信心 对啊 林涵强和他们的仙灵强 又有什么冲突 只要林涵改信他们的神 那林涵还能更强 岂不是说明 他们的选择 没有一丁点的问题 看着四周一双双 变得更加狂热的眼神 林涵不由摇了摇头 他刚才的所作所为 看来是白费劲了 一是这些人着迷太深 二是萧骏的 应变真的非常到位 否则只要他恼羞成目 那么便会让众人心中的 怀疑加剧 而绝非是现在这样的场面 有意思 是个对手 林涵的嘴角 露出一抹笑容 虽然小塔说得很吓人 但想要动摇一个天地的基础 那得不知道人改修功法才行 光是现在这三十几个人 沧海一速 那就来玩玩 让他大闹一场吧 最好是等吕海荣来到这里 一个平推就横扫了这里 对于他们这片天地来说 古堡之人 就相当于是 蛀虫 会影响到天地的存在 虽然现在是万丈高楼 绝非几条小蛀虫所能破坏 可若不赶紧踩死的话 谁知道他们会发展 壮大到什么地步 比如 今天这三十多人 被萧骏他们一蛊惑 会有多少人转头怀抱 这种害虫 就应该立刻消灭 萧绍 求授仙法 有人老着脸皮叫道 求授仙法 更多的人叫 萧骏的脸上露出一抹 微微的得意之色 原本可能一团糟的局面 在他的三言两语之间 就回到了正轨 让他都是忍不住 想要为自己喝彩 不用急 家师有传法天下的 大院 绝不会邪迹自贞 他微笑说道 显得诚恳之极 这让外来者们 都是感动无比 只觉这里的岛主 真是天底下最最好的人 无上妙法 都是无私传授 绝对找不出 第二个这样的人来 林涵则是心中冷笑 原本他有些奇怪 为什么萧骏 非要把师门的法外授 但经小塔这么一解释 林涵便知道了 这是一种入侵 一旦成功的话 那对于整个仙玉 不 对于仙玉 古界和所有小世界 都是灭顶之灾 照此说来 什么岛主正在闭关 无法决断 是否允许他们 伐木这样的说辞 其实根本就是假的 目的就是 不让他们离岛 愿意修习我施功法的人 请跟我来 萧骏朗声说道 顿时 哗啦啦 几乎所有人 都是跟了上去 除了林涵 林涵 亚然 连秦伟都被蛊惑了 很快 这里的人都是走光了 除了林涵之外 便只有蓝蛾指 这个娇滴滴 五妹妹的女子 还以一种曼妙的姿势 坐着 双臂平身搭在椅背上 让胸口显得更加突出 她的嘴角 含着一抹笑容 媚眼中则 全部是挑战之色 林涵不像其他人 轻轻意意就上钩了 这让她起了兴趣 要亲手将林涵 拉进他们的一方 而成功之后 她会收获第十七个妃子 没错 她喜欢玩弄男人 而只要被她看上的男人 任你怎么添娇 都是无法抵抗她的魅力 林涵真是好厉害 在此倒这么多年 我还是头一回 见到大师兄 在同街一战中战败 她娇声说道 声音如银铃 好听无比 林涵微微一笑 道 像我这样的人 在东仙玉少说 也有十几个二十个 西仙玉就更多了 管她有没有 先吹了再说 男惹指 则是娇媚一笑 林涵 刚才大师兄问你 愿不愿意入我师门 有无上妙法 传授 让你在境界不变的情况下 战力至少提升十倍 不是说 令尊有普法之愿吗 怎么还要加入你们 林涵笑道 普法是普法 但真正的妙法 便只有最核心的 一部分人才能得受 林涵 你说是不是 男惹指猛地挺起了上身 说到是不是的时候 她用手指 在胸口轻轻地点着 绷紧的布料之下 她回原的山峰曲线毕露 诱人之急 林涵视而不见 说容貌 她拍马 也比不上女皇和虎妞 说 气质 女皇甩她几百条街 说妩媚 柔妖女 更是她望尘不及的 连柔妖女 她都没有动心 更何况 是这种货色 林涵心中电转 要她以一己之力 摧毁这座岛屿的势力 这是完全不现实的事情 那么 摆在她面前的 便只有两条路 第一 等待吕海荣的到来 然后推平这脸 第二 她先虚语尾夷 然后趁机造船离去 以后再回来灭了这脸 不管怎么说 她现在不能与对方翻脸 因此 林涵想了想 到 我现在倒是 有些兴趣了 第2019章 蓝天宇 蓝若指露出得意得笑容 她自信魅力无敌 林涵又怎么可能匹敌呢 这倒真的是她坐井观天了 在这个小岛上 总共才多少人 她也确实长得漂亮 妩媚 自然就成了 独一无二的一朵花 可要放到东西仙玉去的话 她虽然仍能成为美人 但距离角色 还是有些差距的 没办法 谁让她没有见过 真正的美女呢 自然认为 自己美翻天了 来 林绍 我带你转转 她相妖道 她应该庆幸 虎妞 现在没有出现 否则肯定直接一巴掌 就抽过去了 林涵点点头 正好也想多了解一下 这个岛屿 两人先在古堡里面转了下 之前他们被限制了活动的区域 可现在有一位岛主女儿带路 那自然是一路通行 咦 这个地方是通向哪里的 林涵指着一扇石门说道 之前遇到有门阻挡的地方 蓝褶纸都会直接降门 推开 可对这扇石门 却是视而不见 林涵仔细观察着 这扇大门 上面竟有一道道阵纹 显然不有阵法 若不能第一时间 打开阵法的话 那阵法不是进行痛击 便是进行报警 蓝褶纸五妹一笑 道 这个 可得等你真正成为 我们的人之后 才有资格知道 这么神秘 林涵故作好奇 嘻嘻 蓝褶纸的口风 却是很紧 没有泄露 钉点 反倒是拽着林涵离去 之后 林涵几次三番 把话题绕回来 可蓝褶纸 却总是以相同的理由 推脱过去 只有真正成为古堡之人 才有资格知道 进一步的秘密 两人一路行走 很快就把古堡逛了个遍 嗯 林涵突然皱眉 他感应到了一股异样的气息 怎么了 蓝褶纸却是毫无所觉 哈哈 不愧是天才中的天才 这么快就发现了 我的存在 长笑声中 只见一名身材修长的男子 从一根巨大的石柱后面 走了出来 四叔 蓝褶纸 一剑 连忙 恭敬行礼 林涵也对着这名男子打量着 模样十分年轻 满头黑发乱披 长相很适应俊 关键是 此人的实力很强 听说有人打败了肖骏 我便过来看看 这年轻男子说道 在仙玉 反正长相是不能说明年龄的 有可能白发苍苍的老头 得管一个毛头小子 叫祖爷爷 这是林涵 蓝褶纸介绍道 这位是我的四叔 蓝天宇 林涵微微拱手 道 蓝大人 蓝天宇 伸手一指 嗯 他寄出了一个圆环 将他们三人都是聋了过去 在林涵看来 世界无限放大 他立刻出现在了一个 辽阔无边的大草原中 而从外界来看 却分明是林涵三人急速变小 比这米粒 都不知道要小了多少倍 这是一件空间神器 但并非直接将人收容进去 而是影响了四周的环境 林涵可以直接飞身离开 只要一出这个区域 他自然就能恢复原状 他有些不爽 虽然他不惧挑战 可不经他的同意 就直接将人拉进战斗区域的行为 却让他起了强烈的反感 这种人 欠抽 来 领教一下 蓝天宇飞扑而出 向着林涵杀了过去 他修的当然是 另一种体系的舞蹈 一掌拍出中 没有大道波动 没有规则之光 只有一道黑光 缠绕在他的掌上 散发着无比的邪恶 却又强大的惊人 林涵 双拳一鸣 赢了 上去 砰砰砰 两人展开了激战 短短一瞬间 就交换了十几招 蓝蛾只看得木迷神里 他虽然也是地者级别的实力 可仍是有一种 无法看清战斗的感觉 这二人都太强了 蓝天宇的强大 他自然清楚明白 可让他震惊的是 林涵 居然能够与蓝天宇 打得有来有回 要知道 蓝天宇比起萧俊来 又要强出一截 他知道 林涵打败了萧俊 但绝不认为 林涵有匹敌蓝天宇的实力 可现在呢 事实却是胜于雄辩 让他瞪母 更让他激情似火 他喜欢强大的男人 会有一种无比美妙的征服感 可惜的是 之前流落到岛屿上的年轻小伙 中年大叔 虽然不乏帅哥 可哪一个同阶一战的实力 都没有他强 现在跑出来一个林涵 顿时让他 一下子就燃烧了起来 轰 轰 轰 林涵与蓝天宇还在对轰 他们有时候打得极快 仅仅只是一瞬间 就交换了几十招 可有时候 却又打得其慢 对峙三四个呼吸的时间 才会轰出一击 可事实上 越是出招的速度慢 这凶险程度就越高 双方都是在施放大招 杀伤力提升了一大截 当然了 这凶险 其实是对于蓝天宇来说的 林涵的体魄强横 分魂境内 基本没有人杀得了他 若非他不愿曝露自己这个底牌 他完全可以 与对方以伤换伤 那么蓝天宇便会悲催地发现 他伤痕累累 离死不远 可林涵却是屁事都没有 蓝天宇确实要比萧俊强 而且还不是一心半点 给予了林涵极大的压迫力 按林涵的估计 此人的真实战力 应该相当于地魂巅峰 然后再抽取那所谓的先灵之力后 战力标进了天魂初期 甚至中期的程度 这就足以与林涵匹敌 甚至要烧胜一筹 所以 这才是岛上多地者 皇者的原因 那都不是自己真正的战力 四叔 差不多了吧 蓝褶指在一边叫道 好 蓝天宇停下手来 脸上露出一抹傲然之色 虽然场面上 还是难分高下 可他有足够的把握 不用几招就是 他将战局优势了 而他相信 林涵也清楚 这点 既然占了上风 他自然也乐得霸占 毕竟他与林涵交手的 目的可不是轰杀了这个年轻人 而是让对方知道 这里还有人能够压制得住他 林涵也是微微一笑 论战力 确实蓝天宇 要稍微强上那么一点点 那是因为自己的境界低了 而只论真实实力的话 他一只手就能玩死对方 依靠外力 胜了又有什么用 你现在确实可以接到力量 但能够一直接到吗 可以保证 在先遇每个角落都好 可以保证 在先王境界依然能行 这林涵就不相信了 这借到的力量 绝非来自天地 而是某个强大的存在 比如九重先王 可九重 先王也绝非万能的 比如一位九重先王 要借力 怎么借啊 相比于这种 林涵更加相信自己本身的实力 第2020章 兽朝 蓝天羽一战的目的 达到 他 哈哈大笑 扬长而去 灵绍 不用放在心上 一来四数的境界在你之上 二来你还没有得到 先灵的赐福 否则你也能借用 先灵之力 绝对不会弱于四数的 蓝褶子安慰到 林涵当然不会放在心上 若是生死一搏的话 他可以保证 死的人一定是蓝天羽 只是这话就不必说了 一来 蓝褶子会以为他输不起 二来 他也不想曝露了自己的底牌 灵绍 我们去准备击败一事吧 说不定 我爹爹都会欣赏 你的天赋 会收你未徒 也不一定 蓝褶子说道 似乎认为 林涵已经逃不出他的温柔陷阱 林涵心中一动 问道 岛主大人是什么修为 蓝褶子微微犹豫一下 还是回答了 爹爹相当于声援尽强者 声援 林涵暗暗点头 这个岛的实力不简单 放到东仙玉去的话 那就是货真价实的四星势力 相当强了 在蓝褶子的引领下 林涵来到了古堡的一个房间 像秦伟等人都在这里 大家都在等 要先沐浴焚香 整整三天之后 才能正式败入那位仙灵的位下 林涵了解了一下流程 在这个过程中 他要向那位仙灵奉献出一缕神魂 只是一丁点而已 绝不会对本身造成影响 可这却是林涵万万不能接受的 首先 要将境界修到巅峰的话 神魂必须保持绝对的完整性 第二 天底下有许多的邪说 需要借助于鲜血和神魂来施展 将自己的神魂 分出一部分来交给别人 等于是将性命 放到了别人的手掌心 这怎么行 果然 什么谱法 什么 仙灵 都是假的 天底下 哪有不要钱的午餐 可看看秦伟等人 却是一个个毫不在意 对于实力提升的渴望 已经超过了一切 于他们来说 今生别说先亡 就是 生缘 先府都未必能够达到 那么他们何必在意 神魂的完整性 至于将小命受制于人 那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 他们现在满脑子的 都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实力提升机会 各位 你们真得相信 会有如此便宜的事情 趁着只有他们这一行人 在静坐 林涵开口说道 他无意搭救这些人 只是想要给古堡方面添乱 林涵 有人立刻跳了起来 难道你想要自己 独享先灵赐福吗 林涵亚然 自己的用意 居然会被人如此曲解 你已经是帝者了 可说是同皆无敌 就算我们得到先灵赐福 也不可能比你更强 何必还要嫉妒我们 就是 我就是讨厌 你这样的人 见不过别人好 还是什么 帝者呢 就这种小度量 我呸 众人仗着有秦伟作证 说话 都是毫不客气 反正他们以后抱的是 先灵这条大腿 林涵 是不是帝者 成不成先王 又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渴求 他们自然也能在林涵面前 挺直起腰杆了 这好像点燃了众人的热情 他们开始七嘴八舌地 讨伐起林涵来 好像林涵干了什么 十恶不赦的勾当 每隔一个时辰 便会有人进来 重新换上一炷香 而当下一次换香的时候 便见有人悄悄地 拉住那换香人 不知道说些什么 换香人离去 仅仅只是 疑惠 便见萧俊出现 向着林涵招了招手 道 林兄 请出来说上几句 林涵心中肯定 他是被打了小报告 倒要看看对方会怎么办 他站了起来 与萧俊并肩向外走 林兄 你是否对我等信仰的神灵 还有些疑惑 萧俊淡淡说道 自然没有 林涵推了个干干净净 可有人跟我说 林兄的决心 似乎不怎么坚定 萧俊笑道 萧俊是相信我 还是相信一个渣渣呢 林涵反问 萧俊不由沉吟 过了一会之后 他突然哈哈大笑 道 我当然相信 林兄了 林涵只是微笑 管对方信不信 反正到时候 他肯定会大闹一场 然后进黑塔躲难 声援进强者 可是没有办法 奈何得了黑塔的 而他要注意的是 万万不能再进入黑塔前 就被人宰了 哄 就在这时 整个岛屿都是一阵 好像发生了地震一般 萧俊先是一愣 紧接着却是露出金融 不好 兽朝来袭 五 就在这时 一个古怪的号角声 也响了起来 顿时 整个古堡都是被惊动了 都出来 兽朝来袭 萧俊一个剑步 向着众人大叫道 什么兽朝 无尽 海域中也有兽朝 没有听说过呀 众人面面相去 都是显得非常不解 一个个茫然的紧 少废话 都给我出来 萧俊却是力声教道 这样的态度 不由让许多人不满 之前都是一口 一个贵客 让他们想足了大爷的排场 可现在却是态度一改 向着他们吆喝起来 这转变也太大了 林寒心中冷笑 古堡方面这么客气 只是想要他们改入 另一种修炼体系 在没有达到目的之前 自然会热情无比 可这次的兽朝出现 似乎打乱了他们的安排 扛不过兽朝 大家都得死 萧俊又说了一句 这话就充满了杀伤力 众人都是火烧屁股似的 跳了起来 纷纷向着外面跑 林兄 还请全力以赴 萧俊突然转过头来 向着林寒肃然说道 林寒笑了笑 道 风雨同舟 自然当同心协力 好 两人走在了最后面 当他们走出古堡的时候 只见堡中之人都已经出洞 向着西边去 登土岛三面都是绝壁 布有沙阵 兽朝是杀不上来的 只能从西岸冲击 萧俊解释了一句 身形化作一缕青烟 跟着人却而动 林寒跟随而动 心中却是想了起来 既然能够在三面布下沙阵 为什么不能四面接布呢 那么极有可能是围三放一 故意的 为的是让遇到海难 漂流到这里的人 可以上到岛屿 传播他们的先灵 还有 刚才秦维等人都是惊奇 怎么海上会有兽朝 这些人一直在无尽海域穿梭 阅历应该不低 可连他们都从来不知道 海上会有兽朝 为什么在这个岛屿上就发生了呢 在这个小岛之上 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呢 林寒突然变得十分好奇起来 第2021章 钢圆绿晶 在林寒的思绪纷飞之中 他来到了岛屿的西岸 一到这里 他立刻被眼前所看到的场景所震惊 太壮观了 以万计的海中生物 正在向着岛屿涌来 有的已经接近 正在发动着猛攻 比如 一头足有千丈高的海象 正在用巨大的身体撞击岛屿 只是一撞 整个岛屿都是一颤 好像要被生生撞断似的 再比如 一头大龙虾 正在用双钳向着岸上挥斩 钳子上有一枚枚的道符 璀璨深光 不过 岛上也早就组织起了第一道防线 阻挡下了这些海生物的入侵 而且 别看海生物数量很多 个头很大 但质量 却是参差不齐 少有强大的 因此 严格来说 他们只是跑过来送死而已 岛上著名一拳轰过 黑色的火焰沸腾 一拳就能秒杀数十头海生物 有人一箭划过 又是黑色的剑气漫天 鲜血飙飞 海生物成片成片地倒下来 当然 也有强大的海生物出现 比如一头金黄色的大蛙 嘴 一吐 一片金光打出 化成一片金色的箭矢 羞羞羞地打落 当即就让许多岛上著名受了重创 我来 一声朗鹤之中 只见蓝天宇杀了出去 将这头大蛙挡了下来 展开了基站 而在这个西岸上 到处都有基站在发生 海生物的实力差距很大 但也不乏强者级别 有先附近的大棒 一张河棒壳 形成了可怕的飓风 可以摧毁一切 有六条腿的轻恶 张嘴吐出一个个字符 能够震天碎的 到处都在基站 没有人可以偷闲 而可怕的是 还有 源源不绝的海生物 正在从大海深处涌过来 就好像 这座岛上的人 杀了他们的龙王 龙子 他们现在就是来报仇的 不顾一切 仅仅只是一天下来 岛屿的 岸边就已经堆满了尸体 鲜血 将附近的海域都是染红了 不过 死的基本是海生物 人类这方的死亡率 现在还是零 但像秦为等人 已经原力不支了 而且不见断地 动用规则之力 他们的神魂 也是疲惫不堪 战力随时可能 从巅峰跌到谷底 战斗强度太大了 否则以仙人的原力积累 至少可以连续战斗个半年以上 想想 之前遇到大海啸时就知道了 也只是几百次而已 就有人被阵法 吸得金干 脱离到了下来 反观古堡方面 却是人人神采意义 完全看不出有不知之态 这就是另一种修炼体系的妙处 还是信仰那先灵的好处 咦 献祭之力 小塔突然开口 献祭 灵涵眉头一皱 他自然听说过献祭这回事 比如某个地方 大凶 那献祭之后 就可能将凶器消除 在古界的时候 周天皇为了取九截剑 也安排了大规模的献祭 以消去九截剑的煞气 这里也在献祭 献的当然是这些海生物 那记得又是什么呢 小塔不再言语 而是运转了黑塔 顿时 一股磅礴之力 涌动 至高无上 居然让所有的海生物 都是一颤 同时停止了攻击 无尽海域中 生灵几乎没有开化灵质 就是原始状态下的 可越是原始 这些生灵 对于强大的存在 就越是敏感 黑塔对它们来说 就是至高无上的 不过 海生物又恢复了凶性 重新展开了猛攻 你小子 虽然是个灾星 但运气 似乎也出奇的好 小塔再次开口 你是 想要夸我 还是夸我 还是夸我呢 林涵笑道 你的脸皮可真够厚的 呵呵 小塔顿了一下 倒 在这座岛屿之下 有一道天地本源 什么 林涵吃了一惊 真的 他当然不会怀疑 小塔 这家伙虽然傲娇 但好像还没有开玩笑的嫌礼 更不会拿这种事情 来骗他 什么类型的 他连忙问 金蟹 小塔说道 钢圆滤金 金蟹 林涵不由 心中一动 他已经有了三道天地本源 分别是火 水和木 现在要还能获得 一道精细天地本源的话 那他距离 以九道天地本源 完成分魂境 就近了一步 等等 你刚才还说到了陷阱 难不成 陷阱是为了获取钢圆滤金 金的本性 变为瑞莎 所以想要收取这道天地本源 必然要先消去 钢圆滤金的瑞莎之气 否则 这可是相当于先王的狂暴气势 生缘境 都不可能抵挡 还有 海上的人都没有听说过 兽巢 可在这里却是突然爆发了 这说明 这兽巢集可能是人为造成的 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足够的献祭品 虽然还没有证实 可这里 如果真有一道天地本源 而且还是金属性的 那么 这样的推测 九成九不会错了 林涵停下了思绪纷飞 向着小塔道 那现在这道天地本源 到了可以收取的时候吗 快了 小塔说道 这样的献祭 至少持续了百来万年 煞锐之气 已经降到了谷底 可能这一次 可能再要两三次 就可以收取了 不过 能不能成功 那还得看运气 消除瑞煞之气 这只是第一步 赢得在 天地本源面前露脸的机会 可完全不代表就能收取了 可没有露脸的机会 那就更加没有收取的可能了 听兰儿子说 他们来到这岛屿 也不过几百万年 那么 极可能是他们先发现了 这里有钢源滤金 所以才会在这里定居 然后 经过许多年的钻研之后 想出了陷阱这个办法 虽然我还没有见过那名岛主 但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 应该是一个谋定 而厚动的智者 而且 这另一套修炼体系 说不定另有古怪 能够收取天地本源 也不一定 我本来就打算大闹一场 若是可以破坏 那岛主收取钢源滤金 甚至我自己收了 那倒是不错 灵寒目光一亮 他不可能阻止这场陷阱 分魂金的帝者虽然很强 但遇上仙府还是打不过 更何况 对方还有生源进强者 就算他拿出班红青竹的毒果 都无法建功 那么 不如推波助澜 自己收取了这道天地本源 就这么干了 灵寒长笑一声 正要站立全开石 只见一名男子突然跃了过来 便是一剑 向他削斩 死 第2022章 情敌 灵寒有很多仇家 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 却对自己突下杀手 还是让他十分诧异 他随意一脚踢出 叮的一声 那偷袭者便常见脱手而飞 那是一个 小白脸 皮肤细腻的 能够让许多女人都是嫉妒 长相也是相当的英俊 只是实力就有些差了 最多就是四盏级别 灵寒神情淡然 道 为什么要杀我 你是我的 情敌 杀你不该吗 那小白脸昂着脖子 情敌 灵寒 亚然 他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个情敌 等等 拦惹指 他不由摇摇头 道 我想 你是误会了 是吗 那小白脸也不在 出手 走上前两步 你真得不会与我争夺 弱指 说到最后一个指子时 他突然再次出手 右手画成了爪形 对着灵寒的胸口 就是狠狠地抓了过去 这小子 还真是硬 灵寒再踢一脚 踹在了那小白脸的两腿之间 哦 小白脸顿时发出痛呼 身体不由地软了下去 两只手护到了荡肩 额头上的冷汗 一层层地往下流 真是看不出来 人长得 白白净净的 可心 却是这么黑 灵寒说道 小白脸已经说不出话来 这一脚 可不光光是力量够大 还动用了一丝天地规则 对于灵寒来说 是一丝丝 可对于一名四斩来说 这一丝丝 已经是如排山倒海了 他的额头上 青筋直跳 过了好一会才到 是你太蠢了 我蠢 灵寒摇了摇头 一拳再轰 啪 小白脸顿时被他震成了 血雨 既然对他出手 那就要做好被反杀的准备 修修修修 又有七个人扑出 向着灵寒杀去 死 七人虽然长相各不一样 但都有一个特点 而且皮肤细腻 个个都是小白脸 靠 这些该不会都是 蓝褶纸的拼头吧 灵寒只觉恶心 自己到底卷进了 怎样的动乱纠葛之中 而且 这些拼头 未免也太狠了吧 还没有真正见上面呢 就已经想要置他于死地 灵寒摇摇头 一拳轰出 烈焰交织 瞬间就把七人化成了飞灰 这也把剩下几个人震住了 再不敢扑出身体来 他们确实都是蓝褶纸的情夫 而在蓝褶纸的后宫中 情夫们是允许互相下杀手的 这在蓝褶纸看来是一种乐趣 欣赏着他的情夫们 在自己面前争风吃醋 背地里则是刀光剑影 若非如此 他的情夫数量早就破百了 而不是现在 这区区十几个 后来就形成了惯例 只要一有新人加入 所有情夫都会共同针对 能够干掉就干掉 少一个争宠的对手 不过这一次 他们显然踢到了铁板 林涵强得无法形容 真是恶心 林涵吐槽不已 没想到 只是和蓝褶纸说上几句话而已 就被卷进了这个闹剧之中 传出去肯定要被人笑死 他居然和一群小白脸争处 靠 林涵身形杀出 战力全开 九天火分魂也被调动出来 烈焰熊熊 剑气冲天 杀戮效率高的惊人 海生灵的攻击 是一波接着一波 仿佛永无止境 别说其他人了 就是林涵都是生起了一股疲惫之意 换班 只听一个威严的声音 响起 古堡中出来了一批新的人 将已经战斗到精疲力竭的人 都是换了下来 与海生物进行激战 众人一退下来 都是瘫坐在了地上 只觉全身每一块骨头 都是酸疼无比 林涵也在抓紧时间恢复原力 他将每一个境界 都是打磨得完美无缺 常力绵绵 远比同境界的人更能消耗 而恢复起来 法更快 三天之后 再次换班 秦伟诸人都是郁闷无比 这好处还没有享受到 却先要拼命 可不拼不行 一旦被这些海生物攻破了防线 那所有人都只有死路一条 这好像一场无休止的战争 海生物各个恨不畏死 拼命冲击着岛屿的防线 而岛上的人则是拼命抵抗 让登陆点变成了一个绞肉场 让秦伟诸人稍改安心的事 至少到目前为止 只有人受伤 还没有人死亡 这很不可思议 在这样的攻势之下 他们这一边居然还没有人死亡 林涵一开始并没有在意 但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 因此 他将注意力也放到了别人的身上 便发现并非他们这边的人命大 而是在某人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那些海生物总会莫名其妙地挂掉 在乱战之中 这并不明显 但只要留意了 就一定可以发现 林涵不由 看向古堡的方向 到现在为止 那名神秘的岛主 还是没有现身 或许 就是 他在暗中出手 才保证了 没有人死亡 生源尽强者 完全有这样的实力 为什么他要救诸人呢 很简单 这里每个人都是另一种修炼体系的学习者 传播者 又怎么可以随意牺牲呢 另一种修炼体系 这是对于天地规则的破坏 会被所有视力禁止 传播的时候 便需要偷偷摸摸 因此更加需要人手 一方面 那岛主需要人来 帮他进行献祭 屠杀海生物 另一方面 他又要保下这里的人 来传播那套新的修炼体系 因此便有了现在这样的状况 将前后的事情串到一边 林涵认为自己的所想 可以很好地解释一切 让他坚信自己的推断 并没有错 这一次的受潮怎敌敌 那么凶猛 有原住民抱怨 是啊 以往顶多只是持续两三天 这次快要十天了 再这样下去 大家都要撑不住了 岛主大人怎的还没有出现 有他力挽狂澜 我们应该可以轻松获胜 林涵 却是心中明白 那名岛主 肯定在主持献祭的仪式 也许他不相信任何一个人 所以连战斗也不参与 只是偶尔就吓人 既然这次的 受潮时间超越以往 而且小塔也说了 消去钢源滤金煞气 也就再需要两三次的献祭 那么极有可能那名岛主 想要在这一次变进攻 所以才会延长了受潮的时间 嘿嘿 看来我也应该行动了 第2023章 寻找钢源滤金 林涵 不知道岛上之人 是用了什么手段 才引发了受潮 不过既然可以引发 那当然也能使之持续 这一点他不在意 在意的是 怎么才能收了 那道天地本源 战斗还在持续 海生物们前赴后继 完全不在乎生死 就是要突破防线 十天 十五天 到了第十七天的时候 林涵突然感觉到 压力一清 受潮开始减弱了 没有新的海生物过来 终于要结束了 我们终于撑过去了 众人先是一愣 然后都是大喜 虽然疲惫无比 可在这样激烈的战斗中 他们居然没有一个人挂了 这时是一个奇迹 是先灵的庇佑 立刻有人虔诚地说道 这赢得了其他人的共鸣 纷纷点头 在奋力消灭 最后一波受潮之后 大家都是跪了下来 向着古堡的方向 虔诚祷告 秦伟诸人面面相去 他们虽然没有在战斗中 得到先灵的加持 可确实一个都没有挂掉 要说这其中 没有发生点奇迹的话 谁能相信呢 有几个人当即跪了下来 有些则是依然站着 这好处都还没有拿到 先替别人干了一场 这自然是跪不下去了 凌寒悄然后退 受潮退了 那代表着陷级 也进入了尾声 可以收取 那道天地本源了 小塔 尺路 他来到一块大石之后 直接破土而入 向着地底钻去 钢源滤金 在地下深埋着 如果凌寒修习了土系规则 那他不用这么野蛮 只要引动土系大道 那他即是大地厚土 在大地中穿梭 就和在空气中是一样的 可现在就没有办法了 只能用硬的 生生破开一条路来 还好 他的体魄够强横 他的实力也绝对够 一路向下 泥石在他面前 就跟水做的一般 会影响他的速度 但并不明显 小塔指引方向 凌寒一路斜着向下 在向下行了数千丈后 他渐渐感觉到 前进有了难度 大地变得坚硬起来 非常坚硬 好像那不是泥石组成 而是仙金所著 嗯 凌寒心中一动 看来应该是接近 钢圆滤金了 在这道天地本源的影响下 才会让周遭的 泥土都是化成了金属似的 咦 那么在钢圆滤金的作用下 这些泥土 有没有变成真正的金属 甚至神铁呢 凌寒抽出了仙魔剑 一来他想要试试 仙魔剑能不能吞噬 这其中的金属元素 二来用仙魔剑的话 他前进的速度会更快 只以破坏力而论 仙魔剑在他之上 带着他的希望 仙魔剑刺出 嗯 准仙剑轻颤 然后 变见四周的泥石 都是变得璀璨起来 而且还是一明一暗的 好像在呼吸似的 还真的是 凌寒一愣之后 不由大写 这里的泥石 都是变成了神铁 而且还可能达到了 几星准仙金的层次 才会让他变得 越来越难以前进 可对于仙魔剑来说 这却是无比美味的 丰盛大餐 爽 凌寒持劲行 让仙魔剑尽情地吞噬 他的 速度其实比之前更慢了 因为哪怕仙魔剑够能吃 但也是需要时间的 可凌寒却是毫无不耐烦之意 这样的机会 真是太难得了 一道天地本源的行程 不知道是多少一年的事情 甚至可能以纪元来计 在天地本源的行程过程中 自然会影响环境 将整个地脉都变成金属层 其实也很正常 反正 他撞到了 他发了 又向下行了树里之后 凌寒感觉到了一股凶煞之气 这不是他的感觉 而是可以用肉眼看到 挖开泥石后 便能发现空气中 有一道道气流 形如刀剑 只要碰到一下的话 以凌寒的体魄 都是撑不住 轻易便会被割破 血流不止 这是金之大道的瑞莎之气 充满了可怕的破坏力 凌寒小心翼翼地避开 但发现这困难无比 这些气流的运动 毫无规律 不停地乱悬着 而且一旦动起来 之后就奇快无比 甚至在他的神经 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就已经划伤他了 不过 凌寒偶尔用仙魔剑 迎接了一次之后 却是发现 仙魔剑连这样的 瑞莎之气都能吞噬 他 突然有种名物 仙魔剑吞噬的 其实是精细大道规则 而不是金属本身 所以 金属被他吞噬之后 就成了碎渣 而瑞莎之气中 因为有精细大道规则 同样可以被他吞噬 有意思 有意思 凌寒露出笑容 仗剑而行 一路 披荆斩棘 如履平地 近半个时辰之后 仙魔剑突然停下了吞噬 然后剑身开始了轻颤 一个个大道符号 在剑身上浮现 但立刻又崩碎 取而代之地是新的 大道符号 更加复杂 更加完整 晋升了 四星准仙气 这修士想要突破的话 那得做无数的准备 而且还得扛过天结什么的 可仙魔剑却是一蹴而就了 因为对于仙魔剑来说 神体之上只有一个等级 那就是仙精 什么一星准仙精 二星准仙精 都是人为划分出来的 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天地标准 那么仙魔剑达至四星准仙气 也只是迈了一小步而已 自然而然就成了 灵涵继续前进 随着仙魔剑变得越来越强 它的吞噬能力也越来越惊人 之前只能再将附近十丈之内的 金属精华吸得一空 现在却是达到了二十丈 保证只要仙魔剑过处 这个区域内 绝对不会有一丁点的精细规则 小塔 试金铁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忍不住问道 仙精 而还有一丝丝的可能 未来可以超越一切仙精 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 小塔淡淡说道 你是说 吞噬 仙精 继续提升吗 总算没有蠢得太过离谱 小塔明明是在表扬人 可听起来 却是怎么 也无法让人高兴起来 好奢侈 仙精 便是仙王都不可能忍守一剑 做成仙气 可仙魔剑 却要以仙精为养分 继续成长 这吃仙精长大 鬼 都知道牛逼啊 灵涵不由神往 或许当他成为仙王 不 高阶仙王的时候 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真能得到一剑超仙气 那不是很玩吗 他嘿嘿一笑 仙不想这么远的事情 第一步 让仙魔剑成为真正的仙气 灵涵 你不在上面庆功 待在这地方做什么 难道在做件不得人的事情 冷嘲声中 一人在后方出现 蓝天宇 第2024章 在战蓝天宇 蓝天宇黑发披散 有一种放荡不羁的野性魅力 蓝天宇 灵涵点点头 收剑 回身 面对这个劲敌 蓝天宇咧嘴一笑 听萧俊说 你还妄图在近视之中 蛊惑人心 我便知道 你这个人靠不住 一直在暗中留意着你 果然 一不小心就发现 你不见了 找了一会 才终于又看到了你 那又如何 灵涵淡淡道 既然被 对方发现了 为这儿已 他怕吗 我就知道 你这种人 是不可能被招想过来的 假意答应 只是想要保全性命 不过 我还真是好奇 你怎么会突然想到前往的底 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蓝天宇有些好奇 灵涵笑了笑 哦 这的底下面 有什么东西吗 见不得人 蓝天宇盯着灵涵看了一会 到 虽然我很难相信 这是真的 但我不得不承认 像你这样的人 又岂会做无意义的事情 所以 你一定是发现了对不对 发现了什么 灵涵还是淡笑从容 蓝天宇是一直在套灵涵的话 假要知道 灵涵是不是真得知道 这的底下 其实蕴藏着一道天地本源 如果确实如此的话 那么极可能 灵涵并非孤身一个 而是背后还有大人物在支持 那么 他们就万万大意不得 先不说 岛主只是生元净 在其之上 还有先王 便是达到先王 又如何 他们相当于天地间的害虫 人人喊打的 这里 有一道天地本源 蓝天宇一字一字地说道 一边盯着灵涵的脸 留意着他的表情变化 灵涵不动声色 道 我也挺好奇的 你兄长是生元净 你怎的那么不争气 才只是分魂 蓝天宇哼了一声 道 我的境界 提升慢 那是因为 我将每个境界 都是修炼到了完美 等我迈进九连 也就是相当于生元的时候 便能横扫这个境界的所有人 灵涵不由捧腹 我说你呀 能不能别这么自以为是 你这资质嘛 比王者强点 勉强达到皇者级别 若非可以借用外力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谈 同皆无敌 你这种渣渣 在东西仙域 都是一抓一大把 这有点过了 别说皇者 就是王者的数量 都不会太多 只是灵涵本身就是顶尖地者 接触到的人 在他看来 自然是天才 满地走了 蓝天宇则是被弃杂了 他恶狠狠地看着灵涵 脸上露出了强烈的杀意 他一向对自己的资质充满了骄傲 认为天下英雄不过如此 只是他一直埋没于此 这才没能扬动了生命 可灵涵居然敢比异自己的天分 他不能忍 这是他绝对无法忍的事情 你竟敢质疑我的天分 他满脸的怒容 灵涵痴笑 我现在是阳魂后期的修为 你相当于什么境界 而你就算借用了什么破仙灵的力量 也不过与我打个平手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提天分两个字 蓝天宇不有语色 他的修为相当于阴魂巅峰 如果没有仙灵之力加持的话 战力不过是地魂无敌 还不够资格跨进天魂这道线 跟灵涵一比 他确实远逊 对方真得是一个天才 而且远远要比他优秀 这让他极度地发狂 既然不如 那就干掉 这样就没有人比他优秀了 原本还想留你一条生路 这是你再次寻死路 蓝天宇森然说道 灵涵哈哈大笑 将手中的仙魔剑轻轻一震 那就来战吧 他身形一动 便向着蓝天宇杀了过去 之前让对方小战上风 并非他的实力不及 而是他不想动用自己的底牌 但生死战就不一样了 他会全力以赴 将对方轰杀成渣 最重要的是 仙魔剑提升到了四星准仙气的高度 这相当于天魂级别了 刷 一箭荡广 裂空断云 四周的泥石顿时被湮灭 蓝天宇大惊 灵涵的修为明明没有任何的变化 可战力却是提升了好多倍 极其的不可思议 是那把剑 区区一把剑而已 居然能够将你的战力提升那么多 真是惊人 蓝天宇更加嫉妒 对方的天赋比他高 更拥有一把绝世仙剑 这是我的 他大吼一声 哄 全身都被一道黑色的气息笼罩 没心处出现了一朵黑色的莲花 生着七朵花瓣 向着灵涵反击而去 砰 灵涵一剑荡过 蓝天宇顿时被打飞 砰的一下撞到了墙壁上 然后又撞了回来 让他直觉浑身都是在发展 难受得无法形容 可灵涵已经追了过来 又是一剑斩来 让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吃惊 只能唬吼一声 从嘴里吐出一道黑气 化成了滔天凶艳 有一个黑色的符号生成 这绝非大道符号 灵涵可以肯定 这与他了解的天地大道都不相同 如果是大道符号 那会与天地规则交织 共鸣 而不是这样 等到 灵涵感应得到 在上方 从岛屿古堡的方向 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传递过来 与这个符号融合 从而提升了这个黑色符号的威力 哄 黑色符号打过来 威力十分强大 灵涵轻斥一声 左手凝拳轰了过去 砰 对轰之中 这个灵石开辟出来的洞穴 顿石一阵 黄颤 泥石纷纷落下 摇摇欲坠 哈哈 你的实力不过如此 看我摘你向上人头 蓝天宇大笑 抛开灵涵手中的仙剑 不说 对方的战力并没有丝毫的变化 之前他就能战上风 现在自然也是如此 是吗 灵涵连连出拳 对于蓝天宇的攻击 毫不避让 就是与对方应来 他还有事 要收取天地本源 可没有心情与对方枉费时间 那就尽快解决了 战斗 结束了这个对手的性命 找死 蓝天宇冷笑 他有仙灵之力 护身 防御力无比可怕 跟他对轰不是找死是什么 希望你能一直这么嘴硬 灵涵笑道 碰 碰 碰 一连对轰了十几拳 蓝天宇不由大惊失色 因为他 已经被轰得浑身 每根骨头都在呻吟 可灵涵 却是屁事都没有 这怎么可能啊 你 你穿了什么护身仙剧 他不敢再与灵涵硬拼 在他想来 防御力比他更强 那只有一个可能啊 灵涵吃笑 他也懒得与 对方废话 索性将九天火分魂也照了出来 平时这道分魂 一直在轮回树下参悟大盗 让灵涵时时刻刻都在进步 他的本体展开灭天九剑 分魂则是烈焰 缠身 九天火焚天主的 第2025章 动底 蓝天宇的情况越来越不妙 他确实很强 尤其是在得到了仙灵的加持之下 攻防两端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但比攻击的话 灵涵可是有仙魔剑 有天地 本源九天火 比防御 那分魂境内 又有谁可以与灵涵媲美 之前一战 灵涵根本没有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现在他战力全开 蓝天宇自然压力山大 天底下 哪有这么多的地者 他根本名不副实 哼 蓝天宇咬了咬牙 转身便走 打不过 自然跑了 我既然全力出手 还有你逃跑的机会 灵涵冷笑 电闪发动 将蓝天宇拦截了下来 可恶 蓝天宇连续突破 可完全无法攻破灵涵的防线 只能与灵涵继续战斗 他心中震撼 虽然现在还能勉强支撑 但绝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蝎魔剑太可怕了 九天火太可怕了 不行 他必须突围 将灵涵的事情 汇报给大哥 知道 那些船员可是说了 灵涵并非与他们一起的 而是在途中被搭救上船的 可茫茫大海 这样的缘分有多么小 所以 灵涵必然是积心积虑的 混在了这些人中 掩饰身份 他的身后必然站着一位大能 万万不可大意 可蓝天宇却是没有想过 海上遇到超级风暴 被刮到灯涂岛的几率 又有多么的低 反正 他认为自己想的有道理 就想当然的这么认为了 不过对于灵涵来说 对方怎么想的都是无所谓 反正很快就要被斩杀了 蓝天宇则是说不出的后悔 他发现灵涵消失之后 并没有知会 其他人 就是自己一个人展开了寻找 因为在他想来 灵涵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那需要和别人说什么 可万万没有想到 对方居然藏了 那么多的底牌 一把剑无物不斩 分魂更是能够用恐怖的火焰之力 让他心胆俱要爆裂 他豁了出去 不惜代价的突围 可每次突围成功之后 又会很快被灵涵追上 傅佑陷入了困境之中 而每次突破要付出的代价 便是身上多几道剑伤 被火焰拳砸得骨断肉胶 如果距离地面不远 那么他拼着重创 还是可以杀出去的 关键在于 这差得也太远了 让他都是生出了绝望 绝不可能活着杀出去 你若敢杀我 你也休想活命 你一条离开的路 凌寒吃笑 你不是觉得 我是冲着钢圆滤金去的吗 没有得到宝物之前 我为什么要离去 嘴里说着 手中的动作却是丝毫不停 九天火分魂更是权焰焚尸 你错得离谱 蓝天宇大声叫道 钢圆滤金那里有我大哥作证 你根本不可能接近 而你以为 你可以随意上岛 离去也能轻轻松松吗 我们早就发现了 你们 知道 你们中间没有深远镜 这才会放你们上岛 否则 任你们找上一辈子 本岛 而没有我的执意 你会发现 再怎么划舟 也只会在前海区域打转 永远无法离开 凌寒凹了一下 果然 除了大风暴 不是特意的安排 其他一切都是岛民有意未知 他笑道 多谢你为我考虑 不过 我还是决定将你宰了 喂 为什么 蓝天宇觉得不可思议 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古怪的人 非要把自己往死地推 因为我不会死 凌寒淡淡说道 显得把握十足 这 你这是何来的自信 蓝天宇只觉自己要疯了 怎么会遇到这么一个人 区区分魂而已 居然改这么的自信满满 不 你会死 而且还会死得很惨 他大声叫道 在知道凌寒必杀自己的决心后 他没有了侥幸心理 听尽全力突围 不然只是死得慢一点 听命 那还有一丝丝活命的可能 然而 这自然是徒劳的 不 凌寒一剑捅进了蓝天宇的胸膛 还没有等对方露出绝望之色 九天火分魂跟着一拳轰过 碰 蓝天宇的脑袋便被砸得稀烂 可没有一滴鲜血飙飞 因为被沸腾的火焰 瞬间就烧成了灰烬 凌寒收剑 九天火分魂也重新进入了黑塔 继续修炼 耽误了这么久 应该不要紧吧 他嘀咕了一句 连忙仗劲而行 继续向着地下行 又行了差不多半个时辰后 他只觉身体微微一轻 前方居然不受力了 但分魂强者 自然不会连装也拿不住 立刻就吻下了 身形 在他的前面 居然又出现了一条通道 他立刻恍然 这是岛上人开出来的通道 终点 当然就是钢源滤金所在了 还真是巧了 凌寒暗暗点头 他打了一条通路 寻找钢源滤金 居然无意间 与岛上人打的通道 连上了 这样的几率 应该非常小 可就是让他遇上了 他把自己开的那个洞口 做了一下演示 然后才顺着这条通道向下走 这回 他就不再用纤魔剑 去吸收惊喜规则了 而是快步而行 又是一炷香的时间后 前方突然豁然开朗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 这洞穴的半径 达到了千丈左右 深度更是惊人 凌寒 还没有探出头去看 便见一道煞气 从坑中升腾起来 扑得 一下斩在了洞穴顶上 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硬痕 好可怕的破坏力 凌寒对这里的结构 已经非常了解 泥石都已经完全的金属化 坚硬无比 便是他全力一击 都只能打出一个微微的凹陷 只有用纤魔剑 抽取走了其中的精细规则 才能摧枯拉朽 可一道锐煞之气腾起 便能展出一道深达几尺的硬痕 这真是太恐怖了 钢元滤金 必然变在这个洞穴之底 凌寒纵身一跃 咻 人立刻进入了黑塔之中 然后让重力发挥效果 吸引着黑塔向下坠 咻 咻 咻 到底有一道道 煞气不断地展出来 因为黑塔实在太小了 自然极难极难轰中 可还是有例外的情况发生 将黑塔轰飞而起 打到了斜侧的穴壁上 然后又弹了回去 继续下坠 就好像一粒小石子 扔进了瓶子中 黑塔不断地弹射着 足足用了近一个时辰 才终于不再弹动了 到底了 这洞穴也真是够深的 这里依然很大 直径还是在千丈左右 而在最中间的位置 正有一块绿色的金属 静静地躺着 而在边上十丈处 则是立着一个中年男子 第2026章 惊人的对话 这名中年男子 看上去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没有雄气霸道的气势流转 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 那就是 他的眉心处 有一个黑色的莲花印记 一朵莲花 开出了酒瓣 可以得让人心悸 这就是那名岛主吗 林涵在黑塔中看着 没有贸然行事 钢圆滤金就在前方 哪怕隔着黑塔 他都可以感应到 那仿佛没有止境的天地伪力 金 鼠瑞莎 破灭一切 他不由皱眉 虽然钢圆滤近在咫尺 可他怎么收取呢 出来 那是找死的行为 还好的是 那中年男子 似乎暂时也没有 想要收取钢圆滤金 咻 就在这时 只见一道人影 从上方落了下来 一路避开了 那阳洞的瑞莎之气 与那中年男子并列 两人都是眉头 有一朵黑色莲花印记 揭开酒瓣 车兄 原先的那名中年男子 向着新来的人点了点头 新来的人 也是一名中年男子 身材要更为魁梧 他的眼睛盯着钢圆滤金 蓝兄 我们等了几百万年 终是到了收获之时了 呵呵 这些年 我们也没有白白浪费时间 以此为据点 输送了许多人进入大陆 传播我教的大意 第一名中年男子孝道 他就是此岛岛主 名为蓝天阳 第二名男子 他姓车 叫车圆滑 也笑了起来 道 天下渔民太多 明明我教的修炼体系 更为高明 却一个个 都是强烈抵触 差点让我教亲父 不得不无比低调 这样的日子 很快就会结束 我等将是开创历史之人 两人都是目放金光 显得激动无比 收了这道天地本源 教主大人 必定会大大地褒奖我们 突破十连镜 有望 林涵在黑塔中听着 心中涌起了一道惊涛骇浪 这是一个大组织 登土岛 只是冰山一角 十连 这二人没心处的莲花 都是九半 那么十连 应该就是再长一半出来 兰儿子说过 岛主相当于生元镜级别 他是九连的话 那么十连可能是指 生元大成 圆满 甚至是先王镜 另外 外派 出来的人都是生元级别 那么教中重要人物呢 教主本身呢 又是什么修为 听着二人的对话 其实已经有人 进入了东西仙玉 在传播着他们的修炼体系 推广着他们的仙灵 这也许 只在很下层的群体中流行 所以林涵根本不知道 可要知道 强者虽然威武 一场战争中 一位先王就能决定战局 可对于天地来说 底层生灵才是真正的基础 要是大部分的底层生灵 都修炼了另一种武道体系 那这片天地 就距离崩溃不远了 林涵觉得奇怪 这片天地若是崩塌了 对于这些人又有什么好处呢 或者说 他们根本不知道 自己这么做的危害 完全被提升实力诱惑 给迷乱了神志 那么 又是什么力量 在企图毁掉这个世界呢 林涵悚然一惊 听小塔说 天尊应该是先遇最强的存在了 真正超脱了这个世界的掌控 黑塔的原主人 就是这样的至尊 然而 他死了 被谁杀的 是不是这另一种 修炼体系的开创者 一时之间 林涵思绪无数 更有一种手足发凉的感觉 这种层次的博弈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实力范围 甚至九重先王 都是不够资格参与 只能沦为炮灰 既无名转世重修 又一副我代表着正义的模样 是不是他也意识到了这样的大危机 才会毅然决然呢 林涵问自己 如果先遇的存亡危在旦夕 那么为了自己的亲人 爱人 朋友 他会不会牺牲掉一部分的先遇精英 天才呢 答 让他有点不敢面对 为了大局 势必要牺牲一些小我 这话谁都会说 可谁又愿意被牺牲呢 比如有人说 只要林涵肯自杀 那么先遇便能永保平安 否则就要被毁灭 那么林涵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吗 正在这样的思想斗争中 林涵只觉双手一紧一乱 女皇和虎妞 已是一左一右 分别握住了他的一只手 让他暴躁的心灵 立刻安宁下来 他的意念坚定 为了他所爱的人 纵使魏魔又如何 蓝兄 差不多可以开始了吧 车元华说道 蓝天羊点头 到 车兄 我们共同运转死恶灵绝 好 两大强者双手互底 问 顿时有一股秘力涌动 化成一只手 向着那钢圆绿金抓了过去 问 绿色的金属上 立刻展出一道剑光 将这只大手斩得支离破碎 H 妈 那 多 车元华二人同时念诵着某种法诀 问 古堡之前的那两尊石像 立刻起了硬核 传递过来一种奇异的力量 这股力量与天地大道格格不入 立刻引动了天地的反应 框 岛屿上空 有乌云翻涌 雷电交织 竟是要有天结落下 另一种修炼体系 不容于这片天地 车元华二人念诵法诀的速度加快 一个个字符飞出 向着钢圆绿金镇去 就好像一座又一座大山 让这道天地本源不断地颤动着 似乎在京剧 想要飞射离去 却又无法做到 林寒露出金融 这二人明明只是生元净 论理应该不可能奈何得了一道天地本源 可他们却真的好像镇压住了钢圆绿金 他感应到了古堡雕像传出的秘力 这也是让他最震惊的地方 那到底是什么玩意 居然可以镇压天地本源 不 这不是在收取天地本源 而是在 毁灭 林寒本身就拥有三道天地本源 他可以感应得到 这股秘力 让他讨厌无比 就好像水与火 完全不能共存 谁占了上风 就意味着另一方将走向灭亡 车元华二人的实力确实不足 可他们引动了石雕之力 确实连天地本源都可以磨灭 这太惊人了 磨灭天地本源 等于是给了天地一记重创 小塔悠悠说道 天地本源相当于天地的孩子 因此 磨灭天地本源 天地会 大痛 大悲 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不能让他们继续下去 林寒打算引动黑塔之力 哪怕不能收了这道天地本源 至少也要给车元华二人天天乱 不能让他们 这么容易就把钢圆滤金给磨灭了 他的实力确实不够 但黑塔不弱呀 那可是一位天尊的法宝 哄 就在这时 只见一道光从头顶射落 然后一道人影 就从天空中落了下来 小 小谷 第2027章 小谷在线 一道人影 直接从岛屿上方杀了下来 轰开了不知多少里深的地层 如同天神一般出现 同样也带来了久违的星光 这非常震撼人心 而更让林寒惊讶的是 这个人居然是他认识的 小谷 原本应该留在古界的小谷 林寒半张着嘴 真是吃惊到了 当初他要打开仙玉之门时 曾经邀请小谷一起 但小谷却 执意要留在古界 好像有一个还没有完成的职责 现在居然在这里再次见到小谷 自然是完全地出乎了他的意料 而且 现在的小谷实力 强到让林寒无法揣摩 咿呀呀 小谷教导 都过去了这么多年 他还是没有多大的变化 说话如婴儿学语 可实力却是强悍的 逆天 一拳轰落 霸道绝伦 车元华和蓝天羊 都是一惊 没有想到这时候 居然会有人突然降临 连忙纷纷出手 迎向小谷 碰 一记对轰之中 小谷被震飞向上 而车元华和蓝天羊 则都是身形一矮 那是因为他们的双脚 都是陷进了地下 要知道这里的大地 被钢元绿金金属化了 无比的坚实 这一击之力 居然让二人 都是足限其中 可见 小谷这一击有多么的霸道 咿呀呀 杀 杀 杀 小谷教导 神情模样 与在古界时 没有一丁点的区别 并没有因为 实力的暴涨 而出现变化 他再次从天空中 杀落了下来 依然一拳轰出 一个个大道符号 如鲜花般怒放 车元华和蓝天羊 面面相去 都能够从对方的眼神中 看到震惊和不解 他们这岛屿 可是被阵法保护着 隐蔽无比 只要他们不主动撤销阵法 便是低阶先王 都不可能发现 这也是为什么 死岛可以保持神秘的 根本原因 哪是什么太小了 才难能让人发现 实力强的人 根本发现不了 而实力弱的人 来了 就别想离开 就算能够离开 那也是彻底变成了自己人 可这个神秘强者 明明只是声援镜而已 怎么可能发现 灯土倒的 不能放他离去 蓝天羊道 嗯 车元华点头 他们这一较见不得光 所以只要不是他们的人 那就必须干掉 两大强者 这次不再被动防御 而是各斩密法 向着小谷迎接而去 可以看到 他们的法 确实是一脉相承的 虽然略有变化 但万变不离其宗 额头上的莲花 一半半打开 每多开一半 他们的战力 便能强上一分 小谷以一敌二 却是丝毫不落下风 他的体内有一根骨头 在发光 画出一个璀璨的大道符号 赋予了他无尽的力量 靠 死小谷的实力 怎么进步那么快 灵寒自存境界的提升 已经算是快的了 可跟小谷一比 他却是差得太远了 小谷的那根骨头 绝对是先王遗骨 不然的话 怎么会如此凶残 连生元净都能匹敌 不过 趁着这个机会 正好收取钢元滤金 灵寒悄然出现 然后运转不灭天惊 好像一朵怒放的 鲜花 在吸引着蜜蜂前来采摘 见突然出现一个人 车元滑和蓝天羊 都是惊讶无比 以他们两人的实力 居然没能发现 灵寒一直在附近躲藏着 而这 明明 只是一个小小的分魂境 他们想要 阻止灵寒 可小谷却是凶残无比 将他们挡了下来 根本无法越雷池一步 但他们立刻就放下心来 连他们想要收取天地本源 都要借用仙灵之力 那么区区一个分魂 又怎么可能成功 小谷可是绝对的大敌 必须全力以赴 先将其轰杀了 灵寒 小谷用结巴的声音说道 充满了惊喜 灵寒只是点点头 现在他没有心情 去和小谷打招呼 收取天地本源的机会 可不多 必须全神贯注 嗡 嗡 嗡 灵寒的身上 有一个个大道符号亮起 忽隐又忽现 这超出了分魂境的范围 会出现并非灵寒主动运转的关系 而是不灭天金 与天地本源起了共鸣 钢源滤金也在发光 而且还在 清产 表面上同样有大道符号亮起 两者正在发声交织 看到这一幕 车元华和蓝天阳都是大金 这个分魂境小人物 居然真的有能力 收取了钢源滤金 这真是太出乎他们的意料了 车兄 你去杀了那小子 蓝天阳说道 我来挡下此人 收取这道天地本源 乃是教终一件大事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在此 一住就是几百万年 因此 他绝对不可能让灵寒 将钢源滤金收取走 不然他会受到 教规的严厉处罚 好 车元华应了一声 便要转身向着灵寒杀去 他只需要出一招就够了 咿呀呀 小谷出手阻挡 将车元华拦下 该死 蓝天阳咒了一声 小谷的实力要比他高 而且防御力超强 挨上一记 却跟没事人似的 他连忙重振旗鼓 向着小谷发动灵力的攻击 怎么也要将小谷挡下来 轰 轰 轰 三大强者混战 一个想要摆脱战团 却将灵寒给解决了 而另一个则要阻止 第三人却要阻止第二个 来来去去 去去来来 灵寒没有丝毫的分心 他信任小谷 相信对方绝对可以挡得住那两个人 可收取天地本源 又岂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一天 两天 三天 小谷果然没有辜负灵寒的期望 他将车元华二人 都是牢牢地挡了下来 没有让他们 哪怕向灵寒打出一道攻击 嗡嗡嗡 钢元滤金的颤动频率 变得越来越高 表面有无数的符文符线 一一交替 快得无法形容 明明那就是天地间 最最珍贵的惊喜大道 在句话 在传播 可认谁也无法捕捉 达到一个极致点时 钢元滤金猛地飞射而出 向着灵寒撞去 不好 车元华和蓝天羊 都是大惊失色 钢元滤金要被灵寒取走了 得到一次机会 向着灵寒拍出了一掌 这一掌有点偏 毕竟还是受到了小谷的干扰 可边缘依然刮到了一下 灵寒 相当于声援近级边 这一击的威力是何等可怕 哪怕只是被掌援带上一下 这杀伤力也是可怕无比 哭 灵寒顿时被震成了血雨 哄 一团烈焰洋动 熊熊燃烧 而钢元滤金也飞射而至 没进了这团烈焰之中 第2028章 收获 车元滑露出一抹不屑之色 区区分魂镜也配与他们争夺宝物 笑话 坏 人 小谷 则是怒吼 挥拳怒打过来 车元滑也来不及去搜索 灵寒一落下来的宝物 肯定有宝物 否则一个分魂镜 怎么可能瞒得过他们二人的神诀 小谷的攻击力太可怕了 必须第一时间招架 刚才被小谷砸到一下 他现在还痛得入骨钻心 哄 烈焰 慢卷 一股至高无上的气息流转 车元滑也脸色大变 可现在还想要对灵寒出手 不可能的事情了 小谷已经发狂 哄 哄 哄 题内的仙谷浮纹璀 他爆发出无尽的战力 打得车元滑二人都是狼狈不堪 自保都是不急 又怎么可能再去对灵寒出手 除非他们愿意陪葬 为了轰杀一个分魂 居然要让九连强者陪葬 开什么玩笑吗 哄 烈焰卷舞 化成了一头巨大的凤凰 然后轰然破碎 从其中走出来一个年轻人 不是灵寒又是谁 只见钢天滤金正在从灵寒的胸口没入 明明那是一块坚硬无比的金属 可现在却变成了水座的一板 该死 该死 车元滑二人都是连连诅咒 不过 就算被灵寒融合了这道天地本源 又如何 只要将灵寒拿下 以他们教主的通天手段 照样可以将这道本源之力给抽取出来 先杀小谷 两大强者互看一眼 都可以从对方眼中看到决断 纷纷大吼一声 嗡 他们没心处的莲花怒放久半 然后在身后也开出了一朵巨大的黑色莲花 莲花轻轻摇曳 彼此呼应 古宝方的那两尊石雕 顿时传递出更强的威力 提升着两大强者的战力 可动用这一招 显然也得付出代价 两人脸上的皮肤 竟是出现了一道道血痕 还有脖子 手 只要露出来的部分都可以看到 皮魄 血流 好像他们浑身的皮肤都是裂开了 要从身上脱落下来 他们开始强势反扑 要将小谷震杀 小谷见到凌寒又活了 过来 怒火顿时削减了许多 战力也跟着跌落了一大截 此消彼掌之下 双方的战力居然扯平了 甚至还是车元华二人 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可小谷的体魄 确实强横无比 要知道 他现在的这副身体 根本不是真的 而是演化出来的 就算被打得稀烂也没事 根基只是一根骨头而已 仙谷不坏 他则不坏 这应该是根仙王谷 而且还是高阶仙王 那么可能是两名 生元境级别的人物 可以破坏的吗 凌寒根本不担心小谷 他正在融合 这道天地本源 丹田之中 发生着激烈的变化 又来了一道天地本源 九天火 虽然出去了 但他所代表的本源之力 却没有变化 依然是三强之一 因此 四道本源齐聚 自然就热闹了 一番争夺 再加上凌寒的从中斡旋 终于让所有的本源之力 达成了平衡 当然是九天火 玄音母水 烈焰雷鸡木 和钢元滤金 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地盘 而时间之力 空间之力 杀戮之力 和雷霆之力加起来 也比不过一道 天地本源所占据的地盘 没办法 天地本源 可是相当于 仙王一般的存在 凌寒的嘴角 露出一抹笑容 四道天地本源 好牛叉 这下 他在分魂境 又能多走出一步了 既然知道 分魂可以九次 达至完美 他怎么也没有退缩的道理 定要将这个境界 天地本源 越多越好 他抬起手 嗡 手掌边缘浮现出一道金绿色 散发着可怕的煞气 这不是杀戮之气 而是金之本源的 锐煞 金 代表着锋锐 他随意挥了一掌 刷 一道剑气荡出 顿时在脚下的金属层上 划出了一道细痕 别看只是造成了 这么不起眼的破坏 可要知道这地层 乃是被天地本源加固的 连小谷三人的战斗 也无法真正地造成大破坏 只是打出一个个凹坑而已 他现在就能划出一道细痕 这破坏力 逆天了 不愧是金之本源 灵涵再融合了杀戮规则 一掌又斩 尸的一声 金属层上再现一道痕迹 比之前要深了一些 果然 两大规则融合之后 破坏力更加可怕 灵涵心中涌起明雾 规则可以搭配使用 比如五行 单独拿一道出来 在先亡之前 根本无法匹敌时间 空间等规则 可若是五行奇传 这就不一样了 五行相生相克 合理运用的话 那将爆发出恐怖的威力 金木水火土 他只差一道土系的天地本源 就能组成五行了 好期待啊 他很想知道 融合五行规则的 攻击又有多么强大 也许 那就是纪无名吧 灵涵的双手紧紧地握着 哪怕最后一次 几乎与纪无名打成了平手 可他知道 只论战力的话 还是他要训了一筹 只是多一道天地本源没用 因为纪无名 就是九重先王转世 他当初掌握的规则 估计都是仙王级别 相当于有不同的天地本源 常驻体内 所以 纪无名明明 与他境界相同 可战力 就硬是要强出一箭 真是期待啊 待获得土之本源后 与纪无名再战一场 凌寒双眼放光 战意雄雄 不过现在嘛 他取出仙魔剑 这里 如此多的神铁 怎能浪费了 仙魔剑顿时打开胃口 开始疯狂吞噬 嗡嗡嗡 金之规则 被不断地吸收进仙魔剑内 让这把仙剑 如同在重铸一般 爽 一口气冲上仙气层次吧 凌寒知道自己是在设想 但自己想一想 也不会爱着谁是不是 哄 小谷与车元华二人的战斗 越发地激烈 暴力无比 硬生生将这个洞穴 打得到处都是窟窿眼 战斗不断地继续着 一天 两天 三天 地动山摇 便使凌寒 也无法在这样的战斗余波中待着 不得不躲进了黑塔之中 便把仙魔剑丢在原地 任他去吸收着此地的金属精华 差不多七天之后 这里的金属精华 也差不多被吸得一空 因为只要看看 三大强者的战斗就知道了 一拳打过 便能将洞壁轰出一个巨大的窟窿 深不知道多远 有的窟窿眼中 更是有海水灌了进来 可见这里的地层结构 已经有多么稀烂了 走 蓝天羊二人突然窜天而起 第2029章 独狗发威 激战了这么几天 蓝天羊二人自然早就发现了 小谷的体魄 不可伤 不是不坏 而是打坏了也没用 他们不是没有打爆过小谷的脑袋 为此他们 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可又有什么用呢 小谷随随便便就又长出了一颗脑袋来 反正这一切都是他演化出来的 仙谷 在 他便在 脑袋算什么 因此 车圆滑河 蓝天羊都不想玩了 玩不过呀 羞羞 他们冲天起 不愿再与小谷纠缠下去 否则就是一个死字 他们不愿受教规的处罚 可更加不愿死在这里 所以 就算会泄露秘密 他们也要逃走 而不会与小谷死磕 再说了 越是接近古堡 确切地说 越是接近那两尊石雕 他们能够借到的战礼 就越是强 那自然地上去了 在这里打斗 没有半点好处 林涵等了一会 也收剑而起 这里的金属精华已经被 吸收得差不多了 他身形窜起 飞出了洞穴 只见小谷与车圆滑 蓝天羊还在激战 而岛上的人 则在四周观战 一个个都是神魂皆夺 之前不是说岛民有仙灵 庇佑 同皆无敌吗 可先出了一个灵涵 接着再有一个神秘的灵涵 小谷的模样 可是与灵涵一样的 这又算什么呢 两人联手 还是显得非常吃力 这大大挫伤了众人的信心 灵兄 这是怎么回事 萧俊立刻跃了过来 森然看着灵涵 这个正在与岛主 和使者大人激战的人 与灵涵长得一模一样 要说两者没有点什么 联系的话 那谁会相信 你在质问我吗 灵涵看向萧俊 不错 萧俊傲然说道 他战力确实不及灵涵 但现在这里 可是有差不多十尊八连强者 相当于仙府境的存在 那又有何惧呢 哦 不知道 灵涵摊了摊 双手 推了个干干净净 灵涵 萧俊提高了音量 灵涵 我们也需要一个解释 外来者也纷纷叫道 显露出了不满之色 他们刚把寿巢打退 正要享受仙灵的加持呢 可突然之间又发生了激战 而且来犯者 还与灵涵长得一样 这自然让他们不满了 存心跟我们做对是不是 解释 灵涵痴然 你们有什么资格 要我给你们解释 你太过分了 外来者默不默吼 秦大人 你看这人是不是太可恶了 还请大人出手将他拿下 秦伟则是眉头微皱 报 灵涵 我们现在是岛上的客人 既然是做客人 还是不要犯了主人的忌讳 灵涵哈哈大笑 一群白痴 被人当成猴耍也不自知 我明白 对于实力的渴求是怎样的心情 可你们难道不会用屁股想想 世间真有如此好人 就算有 这些人又像吗 兰惹指立刻跃了出来 道 灵涵 不要胡言乱语 难道你不想要我了吗 灵涵不由打了的寒战 你少恶心人 你 兰惹指顿时翘脸色变 娇躯 都有些微微发颤 他自视极高 认为自己美若天仙 所有男人都应该绕着自己团团转 现在被灵涵如此鄙夷 自然伤到了他的自尊 让他暴怒 师妹 你还是对他死心吧 萧俊冷笑 此人居心不良 行迹可疑 还是拿下直接抽魂 各位执法者 请出手拿下此人 他向着那些八连强者说道 我来吧 一名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没心处默然出现了一朵八瓣莲花 这是他们所修功法的特征 平时会隐藏起来 灵涵微微一笑 爆 你们还是一起上吧 也能给我节省点时间 不过分魂 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那中年男子痴然说道 别说他还能得到先灵之力的加持 就算没有 八连相当于仙府 镇压一个分魂小人物 易如反掌 灵涵开始蓄力 以他本身的实力 确实远远不能和仙府尽为敌 但是他还有绝招 啪 啪 啪 那中年男子大步走了过来 每一步落下 都是发出沉重的脚步声 震慑人心 他就是在威慑灵涵 给予压力 小子 我真是不明白 你何来这么大的勇气 那中年男子冷笑 你 马上 救 知道了 灵涵咧嘴 露出一抹危险的笑容 烈光球已是叙事完毕 哄 顿时 雷光扑开 向着四面八方乱扎而去 中年男子不由吃笑 这一招的威力确实不弱 可最多只能下下七连 对上他这样的八连强者 这根本连威胁 都是算不上 他只是微微撑开防御防盾 啪啪啪啪 只见雷光在他部下的黑光盾上交织 击打 却是根本无法突破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分魂要能轰破斩尘的防御 那才是多多怪事了 不过 这可是烈光球 针对的并非那中年男子一个人 而是不分敌我 进行无差别的攻击 甚至 如果蓄力过头的话 连对灵涵本身都会造成伤害 因此 雷光肆虐之中 也波及到了四周的岛鸣 只是大家离得比较远 哪怕被波及到了 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一点余力而已 威胁几乎可以无视 然而 真得如此吗 闹剧也该结束了 小子 你 咦 那中年男子 一直带着嘲讽的笑容 正想要出手终结了灵涵 却是脸色大变 因为 他的防御光照 正在迅速被腐蚀 四周 有惨叫声 接二连三的响起 只见不少人 已是倒在了地上 身体竟是在被腐蚀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回事 区 区分魂境而已 怎么打出来的攻击 连巴连强者都能威胁到 他 立刻就自顾不暇 一股强烈的腐蚀力量 正在钻透他的防御 要对他的肉身 造成大破坏 让他 连忙盘息而作 全力对抗这股力量的侵蚀 啊 惨叫声大作 但很快就消失了 因为只要被雷光波及到的人 都是化成了血水 靠 这什么玩意 别说众人 都被吓得胆寒 便是灵涵这个始作俑者 都有些心惊 按道 班红青竹的毒果 也太牛逼了吧 没错 他使用裂光球 是假 真实的用意 是戒列光球来掩饰 和散播班红青竹果实的毒素 这可是连仙斧镜都能毒杀的 疼疼疼 幸存者们 都是纷纷后退 看向灵涵的目光 充满了恐惧 好像在面对一个恶魔似的 第二零三零章 血迹 灵涵淡淡一笑 倒 我说过的话 从来都不会不作数 萧骏等人都是浑身发产 因为在说话的单 那名八连强者 也开始发出惨叫 身体以肉眼可见的 速度腐蚀了起来 如果他第一时间撞土断腕 直接舍弃了肉身 那么神魂还能幸免 再找负身体夺舍也就行了 可他并没有意识到 班红青竹毒果有多猛 恐怖 居然还想以本身的修为 将毒素挡于体外 这就成了自寻死路 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而已 一名相当于先附精的强者 便化成了血水 神魂俱灭 这能不吓人吗 你 你究竟动用了什么手段 萧骏颤声说道 他一向从容 便是当众输给了灵涵 也立刻想到了对策 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化解了一个信任危机 可面前 这一幕却太出乎他的想象了 让他怎么也淡定不下来 一位八连强者呀 竟被灵涵一招就秒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灵涵展颜一笑 报 你们有你们的先陵 当然也有我的 刚才我便是动用了先陵之力 这么一看 你们的先陵真是不怎么样 我那一个大境界 也能秒杀你们 唉 他摇了摇头 满脸鄙视的表情 萧骏等人都是愤然 却是无话可说 事实胜于雄辩 将那些外来者全部杀了 进行血迹 蓝天羊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 什么 听到这话 众人都是一惊 外来者心惊 是 万万没有想到 岛民会对他们翻脸 之前 不杀好好的吗 大家一起抵抗兽朝 唉 说好了 要一起拜先陵 以后就是一家人 而岛民也非常震惊 岛主大人 居然要动用血迹了 这是最后的手段 动用血迹之后 两尊先陵雕像 会在暂时间提供 更强的力量 但这么强的力量管体 会让承受者在事后大伤 因此 这是最后的手段了 现在要动用血迹 说明蓝天羊和车元华 遇到了怎样的危机 快 还愣着 干嘛 蓝天羊吼道 他与车元华都 已经接近崩溃边缘 小谷根本就是 打不死的怪物 再这样打下去的话 他们一定会玩玩 萧骏等人连忙领燃 然后用凶神恶煞的表情 盯上了所有的外来者 血迹 需要的 当然不只是鲜血 还有性命 事实上 生命之力才是血迹必须的东西 而且 献祭的生命力越足 越多 血迹的效果就越好 杀 萧骏等人纷纷出手 向着秦伟他们杀了过去 但是 大家都很自觉地让过了林涵 不敢打呀 这家伙只是用了一招 就轰杀了八连强者 顺便 还殃及了一大堆人 谁还敢向他出手 甚至连接近都是不敢 远远的能避多远 就避多远 林涵 不由摸了摸下巴 他有这么可怕吗 呀 倒明出手 不乏八连级别的强者 这可是相当于仙腹镜 而外来者方面 便只有秦伟一个人 是仙腹镜 又如何抵抗这样的杀戮 扑扑扑 立刻就有好几个人被轰杀 生生摘掉了脑袋 鲜血冲天气 每杀一人 这些岛民 便会摆出一种古怪的姿势 好像在跪板 又好像在跳舞 这是血迹的仪式 嗡 两座石雕起了奇异的变化 好像九汉逢甘铃 活力渐生 血迹有效果了 车元华和蓝天阳的战力 顿时飙升了一截 从水深火热的镜子中 缓了过来 如果再强一点的话 他们真有 可能将小谷压制 杀是杀不了的 但可以困住 为倒明的撤离 赢得时间 铃寒立刻眉头一皱 他可不想让这些人跑了 得破坏了血迹 铃绍 救命 由外来者勉强 杀了过来 向铃寒求救 由倒明原本在追杀他 可发现 快要接近铃寒这个魔王时 立刻吓得脚下刹车 铃寒扫了一眼 这向他求救的人 居然是之前 打他小报告的那个家伙 他不由惊讶 此人的有多么的厚颜无耻 羞羞羞 看到这个人避难成功 其他人也纷纷跑了过来 将铃寒当成了保护伞 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 当初对铃寒叫嚣得最凶的 而且 这些人暂时逃脱危险之后 居然连对铃寒感谢一声 都是欠奉 在他们看来 大家都是外来者 自然应该同舟共计的 对不对 林寒摇了摇头 真是一群垃圾 活着都是耻辱 不能给岛民用来血迹 那么 就由他来当恶人吧 碰 林寒出拳 火焰烧天 一击便把那打小报告的人 给轰成了灰烬 塔玛德 以为自己是圣母吗 海以德抱怨 他傻吗 林寒 你在干什么 我们可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 你简直不是人 林少 饶命 喂 来者们都是纷纷惊呼 有的斥责林寒 有的则是香求 但都只是为了活命吧 一群渣渣 不配活在这片天地之中 林寒表情冷然 手底下 则是大开杀箭 如果 这些人在岛上的表现 只要稍微正气一点 鼓气一点 那么他不介意将这些人 收进空间神器中 尽自己的能力帮上一把 可现在 你们还是快点死吧 千万别再添乱了 外来者们连忙纷纷逃窜 但他们立刻悲剧地发现 这前有虎 后又有狼 等待着他们的都是屠刀 哇 惨叫声不绝 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 林寒毫无 同情之意 他的善心 早在这些人的反复无常中 消磨殆尽了 杀 他心思奸铁 灭天九剑展开 融合了金枝本源 破坏力无比可怕 只要被擦到一丝丝的边 便是的魂级别 都是瞬间被斩成碎渣的粉 不过 岛民中 终究有八连级别的强者 还是有好几个外来者 被他们轰杀 血迹 让车元华和蓝天阳的战力 又飙升了一截 可是这数量远远不够 当所有者外来者都被轰杀后 他们的战力 仍是不足以镇压小谷 再杀 再杀 蓝天阳丽生叫道 还要杀 杀谁 外来者只剩下林寒一个了 别说好不好杀 就算杀了 也不可能将血迹的效果提升多少 那么 再杀是什么意思 只能杀自己人了 萧骏容色一冷 到 你们听到岛主说的话了 顿时 几名八连强者 立刻出手 向着身边的人无情地杀去 扑扑扑扑 一颗颗人头飞起 血迹再次展开 第2031章 全部解决 这一杀 直接让百来个人人头落地 血流成河 血迹再起 车元华和蓝天阳的战力 顿时在提升一格 将小谷都是压制了下去 锁地数 两人都是大吼 五指中 流转出一道道黑色的丝线 一圈又一圈地 缠在了小谷的身上 让小谷在南动弹分毫 杀不掉 没有关系 如果可以这么一直困着的话 那完全可以 压剑 钟 有大人物会出手 将这根南啃的骨头 彻底消灭 小谷挣扎 但一时之间 却是毫无办法 还有这小子 蓝天阳转过身来 盯上了林寒 这小子 也必须带回教中 他体内有一道天地本源 这是教主大人点名 需要得到的东西 我来 车元华大步向着林寒走去 他可是九连强者 相当于声援镜 一个念头就能将 林寒震死几百次 林寒展颜一笑 倒 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情吧 嗯 车元华和蓝天阳 同时转头向小谷看去 只见小谷的体内 有一道光在吃药 然后形成了一符纹 璀璨无比 咻 这个符纹从小谷的体内 透了出来 如催枯拉朽 瞬间便将他身上的 黑色丝线全部崩灭 小谷中的自由 咿呀呀 他大怒 向着车元华和蓝天阳 再次展开了猛攻 这一次 他更是从体内 抽出了一根骨 便是他的本体 有先王级的符纹闪耀 这可以看作是 一箭仙气 威力太可怕了 一动 天地都似要崩碎了 轰隆隆 一颗颗星辰 从天空中坠落下来 那是足有山峰大小的 巨型陨石 车元华二人怎么 挡 根本没有被轰中 只是被带起的气流 碰到一下 便各个吐血连连 怎么也止不住 小塔大发神威 完全不可阻止 不可抵挡 撤 快撤 车元华和蓝天阳 都是不顾一切的 转身就跑 他们现在面对的 可是一尊 完全发威的仙气 其实他们能够匹敌的 但晚了 小谷抡着骨头横扫 仙光 胶织 要动九天 碰 只是几下而已 车元华便被仙光 斩掉了一条胳膊 而蓝天阳 则是少了一条腿 模样皆是无比狼狈 但对于这两尊强者来说 这样的伤势 完全可以接受 只要他们能够 逃到了性命 那断臂还能复省 断腿 也能再长 可惜的是 小谷根本不给他们机会 仙王谷挥舞之中 他事无可挡 林涵也毫不客气 向着肖骏等人 发起了猛攻 除恶 自然要无尽 那 车元华和蓝天阳 惨叫连连 仙王之力 既然已经使了出来 怎么可能是区区九连 所能抵挡 死亡 是唯一的结果 小谷凶性大发 轰杀了车元华 和蓝天阳之后 他又向着其他岛民 展开了屠杀 仙王谷发威 仙光只是一闪 所有岛民 进阶被轰杀 现在还活着的人 只有区区三个 林涵 小谷和秦伟 秦伟还活着 那是因为 他是仙附近 烫得住八连强者的攻击 而他又是正常人 不会被小谷针对 否则只要他完成了 岛上的某种仪式 把灵魂给了仙灵 现在肯定是被 小谷仪式同仁干掉了 不过 秦伟现在的脸色 也极度的不好看 看向小谷的眼神 充满了恐惧 小谷 好久不见 林涵向着小谷大笑道 咿呀呀 小谷也凶性全消 他冲着林涵傻笑 小谷 好久不见 得 又开始学舌了 林涵摇了摇头 道 小谷 你是怎么来仙玉的 小谷 你是怎么 小谷复述了一遍 道 都这么久了 你呀 还是没有学会自己说话吗 你的实力 怎么会提升得这么快 林涵不死心 又问 你的实力 怎么 林涵叹了 口气 唉 小谷也叹了口气 唉 林涵想了想 小谷会来仙玉 这很简单 实力到了 自然可以哄开仙玉之门 问题是 他的实力提升之快 也太惊人了 不过反过来 想想 他又不是人 只是一根骨头而已 根本没有所谓的境界限制 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小谷啊 小谷 该怎么才能和你交流呢 林涵很想知道 小谷前生到底 经历了什么 他肯定是一尊先王 到底是怎么死的 死了 都如此痛恨着 另一个修炼体系的武者 他都经历了什么 可惜 小谷只会一呀呀 要么学舍 根本不可能 表达自己的想法 还等于海荣吗 林涵把岛上的阵法撤去 这样 吕海荣在经过的时候 就不会错过了 但说不定 吕海荣早就已经搜索过了 这个区域 以先王的自信 断然不会再来搜第二次的 先等等吧 他现在对那两尊雕像 很感兴趣 啪 啪 可林涵立刻瞪目结舌 因为小谷根本没有给他研究的机会 一看到那两尊石像 就眼睛一瞪 直接挥拳将他们给轰爆了 咿呀呀 小谷还很得意 向着林涵笑 一副邀功的模样 爆 林涵只能怪自己了 没有先和这家伙知回一声 早该想到小谷极恶如仇的 那没办法了 离去吧 林涵伐木之舟 而秦伟也是如此 他可不敢与林涵 小谷一起 而是躲到了老远的地方 一个人埋头苦干 期间林涵将女皇猪人放出了黑塔 女皇 天凤神女都见过小谷 倒是没有什么奇怪 可虎妞和柔妖女都是惊讶 石磊和石玉兄妹更是哇哇怪叫 惊呼怎么会有两个干爹的 咦 你怎么和妞的林涵长得一样 虎妞对着小谷上下打量 咦 你怎么和妞的 小谷遇到新人 学舌的兴趣是百倍高涨 你这么怎的那么奇怪 不但长相要学人 说话 也是 你人怎的 真好玩 真好玩 虎妞双眼放光 和小谷玩得不亦乐乎 虽然林涵的手艺不算怎么样 但一天之后 她还是做出一艘船 长 只有丈许 宽不过三尺 反正只要能容易两人便可 有 黑塔呢 林涵和小谷上船 其他人继续在黑塔中待着 船虽小 却是用无尽海域中 生长出来的树木打造而成的 能够极好的抵御海浪的冲击 一点不用担心 浪太大会把船给拍翻了 而船上有小谷坐镇 安全系数也提升了一大截 便是遇到海王类 那小谷 只要激发体内的那根仙谷 海王类也会自行褪去 忽忽然 十七年之后 小船顺利靠岸 第2032章 抵达西仙域 到西仙域了 林涵立刻感觉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跟东仙域相比 这里的灵气更加浓郁 只是因为这点 西仙域的灵草 仙药都会比东仙域数量多 等级高 难怪西仙域的武道层次更高 人家先天条件就更加好 妞 昆鹏宫在哪 昆鹏宫当然就在昆鹏宫了 林涵嘴角抽搐 一下 到 你该不会知道 自己家在哪吧 妞不需要知道呀 虎妞理直气壮地道 这好像也确实有点道理 以这小吃货的习性 又怎么会去管周遭的环境呢 只要能玩 能吃就够了 的 明明这里 就有个昆鹏宫的人 却根本不知道昆鹏宫在哪 那只能找人问讯了 他们登上海岸线 然后继续向前 前方出现了郁郁葱葱的森林 让猪人都是感觉眼前一亮 一直看着那不变的海洋 实在是让人觉得无趣 现在多了一抹绿色 自然感觉大不同 找到最近的城市 便能找到去昆鹏宫的路 他们向着一个地方前进 相信总能找到一座城市 七天之后 轰隆隆 大地突然发生了激烈的震战 好像地震一般 林涵跳目看 只见左前方出现了一道波浪 正向着他们的方向击拍过来 那不是波浪 是一支军队 他们正在赶路或是溃逃之中 速度飞快 有巨大如山的战象 在地面上奔驰 有展翅千丈的大鹏在震一 有一个个身着盔甲 执着长矛的战士 在凌空飞舞 这其中步伐强大的存在 散发出来的气势无比可怕 因此 当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 他们只是行过而已 便震动了大地 仿佛天塌地线 这是一支败军 林涵多看几眼便能肯定 正常军队可不会丢盔弃甲的 可不会带着大量的伤员 可不会如此的士气不振 只知道匆匆而行 有军骑 林涵看到了 那是一个月亮型雕计 被一个十丈高的金色巨人举着 大军很快就行之 匆匆从他们的头顶上空掠过 当然也有一头头战马经过 有几头还差点撞到了林涵他们 你们几个赶紧掉头 有路过的战士 开口 向他们劝说道 小心性命不保 什么意思 林涵心中一动 突然明白过来 叫道 靠 你们后面还有追兵 知道了还不赶紧跑路 一名战士大笑道 林涵无奈 只好道 跟着一起走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不想动用黑塔 而且他也不想一有事 就躲进黑塔中去 林涵几人也转身而行 因为他们起步啊 再一转身 就落在了大军的最后方 回头看一下的话 只见极远处 果然还有一道波浪正在涌过来 那也是一只大军 打着另一个 旗号 是一个斗子 果然 一只大军在逃命 另一只大军则在追击 靠 怎么他总是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林涵撒腿狂奔 女皇猪人 也是跟着跑 一众人都是觉得郁闷 只有虎妞嘻嘻哈哈 觉得十分有趣 而小谷则是满脸呆萌 只要没有敌人的时候 他一直就是半死不活的 一只大军逃窜 一只大军则是狂追 显然 之前发生了一场战争 月亮旗这一方败了 所以他们在逃 而获胜的一方 则是在穷追不舍 这一逃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后面的追兵终于止步 不再追击 而逃跑的 大军也缓了下来 不用再狼败而行了 而这半个月下来 林涵也与这些人混了个半熟 这支军队隶属于摘月先王 被称为摘月军 当然了 这只是摘月军旗下的 一支大军而已 而与他们交战的 则是兜云军 属于兜云先王 两大先王的势力接壤 因此经常会为了争夺领地 而爆发大战 战争嘛 自然是有胜有负 而这一回便是摘月先王小负 当然了 摘月先王和督云先王 都没有参与这场战争 只是他们麾下的大将 在率军战斗而已 与寒也打探过昆鹏宫的所在 可这些人虽然听说有这么一个势力 但具体在哪个位置 却是连东南西北也搞不清楚 东仙域很大 可惜仙域更大 东仙域是33重天域 而西仙域则是99重 整整大了三倍 一般人能够去过附近三四个天域 就已经很了不起 因此 只要隔上六七个仙域 那确实不可能知道 昆鹏宫究竟是在东西南北了 也许摘月先王知道 可与寒能够因为这件小事 就去向这位主打听吗 根本见不到人好吧 凌寒郁闷得紧 明明来了西仙域 感觉好像变成了一个傻子 居然不知道该往哪走了 既然如此 那就先跟着这支军队走吧 女皇建议道 也只有这样了 先在这里安顿下来 再谋他算 这支军队倒是挺好说话的 并没有驱赶凌寒他们离去 让凌寒他们一路跟随 又是七天之后 大军终于来到了驻地 这里 凌寒他们就不能再进了 就此分道扬镖 在军中兵士的指点下 他们向北行了大概三天 一座大城已是在墓 坤鹏宫不知道在哪 那么那什么丹道圣地呢 凌寒摸着下巴 他早在千年前 就应该与马同光来西仙域的 可他将马同光给宰了 失去了引路人 当时又偷懒 没有了解得太过清楚 我记得师父好像说过 那地方好像在浦安天 虽然时间早就过了 但我作为东仙域的代表 就算迟到也应该去一下 那好 第一站就放在浦安天 而且丹道之人做生意 五湖四海都是客 极有可能知道坤鹏宫的所在 稍作修整之后 立刻出发 凌寒做出了决定 其他人当然不会反对 便决定在城里稍微住上几天 补充一下物资 然后便启程出发 西仙域有许多的特产 凌草便是其中之一 有许多在东仙域难求的凌草 在这里居然是大路货 便宜得要死 难怪有许多商人不惜万里 无惧危险也要从东仙域赶过来 这跑一趟的收益大的惊人 凌寒也大采购了一番 凌草虽然不能提升境界感悟 却能增加园力积累 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 救命 救命 爸强强女人了 只听一个女子尖叫着 从前方跑了过来 后面则是追着十几个男人 一个个都是恶神恶煞 第2033章 富家 一个弱女子被十几个大汉穷追不舍 这不是标准的逼梁为娼吗 虽然这弱女子其实不算太弱 好歹也有四斩的修为 但后面那些大汉也个个都是三斩 四斩即别 一对石幼怎么可能打得过 凌涵心中感叹一下 不愧是西线玉啊 连斩尘老祖都是如此泛滥了 那名女子确实很漂亮 肤白发黑 身高修长 胸口圆鼓鼓的 让人垂涎 要说会引起哪个恶霸少爷的注意 派人抢抢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女子一边跑一边尖叫 但她越是叫得凶 道路两边的人就越是让得快 唯恐自己被殃及了 因此 当两边的人都是纷纷让开之后 便只剩下凌涵一行人 十分明显 十分突兀地站在了大路中间 女子的脸上露出一抹慌张之色 因为她并不能确定一行人的用意 是要帮她呢 还是助纣为虐 她的速度很快 刷地一下就从凌涵几人的身边划过 然后脸上的表情一松 身形继续腾起 向后方几月 当那十几条大汉也穷了过来后 凌涵微微一笑 杀戮规则发动 嗡 可怕的气势冲击之下 那些大汉一个个都是脸色发白 砰砰砰地摔倒在了地上 斩尘老祖可能无缘无故地摔倒吗 当然 不可能了 况且还是十几个一起摔倒 因此 再明显不过了 林寒一行 就那么站在路中间 不是他们干的又是谁 天哪 他们居然敢管附少的闲事 肯定要倒大霉了 真是的 不知道附加乃是统连城的豪门吗 我看啊 这几个人都是新来的 嗯 一定如此 四周的路人们 交头接耳 但都只是小声地议论着 似乎怕让人听到 林寒心中嗡了一下 难怪放出来的几条狗 都是斩尘老祖级别 不是豪门 又怎么可能做得到 他自然不会在意 别说他们几个人的战力 都是十分强悍 真要惹出大人物来 不还有一个小谷 可以推出来当挡箭牌吗 走走走 妞 要吃肉 虎妞不满地道 一边揉着小肚子 走走走 妞 要吃肉 小谷 有样学样 居然也揉起了肚子来 林寒不由头大 一个虎妞 就已经够让人折腾了 现在还要再来一个 虎妞的要求 显然是不容易拒绝的 因此 一行人便去找 酒楼吃饭 一边走一边 还在讨论 似乎根本没把 刚才的事情放在心上 路人们都是面面相去 显得惊讶无比 这几个人也太牛了吧 对啊 插手了傅家的事情 居然还敢如此漫不经心 可能人家有伴来呢 妾 你没听说过 强龙不压地头蛇吗 他们难道不知道 傅家老祖 买是摘月仙王麾下的 首席丹师吗 嘿 反正 他们是自己找死 这些议论 林涵几人就听不到了 因为他们 已经找到了一家酒楼 开始大快起了朵仪 嗯 好吃 好吃 虎妞左手拿着一只鸡腿 右手斜着一块红烧肉 嘴里还在嚼着 偏偏还能吐字清晰 这一点不得不令人佩服 小谷有样 可同样是吃 他说出来的话 就咕噜咕噜 怎么也不清楚了 所以说 吃货绝对是需要天赋的 林涵 女皇等人 则是要了点酒 正在卓饮 西仙玉在许多方面 都跟东仙玉不同 包括饮食方面 让他们都 想要品尝一下 几位 似乎心情不错 朗笑声中 只见门口多了一个人 因为背着光 他投下了一道长长的影子 也让他多了几分威严 这是一个年轻男子 一表人才 这一身青涩长袍 但眉毛微微向上 散发着一种张扬 富少 酒楼中其他客人 看到这个人时 连忙纷纷站了起来 恭敬行礼 富家 那是统连城的 巨无霸 地头蛇 而这个年轻人 名叫富岳 乃是富家唯一的第三代 可见其拥有 怎样的地位了吧 没办法 富家三代都是单传 人丁稀少 富岳淡淡一笑 大步走了进来 来到了凌寒这一桌边上 而他的身后 则是跟着一名 身材干瘦的老头 看上去无精打采的 一直闭着双眼 可偶尔之间一睁眼 却可以看到他眼球上 有无数的符文在交织 霸道的气势 一闪即过 先服 凌寒在心中 坐着推测 这个老头的实力深不可测 达到了让他揣摩 都是不能的地步 因此 至少也是仙府级别的人物 可要说 对方乃是生缘境强者 那凌寒还真是不幸了 这样的强者 会给一个小年轻 做跟班 靠 富家又不是先王势力 不介意 我坐下吧 富岳笑道 可不等凌寒几人开口 已经一屁股坐了下去 那你问的毛线 不介意我坐下吧 小谷见到新鲜玩具 立刻兴致勃勃地 学舍起来 富岳顿时 露出一抹不悦之色 你这是什么意思 在讽刺我吗 他哼了一声 到 阁下 莫要以为 我不知道 是你们出手对付了 我那几个不成器的手下 阁下 莫要以为 小谷一字不落地附属 而他显然有了进步 不只是简单的附属 而且还会声晦涩 生情并茂 表情动作 都是完全跟上的 这下 富岳真是生气了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凌寒微微哑然 这副家 不是城里的巨无霸吗 怎地这个富少如此闲 只不过抢女人没有抢到而已 这就亲自出马了 如此好色 好像也不太对啊 一个人好不好色 看他举动就能知道 而现在 这里有虎妞 女皇 柔妖女 这三个美丽爵士 妩媚万千的家里 可他却能够目不斜视 好吧 还是会偶尔拐上几眼 但这是 人之常情 碰 富岳在桌上拍了一记 他的涵养功夫 绝对算不得上城 也是 少年得志 城里谁不得让着他三分 需要敬畏谁 他又不知道 小谷有学舌的毛病 还以为对方 是在故意嘲讽自己 自然忍不住心头火起 呵呵 不用理他 他就喜欢模仿人 凌涵笑道 呵呵 不用理他 小谷还是最喜欢学舌凌涵 毕竟是他遇到的第一个人 连模样都是照搬的 看到这一幕 富岳才稍稍消了点木火 这个人似乎脑子有点不正常 奇怪 这对兄弟一个英俊神浪 而另一个却是傻兮兮 在娘胎里被欺负打傻了 我也不废话 那女人在哪 富岳问 第2034章 妄想症 那女人 哦 就是之前被十几条大汉 追的那个女人 这人还挺专情的 对那妞念念不忘吗 林涵摇了摇头 道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阁下 你想否认之前 对我那些下属出手的吗 富岳哼了一声 露出明显的不悦之色 林涵微微一笑 道 不能算是出手 我若真得出手 他们又有哪一个 还能保得下性命 这是大实话 区区几个斩臣而已 以分魂对斩臣的碾压 林涵斩杀他们 只需要一个念头而已 却不这么认为 富家 可是统连城的巨无霸 富家老祖更是 詹月仙王座下的首席丹师 谁敢捋富家的虎须 我不与你废话 交出那名女子 否则后果自负 她强硬无比 林涵哈哈一笑 道 不好意思 我可不知道 什么这女子那男子的 你还是找别人问问吧 敬酒不喝 富岳勃然大怒 右手探出 便向着林涵抓了过去 问 她的手上浮现出一个个符文 金光药动 有若天神 林涵危险惊讶 还真是小看了这个二世祖 居然拥有的魂级别的战力 而且 此人的境界 只是阴魂 却可以爆发出 地魂级的战力 显示出了黄者 芷薇 他抬手 向着对方的手腕抓了过去 狂妄 富岳冷亨 你弱智嘛 大家都是分魂境 因此 只能看出对方的大境界 但小境界是不显的 契机名单者 才能发现对方的气息 是比自己强还是弱 但只要一出手 那就一目了然 他们一个是阴魂 一个是阳魂 差了整整一个小境界 而且 富岳还是皇者 能够跃一个境界 无敌 那就是可以横扫的魂境 又如何是林涵能够匹敌的 你不躲不闪 居然还妄想伸手 将他拿住 这狗胆的有多肥 啪 清脆的响声之中 富岳的手腕 已经落进了林涵手里 稳稳当当的 什么 富岳的眼神 立刻就直了 满脸的无法相信 连他身后的那名老者 也是默然睁开了双眼 金光四射 有日月星辰再生成 再 破灭 气势无比可怕 让酒楼中 大部分人都是闷哼一声 有些人 更是直接吐起了蟹来 这是一尊仙腐镜强者 气息只要稍稍流转 便能够让斩成重创 还好 小谷伸出了一只手 将女皇等人 都是保护了下来 明明轻而易举 就化解了仙腐镜的攻击 可他却是满脸呆滞 一副傻萌的模样 靠 老者的眼睛 又瞪圆了几分 之前 他也以为小谷是个傻貌 可谁家的傻貌 居然可以修炼到仙腐镜 不 至少是仙腐镜 老者自认 他完全看不出小谷的修为 深不可测呀 不可测 林涵淡淡一笑 报 年轻人要懂礼貌 不要动不动就出手 咱们要以德服人 听他满嘴胡舟 女皇 柔妖女和天凤神女 都是 婉儿 这位夫君 总爱一言不合就贬人 可现在居然劝诫别人 要以德服人 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夫人了 小子 我们爱比吃饭 你要吃不过妞 就要学狗爬 傅月纸绝人升官都要崩溃了 一个阳魂镜 却可以轻易将自己拿住 任他怎么挣扎 都是无法挣脱 一个学蛇的傻子 却将他的护道人给震住了 这个组合 怎的那么强大 难道这整个事件 都是巨大的阴谋 目的 就是为了引他现身 从而将他拿下 向傅家勒索吗 好大的胆子 他们 可是摘阅先王的人 而且他爷爷还是首席丹师 堪称先王跟前的大红人 胆敢对付傅家 那跟和先王挑衅 有什么区别吗 你们究竟想要什么 越是在这样的危急时刻 傅月反倒越是镇定 有皇者之风 凌寒亚然 道 你向我出手 却问我想要什么 不觉得有些颠倒黑白了吗 哼 少说 废话 想要赎金 是不是 傅月直接道 这个 一亿星石 够了吧 傅月不等凌寒说话 立刻就直接出嫁了 那个 只能这个数 不然交易就作废 傅月断然说道 凌寒无语了 他压根就没有想要做绑匪呀 而且 虽然他一只手抓住了对方 可这是自卫对不对 为什么事情 突然就向着绑匪 人质的方向歪了 而且还歪得那么 顺流 见凌寒不说话 傅月还以为他是同意了 便向着那老者道 于伯 麻烦你走上一遭 取一亿星石过来 少爷 那你 老者不放心 他的职责 就是守护傅月的 安全 可现在自己没能将人看住 让少主落于他人之手 还要暂离 万一对方四票呢 放心 我相信这几位都不是笨人 知道我活着才有价值 傅月淡淡说道 显得十分从容 更有一种豪迈 好 老者 不再拖泥带水 应了一声事后 转身就走 几位 还请稍坐 一亿星石 可不是一时半会就会凑齐的 傅月说道 一副虽然我落在了你们手里 可主动权却还在我手里的模样 林涵诸人互相看看 都能够从对方的脸上 看到相同的表情 这个傻逼 唉 林涵松开了手 道 我说 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妄想症 傅月揉了揉有些 捏腾的手腕 道 阁下 你已经站进了上风 何必还冷言讽刺 他自然不以为 林涵是放了自己 而是对方有着绝对的把握 就算放他自由 也不可能逃脱 林涵拍了拍傅月的肩 道 你绝对是我见过的 最具有想象力的人 傅月自然以为 林涵是在调侃自己 只是冷哼一声 根本懒得理会 林涵摇摇头 道 我如果告诉你 我根本不认识你所说的那个女人 你像不相信 不相信是吧 不过这确实是真话 我只是路见不平 见不得几个大男人 欺负一个弱女子而已 刚才是你先向我出手 我只不过自卫而已 你的 想象力却是起飞了 以为我要将你拿下索取书金 哈哈 傅月先是不信 靠 你以为我这么傻吗 他哼了一声 道 那我现在离去 你不会阻止我 请便 林涵折指大门 傅月将信将疑 走了过去 见林涵几人都没有阻止的意思 扭头道 我真的要走了 请 第2035章 找贼 傅月走出了门 可只是一会 他又探头进来 我真的要走了 林涵点点头 又做了一个随便的手势 傅月夫又离去 可过了一会会 他居然重新走进了大门 又一屁股坐了下来 我真得误会了你们 他满脸的猛逼 嗯 林涵几人都是点头 此人虽然是个皇者 但更是一个逗逼 傅月不敢 相信自己居然闹了一个这么大的乌龙 可刚才他确实完全可以跑掉 证明了对方完全没必要故意骗他 靠 他真成傻帽了 他哀声叹气 脸都红了 过了好一会 他才道 我虽然误会了诸位 但也是有原因的 顿了一下 他又道 你们也误会了我 我可不是仗势欺人之徒 看出来了 林涵点点头 不然他也不会和对方客气 虽然天底下的色狼 恶霸杀之不绝 可只要遇到 他便不介意随手杀掉 如果傅月真是这样的人 他早就是个死人了 那个女子 假意入我家未必 却是将我祖父 刚刚炼制成的不死单偷走 被仆从们发现 才会一路逃逸 我得到消息时 立刻追击而出 却已经晚了 傅月说道 咦 还有这样的曲折 果真如此 林涵 皱眉 如果真得如此的话 那他们可就好心做了坏事 以我傅家的声誉启示 绝无虚言 傅月正容说道 林涵点点头 到 那还真是一场误会 他们误会了傅家人 追击那名女子的目的 而傅月则是误会了 他们想要 拿下自己来换取赎金 那就去找人 林涵立刻站了起来 人海茫茫 上奶去找 傅月叹了口气 捅连城的人口 一百亿计 而疆域之大 更是惊人 想要找出一个人 自然是难如登天了 妞来找 虎妞自告奋勇 傅月毫不报信心 一个能够提出 和别人比吃饭的家伙 又能够有什么作为 林涵却是哈哈一笑 到 妞 带路 嗯 虎妞立刻起身就走 但走了几步 连忙又跑了回来 将桌上没吃完的菜 全部打包抄起 这才大拨行 傅月更是不能相信了 连连摇头 走吧 林涵一把江傅月拉了起来 以她的力大 傅月根本不可能抵抗 一行人出了酒楼 重新回到了 当时遇到那名女子的地方 虎妞皱着小鼻子闻了起来 过了一会 她指着道路道 那 靠 你是狗鼻子啊 傅月不由在心中吐槽 可当着面自然是不能说的 而且 虎妞还如此美如天仙 让她也不认这么说 林涵等人 却是对虎妞充满了信心 小丫头的鼻子比狗还灵 一路走走走 虎妞时不时便会停下来 然后带着众人左拐右绕 翻山越岭 整整两天之后 他们来到了一座小村庄 有青烟生气 有草狗汪叫 一派田园风光 就是这脸 虎妞指着村庄说道 这脸 傅月自然不相信了 摇摇头 满脸都是怀疑 走吧 林涵拽着她 就走 一行人进入村庄 立刻就有一群小孩子围了上来 看着女皇 虎妞充 目不转睛 他们真的没有见过 如此漂亮的人 只觉都跟仙女似的 林涵一行人 停在了一户人家的门口 一间普通道极致的茅草屋 就是这里 傅月连连摇头 她听下人说过 那个女贼是斩尘精的修为 斩尘在仙域 虽然没有资格成为强者 但绝对也能算得上是人物了 放到有些小城去 都能建立势力 熊霸一方 居然窝在这么一个小地方 谁相信啊 林涵却是向那些小孩问道 有谁知道这里住着什么人 诺 谁第一个回答 这里有两块糖奖励给她 她拿出了两颗糖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也知道 小孩们都是争先恐后地道 纷纷抢着回答 便是虎妞都蠢蠢欲动 这些糖原本就是为了引诱她而准备的 这里住着一位大哥哥和大姐姐 大姐姐可漂亮了 不过没有这几个姐姐漂亮 他们搬过来才只有两年多 大哥哥生病了 老是咳嗽 我还见过他吐血呢 林涵笑了笑又拿出一些糖 分给了这些小孩 然后道 多玩具吧 顿时 小孩们一哄而散 林涵推开了茅草屋前面的篱笆墙门 一条小道 两边种着花草 娇艳得很 与这个简朴的村庄有些格格不入 茅草屋的门是虚掩着的 林涵还没有去推门 便听到里面传来了咳嗽声 他用手轻轻一推 门便开了 里面的家具无比简单 只有一桌一柜一床 而床上躺着一名男子 正在剧烈地咳嗽着 一边还在吐血 似乎要将整个内脏都是吐出来 咳 你是谁 那男子发现了 林涵 勉强抬起头来 现出了一张清秀的脸 只是太过苍白了 没有半点血色 咦 有不死丹的药味 傅月突然鼻子一皱 猛地就窜了出来 你服尸了 不死丹 那男子大惊 连连摇头 道 我没有吃不死丹 你们弄错了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傅月再无半点怀疑 虎妞确实找对了地方 而不死丹 也被这个男人吃了 他勃然大怒 不死丹 可是摘月仙王下令 让他祖父恋旨的 现在被此人吃了 怎么向仙王交差 不用紧张 我们没有恶言 林涵笑道 一只手 按在了那男子的身上 目之本源之力 发动 向着男人涌了过去 充满生机的力量 涌过 那男子的咳嗽声 立刻停止 苍白的脸上 居然现出了一抹红韵 你这是被人打伤的 林涵说道 那人应该有杀你的能力 却只是让你受了重创 用意甚毒 是要让你受尽折磨而死 那男子的脸色一变再变 最终却是化成了一声长叹 道 你说的 没错 事情确实如此 说来听听 林涵很感兴趣 之前他以为那女贼偷了不死丹 是为了卖钱 或是换取其他利益 可现在看来 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不死丹一共有食客 你一定没有吃完 剩下的在哪 傅月却是问道 唉 你这人会不会说话 没看人家是病号吗 林涵一把将 傅月拎了起来 丢到了边上 你慢慢说 他又看向那名男子 傅月不由郁闷 人家可是四心单世的亲孙 你至于这么对我吗 第2036章 故事 我叫郭明 那男子说了起来 我出身普通 但武道天赋不错 败入了新月宗修习武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我遇见了一个人 那就是我现在的妻子 刘雪岩 雪岩是新月宗三长老的孙女 身份地位 远不是我这个小小的外门弟子 可比 原本 我以为雪岩高不可攀 可缘分这个东西 谁又能说得清楚 可我和雪岩 倾心相恋时 却遭到了反对 不只是三长老 还有七长老 三长老 欲拉拢七长老 便有意让双方的后代 结为夫妻 七长老 有个曾孙 叫阮东相 本来就对雪岩 有意 得了长辈的支持 自然整天就是赖在了雪岩身边 雪岩几次向三长老 推托婚事 都是无果 被阮东相自然冷冷淡淡 阮东相遗恨于我 便用七花七毒掌 重创于我 要我在痛苦之中死亡 雪岩得知之后 便带着我离开了新月宗 为了躲避追踪 我们一路上 都是小心翼翼地掩饰行踪 直来到这里 我的伤势 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便不得不停下 雪岩得知 这里有位大丹师 便去应聘为侍女 用了两年功夫 终是获得了接近丹房的机会 为我偷来了 不死丹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雪岩是无辜的 你们想怎么样都行 都对着我来 嗯 好可怜 抽气声响起 只见傅岩已经泪流满面 气不成声了 这 好夸张 林涵几人面面相去 只觉这位二世祖 也真是多愁善感 刚才还恨不得 把人家的肚子 剖开取回不死丹 可现在却因为 人家的爱情故事 而哭得稀里哗啦 喂喂喂 你太夸张了吧 林涵拍了拍傅岩的肩 哦 你不觉得很感动吗 傅岩抽气着 是有点 但也不至于如此吧 林涵打了个寒战 只觉这个家伙投错胎了 如此 多愁善感 应该当个女人的 至少一个女人 被感动得如此稀里哗啦 应该没有人会说什么 呜呜 好可怜 太可怜 傅岩旁若无人 自顾自的感动 这让郭明都是 有些无语了 虽然他是当事人 偶尔也会神伤 可男儿有泪不轻弹 怎么可能哭成这样 别说是他 就是流血岩 也没有哭得这么惨过 喂 你要丢脸丢到 什么时候 林涵叹了口气 不要打扰我 让我多哭一会 虎妞不耐烦了 啪 就是一脚踹了过去 顿时复月就飞了 将茅草屋生生 砸出了一个窟窿 然后瞬间就化成了 一个小黑点 可怜的娃 明哥 只听一声叫呼 充满了急迫感 然后一个女子 就砰的一下闯了进来 正是 之前遇到 林涵一行人的弱女子 流血岩 发现屋里有好几个人 而且个个都是苦主食 流血岩不由地 翘脸一白 这是东窗事发 找上门来了吗 此事与明哥 无关 都是我干的 要寡要杀 都冲着我来 他大声道 不 是因为我 冲着我来 郭明也抢着说道 是我 不 是我 两个人 都是争着 把责任往身上扛 抗力情深 林涵不由摇摇头 道 你们两个傻呀 还想独扛责任 肯定是两个一起抓了 不 你不能这样 郭明夫妇同时摇头 满脸的大孔 血岩 我们下辈子再做夫妻 好 明哥 这对小情人互相看着 突然齐齐出手 对着自己的天灵盖拍去 要镇破石海 一起自杀 林涵伸手一按 嗡 一股大力涌动 让两个人的动作 都是停了下来 我说你们 也太冲动了吧 他叹了口气 我又没说是来抓你们的 是哟 郭明小夫妻互看一眼 都是从对方的眼神中 看到了惊计 差点就殉情了 林涵无语 你们庆幸的毛线啊 要不是他出手 你们两个都已经挂了 怎么竟让他遇到这样的人呢 这毒伤 我想我应该能够解掉 林涵沉吟了片刻 才说道 真的 郭明小夫妻同时惊呼 都是不敢相信 林涵点点头 问道 那个阮东像应该是分魂镜吧 天魂或是得魂 得魂 流血炎立刻说道 顿时对林涵多了几分信心 如果是先辅镜出手 林涵就无能为力了 但分魂的话 那大境界一样 林涵还拥有木之本源 这是生机最强的本源之力 理论上可以治疗一切伤势 天底下需要人帮忙的事情很多 林涵不是烂好人 不会多管闲事 但这件事既然让他遇到了 那么他也愿意在自己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帮上一把 太可怜了 一定要帮助他们 傅月又回来了 眼睛都已经肿了 这家伙 也是没救了 林涵道 你们先出去 我要施展功法 替他治疗 好 好 流血炎连忙点头 如果林涵还有恶意的话 那根本不用如此麻烦 直接出手就行了 他没有任何的反抗手段 你也出去 林涵对着傅月道 哇 我也要 傅月有些傻愣愣地 出去 出去 虎妞出手 一把将傅月拎了起来 啪啪啪就往外走 将人赶出去 自然是为了防止 曝露黑塔之命 林涵一掌 将郭明震晕 然后带着对方进了黑塔 时光之力流转 黑塔中的时间 以千倍的流速加快 他开始治疗郭明 目之本源之力发动 进入了对方的体内 一点一滴地去除这毒性 如果林涵与阮冬香 直接交手的话 那么可能他几百招内 就能结果了 对方 可要去除对方 留在郭明体内的 毒性 那就没有如此简单了 一句话 破坏比建设容易 更何况是 大破坏后的大建设 这个只能靠水魔功夫 而且还是因为 林涵本身 就修炼了不灭天经 对于生与死 有着超越 普通分魂境的领悟 否则的话 大部分武者 都只会杀人打架 让他们救病之人 拜托 时间如非 眨眼间 黑塔中就过去了三年 林涵终于收回了手 长长地松了口气 郭明体内的毒素 已经被他完全把除了 他露出一抹微笑 在这个过程中 他对于木之本源的运用 又多了几分理解 既救了人 本身又有所得 果然 老天爷不会亏待好人 第2037章 阮东香追至 林涵带着郭明出了黑塔 然后朗声道 可以进来了 明哥 刘雪岩立刻扑了进来 看到正躺在床上的郭明石 连忙将目光凝住了过去 这一看 顿时让他激动无比 对方的脸庞红润 气息稳定 哪里还有半点受伤的模样 好了 完全好了 仅仅只用了区区一天的功夫 恩公 他立刻跪了下来 林涵虚身一掌 将 刘雪岩扶了起来 然后再一掌 将郭明镇醒 雪 雪岩 明哥 这对小情人拥抱在了一起 都是大哭起来 他们这回可说是死里逃生 自然充满了劫后余生的激动 明哥 你真得全都好了 刘雪岩呢喃着说道 好了 全部都好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不是 这对小情人太激动了 居然忘我的开始激稳了起来 好感人 好感人 傅月在一边瞎激动 看到傅月这一面后 能再指示这个家伙了 会被闪瞎眼睛的 林涵 妞 也要轻轻 虎妞嘟着嘴凑了过来 林涵哈哈一笑 转头在虎妞的唇上 轻轻点了一下 人家也要 柔妖女也凑了 过来 哪凉快哪带着去 柔妖女不由哀怨 这个臭男人 真是的 只不过要他亲一口而已 至于这么小情吗 亲一口 亲一口 石磊兄妹 则是起哄 刘雪岩 一声大喝 传来 轰隆隆地回响 刘雪岩和郭敏 顿实脸上色变 这个声音 他们真是太熟悉了 正是带给他们 无穷痛苦记忆的那个人 软东相 你们以为逃得出我的 手掌心 软东相的声音传了过来 没有现身抓你们 只是想让你看看 敢跟我强女人 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三天之内 郭敏身上的毒伤 就会全面爆发 七日之内 便会暴毙 我要陪着你 看着这个垃圾死透 再带你回去 怎么办 刘雪岩向着郭敏看去 好不容易 才将丈夫的伤之好 可软东相 这就已经追之 像是催命服似的 郭敏咬了咬牙 突然向着林涵跪了下去 报 恩公 我知道已经成你救了一命 不应该再求你什么 可我现在别无他法 只有求你 我希望恩公 可以护送我夫人安全离开 作为回报 我有一件宝物 愿意送给恩公 不 明哥 刘雪岩 扑在郭敏的背上 我要与你同生共死 雪岩 两个人都搂成了一团 哭吧哭吧 珍惜你们最后的时间 外面软东相则是狂笑 林涵看着这对小情人 不由想到了自己的父母 当初他们应该也是如此吧 不同的是 母亲的肚子里还怀着他 既然刚刚才救了郭敏的命 那自然不能右眼睁睁地看着他挂掉 他笑了笑 走出了茅草屋 恩 你是谁 软东相见屋中居然走出来一个不认识的男人 不由脸色一黑 靠 那件女人该不会给他戴绿帽子了吧 不过 紧接着林涵出来的 还有几名女子 一个个都是美若天仙 让他不由地连咽几口口水 倒是忘了刘雪妍 可能给他戴绿帽子的事情 我 林涵淡淡一笑 路人甲 软东相哼了一声 道 既然知道自己是路人甲 那就与你无关了 不要多管闲事 我从来都不喜欢多管闲事 只是想要揍你一顿 林涵说道 揍我 软东相一愣 然后不由地失笑 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 一个渣渣 软东相的脸色沉了下来 道 我乃新月宗七长老的四十孙 我曾族 乃是仙府晶大能 在仙狱 仙府晶确实可以成为强者了 林涵凹了一下 道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跟我要揍你 又有什么关系 我本身更是地魂强者 软东相继续说道 以我的实力 以我的 绅士 你还想与我为敌吗 你废话太多了 林涵大步而行 向着软东相走了过去 真是多管闲事 软东相嫌恶的道 不过目光扫过女皇等人时 不由露出一抹 邪恶的笑容 不过 我应该感谢你 给我送来了这么几个美人 碰 他这道笑容 才刚刚露出来 脸上 就重重地挨了一圈 整个人立刻便被打飞了出去 你竟然还真敢出手 软东相爬了起来 摸了摸鼻子 一看 手上全是鲜血 他不由发抖 不是害怕 而是愤怒 从小到大这么多年 他何曾被人打过 而且还是打在脸上 你激怒我了 他右手一震 一道道光线出现 共有七道 七花七毒涨 刘雪岩的声音响起 他与郭明也走了出来 他的与生中带着强烈的金句 毕竟艾郎被这一世 毒涨折磨了好几年 差一点就挂了 恩公小心 这毒涨是七掌老一脉的绝学 传说的自一个远古遗迹之中 甚至可能是声援近级别的秘书 他连忙提醒林涵 林涵只是一笑 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这给郭明驱毒不易 可以他的体魄 想要让他感染毒素的话 那至少 也得是先附近级别的剧毒 说到底 毒其实也是天地规则 没有什么不同 不错 七花七毒涨 阮东香傲然说道 中了七花七毒涨的人 要受足整整七年的折磨 身上会相继开出七花 七花全开 便会在七天之内溃烂而死 他看着郭明露出冷笑 这小子的第七朵花 应该已经开出来了 死亡之期近在咫尺 咦 太奇怪了 那小子 怎的面色红润 跟个没事人似的 不可能啊 太奇怪了呀 难道毒伤化解了 这怎么可能 阮东香有着绝对的把握 便是先附近强者出手 也无法化解掉他中下的七花七毒涨 原因很简单 破坏比建设容易 毒素已经完全与郭明的身体结为一体 想要消灭毒素 那就只有将郭明的身体一起摧毁 那和杀了 郭明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 这是无解的 也许生缘强者可以尝试着化解一下 因为新月宗的最强者 也不过先附近 他自然不可能请来一位生缘境强者来试上一试 软冬香 你没有想到吧 我的毒伤居然化解了 郭明红着眼睛说道 恨不得食软冬香的肉 第2038章 法指对拼 这七年可以说是郭明有生以来最最痛苦的七年 若非因为流血炎的关系 他可能早就自杀了 哪怕流血炎替他偷到了不死蛋 可那也仅能掉出性命 该吃到的苦头 还要全部收纳下来 让他多活个几年 再被七花七毒掌弄死 毒伤 从来都是需要专门的药物才能化解 现在被林寒从地狱深渊中解救出来 你说 郭明对软冬香会有多么痛恨 而对软冬香有多恨 对于林寒就有多么的感激 软冬香的脸色阴沉无比 因为对这个人太狠 想要让他受尽了折磨才死 可对方偏偏还站在了他的面前 一副我完全好了的模样 这让他无法接受 路人甲 你不但喜欢管闲事 而且还管得太宽了 软冬香森然说道 杀气如赤 哦 林寒点点头 展颜一笑 这么说起来 我确实挺喜欢管闲事的 你不服 来咬我呀 牙尖嘴利 软冬香冷哼 他右手一震 手中已是多了一张卷轴 这是他曾祖父赐给他的护身至宝 乃是这位七长老亲手所制的法指 一旦揭开的话 将轰出天魂巅峰级别的攻击 正因为有这张法指在身 软冬香明明之前被林寒一拳轰飞 可还是信心满满 当然了 他也想要拥有更强的法宝 可星月宗只是三星势力 能够给他这张法指 已经很不错了 你想用这张破指吓唬我吗 林寒笑道 恩公小心 这可不是破指 而是法指 郭明连忙提醒道 林寒不由汗 真以为他很无知吗 软冬香则是大笑 不错 这正是一张法指 可以轰杀一切分魂 论战力 你确实要比我强伤那么一顶点 可说到宝物 你拍马也不能与我相比 傻叉 傅月摇了摇头 恩 软冬香看了过去 不由露出一丝怒容 怎么接二连三 总有人要和他捣乱作对呢 你就是个傻叉 傅月也取出一张卷轴 我这也有一张法指 咱们来比比 之前被林寒一招救情下 导致他连底牌都没有来得及揭开 身为附加三代单传的男丁 他会没有点厉害 法宝在身上 主要是林寒出手太快 而他也没有料到 在统莲城也会遇到危险 软冬香不由吃笑 一群渣渣而已 能多拿出什么好东西来 肯定是在吓人 你们非要找死的话 那就成全你们 他恼羞成目 想他在新月宗 可是横行霸道的主 在这里居然接连被嘲讽 而且还被打了一拳 这让他杀气如斥 他立刻就揭开了卷轴 一道黑光扑开 凝成了一个个字符 但没有一个符号可以认得出来 这是大道符号 是属于天地的文字 当卷轴完全打开后 所有字符纷纷破碎 然后凝成一头黑色的巨兽 虎头 牛身 歇尾 头上还长着一根独角 猙獰一声吼 四周的空间顿时被纷纷破碎 林寒出手 空间规则运转 将所有一走的规则之力统统 收容起来 否则这个小村庄 将瞬间被震得粉碎 软冬香看在眼里 并没有太过震惊 因为这只是法指的一丝威力而已 被林寒挡下来也正常的很 简直若不可言 傅月不屑说道 也将卷轴拆开 嗡 荧光赤射 只是现在散发出来的光而已 照在那头黑色巨兽的身上 便让这怪物开始了溃散 就好像鸡血遇到了火焰 什么 软冬香大惊失色 法指可是他的最强 也是最后的手段 可威力还没有发挥呢 便已经要被干掉了 这让他心脏都要炸裂了 法指这玩意 绝对是一个势力底蕴的体现 道理很简单 相对于仙气 准仙气这种法宝 法指的制作要简单许多 只要使用达标的仙兽皮为止 再以仙兽血为末 那么在境界上达到斩尘 谁都可以制作法指 法指的威力越大 那么对于制作法指的材料要求也越高 比如用分魂 仙斧级别的皮毛 鲜血 书写者也得是分魂 仙斧级别的强者 纵使这些材料也不便宜 但比起其他来 这确实还是最最容易制作的东西 他拿出了一张仙斧镜强者 制作 分魂攻击力级别的法指 却连对方的一道光 都是无法承受 这差距有多大 一个大境界的碾压 能够拿出仙斧镜攻击力的法指 这是什么概念 对方的身后 至少有一尊仙斧镜 甚至是声援镜 软东向的优越 敢自然 立刻崩碎 而如果对方是四星势力的传人 那他就真的是踢上了一块铁板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认说 他连忙大叫道 这张法指才打开这么点 就威力如此可怕 那全部打开之后 又有多么可怕 他可不想死 你说认输就认输啊 傅月吃了一声 毫不迟疑地将卷轴全部打开 顿时荧光大赤 咻 一道剑光从卷轴中飞出 刷的一下就斩到了软东向的身前 直掠而过 剑光涌过 软东向整个人也完全消失了 这法指之威 可比仙斧镜 而仙斧镜对分魂出手 要让对方彻底消失 又有什么好 奇怪的 靠 浪费啊 林涵摇头 轰沙软东向这种渣渣 居然也需要动用仙斧镜的法指 真是有钱烧的 不过 反正不是他的 傅月向着林涵矜持一笑 这一击主要是给林涵看的 表示 我其实也是很厉害的 当然了 他这个人特别容易感动 也有替郭明夫妇出气的用意 啪 他的后脑勺上 立刻挨了一巴掌 只听虎妞道 丑八怪 你这什么表情 什么眼神 想造反呀 这一掌的力量极大 愣是打得他一个量枪 傅月不由郁闷 他只是想要摆弄一下而已 至于这么对他吗 恩 恩公 你们闯祸了 郭明则是金代 那可是新月宗七长老的四十孙 现在却是死在了这里 这将引发轩然大波 林涵耸了耸肩 道 关我毛氏 人又不是我杀的 傅月则是傲然一笑 那又如何 新月宗敢来找我报仇 不成 傅家可是四星势力 区区三星势力 怎么敢来自寻死路 再说了 就算双方的实力对比交换一下 这不还有一尊仙王罩着傅家吗 林涵摇摇头 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你虽然用了一张法纸 可并没有杀了那什么软冬冬 第2039章 黑色纸环 不可能 傅月立刻表示 不幸 仙府法纸发威 难道还不能轰杀一名小小的分魂 开什么玩笑 林涵则是笑道 要不要打个赌 什么赌 傅月立刻问 一亿 星石 傅月不由的脸色一久 这让他想起了 自己弄出来的乌龙 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呢 就让人去拿一亿星石来给自己赎身 好 他立刻答应下来 既然有人要给他送钱 他当然没有不允的道理 林涵这才悠悠道 这个阮冬冬并非主身 而只是他的一道分魂 那 傅月一正 你确定 啪 他的后脑勺上 立刻挨了一巴掌 只听虎妞气鼓鼓地道 妞的林涵说 那是分魂 那就肯定是假的 怎么了 你想来账吗 女皇也流露出森然之色 敢坑他们老林家的钱 傅月不由郁闷 这不是开黑店吗 说是假的 就是假的 连怀疑一下都不行吗 林涵哈哈大笑 拉着傅月往前走 你 仔细留意一下 分魂是由主体 抽出一道神魂凝成的 与主体最大的区别 就是在神魂的量上 傅月用心感应 一会之后 他不由靠了一声 倒 果然是分魂 虽然 软东向的神魂 已经被震碎了 但时间还近 要感应出大概的量 还是不难的 谢谢灰国 一意星石 林涵伸出手 谢谢 谢谢 虎妞有样学样 也伸出了手 小谷更加不甘示弱 眼巴巴地伸手 靠 你们这样真的好吗 傅月不由满头冷汗 这三个人都很强 可怎么就一个个 都很不靠谱的模样呢 还好没死 郭明则是松了口气 失去一个分魂 固然是大伤 但只要人不死 什么都可以修炼回来 不过 他又有点失落 阮东明没死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 他和流血盐 还要受到追杀呢 我是耐障的人吗 傅月不爽得道 好 跟我去取赎金 哦不 堵住 林涵几人都是大笑起来 这个家伙真有点逗逼 恩公 请留步 郭明连忙说道 嗯 林涵 转过身看他 承蒙恩公两次相救 我身上并没有什么贵重之物 只有一件祖传的东西 郭明取出一枚戒指 向着林涵递了过去 愿赠送给恩公 什么东西 虎妞好奇 一把 便将这枚戒指抢了过去 我也不知道 郭明苦笑着摇头 据说 这是我家祖上无意见所得 大概是 几百万年前 祖上一次进山砍柴 争夺一件物品 最终 一人获胜 可没过一会 也因为伤势太重而死 他们所争夺的那件宝物 便被祖上拿了回去 便是这枚戒指 但直到祖上过世 还是没有研究出 这枚戒指 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一代又一代 郭家的先祖 都想要知道 这枚戒指的珍贵之处 但无一例外 都是徒劳 传到我手里时 我也研究过很长时间 还在新月宗 翻阅了许多古典 但依然没有收获 虽然这可能毫无用途 但我还是想将它送给 恩公 也许 在恩公手里 它会发挥出作用来 妞的 虎妞将眼睛一瞪 对郭明道 怎么 你想抢妞的东西 落入她手 自然就是她的东西了 傅月则是想要对天长气 明明她也出力了 为什么这对小夫妻 连对她说声谢谢都是欠缝 而且 她还没有和这二人算 不死单的账呢 林涵不由好奇 从虎妞手里 取过这枚戒指 放在手心里 看 这枚戒指 还真是简单 就是一个小黑环而已 上面没有任何的点缀 林涵开始以为 这可能是一件空间宝器 但任她怎么用神魂接触 都是毫无反应 那应该不是了 她用力一捏 却是亚然发现 这玩意居然纹丝不动 这很惊人 林涵现在的力量 有多大 二星准仙晶 得化 被她一捏 就会出现一个指印 三星准仙晶 都可能微微有些变形 可现在 这指环纹丝不动 要不要用仙魔剑来对付一下 这个念头 在林涵的脑海中 一闪就过去了 她摇了摇头 万一这玩意 真的有大用吗 被仙魔剑吞噬就太亏了 还是想要试试啊 林涵忍不住将仙魔剑寄了出来 她会及时控制的 只是想要 试上一试 她将指环放在仙魔剑的剑身上 嗡 仙魔剑轻轻颤动 可让林涵震惊的事情出现了 指环毫无反应 这 仙魔剑现在 虽然只是四星准仙晴 可之前已经说了 什么 三星 五星 十星 都只是人为划分的 从精细规则的本质上来说 神铁之后 就是仙晶 并没有准仙晶这个概念 所谓的准仙晶 是由一层层二十阶神铁融合打造而成的 从本质来讲 依然是二十阶神铁 也就是说 仙魔剑吞噬一星准仙晶 和十星准仙晶 是没有半点难度之分的 只是十星准仙晶 融合的神铁更多 吞噬起来 需要的时间更长而已 不能被仙魔剑吞噬的话 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 这根本就不是金属 那仙魔剑自然无可奈何了 可灵寒能够断定 这绝对是金属 或真价实 童锁无期 因为它拥有一道精细的天地本源 要还不能辨别 这是不是金属的话 那它不如跳河算了 可既然是金属 却不能被吞噬 便是第二种可能 这是仙晶 严格来说 仙魔剑现在仍是神器 还是神铁 准仙器之名 只是仙玉人的衬法 既然如此 神铁又怎么可能吞噬仙晶呢 不怕撑死吗 所以 仙魔剑毫无反应 只还也纹丝不动 仙晶 凌涵忍不住心中狂跳 这是一件仙王宝器吗 难怪被人争得头破血流 甚至同归于尽 为了 这样的至宝 确实会让人心动无比 它并没有告诉郭明 关于自己的推断 首先 这二人的实力太弱了 真弱让他们知道 自己身怀仙王宝物 对他们来说反倒不是好事 一个漏嘴 就可能惹来杀身之祸 二来 他们几百万年 都没能研究出 这枚戒指的用途 放在他们那里 也是浪费 凌涵取出一些丹药 往郭明那里塞 笑道 这枚戒指有什么用途 我一时半会也不清楚 但我可以肯定 这确实是一件宝物 不不不 恩公 你救了我们两次 我们怎么还能要你的东西 郭明夫妇 则是推辞 第二零四零章 少爷疯了 郭明夫妇百般推辞 他们真得不好意思 再拿凌涵的好处 可架不住凌涵的坚持 只能将那些丹药都收了起来 凌涵还送了他们些轮回树茶 尽他的可能补偿郭明夫妇 尽管他现在也不知道 那枚戒指有啥用 但光是冲着那是仙精打造的就值了 顶上 傅月则是满脸的忧伤 他也出力了呢 为什么好像被遗忘了呢 你们都太坏了 郭明夫妇决定过几天就离开统连城 这一次郭明身上的七花七毒涨也没了 相信阮东象应该不可能再追到他们了 好了 我们也该走了 凌涵伸了个懒腰 傅月把玩了一下郭明夫妇还给他的单瓶 这里面还有九颗不死单 他将单瓶收了起来 到 先去我家吧 他可从来不是欠债不还的人 怎么 想给我们射套 将我们一网打尽 凌涵笑道 是啊 你们不敢了吗 傅月即将 啪 虎妞一巴掌抽在傅月的后脑勺上 丑八怪 说话要有礼貌 傅月哀怨 你打人就有礼貌了吗 这话 他可不敢对虎妞说 这两天已经吃足这丫头的苦头了 而他也有了清醒的认识 那就是 再美的女人 也可能暴力无比 温柔 从来就和长相没有关系 好 收赌债去 凌涵笑道 他本来只是和傅月开个玩笑 但对方非要给他一意欣识的话 那他也没有拒绝的道理 是不是 毕竟些魔剑距离真正的仙气 还有些遥远 正需要大把的欣识 一行人回城 回去就不用虎牛到处乱袖了 因此 他们的速度就要快上许多 差不多一天多一点的时间 就已经回到了主城区 少爷 一到这里 便见有许多人围了过来 回首之人 正是傅月的护道人 老头目目 道 你们这几天对少爷动了什么手脚 不然的话 悄悄消失又是什么意思 于伯 星石呢 傅月问道 哦 在这 于伯取出一只空间戒指 傅月啪啪啪走过去 取过之后 又啪啪啪地走到灵寒身前 将戒指丢了过去 我傅月的毒品 绝对没有问题 看到这一幕 包括于伯在内 所有人都是傻了 靠 你脑子被驴踢了呀 刚才明明都能逃出魔掌了 可居然还主动过来 拿了赎金去给灵寒 这是有毛病吗 难道这不是少爷 于伯 连忙用神石扫过 可半点也没有问题啊 这就是自驾少爷 少爷 难道你的分魂被扣下了 于伯问道 不然为什么会这样呢 尽管分魂死了 并不会对主体造成创伤 但分魂可是 主体奋出一道魂魄 进入其中的 那肯定 还是会影响到主身 尤其是对于要冲击 武道高峰的天才而言 这影响是巨大的 这几位是我的朋友 朋友 有这样的朋友 一上来就结了人家 一意心识的 完蛋了 少爷真的不正常了 这几天到底经历了什么 在一众人瞪直的目光中 傅月将灵寒几人 迎进了傅府 好生款待 因为傅月可是三代单传的独苗苗 他被绑架的事情 连傅老爷子都被惊动了 魄力召见了灵寒 而灵寒知道 这位傅伯父老爷子 乃是四心丹师后 便也欣然答应 见过傅前辈 被傅月领进大厅之后 灵寒便向着那坐在主位上的老者 行了一礼 傅伯 统连城事实上的主宰 摘月仙王 坐下的首席丹师 不但是四心大师 而且在武道上 也迈进了生元境 虽然丹师同街一战的实力多 很弱 但生元境 毕竟是生元境 要镇压任何一个仙府 都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免了 老爷子抬了抬手 他满头白发 连眉毛 胡须都是白的 但皮肤红润细腻有弱 因而 他盯着灵寒看了一阵 才开口道 据说 你绑架了老夫的孙子 一上来就给下马威啊 灵寒笑了笑 道 前辈误会了 哦 既然是误会 你怎么收了我夫家一亿的心识 老爷子淡淡说道 看来 老头子 想要将这一亿心识收回去 灵寒自然不会答应 进了他口袋的东西 又怎么可能 有交出来的道理 他立刻转过话题 道 在下 有一个单道上的问题 想要请教前辈 咦 傅伯立刻露出哑然之色 他知道 灵寒是武道天才 只是阳魂而已 便能镇压他的孙子 而能够培养出地者的地方 就只有先王大教 这也是他为什么 只是给灵寒施压 却没有动促的原因 被黑的东西要拿回来 但同时又不能得罪得太过 可灵寒居然要向他请教 单道上的问题 跟你压有什么关系 灵寒却是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离开东仙狱后 这么多年来 他也从来没有放下 对于单道的钻研 也确实积累下来了许多问题 傅伯先是不以为然 但很快就神情大理 最后更是露出了激动之色 天才 这是一个单道天才 傅伯并没有收徒 而是将一身单道 领悟都传给了儿子 可儿子却没有在单道上的天赋 勉强也只是成就了一心单师 而孙子也只在武道上 天赋很高 无法继承他的一波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遗憾 担心自己的单道所学 就此失传 现在默然看到一个单道奇才 顿时让他心中激荡 忍不住就想收之为徒 将自己所学相传 这惜财之心一起 不管凌寒问什么 他都是惜心讲解 唯恐让这个天才误入了歧途 那就是整个单道的损失 会让他痛心疾首的 一老一少不断地讨论单道 让父岳既震惊又无趣 他本以为凌寒只是在敷衍老爷子 讨好老爷子 万万没有想到凌寒还真懂恋丹 而且似乎造诣也不低 否则又怎么会让老爷子如此认真 可凌寒明明是五中帝者 天底下真有那么妖孽的人 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 都能天才绝艳 而无趣的是 他对于单道 真的一点兴趣也没有 听着这二人在那讨论着 有若天方夜谭 让他无聊地一直在打哈欠 而没有得到爷爷的允许 他又怎么敢擅自离去呢 因此 他只能陪着两人在一边受罪了 只觉浑身说不出的难受 终于 整整十天之后 两人才终于停了下来 那个 在下还有一个问题 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傅月连忙将凌寒拉了起来 啪啪啪就跑 之前也是请教一下 就让他哭作了十天 再要请教一下 还让不让他活了 第二零四一章 百龙城 靠 星石 待凌寒被拉出大门后 傅老爷子才猛地回醒过来 他这次召见凌寒 其实是为了讨回那一一星石的 结果 被凌寒忽忽忽 居然得忘了 这小子真是个人精 老爷子连连摇头 只是以他的身份 这件事提了一次之后 自然不可能再提第二次了 算了 看在凌寒的单道天分上 这一一星石就当是资助他了 对了 过些日子在百龙城 要召开一场单道盛会 各路添交齐聚 对于这小子 来说是个不错的机会 老夫便给这小子 写一封引接信 祝这小子 一臂之力吧 傅月这人 其实挺够意思的 与凌寒话题为友后 天天拉着凌寒到处玩 都要让女皇和虎妞不满了 难道你想和他们抢男人不成 四天之后 傅月又来找凌寒 凌兄 凌兄 大喜事 大喜事 这家伙一进门就叫 怎么 你怀孕了 凌寒笑道 你才怀孕 你全家都怀孕 傅月连忙反击 这学坏真得容易 才跟凌寒混了几天 这家伙的嘴炮功力 至少提升了三倍 小谷看在眼里 听在耳里 不由难难 他一直在学习之中 喜从何来 凌寒问 我爷爷给你引戒了 你可以去百龙城 参加一场天交盛会 傅月说道 哦 什么盛会 凌寒不是很感兴趣 他一是要去普安天 错过了一场单道盛会 他怎么也要去解释一下原因 第二 什么百龙城 没兴趣 相传在上古时期 有上百条仙龙 葬在了百龙城 后来便在那上面 建立起了百龙城 这是一处圣地 每隔几亿年 就会开启一场百龙争霸战 据说得到第一的人 将能得到百龙精华的贯注 好处无穷 与此同时 还会举行一场单道盛会 无数单道天才 在此汇聚 争夺进入古丹塔的机会 傅月信愤愤地说道 他对单道没什么兴趣 主要是冲着百龙争霸战的 林涵倒是起了些兴趣 道 古丹塔又是什么 啥 你连古丹塔都不知道 傅月亚然 连他这个只是粗浅地 学过一些单道皮毛的人都知道 古丹塔 可林涵这个单道天才 居然一脸茫然 不知道 林涵摇摇头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林兄 你真是一个奇怪的人 傅月断言道 古丹塔是一个单道组织 在很久很久以前 由当时所有的五星单师 发起组织 长久下来 古丹塔渐渐由松散的组织 变得紧密 不仅仅只是五星单师的联盟 同时也是整个单道界的圣地 单师 有没有得到古丹塔的认证 那差距就是天与地一般 现在 每一名单师 都以进入古丹塔为荣 可每隔一亿年 便只有百龙城单道比试中 进入前三名的人 才有资格加入古丹塔 虽然说 我们仙人寿源近乎无限 可这样的收取人数 仍是少得可怜 林兄 你要能够进入古丹塔的话 那就真得牛逼了 这可是天下最铁的保命符 林涵凹了一下 原来古丹塔是这么回事 百龙城在哪 他问 普安天 林涵一愣 普安天 难道说 当初他和马同光要去的 就是百龙城 不过 丹道比试要隔一亿年 才举行一次 那之前的就绝对不是了 反正他要去普安天 那就顺便吧 去参加丹道比武 还要引荐 他又问 那是当然了 傅月点头 你想想 天底下有多少丹师 要是没有限制的话 那百龙城不是要被挤死了 林涵呵呵一笑 道 那真要谢谢你爷爷了 当然了 只有四星丹师 才有引荐的资格 而且 也只能引荐一名而已 傅月理所当然地道 啪 他的后脑勺上 顿时挨了一击 不用看 肯定是虎妞 丑八怪 你叫什么李 果然 虎妞的声音从后面响起 林涵嗷了一下 道 什么时候出发 快了 也就各把月内 趁着这个把月的时间 林涵又向傅老爷子 请教了几次担道 顺便向队 方道个谢 时间过得很快 很快就到了要出发的时候 咦 怎么你也跟着一起来了 林涵看着傅月 显得有些惊讶 傅月不由郁闷 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以为我实力没有你强 就没有资格参加百龙争霸战吗 林涵老是不客气地点点头 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靠 我虽然不是帝者 但怎么也是皇者 难道连参战的资格都没有 傅月气呼呼地说道 参战 林涵哈哈一笑 你是受虐还差不多吧 滚 百龙争霸战没有修为限制 但有年龄的要求 不得超过一千万岁 这个年限 包含了在时光加速中度过的岁月 因此 能够参与的人就不多了 当然也有一些庸才会去参加 心存侥幸 以为比自己强大的人 都因为年龄的关系 被排除在外了 可事实却会扇上一记大大的嘴巴 以富家的财大气粗 当然不会让他们依靠两条腿就上路 而是准备了一件交通工具 那是一艘穿地船 不在天空中飞的 而是在地底下钻行 这速度同样很快 不用因为任何障碍物而绕路 穿地船的船身上布满了土系阵法 进入大地之中 就好像入了水 行于空 只有一个字 快 船不大 这是为了节省本钱 毕竟布置越大的阵法 就越是消耗大 反正有空间神器吗 不会有什么影响 大部分人都是进了黑塔 然后穿地船启动 向着普安天行去 此去普安天要穿过三个天狱 耗时在七个月左右 这还是因为他们的穿地船足够高级 速度自然够快 否则要换成次一点的 那多上三五倍的时间 都非常正常 在地底下航行 这遇到同行的几率 自然是低到离谱 而不会遇到人 自然也不会遇到麻烦 他们顺顺利利地度过千山万水 一路向着普安天去 当然也会遇到一点小波折 比如地震了 山崩了 会对行程造成一点麻烦 但也只是小麻烦而已 七个月不到一点 他们终是来到了普安天 第2042章 好巧 普安天在西仙狱中 整体实力可以排进中上游 这里有许多先王级势力 但最最出名的 自然是百龙城了 这是古丹塔的一个重要分布 每次进行丹道 鄙视的时候都会放在这里 承载着极其重要的职责 川的船在百龙城外的数十里处 川地而出 不能再前进了 否则会被认为是入侵者 被百龙城的防御 阵法给直接抹去 傅月收起了川的船 林涵则让众人都从黑塔中出来 一行人便向着百龙城走去 就几十里路 几步之间的事情 要进城 先给钱 百龙城既是五道大城 也是丹道大城 不但来来往往的舞者很多 而且还有许多的商人 在整个西仙狱中 都可以算作是比较繁忙的大城了 因此 入城费很高 非常高 一个人一百星石 而且要搜空间神器 如果发现私藏人员的话 那会被处死 很严 但人家确实有底气 古丹塔中 至少有十名五星丹师 他们的影响力无比巨大 既然是他们制定的规矩 谁又敢不遵呢 林涵几人老老实实地 交了进城费 终是进入了这座古城 据说这里埋葬着上百条仙龙 也许只是一个传说 但城中确实时不时 便能看到有大龙的虚影 从地底腾起 冲向九霄 也许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想 才会有了百龙葬于此的传说 先找个客栈安顿下来 到了这里 傅月这二世祖的招牌 也不好用了 在 统连城人人都会因为 他是富家第三代 而让着他 可这里谁在乎呢 像他这样的二世祖 这里一抓一大把 林兄 别多管闲事了 傅月向林涵提醒道 这位主就是喜欢管闲事 可管闲事 还得看本身的实力 这里有许多闲事 真得是管不起的 啪 傅月的后脑勺 又被拍了一巴掌 自然是虎妞的手笔 你对妞的林涵兄 什么兄 林涵 则是大笑 管不管闲事 还真得不好说 有时候看到了 心中一动就出手了 怎么也控制不住 尽量吧 他道 小月月 你也得控制自己 爷二世祖脾气 又来了 呸 我怎么可能失控 傅月痴然说道 他们找了监客站住下 因为有虎妞这个吃货在 他们的第二件事情 当然就是去大块朵頤了 这个客站本身就有酒楼 但全是包厢 显得很是高大上 但因为百龙争霸站 和单道比试 已是尽在咫尺 因此 这里的住客 也是人满为患 连包厢都是要不到 几位客人 包厢真得都已经满了 伙计向林涵他们连连作医 胡说 这间不是空着吗 虎妞指着一间包厢说道 巧得很 那间包厢的门打开着 可以清楚地看到 里面空无一人 那间已经被人预定了 伙计连忙说道 既然人没来 就让我们先用上一用 大不了 到时候还人 傅月也说道 他现在是虎妞的忠实跟班 这个 电火成瘾 但过了一会 他就点点头 道 不瞒几位客人说 这包厢是都少长期包下来的 带来的次数确实不多 这样吧 我就把包厢给你们用 但万一都少来了 你们可一定得把包厢让出来 千万不能让小人为难 行的行的 虎妞点头不已 他现在只想着 吃 一行人进了包厢 很快就有韭菜送了上来 品尝一下 味道还真是不错 不愧是百龙城 这里有鲜兽肉供应 只要给的起钱 连仙附近的兽肉都有 对于舞者来说 仙附近的兽肉 不但好吃 大伯 甚至还能增进规则感悟 因为仙兽就算是死了 肉中 还是蕴藏着一丝规则之力 总有益处 当然了 这仙兽肉在烹饪的时候 一定要请强者 将其中的煞气炼化掉 否则境界低的人去吃 瞬间就是长川杜烂的份 傅月很土豪 他就点了一份鲜兽肉 而且还是仙腐级别 这花了 他将近一百万的行驶 而端上来一看 盘子里 就只有西林光芒的几片肉 好吃吗 妞尝尝 虎妞第一个下筷子 我也尝尝 林涵毫不客气地 递出筷子 先给女皇和天凤神女 一人携了一片肉 然后自己也携了一块 嗯 味道不错 再来一片 虎妞又递筷子 柔妖女没人给她携 只好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 小谷有样学样 同样身快迅速 食类兄妹也不慢 只要和虎妞在一起久了 就会知道 手快有 手慢无的道理 吃饭一定要用抢的 否则只能饿肚子 只见筷子飞舞 然后傅月就惊讶地发现 盘子空了 靠 这就没了 他还没有动筷子 他的一百万星石啊 丢在水里还有声音 还能见起水花呢 几位客人 快点嚷嚷 都少来了 就在这时 那名伙计突然跑了过来 满脸都是急促之色 既然视线已经说好了 林寒几人也没有话说 纷纷起身 至于剩菜 则不用担心 有个吃货会 打包带走的 绝对不会有丁点浪费 他们出了包厢 每走上几步 便看到迎面来了七个人 都非常年轻 全是男子 咦 其中一人看向林寒猪人 顿时脸色就变了 身体都开始瑟瑟发颤 咦 小软 你这是怎么了 昨天晚上玩得太厉害 脚软了 边上有人笑道 哈哈 还真是没有起错性 就是一个软脚下 林寒看了过去 顿时有一种世界真小的感觉 那个人是 软东象 你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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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东象颤颤地举起手指 显得无比愤怒 同时又恐惧莫名 这是自然 他被赴约杀了一次 自然会有强烈的心理阴影 小软 怎么回事 对方为首的 一名绿衣青年 沉声问道 他走在了最前面 剩下六人 都是以他为 马首是瞻 前几个月 他们杀了我一道分魂 软东象恨声说道 当时 却被这些人锁阻 而这个人 就是杀我分魂的凶手 他指着 傅月 听他这么一说 绿衣青年六人 都是炸锅了 只觉林寒几人 也太狠毒了 不但包庇 奸夫淫妇 而且还将苦主的 一道分魂给斩了 哈 哈 没想到天底下 竟有这样的人 一名这紫善的年轻人 走了出来 在林寒助人的身上 扫过一眼 不屑地道 所有人自斩一道分魂 便能离开了 不过 他顿了一下 指向傅月 他得留下 第2043章 被激怒了 十分嚣张 每人自灭一分魂 而傅月还要留下 留下干嘛 当然是宰了 不过 这种场面林寒 他们也见得多了 根本就懒得动怒 反正不爽 可以直接问死 何必生气呢 傅月反倒沉不住气了 他是标准的二世祖 从来只有别人对他 唯命是从的份 又何曾被人忤逆过 现在不但有人对他不敬 甚至还要他的命 谁让他怎么能够不生气 真是好大的口气 你们配吗 傅月痴然说道 紫山年轻人露出傲然之色 我龙不天说出的话 从来没有不对线的时候 哦 那你今天就要破例了 傅月针锋相对 你们这些人 还愣着干嘛 快点自碎分魂 否则 死路一条 紫山年轻人龙不天 向着林寒几人看去 目光森然 额头上居然现出了一个王字 咦 虎牛顿时觉得有趣 盯着那个王字看 林寒则是笑道 各位也不应该 只听此人的一面之词吧 他倒不是畏惧这几个年轻人 而是不想打无缘无故的架 因此 他愿意稀释宁人 他将郭明夫妇的事情说了一遍 没有半分 添加 也没有半分削减 几位 还想替这个人扎出头深渊吗 说完 他向着这些年轻人笑道 这个 龙不天露出了犹豫之色 他确实是个二世祖 也一直横行霸道 但却是一个有底线的人 像阮东相这样的所作所为 让他感到不耻 你才怀孕 你全家都怀孕 就在这时 小谷突然蹦出来一句话 顿时 龙不天六人同时露出了慕容 这是极其严重的挑衅 把他们全家都烧上了 林涵不由看向傅月 小谷这句话 明显是学舌的这个家伙 傅月则是露出了尴尬之色 之前 他还劝林涵低调一点 不要惹事 可结果倒好 反倒是他成了惹祸精 先被阮东相盯上 现在又因为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被小谷学舌 导致又将降成一场波折 你才变态 你全家都变态 小谷继续学舌 这自然成了火上添油 一下子让龙不天等人的愤怒 燃烧到了极致 林涵叹了口气 这小谷啥时候 学舌不好 偏偏要赶在这个时候 总之 你们都是垃圾 小谷 最后总结道 还生情并茂地 指了指龙不天诛人 哈哈哈哈 虎妞顿时捧腹大笑起来 找死 龙不天率先 出手 向着小谷抓了过去 小谷满脸猛然 浑然不解 对方为什么会突然向自己下手 他淡麻了吗 而在龙不天等人看来 小谷这表情 真是太欠走了 你明明说了那么过分的话 居然还以赴我很委屈的模样 你这是有多么的让人厌 龙不天力哼 五指微微一张 威力更增 林涵出手 啪 将龙不天这一击给震了回去 咦 嗯 呀 看到这一幕 另五名年轻人 都是露出亚然之色 龙不天虽然是二世祖 却是一个实力无比强大的二世祖 帝魂级别的修为 更是皇者 论理应该在天魂境内 都是无敌的 可林涵居然能够挡得下他一击 这非常惊人 原来还有些实力 龙不天轻哼一声 双眼中战役 熊熊 林涵替小谷出手 是怕小谷出手 没轻重 将对方给打死了 虽然现在双方为敌 但林涵并不认为他们中间 有什么不可化解的仇恨 非得打声打死的 帝者 玉山年轻人沉声说道 眼神一亮 他叫兜少俊 是七人之手 而他的武道天赋也最高 不但修为达到了的魂 本身更是帝者 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让皇者捧为首脑了 顶级帝者 他又补充了一句 普通帝者 只能跃两阶无敌 以林涵阳魂的境界来说 他也只能在帝魂境内无敌 而龙不天 却是帝魂级别的皇者 足以横扫天魂 所以 林涵能够匹敌龙不天 必然是顶级帝者了 林涵扇了扇手 与龙不天对拼一技 让他微微有些手疼 没办法 他在境界上落后的有些多 不过 他修了不灭天经 这样的打击 于他而言 也只是小意思 他笑了笑 道 我这位朋友有些呆 不用将他的言语放在心上 看出来了 都少俊 龙不天等人又不是傻子 相反 他们个个都是天才级别 只是有些傲气凌人罢了 小谷一看就不对劲 傻头傻脑 确实不用跟他一般见识 都少 不要被他蛊惑了 此人最是公于心计 阮东相连盲道 他并不是都少俊这个圈子里的人 只是机缘巧合才混了进去 还没有几天的功夫 因此 他自然担心都少俊被林涵说动 不给他报仇了 都少俊对着阮东相 冷冷地扫了一眼 这知人知面不知心 没想到这个人看上去一表人才 可那地里居然如此不堪 他才不要这种渣渣追随 但他也没有显露出来 只是向着林涵道 你要能接不天百招 我就交了 你这个朋友 别看林涵刚才接下了龙不天一招 可那时龙不天并没有权力以赴 而两人的差距有两个小境界 这连顶级地者 都是很难挽回这样的悬殊战力 想接百招 难 林涵微微一笑 报 好 都少俊点点头 对林涵的胆气有些欣赏 然后伸手一致 地上顿时多了一副棋盘 入局一战吧 咻 龙不天律先跃了进去 身形迅速缩小 在棋盘上划成了一个小点 这是空间神器 只是有些 另类 林涵也跃身而入 与龙不天对质 我不会手下留情 龙不天说道 好 林涵点点头 并没有放在心上 在分魂境内 可以重创他的人 应该还没有出生 也许就一个技无名 人家 是九重先王转世 不可以常理来衡量 其他人吗 无事了 接招 龙不天出手 身形腾空 额头上的王子 灼灼生辉 说是不会手下留情 可因为是切磋 他的杀意已退 但攻击依然凌厉 额头王子流 转出惊人的光辉 有无尽的力量喷涌 战力可怕 林涵长笑 双手划成了拳头 与对方应对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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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涵不但是顶级地者 而且还身怀四道天地本源 这让他的战力 其实超出了地者的范畴 你去找找看 还有哪一个地者 拥有四道天地本源的 别说四道 一道都没有 第2044章 开发天地本源 轰隆隆 在林涵的体内 四道本源之力都在阳洞 仿佛要开天辟地式的 何为天地本源 天地初开时 就存在的世界基石 拥有特殊的意义 像九天火 玄影母水虽然会湮灭 但天地会将它们 重新孕育出来 除非这片天地消亡了 否则天地本源 也将永远存在 林涵有种感觉 他远远没有将体内的 天地本源之威 释放出来 否则的话 他的战力将更上一层楼 真正可以与记无名匹敌 甚至超越 他一边与龙部天机战 一边则在思索着 让他更加强大的方法 在此之前 他就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 有了一个雏形 但一直没有付诸于实践 很简单 在体内落阵 这在古界的时候 就用过了 效果好的惊人 可在仙域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仙级阵法 都是无比庞大的 比如护山大阵 比如装在战剑上 想要镶嵌在体内的神谷上 这不说绝无可能 至少林涵现在无法做到 那还怎么落阵 用天地本源 天地本源是先王层次的 只要能够引动 其中一丝丝的威能 就可以爆发出无上战力 而林涵要做的 就是将这威能引发出来 怎么也 利用五行的相生相克 虽然现在只有四道天地本源 无法形成完美的五行循环 但只不过差了一道 应该还是可以引动的 只是威力要弱了许多 试试 林涵激发一道天地本源 哄 化成了一个古朴无比的字符 打在了他的一根神谷上 然后开始慢慢地消退 天地之秘 从来都无法镌刻 他再次激发一道天地本源 在第二根神谷上烙印 然后是第三道 只是他还没有激发 第四道天地本源 第一根神谷上的字符 已经完全黯淡了下去 不行 太慢了 林涵在心中说道 那就再来 哄 他在体内尝试地激烈 而外面龙不天也是大胆 激烈 完全压制住了林涵 双手化成爪 掌 拳 不断地轰击在林涵的身上 只是虽然林涵有些心不在念 可防御却是半点无损 认龙不天怎么轰击 都是安然无恙 让观战的都少 俊等人都是皱眉 怎么可能有防御力 如此强横的变态 林涵继续在体内 研究他的新招 他有种感觉 他已是接近成功了 91招 92招 93招 外面 诸人都是在数着 百招实现 已是接近 砰砰砰 龙不天打得愈发的激烈 都少 既然说要他与林涵切磋一下 那就代表 双方之间已经没有了敌意 可作为一名强者 他还是想要获胜 虽然林涵一直在被动挨打 但这并非他想要的结果 而是一场酣畅淋漓 无可挑剔的胜利 因此 他战力全开 将疯狂的攻击 尽数倾斜在林涵身上 99招 嗡 就在这时 林涵的体内有一道豪光闪动 他的气息顿时强盛了好几倍 但立刻又黯淡了下去 砰 林涵再吃一击 整个人都是被打飞了出去 然后又落到了地上 在地面上摩擦了至少几百丈 这才停了下来 一百招 龙不天还想再攻 但想了想 终是没有出手 战斗已经结束了 他率先出了棋局 然后林涵才慢慢悠悠地飞了出来 只见满脸都是茫然之色 似乎魂不守舍 我教了你这个朋友了 兜少俊大笑 主动向林涵伸出了手 林涵依然满脸茫然 傻呆呆地伸出了手 与兜少俊握了衣握 既然是朋友 来 喝酒 兜少俊拉着林涵的手腕 将他请进了包厢 然后向伙计吩咐道 好酒好菜 尽管上来 妞要吃鲜瘦肉 还得是鲜腐劲的 虎妞连忙叫道 他可不懂客气 兜少俊不由嘴角一抽 他的身份虽然显赫 但也没有达到 可以随意吃鲜腐精的瘦肉 可刚才都已经夸出了口 现在也不好意思退缩 他只好 对着伙计点点头 示意对方可以上这道菜 行脸 那伙计连忙领命而去 满脸都是喜色 像这样的真肉 如果卖出去的话 他这个推销者 是有奖励拿的 虽然这一次 他根本没有推销 可奖励 还是会算到他的头上 不算多 就一百星石 可对于他这样的小人物来说 一百星石绝对是笔巨款了 阮冬香也想跟进包厢 却被多少俊施了一个眼色 便有一名黄山年轻人 笑嘻嘻地将手一伸 把阮冬香给拦了下来 都少 阮冬香立刻叫道 滚 黄山年轻人容色一冷 这种喳喳也想 混进他们的圈子里 之前被他骗了 现在还怎么可能呢 阮冬香脸红如血 这对于他来说 可是奇耻大辱 他双手紧紧地握拳 过了一会 才愤然转身离去 今日 知辱他记下了 来日必定报仇 看着他离去 黄山年轻人道 都少 此人显然记恨于心 要不要 他做了一个歌喉的动作 都少俊却是淡淡一笑 道 这种小角色 便是记恨于心 又如何 真要敢将手伸上一伸 我便要了他的狗面 其他人都是点头 都少俊绝对有资格 说这样的话 他们将注意力 放到了酒席上 都少俊乃是递者 有翩翩风度 什么奇闻一事 都是信手拈来 让人玩耳 让人捧腹 完全主导了气氛 林寒 则是全场梦游 像是没了魂似的 都少俊几人 还以为他败给了龙不天 所以才会这样失魂落魄 都是纷纷安慰 吃完之后 都少俊还阴阴相邀 林寒几人 前去他的府地玩 但被女皇婉言谢绝 扶着林寒回了住处 不知道的人 还要以为林寒喝醉了 可是实上 林寒完全沉浸在了 自己的世界中 在与龙不天的最后一击中 他终是成功捕捉到了一丝契机 让他看到了 激发天地本源的方法 只是这样的灵感一闪即逝 让他一直苦苦回忆 因此看起来就跟傻了似的 让都少俊几人误会了 他是输了之后 心情不快 回到客栈之后 他立刻进入了黑塔 再轮回树下参舞 外界 三天时间一晃即过 黑塔之中 林寒的体内 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四根神谷之上 各有一个古朴的符号在闪动 但总是在最后一个亮起的时候 第一个就暗淡了下去 无法连成仪器 就是这样 他突然睁开了双眼 问 目光如炬 可以射透黑暗 问 四根神谷之上 四个符号同时亮起 第2045章 威力惊人 成功了 林寒还来不及欣喜 只见体内四根神谷上的四个符号 竟是在相互呼应 变得越发的赤裂 不好 林寒只在心中叫了一声 只觉一股可怕的力量涌过 啪啪啪啪 他体内的神谷 在一瞬间被全部震碎 而石海 也是在第一时间被摧毁 哄 火焰熊熊 林寒从烈焰中走了出来 小子 你差点把自己挽死 小塔出现 向着他立声警告 如果在三天 之前 你根本不可能浴火重生 而是会直接死亡 浴火重生一次之后 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使用第二次 之前 在收取钢圆滤金的时候 林寒便死过一回 距离 现在可算不上有多远 林寒 也是一阵后怕 但又怎么会料到 四道天地本源 共鸣奇阵之下 居然可以爆发出 那么恐怖的威能 连他的体魄 都是不堪一击 你傻吗 那可是天地本源 与先王同阶 只是受你的境界影响 才限制了威能 可你非要去强行 打开这道封印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小塔继续立声批评 林寒却是摇摇头 倒 这次是我失误了 但就算再来一次 我还是会选择这么做 因为 不这么做的话 根本不可能打得过季无名 林寒 现在才看到 真正战胜季无名的 希望 至少季无名 绝不可能一招 就将他的体魄轰溃 而他却可以 因此 如果他爆发这一击的话 季无名绝对挡不住 倒好好琢磨一下 这是用来伤敌的 不是自杀的 他喃喃自语 又开始研究起来 疯了 疯了 小塔嘀咕道 他无法理解 林寒为什么要这么做 拿命冒险 在他看来是 极不可取的 愚蠢行为 林寒 却是乐此不疲 他游走在危险的边缘 却是兴奋的每根毛孔 都是舒张开来 他又引动了 四道天地本源 但这一次 在完全爆发之前 他将这股力量 宣泄了出去 哄 他的前方 顿时出现一片 千里范围内的赤地 好强 林寒有些瞠目 这比我掌握的 任何一种仙法 都要破坏力巨大 但缺点是失之变化 就只是一击轰出 如果对方的速度够快 完全可以躲开 那么 我就想办法 让这一击的爆发更快 冲击的范围更广 让人躲无可躲 还有 我感觉 还能再吃一点 将这一击爆发出来 让四道天地本源的共鸣 更久一点 不不不 这不能算是共鸣 而是利用天地本源的独立性 互相冲撞 使得他们的封印 解开一丝丝 爆发出 超过境界的破坏力 冲撞的时间越长 打开的封印就越多 这破坏力自然越是可怕 我只要掌控住这个度就行了 林寒再次尝试 这一次 他让四道天地本源的碰撞 更久了一点 哄 可怕的一击打出 深周万里之内 一切都是化成了虚无 哇 他嘴一张 吐出了一口鲜血 金黄色的 有若黄金叶 差一点又挂了 他擦了下冷汗 这真是游走在生死边缘 刚才他让四道天地本源 碰撞的时间久了一点 轰出的威力暴涨 但同时也对他本身造成了重创 让神谷全部崩碎了 只要再久那么一丁点 他肯定挂掉了 玩得真是心跳啊 他自嘲到 一滴不灭真叶运转 伤势利欲 这个伤 就是他自己造成的 留在自己体内的五道意志 当然不可能与他本身形成冲突 因此 不灭真叶一运转 就能让神谷恢复 小塔已经气得懒得他了 一句话也不说 灵涵不断地琢磨 他要在威力和安全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外界又是三天过去 灵涵终事停了下来 大功告成 他露出笑容 不过 利用四道天地本源的碰撞 以爆发出绝天绝地的一击 这能算是我的实力吗 严格来说 这也是在依仗外力 只是这外力 是被我收进了体内而已 我现在的境界太低 便借用一下外力好了 待我打至巅峰 那么我 本身便是最强 灵涵出了黑塔 向妓女询问 这几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有啊 无数天才云集 等着百龙争霸战的开始 虎妞说道 灵涵不由笑道 对了 这个百龙争霸战什么时候开始 他也是够可以的 跑来参赛 却是连比赛举行的时间都不知道 差不多还要十几天的样子 女皇说道 是打擂台战吗 灵涵问 不是 女皇摇头 据说是 进入一个天地秘境 在那里进行某种较量 投一个走出来 或是登顶某个王座 会得到秘境的百龙之力 灌体 好处无穷 听他这么说 灵涵便知道 女皇对于百龙争霸战 也不是很了解 他去找傅月 详细了解一下 在百龙秘境中 共有三千条大道 这个大道 是指一条条道路 可不是天地大道 傅月解释道 灵涵不由刺了呲牙 道 这个我明白 不用当我是傻子 特意解释一下 嘿嘿 这不是怕你会误解吗 傅月笑道 脸皮厚厚的 行 你继续说 我们进入百龙秘境后 便要走这三千大道 只有走过这三千大道了 才能展开真正的争夺 但具体是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傅月说道 有点意思 百龙争霸战之后 就是炼丹盛会吗 灵涵问 嗯 傅月点头 每次都是如此 不管百龙争霸战 要持续多久 总是之后 接着炼丹比试 所以 你不用担心 百龙秘境的进入条件 是一千万岁以下 而开放的时间间隔是一亿年 这意味着 没有人可以进去两次 因此 听人说起 那就等着百龙秘境的开启了 接下来的几天 灵涵还在潜心钻研四大天地本园 他将其称为本园大碰撞 现在是四道 以后 便可能是五道 七道 九道 傅月则是跟兜绍郡他们 混的是如胶似漆 他们都是二世祖 脾性相投 自然投缘了 很快 十三天过去 哄 整个城市 都是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无论在哪个角落 都能听得清楚 而当众人走出来时 只要抬头看看 便能发现 天空中有上百龙影在缠绕 最后 这些龙影组成了 一个门户 百龙秘境 开启了 第2046章 四大帝者 走 一道道人影 向着天空中 那道门户中跃去 咻咻咻 当人影穿过那道门户时 立刻便消失不见 那是一个秘境 林涵与女皇等人 也是纷纷飞起 向着那道门户扑了过去 嗡嗡嗡嗡 一道道人影 如同从泥脑中穿过 充满了质色感 但穿过这个门户之后 他们却突然有种 全身一松的感觉 林涵发现 自己正站在一座悬崖上 而一条条桥 则是连接着这座悬崖 数一数 不多不少 刚好三千条 这就是 所谓的三千大道 大道 当然不止三千 但一直以三千大道来 只带 林涵发现 其中 两千九百九十条大道 都是非常普通 与寻常的廊桥 没有什么区别 而最后十条 则是不同寻常 九条为金 一条为黑 无数年下来 仅仅只有三百二十一人 能够踏上那九条金色大道 平均一下 甚至每次 都是不足一人 傅月说道 林兄 你知道这有多少年吗 至少一个纪元 不过 每一个能够登上 金色大道的人 至少也成为了 五重天的先王 一个纪元下来 居然只有区区 三百二十一人 可以踏上那九只金色大道 可见难度之高了 这些大道 可不是你想上去就上去的 必须用心引动 哪一只大道 与你所修的道越是接近 哪一只大道便会发光 否则你踏上不同的道 你会立刻失足掉落下去 在这里 你可别想飞行 而从这座悬崖上掉下去的人 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人能够活着 出来的 虎妞 好奇 指着那黑色之桥道 那这一道呢 这座黑色的桥 也被称为至尊天道 至今还没有人 能够登上去过 傅月说道 至尊天道 林涵仔细看 其实每一座桥 都是有一条龙形成 连接着他们这一头的 乃是龙尾 而桥身 则是龙区 绵长无数里 每一座 都是由九条龙 交织而成 一只指龙爪浮屠 显示出无尽的霸气 最特殊的 当然是黑色大道了 由整整九十九条龙组成 有若龙中之皇 林霄绝世 在他们说话的单 已经有人上前引动龙桥 人很多 因此龙桥也不断地闪动着光滑 好像在弹琴一般 热闹无比 但果然如傅月所说 没有一个人 可以引动金色龙桥 一个纪元下来 也才只有几百人能够登上去 哪一个 都是王中之王 霸中之霸 当然还因为一亿年开启一次 和超过一千万岁 就不能进入的限制 但差不多 九成的绝顶天骄 都是无缘这里 否则的话 理论上人数 还是可以乘以十倍的 一股雄奇霸绝的气势 卷过 天空中也出现了一个人 这是一名身形修长的男子 这一身青山 潇洒的无以复加 天青月 竟然是天青月 没想到他居然也来了这里 天哪 这可是普安天排名前三的递者 前三又怎么了 如果能够得到百龙秘境的好处 那他将不再与夏后通 于华清 祝慧云并练 而是独一无二的帝王 咦 他不是前三吗 怎么会有三个人与他并练 那是因为于华清当年并 没有参与地者排位战 但他的实力被公认为 可以进入前三 因此 这四人也就一直拿出来一起说了 这四人实力相近 一直没有分出哪一个 才是唯一的帝王 但相信 这一次的争夺之后 应该水落石出了 出现这样的超级人物 自然免不了被人议论了 凌晗在一边听着 不由多看了天青月两眼 此人 深不可测 你知道这个人吗 凌晗向傅月问道 虽然两人不属于一个天狱 但天青月似乎异常有名 也许傅月知道些什么 也不一定 不过 傅月却是摇了摇头 便是先王都去不了几个天狱 更何况是他这样的小人物了 天青月 天魂巅峰修为 这次天龙秘境之后 估计他就要开辟仙府了 一个声音突然在凌晗的 身后响起 凌晗扭头一看 那是兜少卷 对方便是普安天的人 而且还是地者级别 自然不会对天青月陌生了 天魂巅峰骂 凌晗南南 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但绝不会盲目 他现在的战力确实很强 尤其是掌握了本源大碰撞之法 那一瞬间爆发出来的战力 无比恐怖 但是 想要战胜天魂巅峰的地者 这还是充满了 未知数 还真是想和他过过招 嗡 天空中的光门一闪 只见又有一人进入了秘境 而他也同样 引起了轰动 下后通 这是普安天的另一名无上帝者 与天青月可以比肩 下后 天青月 两名超级地者 互相盯着对方 可以看到 他们眼神中有炽烈的战役 好像随时可能爆发大战 哈哈 我没有错过什么吧 一声长啸忠 只见又是一名年轻男子 进入了秘境 于华清 底下的人纷纷惊呼 还真是巧 三位无上帝者 居然会在差不多的时间内 奇奇亮相 还没有等众人喘不气来 又是一尊帝者驾到 这回 是一名女子了 美艳如花 一身素衣 却掩不住绝代风华 让人怦然心动 祝慧云 四大帝者齐聚 代表了整个普安天 分魂境中的最强 虽然普安天 还有其他帝者 可是跟这四人一比 却是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的 笨鸟先飞 都少俊说道 灵兄 我们比不过 那四个变态 但百龙争霸 从来都不是实力最强的人 可以笑到最后 还得看机缘 先行一步 便多一份机会 他大步走了出去 去引动那三千龙桥 过了一会 只见有八条龙桥 同时亮了起来 这意味着 都少俊有多达八个选择 每一条龙桥他都可以走 他犹豫一下 选择了最左边的龙桥 这八条龙桥 都是与水系大道相关 也是他主修的大道 因为道则相近 所以同时闪亮起来 向他发出了邀请 不愧是都少俊 竟能同时引动八条龙桥 可惜啊 只要再多引动一条龙桥 就能形成质变 得到金色龙桥的认同 这就是地者 与顶级地者之间的差距了 也许只是一丝丝 但就是这一丝 形成了天壤之别 都少俊大步而行 渐渐远去 身形再也不能得见 我来 傅月跳了出来 第2047章 引动龙桥 傅月也去引动龙桥 过了一会 有五条龙桥 同时升光 临寒之前 见过许多次了 普通舞者 只能引动一条龙桥 而王者 则至少是两条 最多也只是三条 而皇者的话 能够同时引动的龙桥数量 在四到六条之间 地者 则是七到九条 达到九条 就会形成质变 得到金色龙桥的认可 傅月可以同时引动五条龙桥 这样的天赋 在皇者中 也能排在中上游了 相当不错 灵兄 我先走一步了 傅月回头 跟林涵说了一声 然后踏上一条龙桥 便大步离去 另一边 四大地者对峙一阵后 也纷纷开始去引动龙桥 既然我第一个道 便由我 抛砖引玉了 天青月走了出来 她开始引动龙桥 这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纷纷看了过来 天青月 能不能引动金色龙桥 应该可以吧 如果连排名前三的超级 递者都是无法做到的话 那也太说不过去了 不一定 百龙秘境 每隔一年便会开启 但每一次都有人 可以引动金色龙桥吗 相反 没有人引动金色龙桥的 次数反而更多 可天青月不一样 她一定可以 对 她一定可以 大部分人对天青月充满了信心 认为她一定可以引动龙桥 问 一座普通的龙桥发光 然后又是 一座 再是第三座 第四座 这自然在众人的意料之中 地者至少可以引动七条龙桥 而以天青月无上地者的实力 引动八条 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关键是 能不能引动第九条 引成质变 当第八桥也发光时 众人都是睁大了双眼 不由自主地紧张了起来 到底 行不行 只是一会之后 第九座普通龙桥发光 然后九桥又同时暗淡了下去 而一座金色桥 则是发出了豪光 上面缠绕的九条龙 好像活过来似的 散发出骇人的气息 这是先王级别的威亚 让哪怕是顶级地者 都是不堪承受 脸色发白 不过 天青月却是毫不受影响 仿佛得到了龙桥的认可 便能免受这样的威亚 不愧是天青月 天哪 金色龙桥认可了她 这要追溯到上一次金色龙桥开启 还是多少年前的事情 至少十几亿年前吧 众人都是用仰慕的目光 看着天青月 这个男人创造了一个奇迹 三位 我先走一步 天青月哈哈大笑 她也松了口气 她虽然有强烈的自信 可金色龙桥真是太难引动了 现在终于认可了她 让她松了口气 更是信心百倍 一个纪元来 便只有区区三百多人 引动了金色龙桥 而这三百多人中 成就最低的 也达到了五重先王 而她也将成为 这三百多人中的一员 至少能够成为五重先王 不 五重先王 绝非她的终点 她的目标是 九中天 夏后通 也紧跟着站出来 阳洞体内规则 顿时 一条条普通龙桥发光 在达到八条之后 陷入了停滞 第九条 似乎怎么也无法亮起 夏后通 无法引动第九桥吗 如果她不能做到的话 以后不要被天青月 甩在后面了 没办法 第九桥太难引动了 这是一道天欠 便是顶级地者 多是极难翻越 唉 就在众人的感叹之间 只见第九条龙桥 突然发光 然后九桥俱灭 只剩下一条金色龙桥 在闪闪发光 天哪 夏后通 也引动了金色龙桥 两名绝世天骄 果然 传说绝顶天骄 要么不出现 要么就会成双 甚至成三成四地出现 半点无虚 不过 最终只有一名地者 能够登顶 其他人只能沦为踏脚石 同一时期 出现的顶级天骄越多 那登顶的地者 可以攀升的高度 就越是惊人 我们普安天的大东先王 当年 便是有三名势均力敌的竞争者 最终才成就了八重先王 如果于华青和朱慧云 都能引动金色龙桥的话 那四地争锋 未来 即可能再出现 一尊八重先王 众人一轮纷纷 然后将期待的目光 看向于华青和朱慧云 现在 压力都到了他们二人身上 两大地者同时走了出来 开始引动龙桥 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 两座金色龙桥 同时亮了起来 这一下众人都是沸腾了 时隔几千亿年 终于又出现了四金龙桥 同线的奇迹 这意味着普安天 又将出现 一位八重先王 两大地者同时一声长笑 踏桥而行 虽然他们四人中间 注定要有一个人登顶 可究竟是谁在旁人看来 只是一场戏 于他们而言 却是无比重要 谁也不想止步于五重先王 这四大地者一去 众人就一心寥寥 没有再做官的兴趣 纷纷开始自己上阵 引动龙桥 妞也来 虎妞跳了出来 去引动龙桥 林涵 原想将所有人 大家一起行动 但想了想 又觉得个人 有个人的机缘 他将大家都是保护在身边 安全是安全了 却也让大家失去了应有的 机缘 这么一想 他就不再劝阻了 一条两条三条 龙桥一一发光 很快就达到了八条之多 这在林涵 看来是再正常不过了 而这肯定不是虎妞的终点 昆蓬宫的唯一嫡系传人 而且还得到了一位 九重先王的五道烙印 会比天清月 夏后通等人差 然而 这却是在众人中 引起了轩然大波 什么 居然有人引动了八座 龙桥 这是哪一位帝者啊 不认识 是一名少女 美得不像话 众人都是看着虎妞 莫不被她的青春绝美而征服 同时也被虎妞的实力所震惊 引动八座龙桥 这是只有帝者才能做到的事情 而且还得是超级帝者 问 只是一个停顿而已 第九座龙桥便亮了起来 然后九桥齐面 取而代之的是 是一座金色龙桥 天 所有人都是暴头 个个都是张大了嘴巴 却是说不出话来 第五座金色龙桥亮了 这开创了一项历史 在此之前 最多就是出现了四名超级帝者 打开了四座金色龙桥 五帝争霸 最后会出现一尊九重仙王吗 林涵 你要先走了 虎妞回头对着林涵挥手 然后取出一只鸡腿 一边啃一边走 跟之前的天青月挤人一比 轻松的 就好像来度假似的 林涵笑着点头 然后便听女皇道 我来 第2048章 金色龙桥又亮 女皇挺身而出 一袭紫色的长裙 在威风的吹拂下 贴在了她的动体之上 让完美的身材曲线毕露 这不由让好多人 都是心旷神仪 怎么也挪不开目光了 嗡嗡嗡 龙桥一座接着一座亮了起来 瞬间就超过了武术 至少是一尊皇者 嘿嘿 等一下 我就去选择龙桥 要能与他一起的话 必要将这个 角色丽人追到手 你省省吧 你连王者都不是 凭什么追到人家 皇者就一定强吗 我可是天魂巅峰的修为 绝大部分皇者 都不是我的对手 女皇的角力 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虽然虎妞的美 绝不弱于她 但女皇的风情 却是独一无二的 有若归宝 问 第六条 第七条龙桥 接连亮起 这下众人嘈杂的声音 顿时静了下去 七座龙桥发光 代表着这个角色丽人 乃是一尊帝者 能够培养出帝者的地方 怎么也得是先王级别 甚至还得是高阶先王 从这样的势力中 走出来的传人 启荣轻武 紧接着 第八座龙桥发光 人群顿时炸开了锅 八座龙桥发光 这意味着 什么 有可能冲击九桥 那么便能引动金色龙桥了 天哪 难道要出现 第六尊无上帝者了 四帝齐县 都有可能出现 一尊八重先王 那么 这是要出现 九重先王的节奏吗 九重先王 天上地下最强 众人都是奇抽良弃 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这次的 百龙争霸战 绝对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嗯 果然 第九座龙桥发光 顿时九座龙桥 又奇奇暗淡下去 一座金色的龙桥生光 天哪 我看到了什么 又是一个引动 金色龙桥的天才 这是要缔造一个怎样的 武道圣事 不不不 这两女从来没有见过 一定不是我们普安天的人 即各大天狱的帝者 出现六个超级帝者也 正常 可不管怎么说 六帝同线 未来 在他们之中 将可能出现 一尊九重先王 九重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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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在众人口中 尼南的都只有九重先王 这四个字 在普通先人的眼里 九重先王 就是仙道之巅的存在 与天同其 至高无上 而他们亲眼见证了一位 未来雄主的崛起 这自然让他们都是头皮发麻 激动得 无以复加 会是谁 天清月 夏后通 祝慧云 啃鸡腿的女娃 想到虎妞时 众人都是连连摇头 在他们想来 九重先王 应该威严无比 哪有啃这条鸡腿 如此随随便便的 女皇 向着凌寒 从来都不是需要脱臂于别人保护之下的娇娇女 而是叱咤风云的女皇大人 林涵在心中感慨 爱一个人 可不是将她保护得死死的 而是要给她空间 让她飞翔 柔妖女也站了出来 扭着小细腰走向悬崖 直边 那动人的风情 顿时让人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怎么会有如此妩媚入骨的女人 柔妖女轻斩束手 明明在运转功法 却仿佛在翩翩起舞一般 顿时 一座座龙桥发光 回应着她的规则之力 一座 两座 三座 四座 五座 六座 整整六座 这代表了柔妖女 不但是皇者 而且在皇者中 也能排在前列 只差一丁点就能迈进地者级别了 可惜的是 地者需要舞斩 这是她一辈子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除非把自己的修为斩掉 重来一次 可究竟有几个人 拥有这样的大毅力 柔妖女也是妩媚一笑 踏桥而去 我来 我来 在柔妖女之后 无数人挤着 要引动龙桥 都是梦想着 挑到一条 与柔妖女相同的龙桥 这样一来 她们说不定 就有机会 一清方泽 林涵 不由惊讶 柔妖女掀起的动静 居然比女皇和虎妞还要大 再想想 这也正常 女皇和虎妞 虽然要更美 但一个高贵无比 另一个则是纯真 可说到要勾引男人的话 那绝对还是柔妖女的妩媚 更胜一筹 妖女 毕竟是妖女 林涵 自然不会让天凤神女去冒险 连斩尘都没入 万一在龙桥上遇到什么坏人 那真是一丁点自保的能力 都没有 实类 实与兄妹 当然也是如此 实力太低了 还是 老老实实地待在黑塔中吧 无数人都在尝试着引动龙桥 其实只要是武者 而且境界达到斩尘 那么必然便能引动龙桥 差别 只在数量上 大部分人都只能引动一条 毕竟无论是王者 皇者 还是帝者 都是属于极少数的存在 林涵也没有在等 在柔妖女之后 她也开始去引动龙桥 不过 用什么规则呢 林涵有些迟疑 她体内光是天地本源 都有四道 再加上黑塔赋予的三种规则之力 这就达到了七道之多 再加上她本身在杀戮 空间 时间规则上的掌握 加起来更是打破了十道之线 就算只说 她本身在杀戮 空间 时间规则上的掌握 都是极其强大了 只是不能与天地本源相比而已 那就一个个来吧 第一个 火 林涵头 一个得到的天地本源 就是九天火 因此 她也先引动了九天火 九天火分魂出现 哼 浑身熊熊燃烧 引动龙桥 嗡嗡嗡 顿时 一条条龙桥 接二连三的亮起 五条 七条 八条 这样的声势极其惊人 立刻将许多人的目光 吸引了过来 然后一个个都是惊呆了 又是一个 可以引动八桥的天才 能多再引动一条吗 应该不可能了 之前已经出现了六个无上帝者 没可能再出现一个吧 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想到 七个超级地者 想想也让人头皮发麻 嗡 就在这时 第九座龙桥发光 然后一如既往 所有的龙桥 都是暗淡了下去 然后一座金色龙桥 散发着豪光 仿佛有一条五爪金龙 要跃然而出 天 金色龙桥又发光了 第七座了 这次要打破万古记录了吗 众人都是惊呼 然后都是变得麻木起来 现在要是再有第八人 可以引动金色龙桥 他们也会安然 接受 真的 不会再吃惊了 他们的神经已经够坚韧了 他们若是知道 林涵只是靠一道分魂 就引动了金色龙桥 他们一定会震惊到 献出自己的膝盖 然而 林涵并没有动脚 第2049章 至尊天道 这只是 一道天地本源而已 再来 林涵发动了悬阴母水 体内 顿时流转出 至高无上的气势 瞬间就让七座龙桥 同时发光 硬胡了起来 靠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这绝不是真的 刚才都认为 自己不会再被惊到的人 再次惊脱了下巴 天哪 他们看到了什么 这个男人 引动了超过九条的龙桥 这怎么可能 久为天地级数 而变数历史 任你如何惊艳绝世 能够达到的最高成就 也只是引动九条龙桥 最后化为一条金色龙桥而已 而林涵呢 16条 不可思议 简直怪物 然而 这远远没有结束 嗡嗡 又是两条普通龙桥亮起 然后便见第二条金色龙桥亮了起来 神啊 仙啊 不少人擦了擦眼睛 可眼前的景象 并没有丝毫的变化 还是两座金色龙桥 在闪闪发光 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场景 那是余华清和 祝慧云同时引动龙桥 才让双金龙桥齐灰 但那是两大超级递者联手 才做到的事情 现在 一个人就引动了两座金色龙桥 真正的开创了一个历史 难道 我们真要 迎来一个璀璨五道盛世吗 然而 这就结束了 开玩笑 林涵在发动烈焰雷击木 又有龙桥迅速发光 啊 所有人都是张大了嘴巴 这回他们再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难道 林涵还想再引动第三座金色龙桥 嗡嗡嗡嗡 七座普通龙桥迅速声光 与林涵起着共鸣 然后第八座也跟着声光 然后是第九座 第三座金色龙桥亮了 好像在向林涵张开手臂进行欢迎 三 三座 陆陆续续还有人进来 而一进来 就直接吓猛了 一定是幻觉 一定是 林涵淡淡一笑 引动了钢圆滤精 顿时又有新的普通龙桥发光 然后 第四座金色龙桥也发光了 怪物 我看到怪物了 我一定还在做梦 因为百龙秘境要开启 所以我太兴奋 做起了梦来 这个变态到底是谁 一个人引动了四座金色龙桥 是啊 他是谁 很快 所有人都是回到了一个问题上 那就是林涵到底是谁 何方势力 才能培养出这样的怪物来 简直让无上帝者都要汗颜 林涵可没有心情理会这些人 他的目光盯在了 那座黑色龙桥上 他要 引动这座龙桥 既然九条普通龙桥 可以引动一条金色龙桥 那么九条金色龙桥 能不能引动 这条黑色龙桥呢 林涵认为是可行的 九九归一 是位置尊天道 因此 现在的问题是 他能不能引动九条金色龙桥 再来 再来 他发动黑塔之力 这本来就在他的体内 也可以看作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这当然是作弊 但 林涵赌的是黑塔的品阶之高 乃是天尊法器 某种意义上 甚至超越了这片天地 应该能够偷天换日的 嗡嗡嗡 一座座龙桥发光 林涵大喜 果然如此 于是 又有三座金色龙桥 几乎同一时间亮起 众人已经无语了 他们实在不知道 该用怎样的言语 来表达此时心中的感受 前面六大帝者 也只是引动了六座金色龙桥 这已经创造了历史 可林涵呢 一个人就引动了七座龙桥 是不是说 他一个人就超越了六大帝者 如果六大帝者中 有一人 可以成为九重先王的话 那么林涵将成为怎样的先王 十重 抱歉 天底下可没有十重先王 众人惊诧到无语 可林涵却一点也没有得意 因为黑色龙桥 还是没有亮起 再来 他发动体内的杀戮 空间 时间 三道规则 继续引动龙桥 嗡嗡嗡 果然 这与黑塔并不冲突 又有一座座龙桥亮起 从这点 就可以看出黑塔的牛逼 他发威的时候 百龙蜜竟将他与林涵看作了一体 可当林涵也同样展现出三种规则之力时 黑塔又能与林涵贴亲关系 否则以林涵掌握的规则之力 又岂能与黑塔相比 两者相比 当然是取更强者 把林涵本身的规则之力给无视了 可现在 龙桥还在继续升光 不断地增多 九道 十五道 这数量 早就超过了九道 可并没有新的金色龙桥发光 林涵明白 这是因为 他动用了三种规则 可能是五加五加五 这样的组合 聚九归一 所以还是一条金色龙桥都没有发光 十六 十七 十八 当普通龙桥有十八座七七升光时 所有龙桥都是一颤 然后进阶归于了纪念 不但普通龙桥都是暗淡了 便是那七座金色龙桥都是失去了光滑 怎么回事 众人都是大惑不解 这又是什么情况 林涵也是微微惊讶 难道作弊被发现了 所以 之前的成果也被没收了 就在这时 九座金色龙桥一起升光 天哪 九金桥一起升光 开前所未有的创举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这是要逆天的节奏啊 难道 不少人突然震惊地 双眼发直 看向了那条黑色的龙桥 至尊天道 从来没有被人引动过的龙桥 可能吗 可能吗 九座金色龙桥闪动一阵后 再次全部暗淡了 下去 轰隆隆 整个秘境都是爆发出大震动 一条条神龙虚影 在天空中浮现 你追我卓 彼此缠绕 瑞霞翔翩翩 好像有什么了不得的存在 要出事了 瑞相浮生 这是要 这是要 真正惊人的荧幕 要出现了 快看 哼 一股无法形容的气势涌动 让所有人都是 眼前一黑 啪啪啪 全部摔倒在了地上 至少九成的人 都是晕死了 过去 而剩下的人 则是艰难无比的爬起 却只能跪坐着 只觉双腿都在颤抖 他们好像正在面对 天地间最强大的龙 对 祖龙 又趁猿龙 天地初开始 就诞生的第一批生灵 而且还是 其中最最强大的存在 在这样的存在面前 他们只有匍匐的份 哪有平起平坐的资格 在这些人震惊 兴奋 期待的目光中 黑色龙桥缓缓发光 仿佛一头上股巨龙 突然活了过来 无尽的气势回荡 震机久忧 浮卷九天 至尊天道 被引动了 嗡 一股雄奇霸道的气势 卷过 之前昏迷的人 都是纷纷醒了过来 他们永远忘不了 今天这一幕 一名青山年轻人 潇洒而行 登上了黑色龙桥 留给他们 只能仰望的背影 第2050章 既无名道 至尊天道再现 直到灵涵的身影 在黑色龙桥上 消失了许久的时间 众人才终于回过魂来 天 刚才他们看到了什么 有人引动了黑色龙桥 代表着 至尊天道的黑色龙桥 这一次 到底要为未来诞生 怎样的超级强者 九重先王中的霸主 无敌的帝尊吗 他到底是谁 绝非普安天的人 不知道啊 之前从来没有见过 众人抱头惊呼 就算这一次 他们毫无所得 可光是今天他们看到的一幕 就足以让他们吹上一辈子了 亲眼见证一位 未来九重先王中的帝尊诞生 那是无上荣耀 还有许多人不断地进入 许兄 你晚到了一步 绝对会遗憾终生的 刘大人 你可终于来了 刚才我看到一幕 让我永生难忘的场景 平平 我会以那人为榜样 成为被天下人景仰的大豪杰 新来的人 当然不相信了 可架不住所有人 都是一口同声地说 这虽然还是 让他们将信将疑 却也不再一口咬定 不可能了 一天 两天 三天 时间过得很快 许多人都已经上路出发了 只有少数几个画牢 才还在悬崖上 见人进来 就会吹嘘一下 他们看到的圣景 弄得好像他们才是林寒似的 嗡 一道人影进入 平平淡淡 好像只是一个 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 这是一个白衣年轻人 手里把握着一副小功 如同玩具似的 如果林寒在场的话 必然会瞳瞳一缩 这可不是什么普通人 既无名 他居然也来了 西仙玉 既无名 将双手附在身后 嘴角则是擒着一丝笑容 在心中道 当年一战 龙族几乎受到了灭顶之灾 死了上百条天龙 为了不让这些天龙摆死 祖龙将这些龙骨 都是葬在了这里 与天地交感 百龙之力灌体 与我来说 都是有不错的效果 可以垂食我的体质 毕竟 我吞噬了太多的一种体质 长久积压 之下 会出问题 龙族之力最是霸道 百龙之力断体 当能解决我一个后患 另外 百龙中还有祖龙的第四子普劳 也达到了九重天 虽然这条小龙的实力有点渣 但毕竟也是九重天的存在 百龙规则交织 会盛开大道之花 与我也有一些好处 我便收了 既无名站定 右手伸出 五指轻动 与此同时 张云来了 他是斗劳天的帝者 据说可以排进前五 不过 斗劳天可不能跟我们普安天相比 张云在斗劳天 可以排进前五 在我们这里 连前二十都未必可以挤进去 不管怎么说 递者毕竟是递者 不可侵辱 不可侵视 在众人的议论分分钟 张云站了出来 开始引动龙桥 一座 两座 三座 很快就有八座龙桥 升辉 果然 斗劳天排名前五的天骄 还是非常强大的 引动了八座龙桥 相当相当惊人了 在递者中都能排在前列了 可惜没有引动第九座龙桥 不然就能登上金色龙桥了 众人都是用羡慕的目光看着张云 虽然这个成绩放在前几天 并不是如何的震惊 可之前见证过奇迹的那些人 都已经登上了龙桥 因此 这里的人看到八座龙桥齐灰 就已经惊呆了 张云也甚是自得 虽然他进来后 就听到有人说 共有六人踏上了金色龙桥 更有一人登上至尊天道 可这样的鬼话他信吗 看看历史 最鼎盛的五道时代之中 也只有四人同时登上了金色龙桥 现在居然说有六个 更离谱的是 还有人登上了至尊天道 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谁能相信 就在这时 嗡嗡嗡 数十条龙桥同时发光 太壮观了 哪个人引动龙桥 莫不是一条条的 可现在几十条龙桥同时发光 让人只有头皮发麻的份 这一幕 看得所有人都是瞠目 全场鸦雀无声 真落可闻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在场所有人都只有傻眼的份 便是张云 也是嘴角抽搐 看向了在他边上的那个白衣年轻人 七十 八十 八十一 哼 所有龙桥进阶熄灭了光辉 紧接着 九条金色龙桥同时发光 这一下 所有人当然更加震惊了 九条金色龙桥同时发光 这意味着 至尊天道要开启了 既无名但笑 五指随意弹动 显得轻松无比 这就是灵寒在场 也得对既无名说一声服 他是借用了黑塔之力 靠作弊的方式 才引动了九条金色龙桥 可既无名 却完全是凭自身的能力 当然了 也可以说 既无名才是最大的作弊者 以九重先王的实力 重修金世之身 各种规则 不是信手拈来吗 只是一会 九条金色龙桥 也熄灭了下去 黑色龙桥升光 至高无上的气势流转 可以镇压万古千秋 所有人都是趴了下去 便是张云也不例外 帝者又如何 在先王级的气势面前 便只有低头的份 既无名 却是副手而立 丝毫没有将这样的气势 放在眼里 甚至微微带着一抹不屑之色 虽然同为九重先王 可就像有王者 帝者之分 当年的普劳连他百招 都不一定接得下来 现在他纵使转世重修了 也不会在这股气势面前 升起什么敬畏 至尊天道县 张云极度的眼睛发绿 他虽然也是帝者 可跟纪无名一比 在资质上不知道差了多远 一个能够引动九条金色龙桥 一个却连一条 都是无法做到 怎么比 他盯着纪无名 突然露出了凶光 这个年轻人 不过是阳魂静 而他却是天魂 双方的差距很大 很大 虽然他的天分不及 可大家同是帝者 又差了三个小金箭 难道他还会不敌对方 杀 除掉这个 让他只能仰望的天才 扑 他一个念头还没有转过来 只见纪无名一事 一拳轰出 生生砸进了他的脸里 怎么对方敢向他出手的 怎么对方能够得手的 怎么自己 居然没有半点反应的 张云的身体 轰然而倒 带着无数的疑问 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堂堂帝者 居然被一个比自己 低了三个小金箭的人秒杀 这简直不可思议 怎么也让人无法接受 既无名 却是好没有放在心上 他当初杀过的九重先王 都不止双手之数 哪一个不比张云经验绝世百倍 需要在意吗 他大步而行 登上了黑色龙桥 第2051章 大道之花 林涵 当然不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 他便在这条黑色龙桥上走着 之前 还能看到并列的 其他两千多条龙桥 但走着走着 其他龙桥就慢慢消失了 最后只剩下这条黑色龙桥 变得越来越宽 这还能算是一座桥吗 简直就是一座平原 不过 林涵已经走了三天 龙桥上还是一片清朗 只有黑色的道路 看不到一丝杂色 这黑色的路 是用龙铃铺成的 因此 踏上去 有一种凹凸不平的感觉 就算用规则护身也没用 仍是十分扎脚 因为这是规则之力 还好 只是扎脚 没有扎伤 不然就真是麻烦了 嗯 前方突然有一道气 从桥面上腾起 化作了一条绿色长龙 山风一吹 飘飘荡荡 好像随时都会随风而逝 不过 当林涵走过去的时候 绿龙眼化 从龙形变成一个人 这一身绿衣 乃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狼 这算什么 林涵一个念头 还没有转过来 便见着少年狼 便向他悍然发起了攻击 一拳轰出 嗡嗡嗡 一个又一个符号发光 凝在他的拳风上 对着林涵砸了过来 明明只是简单的一拳而已 却仿佛可以轰破天地 有无上的霸气 林涵哼了一声 同样右拳一握 向着这绿衣少年迎击过去 砰 两只拳头撞到了一起 林涵顿时被轰飞了出去 如同一枚炮弹 在战力上 他竟与这绿衣少年 差了好多倍 连一拳都是无法接得下来 绿衣少年狼得势不让人 脚下一点 向着林涵追击而去 砰砰砰 他双拳连辉 将狂暴的攻击疯狂地 倾泻到林涵身上 林涵成了人肉沙包 被不断地轰击 身体狂战 只是绿衣少年的战力 虽然恐怖 但还没有达到 可以轰破林涵体魄的程度 任他将林涵打得 怎么浑身乱战 可林涵也只是脸色 微微有些发白罢了 够了没有 林涵怒吼一声 虽然无伤 可被人这么按着打 还是让他不可接受 哄 他的体内 爆发出一道可怕的光 轰向四面八方 本源大碰撞 哄 绿衣少年的身影 林涵呼呼喘气 不是因为使用了本源大碰撞 而是被绿衣少年连续轰击 让血液流速加快 呼吸都是有些紊乱了 这让人知道了 必然会疯掉 要知道那绿衣少年 可视的魂级别的递者 战力 甚至超过了普通天魂 可攻击 打在林涵身上 却是一点伤害都无法造成 而被林涵反戈一击 却是直接挂掉 本源大碰撞 以后就是我的最强杀招了 林涵露出笑容 火焰仙态的大爆发 虽然也很牛叉 但会将他的力量完全抽空 远远没有这一招好用 咦 他露出一抹哑然之色 绿衣少年并非实体 原本就是一道龙溪形成 现在被震碎了之后 也重新化为了龙溪 在他的身周缭绕 有一丝触到了他的身体 被他吸收 顿时让他好像打了鸡血似的 精神大振 这是大补之物 林涵顿时来了精神 他主动张开身上的毛孔 顿时 龙溪源源不断地进入他的体内 让他大受滋补 龙乃天地鲜兽之首 这龙溪更是其精华所宁 好处惊人 这座黑色龙桥 可是从来没有开启过 这么多年下来 龙溪中郁郁的精华 又是何等惊人 林涵大笑 大步向前 不多时 只见又是一道龙溪 腾起 化成了一条赤色的龙 然后又飘逸散开 重新化为一名红衣女子 一生龙吟之中 红衣女子杀了过来 明明看上去弱不惊风 可身形却是矫健无比 双掌挥出中 林涵并没有直接动用本源大碰撞 而是展开其他仙术进行轰击 不过 真得打不过 他毕竟只是阳魂 哪怕是帝者中的霸主 可怎么也要受限于境界 顶多也就能战战普通的天魂 可这个红衣女子 乃是个魂中的帝者 可以横扫一切天魂 砰砰砰 林涵成了沙包 无论她使出什么仙法 都会被对方轻易化解 林涵真想要战胜这个对手的话 其实还是有好几个选择 第一 本源大碰撞 第二 他将时间留停止 那他瞬间便能截裹了对方 不过 除了本源大碰撞之外 另外两种办法 都是短时间内只能使用一次 对于自己和对方的实力 有了明确的认识之后 林涵不再浪费时间 哄 体内爆发出一道恐怖之力 冲击向四面八方 顿时 那红衣女子被震得粉碎 重新化为了龙溪 林涵将这道龙溪吸收 修位又增长了一截 要是可以吸收个百来道 我差不多就能达到阳魂巅峰了 而且 龙溪可以全面提升我的身体 不只是修为 连力量都是暴涨了一大截 他修不灭天晶 只是提升了体魄的强度 可龙溪入体 却让他仿佛多了一条天龙的伟丽 轻轻一振拳 便能将天空中的星辰打落 当然 这只是他的错觉 仅有先王才能做到 林涵吸收了这道龙溪之后 继续前进 没走多远 他突然看到前面有一朵花 这虽然看起来像是一座平原 可事实上却是一座桥 路面是龙鳞铺旧的 这上面居然还能尝出花来 林涵不由亚然 加快脚步走了过去 还真是一朵花 高有三尺 只有寥寥九片叶子 花如琉璃般透明 有一种无法用言语描述的空灵之气 林涵不认识这玩意 绝不在他所示的仙药 灵药的秘本上 但他可以感应到 其中有大道的震荡 让他怦然心动 想要接近 采摘 这是大道之花 小塔的声音突然响起 咦 不当哑巴了 林涵笑道 自从他开始研究本源大碰撞之后 小塔就和他闹起了别扭来 根本不与他说话 可现在却居然主动开口 倒真是多多怪事 小塔哼了一声 道 大道之花 蕴含着万千大道 不是仙药 圣似仙药 只有大量仙王葬在一起 才可能诞生 林涵 呕了一下 看来传言非虚 这里却实葬了上百条仙龙 尽可能地收集大道之花 对你的修炼之路 非常有帮助 小塔肃然说道 第2052章 收取 不用小塔说 林涵也没有打算放过这株大道之花 而听小塔的口气 似乎大道之花还不止一株 他向着大道之花走去 只见这株仙花轻轻摇曳 好像要凭空消失一般 当林涵走近 伸出手去采摘时 一股气流荡过 这株仙花顿时化成了无数的碎片 向着四面八方推势而去 瞬间就没了 这是怎么回事 大道之花 其中蕴含了许多仙王的道泽 本身就处在一种无比脆弱的平衡状态 所以稍遇外力刺激就会崩碎 小塔悠悠说道 你明明早就知道 却没有提醒我一声 明显是故意的 林涵指出道 小塔没有说话 算是默认了 果然是傲娇塔 傲娇又小气 不就是说了他一句吗 立刻就报复了回来 那要怎么收取 林涵问 尽可能收敛本身的气息 不散播一点出来 小塔这回就没装哑巴了 林涵叹了口气 继续往前走 小半天之后 前方并没有出现大道之花 却是多了一道龙溪 化成了一个镖形大汉 向着他悍然出手 这些人 难道就是龙族的那些先王吗 林涵展开本源大碰撞 瞬间就秒掉了这个对手 本身则是暴徒一口鲜血 一招就秒掉在自己实力之上的对手 需要运转本源大碰撞的时间 也得涨上一些 这对林涵本身 也造成了相当的破坏 土口血实属正常 还好 他立刻运转不灭天津 受创的内斧 立刻修复如初 小塔不由道 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胡来 但你若没有修出这是绝招 遇到这些先王遗留下来的 精神烙印 就只有狼狈而逃的份了 也就是说 这些对手 还真是当初的那些先王 只是当然 连他们亿万分之一的实力都没有 或许 强行限定在了分魂境 或者又是因人而异 来分魂就在分魂境 来先府就在先府境 林涵嘿嘿一笑 到 所以 我的坚持是有道理的 但我还是不能赞同 小塔语气坚定 你不必冒这样的险 他日 你若能迈进天尊 便会发现 是毫无意义的 我知道 林涵点头 不过现在 没有强大的实力 我打不过记无名 但记无名是先王转世 而且还是九重先王 你现在打不过 他很正常 小塔劝道 林涵摇摇头 斩尘打不过 奋魂打不过 先府也打不过 就算迈进先王之后 他还是打不过的 一直到九重先王为止 他才可能赶上对方 要被压制这么多年 他忍不了 也不是这样的人 同街一阵 他不想输给任何一个人 小塔不再言语 也许正是这样的性格 才铸就出了 林涵现在的强大 没有这样的拼命之心 一切按部就班 也许林涵的巅峰 便只是九重先王 这已经可以笑傲先遇了 但真要超脱的话 必须成为天尊 林涵继续前进 又灭了几个龙溪后 前方中是出现了 第二朵大道之花 他小心翼翼地前进 完全收敛了本身的气息 但大道之花 敏感无比 当他接近到三丈距离时 这朵大道之花 便开始了颤动 好像随时可能会飘散 林涵连忙停下脚步 右手一张 空间规则发动 将自己从这片天地中 隔绝开来 果然 大道之花停止了颤动 林涵再前进一步 一边调整着空间规则 始终让自己处在空的状态 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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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道之花已是静在咫尺 林涵伸出手 空间规则缠绕 明明可以看得到 却又好像不存在一般 抓住了 林涵心念一动 大道之花便被他收进了黑塔之中 搞定 林涵没来得及看收获 而是继续前进 大道之花不必立刻练花 完全可以在黑塔中放着 而且还可以分给女皇他们使用 他一路前进 消灭了许多龙溪 也被大量的龙溪淬炼身体 蛮力大涨 真得好像化身成一头仙龙 一动 天地都要动容 巨龙虽修规则 却不养元力 而是依靠肉身之力 龙爪一台便能毁天灭地 我的肉身之力越来越强大了 日后 说不定能够成为一头人形蛮兽 一动即可毁天灭地 这肯定只是一个幻想 除非他得到的龙溪 可以达到以无穷无尽的程度 不然的话 龙溪有限 能够为他提升的力量 当然也有上限了 嗯 林涵突然脚下一顿 转过了身来 他隐约有一种心迹之感 好像有什么绝世大敌正在逼近 只是一会 一道人影从远方出现 看似很慢 但只是几步之间便已经无比接近 一袭白衣 飘飘如仙 正是记无名 难怪会让他生起心迹之感 这确实是一个大敌 超级大敌 真没想到 你也可以引动黑色龙桥 记无名 显得有些惊讶 他前世乃是九重先王 而且还在这个境界 停留了无数个纪元 可能将所有规则都是修了一个遍 所以 他轻易便能引动九条金色龙桥 继而让黑色龙桥认可了自己 可林涵 又凭什么 一个小小的分魂 居然可以在规则的高度上 与自己比肩 天尊至宝 果然非同凡响 记无名淡淡说道 未来我虽然也能踏进这个境界 但不妨可以拿来参考一下 林涵哼了一声 道 就怕你没有这个实力 记无名并不动怒 只是悠悠道 年轻人 你可知道 死在我手里的九重先王 有多少个 在世人眼中 先王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九重 先王那更是先王中的大帝 每一尊都能凌骨绝金 真正无敌于世 可记无名 却能图九重先王 当年又强势到了何等地步 林涵也没有丝毫示弱 道 好汉何必 再提当年有 而当我迈进先王之后 灭九重先王 必然也只是小事一桩 哈哈哈哈 记无名突然大笑 摇了摇头 道 你以为谁都可以成为九重先王吗 能够迈进 这个境界的 都是地中之地 每一尊都是旷骨绝金的人物 好 不提当年之勇 他收起了大笑 目光凝在林涵的身上 你身上的宝物 也应该交出来了 记无名 我也很期待与你的再次交手 林涵豪情万丈 你 只有一死而已 记无名杀了过来 手中已是多了一把青色长剑 上面烙印着一个古老的符号 散发出至高无上的威势 第2053章 匹迪 青色长剑 透明如琉璃 一个古朴的符号 隐隐声光 有斩断天地的可怕气势 林涵顿时升起强烈的警证 只觉自己 要是被这一剑斩中的话 那削在手上 手断 削在脚上 脚断 削在脖子上 那就挂了 他不敢硬接 脚下连点 电闪发动 身形击退 犹如闪电一般 可他退得快 继无名的追击 也丝毫不慢 青色长剑挥舞 展出一道道可怕的剑气 刷刷刷 空间都被削得支离破碎 发出了哀鸣 好像要崩灭似的 这把剑 太不凡了 这是断情剑 继无名淡淡说道 昔年我踏入 仙王时注练的仙气 随我征战多年 不过 当我踏入九重仙王之后 就将断情剑埋了 起来 为了斩破你的体魄 我特意将断情剑中取出来 你也可以感到荣耀了 原来是仙气 幸好既无名 也无法摧发仙剑之威 否则仙气爆发 别说凌寒只是小小的分魂 便是生缘境大能 也只有被一剑斩死的份 在既无名的手中 仙气也只是 无比锋利 无坚不摧的力气 不能称之为 真正意义上的仙气 当然了 若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动 凌寒可是有天尊宝气的 要是三界塔发威 恐怕仙王也只能大喊救命 是这样吧 不错 我若发威 便是九重仙王 也不是一盒之敌 小塔傲然说道 但接下来一句 就让凌寒失望了 不过 一来我重创未遇 二来不能让几个老怪物发现 只能靠你自己了 靠你妹啊 凌寒摇了摇头 小塔也太不靠谱了 他不断地躲闪 偶尔也会远程轰出重拳 给予既无名压力 但他们现在的实力 其实已是相当地接近 只有真正的近身搏斗 才有威力 因此 凌寒这么轰拳 只能稍稍阻止 一下既无名 但完全无法改变 他在挨打的局面 怎么匹敌断情剑 凌寒在心中思索 用仙魔剑来挡 不行 他立刻摇头 仙魔剑现在还只是相当于四星准仙气 在真正的仙剑面前 绝对是一盏就断的分 那怎么挡 本源大碰撞 凌寒还是摇头 对付既无名 这样的最强对手 必须要将双方的距离拉到够近 那释放大招 才能造成预料中的效果 否则 只能造成轻创 你很不凡 放在几百万年前的话 我应该会收你为弟子 悉心培养 将一切希望都压在你的身上 既无名 仗剑而行 白衣飘飘 风采动人 可惜 我已经不是当时的我 既无名捏了一个剑绝 顿时剑意如潮 剑气如浪 向着凌寒狂笑而去 别看只是剑气 但那可是先兵打出来的 每一道 都是可怕无比 扑 扑 扑 这些剑气太过密集了 凌寒怎么也无法完全躲掉 顿时手 脚 小腹都被击中 有鼓鼓的鲜血流了出来 他不由骇然 这还是他主动运转了不灭天惊 极大提升了防御之后的结果 不然的话 这些剑气会将他斩得支离破碎 仙气就是仙气 哪怕是在沉睡状态 可仅仅只是 丁点气息的流转 都是无比可怕 难怪仙王高高在上 便是生元镜 都只能膜拜 真是太强了 现在 你可以死了 既无名森然说道 他面无表情 要扼杀凌寒这个 超级天骄 刷 一剑斩过来 如同一座撑起天地的永恒之山 要破灭一切 凌寒怒吼 突然一拳挥起 向着断晴竟轰了过去 既无名目光一凝 这小子是失心疯了吗 居然要以血肉之躯 硬汉先兵 你以为自己是先王吗 哐 断晴剑斩到了凌寒的拳头 却是暴闪出一道 可以亮瞎人眼的豪光 只见一个个符号升起 从巴掌大小到铺天盖地 阳洞亿万里 剑 被挡住了 什么 凌寒能够以血肉之躯 硬撼断晴剑 可事实却是恰恰相反 难道他可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嗯 既无名的目光 明在凌寒中 只所戴的一枚黑色戒指上 朴实无光 有若反铁 可断晴剑的剑锋 正是斩在了这枚戒指上 才被恶停的 居然挡得下先兵之力 这必然也是一件仙器 不是仙器 那也是仙精 否则根本不可能做到 倒真是小瞧你了 既无名收回了剑 目光灼灼 戒指不凡 连些魔剑也无法吞噬 极可能是仙精 但那只是他的推测 而且就算是仙精 那玩意也太小了 能不能护住他 整个拳头也是个问题 可他不服输 不甘被既无名压制 终是冒险一试 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你眼红啊 凌寒甩了甩拳头 战役汹汹 现在才是战斗 真正开始的时候 既无名淡淡一笑 我不需要眼红 只要将你杀了 你的一切都是我的 又在吹牛了 凌寒摇头 既无名 咱们这是第几次交锋啊 你又说了多少回要干掉我 结果呢 我不还是在这里活蹦弯跳的 这一次 是我杀你 他长笑一声 主动出手 一拳爆轰 消消消 无穷的剑气迸发 他用上了灭天九剑 区区分魂 既无名不屑地说道 右手直剑击舞 左手则是按了出去 掌心处变得一片漆黑 好像凝聚了无数的空间 让空气都是层层叠叠 哄 他一推掌 这片黑暗荡开 形成了可怕的冲击 凌寒都是胸口一闷 差点避过气去 好可怕的一击 这个技无名 真是太强了 举手投足都是仙法 而且还是高阶仙法 他新年为九重献王 又不知道在这个层次 停留了多少纪元 掌握的仙法 肯定多得吓死人 凌寒运转不灭天惊 周身浮现出一个个大道符号 他长笑不绝 挥舞着拳头不断地轰击 碰碰碰 随着凌寒的实力急速提升 两人在常规战力上 终是达到了持平的状态 但技无名胜在掌握的仙法 实在太多 而且在规则的运用上 更加精细如微 只要凌寒一个不注意 便可能遭到痛击 来 凌寒却是率先发难 身形一抖 将九天火分魂照了出来 九天火分魂同样一声长笑 直线魔剑 与凌寒联手 向着技无名攻了过去 第2054章 重创技无名 凌寒之前并没有照出九天火分魂 是因为技无名手里的断琴剑 实在太锋利了 可以斩尽一切 因此 将九天火分魂照出来 也没有什么意义 可现在不同 它能够以黑色指环 将断琴剑挡下 那么九天火分魂 便能发挥出应有的实力 而仙魔剑 怎么也是四星准仙气 足以对天魂镜 都是造成巨大的威胁 你技无名 就算是九重仙王转世 让仙魔剑斩上一下 试试 帮你销魂 两个灵寒 何占技无名 真身以防御为主 将技无名大部分的攻击 挡了下来 黑色 只还完全可以匹敌断琴剑的锋芒 而九天火分魂 则是趁机狂攻 仙魔剑斩击之中 威力大的惊人 终于有点意思了 既无名被逼得连退百余步 可脸上却是 丝毫没有流露出震惊之色 而是却出了一丝丝懒洋洋的表情 多了一分认真 火 它轻喝一声 哄 左手之中 顿时多了一把火焰组成的利刃 可以看到 有一个个大道符号 在其中跳动 它双剑连斩 右手断琴剑 针对凌寒本体 左手火焰剑 则是盯着九天火分身 火焰剑 挡下了仙魔剑 凌寒不由哑然 只是由规则形成的火焰之剑 居然可以挡的 下仙魔剑 这真是不可思议 你不知道的事情 还多得着呢 既无名淡淡一笑 双剑击斩 开始了强烈的反击 它无比强悍 又运转了一门仙术 额头上献出了 一个一字形 散发出镇压万古的气息 在没有召出分魂的情况下 居然就与凌寒的双体 打了一个平手 凌 既无名轻贺一声 嘴里吐出一个字来 加持了它的规则之力 化成一个巨大的字符 向着凌寒镇压过去 问 这个字仿佛从远古而来 带着无尽的岁月沧桑 这一刻的既无名 仿佛一尊无敌的大地 挥手之间 即可镇压一切 去你妹的 凌寒也是一声吼 哄 它掌握的规则之力大爆发 向着那个灵字轰去 哼 在我九字真言前 一切皆虚妄 既无名 施然说道 灵字加持了 无法言喻的大道规则 轻易便将一切磨灭 继续向着凌寒镇压而去 九天火分魂 挥舞着仙魔剑 向着灵字斩去 枪 一剑斩下 居然扬动起了火化 好像那并非虚妄的一个字 而是由仙晶组成 枪枪枪 连斩几下之后 这个灵字终于被斩出一个破口 九天火分魂率先杀出 接着则是灵涵 两人都是大吼 向着纪无名轰去 冰 纪无名 再吐了一字 灵涵和九天火分魂顾忌重施 以仙魔剑展开障碍 继续前进 斗 纪无名吐出了第三字 嘴角则是带着一丝冷笑 待他九字真言吐尽 将会形成质变 化为绝强一击 而他本身则是叙事待发 断情剑已经锁定了灵涵的脖子 到时 九字真言会束缚 黑色纸环 他的断情剑便能摧枯拉朽般 削掉灵涵的脑袋 如灵涵所说 他几次三番都没能干掉灵涵 因此 现在这个目的即将达成时 居然让他都是生起一股小小的期待 就如他成就先王之后 第一次涂先王一般 他早就冰冷的血液微微沸腾 双眼中各现出一个异字 大地的气息越发厚重 这 剑 镇 裂 在 前 当即无名吐出最后一个前字时 之前破碎的字符 全部从地面 空气中凝聚了回来 与前字融合 然后化成一道金光 向着灵涵镇压过去 这一阵 有若将整个世界 都是压在了灵涵的身上 顿时让灵涵完全无法动弹 手不能动 脚不能动 头不能动 继无名杀了过来 断情剑即消灵涵的咽喉 九天火分魂迎上 却被他以火焰剑挡了下来 断情剑则是毫无停留地继续 斩了过去 当这一剑就要斩到之际 灵涵却是露出了一抹笑容 季无名顿时心中一格愣 涌起一股不妙的想法 但攻势已出 便是他也无法挽回 只能顺势而动 哄 灵涵的体内 爆发出一道可怕的冲击波 仿佛要毁天灭地 凝聚了一个世界的九字真言 又如何 瞬间便被轰溃成渣 灵涵抬手 护在了咽喉之上 而无尽的冲击波 则是继续向着四面八方轰去 不好 季无名一咬牙 强行收回了左手 火焰剑一闪失 五指轻暗 顿时有一股岁月洪荒之力 发动 冲击波 疯狂涌过 灵涵的身形 打了个亮枪 猛地连吐三口金色的鲜血 只觉五脏六腑一片沸腾 至少断了二十几根骨头 为了能够确保杀伤力 灵涵 将本源大碰撞的酝酿时间 拖久了一点 结果便是对自己 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九天火分魂站定 手指仙魔剑 钉向远方 既无名正半跪在地上 哒哒哒 他的左肩不断有鲜血落下 仔细看 他的整条左臂已经没了 身上的衣物破破烂烂 多了至少几十道的伤痕 左臂是被仙魔剑斩掉的 身上的伤 则是本源大碰撞轰出来的 刚才他强行收回了 对九天火分魂的攻势 发出了一记秘术自保 结果人是没有被本源大碰撞轰杀 可左臂却被仙魔剑削断了 这是灵涵与继无名的战斗中 唯一一次重创了对方 可灵涵却是毫无得意之色 他费了这么大的功夫 也将本源大碰撞 当成了骑兵来爆发 居然还是没能杀掉对方 事实上 若非他多了一道分魂 有些魔剑之助 刚才那一击仍是无法重创几无名 继无名为何不动用分魂 否则分魂对分魂 主体对主体 他绝不会吃亏的 继无名长身而起 他看了一眼光秃秃的左臂 露出一抹感慨之色 倒 没想到 我竟是小看了你 却让自己受了点伤 呵呵呵失算 灵涵不敢大意 虽然继无名少了一条胳膊 会暂时影响到战力 可像他们这样的天才 只要没有死透 就绝对不能大意 鬼知道 会突然爆发出什么绝招来 而且 刚才继无名化解本源 大碰撞的轰击石 用到的分明是 时间和空间两种规则之力 而且还被他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 让一部分攻击到了过去 一部分则是未来 一部分被空间封锁 一共化成了四波打出 这样一来 威力自然就削弱了 让他得以在这样的大冲击之下 保住了性命 为何不用分魂 灵涵沉申问 第2055章 势均力敌 继无名傲然一笑 对付你还需要分魂 这话十分傲慢 十分嚣张 但也很继无名 九重先王转世 有这样的资格 就该这样的霸气 灵涵却是欧了一下 倒 你只是主体进入了这里 分魂去了别的地方 继无名倒是微微一愣 没想到灵涵这么敏感 他点点头 倒 不错 既然有了分魂 就应该多做一点事情 多获取一点机缘 不愧是继无名 灵涵心中涌起这样的感慨 在少了一道分魂的情况下 对方还能与自己打得难分难减 别看现在他占了上风 但那是打了一个出其不意 他想要杀对方 困难重重 当然了 继无名 想要杀他 也是无比艰难 达到他们这样的高度 分胜负难 分生死更难 杀 继无名负伤 却是更加彪悍 好像鲜血刺激了他 让他恢复了战役 两大决队 递者爆发了大战 继无名眼中的 一字灼灼声光 给他加持了无穷的伟力 可怕无比 林涵也不示弱 既然本源大碰撞 已经用了出来 他也频频动用 给予继无名巨大的压力 果然 继无名不愧是无上天骄 曾经的九重陷亡 本源大碰撞 虽然可以让继无名十分忌惮 可他已经找到了化解之法 便是用空间和时间规则进行分化 在陷亡之前 空间和时间规则 便能碾压任意单一的五行规则 虽然林涵利用了四道本源之力的共鸣 可五行缺一 这威力也缺了许多 总体来说就是一句话 这还不足以镇压继无名 林涵不由骇然 要知道继无名现在还没有在最强状态 人家还有一道分魂没有加入战斗 这依然可以与他打个平手 说明他还是不如对方 转世的九重先王太难搞了 强得一塌糊涂 这一战就是三天三夜 两大递者都是用手段进出 举手投足都是妙招 换上另一个人来 哪怕是天魂级别的递者 都可能已经被轰杀了 本源大碰撞 断琴剑等等 威力都太可怕了 两人同时收手 对之而立 若非有不得不杀你的理由 还真是想和你交个朋友了 继无名孝道 战役依然雄雄而然 你确实是我遇到的最强对手 林涵点点头 露出了一抹尊重之色 除了继无名之外 还没有第二个人会让他生起如此的压迫感 而且 在境界相同的情况下 还无法战胜的对手 继无名是头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 这次杀不了你 改日再战 继无名十分果断 再打下去 也是浪费时间 以他的雄才大略 自然不可能将时间浪费在这上面 他一转身 身形起落 很快就消失在了远方 林涵并没有追击 继无名杀不了他 他也杀不了继无名 打下去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他要尽快得到第五道天地本源 而且还得是土戏的 让本源大碰撞 发挥出最强的威力来 这一次战斗中 我的体力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林涵并没有第一时间赶路 而是总结起了刚才的那场战斗 也许继无名不需要 因为他战斗过的天才太多太多了 但林涵不一样 他还是头一回 遇到像继无名这样的难缠对手 需要将一切细节都做到完美 体力更强的话 我的出手会更快 原本一息之间可以轰出万全 以后可以提升到一万一 一万二 甚至两万三万 一连三天之后 林涵才站了起来 继续前进 前方很快就出现了一道龙溪 化成人形功来 并没有因为继无名已经走过了 便不再显化 林涵没有直接动用本源大碰撞 而是用这个对手 来圆润自己的战力 之前总结了那么久 总得有些进步 不过 在不动用本源大碰撞的前提下 他仍然不是这道龙溪对手 不过跟之前相比 他确实有了一定的进步 不浪费时间了 林涵运转本源大碰撞 哄 规则狂潮涌过 这道龙溪顿时湮灭 我需要更多的龙溪 他一路横冲直撞 寻找着更多的龙溪 但这里似乎有一种规则 他走过之后 路上便不会再有新的龙溪生成 不管他来来回回多少次 不但龙溪如此 大道之花也是如此 林涵就不相信 即无名会有大道之花 而不采摘 他小心翼翼 运用空间规则 让自己与这片天地隔绝 收下了这朵大道之花 林涵有了名物 龙桥其实是一种赐语 但前提是 你能收得下来 不同的龙桥 龙溪的强弱 应该是不同的 而且其他龙桥上 至少没有听傅月等人说过 林涵在桥上行走着 除非他运转不灭天津 否则脚总是有些个的慌 让他记想这座桥更长一些 让他多收获一些龙溪和大道之花 又希望赶紧到头 好让他不必受这样的苦 不管他愿不愿意 三个月后 龙桥终于是到头了 林涵可以看到 一颗巨大的龙头 咬着悬崖的另一边 根根龙须飘扬 散发着夺人的霸气 这三个月下来 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阳魂巅峰 而体力则是提升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 足以与天魂近角力 只是仙人拼的是规则 拟元力 体力再强也是次要的 但更强的体力 代表着出手可以更快 长力更久 当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了 林涵从龙手上跃了下来 再回头一看 龙桥已经不见了 也就是说 他不能按原路返回 只能勇往直前 既无名要比他快 林涵心中生起了一股急迫感 但并没有立刻动身 而是在这里盘坐了下来 等待虎妞他们 在这里 三千龙手汇聚 只要能够过桥 都会在这里重新聚集 只不过 并非每个人都有资格到此 弱者会被第一时间淘汰 他 稳坐如山 时不时便有人从龙桥上下来 从他身边经过 有的人扬长而过 走得匆匆 有的则是 会驻足看上一会 好奇 林涵为什么会坐在这里 林涵 两天之后 一名娇俏少女 从龙手上跃了下来 猛地扑进了林涵的怀里 不是虎妞又是谁 小妮子溺在林涵的怀里 用双手勾着她的脖子 林涵有没有想妞 当然想了 林涵笑道 我们赶紧走吧 正好甩掉那两个大妖精 小丫头瞪大着眼睛 满脸都是期待 第2056章 平原 林涵不经无语 这丫头醋意十足 与女皇她们相处了这么多年 仍是不改初衷 一有机会就想要独占她 乖 她揉了揉虎妞的脑袋 虎妞嘟着个小嘴 显得很不开心 但很快就被林涵逗笑 说起了在龙桥上的经历 照这样说起来 可能普通龙桥上都没有龙溪 或者龙溪弱得可怜 两人等了一会 便见女皇以无比曼妙的姿态 从龙手上落足而下 风华绝代 让人心遮 哼 大妖精 虎妞嘟起了小嘴 显得很不待见 又过了两天 柔妖女也出现了 林涵一看 不由嘴角微微抽搐 柔妖女可不是一个人 而是被至少十几个男人簇拥着 每个男人都是满脸的殷勤之色 似乎恨不得献上自己的灵魂 看到林涵时 柔妖女不由奄然一笑 嘴角更是勾起了一抹得意之色 看吧 本姑娘的魅力如何 走 林涵根本没有理睬 左手搂着女皇 右手牵着虎妞的仙手 转身就走 等等我 柔妖女连忙跳下龙手 向着林涵追了过去 让那十几个男人都是露出了嫉恨之色 凭什么呢 他们一路献殷勤 有危险都是抢着上 可林涵明明什么都没有做 却让他们心中的女神倒追 这让他们怎么忍 你站住 一名男子纵身而悦 挡在了林涵三人的前面 林涵淡淡一笑 倒 让开 你若有本事的话 我怎么挡得住你 这男子傲然说道 摆明了是在挑衅 滚蛋 虎妞轻喝一声 碰 一拳轰出 那男子顿时凌空飞起 瞬间就化成了一个小黑点 你们谁还想当拦路狗 小丫头向着剩下的人扫去 目光十分凶残 剩下的人连忙齐齐摇头 纷纷庆幸自己没有那么冲动 否则就是刚才那名男子的下场了 这里有重力规则压制 谁也无法腾身飞起 因此被打飞得那么高 摔下来即可能砸得稀巴烂 那肯定死得不能再死了 林涵一笑 牵着两女的手中又起步 柔妖女连忙跟上 低垂着头 好像受了气的小媳妇 悬崖的这一头 连接着一座巨大的平原 这回是真正的平原了 绿草有半尺高 一望无际 好像一座绿色的海洋 而在无尽的远方 有一条神龙盘旋入空 哪怕隔了无穷的距离 仍能感应到一道道龙威在传荡 让人心荡 让人心者 不过这并非一条真正的神龙 而是一座山峰 只是陡峭无比 看上去如同一条龙 林涵四人便向着那座神龙山走去 这也是其他所有人前进的方向 这个平原实在太大了 即使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很快就让众人分散了 如同繁星逆布天空 他们也灵星地分散在这个平原之上 距离越来越远 一路前进 反正前方有那神龙一般的高山 作为指引 也不用担心会迷失了方向 这海洋一般的草原 一开始让人很新奇 可时间过得一久 自然就会烦了 好 突然 一道黑影从草丛中窜了出来 那是一头黑豹 身上布满了紫色的光纹 扑极之中 有一种流光溢彩的美感 目标 直指柔妖女 柔妖女大脑 第一个攻击的目标 就是自己 这是以为自己最好欺负吗 哈哈 林涵大笑 你确实最好欺负 她没有出手 柔妖女轻斥一声 向着黑豹还击而去 砰砰砰 一人一豹展开了激战 居然是个不分高下的局面 这黑豹是阴魂镜 战力很强 接近王者的水准 因此 哪怕柔妖女是皇者 可以跃一个境界 而无敌 可以试半会 仍是无法将她拿下 虎妞无聊地打着哈欠 这样的战斗 看得她快要困死了 柔妖精 你要来帮你吧 她轰出一拳 啪 这头黑豹 立刻被轰飞了出去 咦 林涵和女皇同时露出哑然之色 因为黑豹居然没有被虎妞轰杀 小丫头 既然出手 那肯定是算准了 这头黑豹的实力 一拳下去 应该将黑豹轰杀成渣才是 可结果却完全不是这样 这一拳下去 只是将黑豹打飞了 这防御力有些惊人 碰 黑豹摔进了草丛中 她挣扎着爬了起来 有些勉强 虽然没有死 可虎妞 还是对她造成了重创 让你欺负我 柔妖女扑过去 自然只有被她暴打的份 可饶是如此 她还是在被轰了炙烧百来计之后 才终于被杀死 这身毛皮还真是坚韧 林涵走了过去 她试了下黑豹的防御力 差不多达到了得魂级别 难怪可以承受虎妞一劫 只是受了重创 妞要吃烤肉 虎妞开始流起了口水 林涵将黑豹抽筋包皮 却是意外地在黑豹的脑门中 发现了一颗金石 绿色的 半透明状 隐约有一股龙威一挡 怎么会有龙威的 四人都是亚燃 这里是百龙秘境 传说葬了上百条天龙 都是先王级别 那么肯定会有许多 好处留下来 足以让这里的生灵发生蜕变了 林涵推测道 这能吃吗 虎妞盯着金石看 还舔了一下嘴唇 这丫头看东西有用没用 就看能不能吃了 这是龙精 效果比不上龙溪 但练化之后 还是有些好处的 小塔突然说道 哦 这样啊 林涵将龙精收了起来 既然有用 自然不能浪费 他们继续前进 只见大草原正在逐渐消退 前方出现了起伏的山林 有一片片的小树林 乱石横斜 难怪刚才会出现一头黑豹 原来是要进入山林地带了 一声利叫 只见天空中有一只巨大的金雕飞过 可沼子却是非常奇怪 不是普通的鸟爪 而是五爪龙形 有金色的光泽流转 仿佛金属一般 这一声利叫化成了一道刀刃 向着林涵四人削了过来 足有李许长 刀刃刮过 大片的树木都是声声消掉 一路是无阻挡 林涵哼了一声 双拳一握 然后也是一声大吼 哄 他体内涌出可怕的能量风暴 向着斜前方倾泻而出 本源大碰撞 能量风暴涌过 前方顿时出现了一个锥形的真空区域 而金雕打出的声波刃 也被削开了一个口子 从林涵几人的身边划过 没有造成一丁点的破坏 第2057章 奇怪的龙金 金雕 剑一击无效 不由再笑一声 只是这一回 没有发出声波刃 而只是愤怒的力叫 似乎在说 为什么这一击 没能将林涵他们干掉 他的速度飞快 只是一个阵势而已 便已经消失在远方 但紧接着一个掉头 立刻又飞了回来 在天空中滑翔着 速度减慢了 许多 金雕盯着林涵几人 双眼中散发着寒芒 突然再发一声力叫 画出了四道声波刃 分别打向林涵 女皇四人 还不死心 林涵出击 还是一击本源大碰撞 爆发出恐怖的能量风暴 将四道声波刃再次湮灭 这头金雕是天魂级别 而攻击力却是远超 即可能是皇者 甚至是帝者 因此 别说女皇 虎妞不可匹敌 便是林涵不用本源大碰撞 也不可能是对手 滚下来 林涵向着天空中喝道 这里的重力规则太过混乱 他无法飞空 金雕毫不理会 只是在天空中盘旋 时不时便发出一道声波刃 这样折腾了几个来回后 金雕中是知道 这不可能将林涵灭杀 便将双翼一阵 破空飞去 这次飞离之后 他就没有再回来了 林涵四人都是十分不爽 虽然他们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可被一头扁毛畜生 连续攻击了好多次 却一直不能还手 自然让他们憋了一肚子的火 可惜 在这里除了拥有双翼的存在 没有一个人可以飞得起来 除了干瞪眼之外 也别无他法了 哼 别让妞发现他的老巢 不然扒了他的窝 虎妞气愤愤地倒 四人继续上路 他们并没有进入树林 鬼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东西 在秘境之中 必须处处小心 因为有些危险 正来自于许多微不足道的存在 比如 小虫子 明明没有什么修为 却可以轻易咬破强者的防御 注入剧毒 也有不起眼的杂草 叶子 如锯齿 可以让 仙腐强者的防御都是失效 叶子上同样有剧毒 杀人于无形之中 比如地上有尖十字 无坚不摧 煞气可破灭生机 所以 能不去那种莫名的环境 最好还是别去的好 啊 一声售吼 只见一头巨大的黑熊 从乱石中走了出来 体肠足有石杖 双眼中流转着火焰 压迫力十足 妞来 虎妞见烈欣喜 第一个冲了出去 有熊掌 失了 碰 他才刚刚扑出去 便见一道人影划过 撞到了大后方的岩石上 直的滑落下来 只见大黑熊人立着 还保持着擅长的姿势 这被扇飞出去的 当然只能是虎妞了 疼疼疼 虎妞刺着牙 从岩石中挣脱出来 他被生生嵌进了石头里 朕的全身骨头 好像都是碎掉了 好厉害的熊掌 不过应该很好吃 他一纵而起 又向着黑熊攻了过去 大黑熊顾忌重施 还是一巴掌抽出 但虎妞虽然看上去不靠谱 可他的战斗悟性却是极高 怎么可能在一条沟里 翻上两次船 他身形动转 羞羞羞 绕着大黑熊转了起来 将自己的敏捷性 发挥到了极致 昆蓬是什么 魏蓬 振翅九万里 呼啸云天 乃是天下急速的代表之一 一瞬间 场上全是虎妞的影子 至少上百个 这是他的速度太快了 留下了残意 几尽真实 来啊 大家伙 妞一定要啃了你的熊掌 他念念不忘熊掌 这是一个吃货的怨念 大黑熊咆哮 他的境界达到了天魂 本身也是王者级别 论实力远在虎妞之上 可问题是他根本拍不中人 那战力再强又如何呢 碰碰碰 反倒是虎妞 不断抽棱子 给大黑熊一拳一掌 别看他人 长得清纯可爱 可下手绝对是又虫又狠 打得这头大黑熊 不断地哇哇大叫 双眼中的火焰化成了球 这两颗火球 一开始是赤红色的 可居然在慢慢地变黑 时不时便有一道白色的脉纹浮现 显得十分诡异 林寒心中 升起一股不安感 到 妞 小心一点 算了 还是我来 不要 妞 还想玩 虎妞嘻嘻笑 继续对着大黑熊出手 哼 就在这时 那两颗黑色光球 竟是突然爆裂 然后形成了一道可怕的冲击波 哼 附近十里范围 进阶化为了火海 有可怕的火系规则 在肆虐 要坟灭一切 林寒收回了手 刚才他及时出手 护在了女皇和柔妖女的身前 但虎妞的话 妞没事理 虎妞嘻嘻笑 他的身周 有一个光盾 是一头正要浮出水面 震意飞翔的昆鹏 在他的一声娇翅中 这头昆鹏飞出 向着大黑熊震压去 碰 一撞之下 大黑熊立刻打了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 这是小丫头激活了昆鹏血脉 可这样的大招 也只是让大黑熊打了一个亮枪 并没有负伤 可见大黑熊的实力 也是杠杠的 一起上 林寒 女皇 柔妖女 都是冲了上去 和四人之力 群殴这头大黑熊 如果林寒不发动本源大碰撞 连他都不是这头大黑熊的对手 哪怕四人联手也是够呛 只能维持一个平手之势 不过林寒的体魄足够强横 完全撑得住大黑熊的轰击 有他作为主攻 牢牢地吸引大黑熊的攻击 便能让三女将攻击力完全发挥出来 磨了两天 他们终于将这头大黑熊轰杀 都是一屁股坐了下来 只觉累得要命 他们喘了几口气后 都是大笑了起来 只觉说不出的快意 凭自己真正的实力 轰杀了一头比自己强大的猛兽 这是一种强烈的成就感 熊掌 熊掌 只有虎妞的神经易于常人 他美滋滋地打量着大黑熊 口水直流 林寒休息一下 将大黑熊给拆解了 四只熊掌 都是放到了火上烤 刚好一人一只 天魂镜的鲜瘦肉 本来就十分美味 更何况是熊掌这样的好东西 又有一颗龙巾 他在大黑熊的脑子里 取出了一颗红色的龙巾 咦 上面 好像有什么花纹 柔妖女的掩挺尖的 女皇拿过去一看 很快就点点头 是有花纹 而且有着很强的规律性 但具体是什么 却是看不出来 林寒也结果观察了起来 这颗龙巾 确实不同于之前 他们得到的那颗 上面有着很复杂的纹路 但绝对不是大道符号 这点林寒 可以完全肯定 第2058章 大河祖路 林寒 收起这颗古怪的龙巾 继续向前进 可以慢慢研究 不必急于一时 两个时辰后 他们再度遭遇了一头猛兽 但实力要低弱得多 将之轰杀后 很自然地得到了一颗龙巾 但这是一颗很正常的龙巾 并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花纹 难道 只有实力超强的存在 才会诞生有纹路的龙巾 他们做着猜测 这个 很容易得到证实 因为他们没过多久 就遇到了一头庞然大雾 这是一只巨龟 正在山间慢慢爬动 但一个落足 便让山摇地动 声势大的惊人 哄 这头巨龟 立刻便发现了林寒他们 一台族便落了下来 仿佛一座山峰压下 呼啸着风云 族底更有一个黄色的符号在发光 如果没有这个符号的话 林寒四人可以不躲不闪 任其轰中 你力量再大也没用 根本伤不了他们 顶多就是将他们打进泥土中 又或者干脆将自己的脚丫子 砸出一个洞来 好像林寒他们就跟钉子似的 在规则面前 纯粹的力量就跟纯胡似的 一点意义也没有 所以 仙人都要修规则 力量融入了规则就不同了 那将产生可怕的打击 力量在规则的支持之下 也将发挥出应有的破坏力 林寒大喝一声 挺拳迎上 碰一声巨响 龟族落下 事无可挡 当龟族再次抬起时 只见林寒四人都是陷进了大地之中 但每一个都是毫无发伤 这是林寒张开了原力护盾 抵消了巨龟这一塌的冲击 否则除了林寒之外 三女都要暴徒鲜血 像柔妖女实力太弱 直接被踩成肉泥 都不是没有可能 哄 巨龟的足踩刚刚抬起来 便又以可怕的高速砸落下来 摆明了要反复踩 将林寒他们都是踏成渣渣 让你狂 林寒寄出仙魔剑 人剑合一 向着天空中飞射而去 噗 一道血花溅起 只见林寒 生生撕开了巨龟的后皮 穿透了脚掌 仙魔剑释放着赤裂的光芒 继续向着巨龟的头部刺去 巨龟发出痛吼 以他的体型来说 林寒这穿出的伤口 其实和针扎破的没什么两样 痛当然痛 但也只是一下下而已 可谁让这是仙魔剑斩出来的 未来的仙气啊 破坏力何得霸道 此时锐煞之气正在巨龟的体内翻腾 冲荡之处 那部分的血肉 立刻失去了生命活力 变成了一坨死肉 还好的是 巨龟够大 可以在体内 布下一层又一层的防御 使得仙魔剑留下的锐煞之气 不断地削弱 最终消失 然而 这已经让这头巨龟三分之一的肉身化 为了腐肉 足见仙魔剑的可怕 林寒 纵剑斩来 刷刷刷 仙魔剑乱舞 这头巨龟 个头是大 力量更是可怕 换了一个人遇到他 肯定只有倒霉的份 可遇到林寒 却是这头巨龟倒霉 他巨大的身体 反倒成了再明显不过的靶子 林寒怎么斩上一剑都能剑弓 让这个大家伙 很快就趴在了地上 成了一头死龟 剖开他的脑袋 只见里面有一枚土黄色的龙巾 再仔细一看 上面布满了花纹 又是一颗特殊的龙巾 花纹并不一样 林寒观察了一阵说道 三女都是点头 虽然花纹复杂 普通人看了都会晕头 可对于他们来说 扫过一眼 就能将纹路的每一个细节 完全记住 这又不是大道符号 看了一眼 就会被天地从记忆中 慢慢抹去 管他呢 我们走 虎妞大大咧咧 确实 他们也分辨不出 什么名堂经来 只有前进一图 向着那座神龙峰而去 他们一路上 又轰杀了好多猛兽 有的贡献了普通龙巾 有的则是特殊龙巾 总体来说 普通龙巾多 差不多要十倍于特殊龙巾 花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 他们终于要接近 那座神龙山了 可前进的路却是消失了 让他们只能驻足而立 没有路了 一条巨大的河流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河流出奇的宽 至少不是谁可以一跃而过的 那么渡水而过 林寒试着拿出黑塔中 存着的木船 但一丢进河中 便被腐蚀个金光 只见河水中 有一个个大道符号翻涌 正是这些大道符号 轻易就摧毁了木船 木船不行 铁皮船也不行 什么东西都架不住这河水的 腐蚀 也许仙金可以 可谁会拿仙金来打造一艘船 这不是天大的浪费吗 绕着走一圈 也许有桥 也许会遇到尽头 他们绕着大河走 一路上赶超了许多人 也遇到了许多 从另一个方向走过来的人 这让林寒几人 生起了不好的感觉 也许 这条河是绕着神龙山 打了个圈 那么无论怎么绕 都不可能绕到头了 但没有走上一圈的话 谁又会死心呢 这个圈大的惊人 足足走了十七天 林寒 他们才终于又回到了原地 果然 大河是闭合的 没有留下一条通道 这怎么渡河呢 不对 林寒突然想到 他沿着大河走了一圈 确实看到了许多人 但也有许多人没有看到 比如那几个超级地者 甚至都少郡 龙不天等人 也一个都没有遇到 难道这些人 一直走在了他们的前头 才始终没有遇到 再走一圈 这一次 林寒四人选择了反方向绕 果然 有许多人之前是与林寒他们 沿同一个方向前进的 因此并没有遇到 这么反方向一绕 就全部看到了 可天清月 于华清等人 却还是没有看到 这里一定另有通道前往神龙山 所以那些个人 都是去了别的地方 并没有来这里浪费时间 林寒断言道 可其他的通道又在哪里呢 林寒心中一动 将那些特殊的龙精 取了出来 再次仔细观察 这些花纹拼起来 会不会是一张地图呢 他突然脑洞大开 地图 什么地图 柔妖女问 也算是没话答话了 都说要上神龙山 但大河相隔 根本没法前进 也许会有一条地下岸道 可以渡过河呢 林寒说道 那我们自己挖 虎妞来劲了 在他看来 这就是一桩好玩的事情 小妮子说干就干 可只是向下挖了一点点 便见有河水涌出 要不是林寒出手 快 一把便将小丫头 抓起丢到一边 恐怕她就要 被河水腐化掉了 第2059章 半路抢 好坏的河水 差点伤到了妞 虎妞勃然大怒 对着河水生气 林寒笑了笑 牵着虎妞的手往前走 来 我们去多杀一点猛兽 他们展开了猎杀之旅 这很快就让虎妞兴高采练 因为小丫头又有得吃了 对于一个吃货来说 富有何求呢 一头头猛兽 倒在了他们的脚下 贡献出了大量的龙精 虽然以普通龙精未多 但这玩意 可是大补之物 又有助体领悟之妙 谁也不会嫌多 大不了 还能卖掉 换取新时 他们得到的特殊龙精 也越来越多 但距离林寒所说的 地图却是差得甚远 至少现在还是一团乱 完全无法拼凑得起来 又是一头大家伙 两个月后 他们来到了一座小山丘 前方有一头金毛雄狮 却长着三条尾巴 仔细看 每条尾巴上面 居然各长着一个脑袋 只是要小得多 不是十分明显 这什么怪物 管它是什么怪物呢 杀了 吃了 虎妞熬熬叫 头一个杀了出去 林寒 女皇 柔妖女 也连忙跟进 他们四人 现在的配合 是越来越默契了 联手之下 基本天魂级别的皇者 都能搞定 毕竟这里的猛兽 在智商上 有明显的弱点 可以轻易牵着鼻子走 空拒战力 不足为拒 四人展开为杀 可还是花了将近四个时辰 才把这头大家伙搞定 林寒已经很久 没用本源大碰撞了 因为他想让 三女也锻炼一下 实力 当然得在实战中磨砺 咦 这有一头大家伙 惊喜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行七人出现 发现此地 还有林寒四人时 个个露出了猙獰之色 林寒目光一扫 不由亚然 因为七人之中 居然还有一个他认识的人 软冬香 奇怪 怎么跑到什么地方 都会看到这个人呢 你们可以滚了 七人中 一名黄衣 中年男子傲然说道 目光扫过虎妞三女时 眼神发光 露出了惊艳之色 但并没有说什么 将三女留下来的话 毕竟 能够轰杀这么一头大怪物 这四人的实力 必然不凡 能不起冲突 就不要起冲突的好 软冬香 恨恨地看着林寒 但他也是厚颜无耻 马屁拍镜 才得以进入这支队伍的 又哪敢因为私怨 而让这些人与 林寒发生冲突 他心中只有暗暗祈祷 林寒不肯妥协了 那么两边不打也得打 不会滚 你先来一个吧 让我们欣赏欣赏 林寒淡淡笑道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可人若犯我 我必将人打成傻逼 黄衣中年男子 一愣 然后露出一抹森然之色 原本还想给你们留条生路 可你偏偏嘴贱 非要自寻死路 丑八怪凶什么凶 放马过来 看妞 怎么收拾你 虎妞捋了捋袖子 露出两截雪白如玉的小臂 顿时让七人 都是看直了眼睛 妙不可言 美不胜收 鲁哥 这三个妞 不用杀吧 七人中 一名这绿山的男子 凑了过来 向黄衣中年男子说道 能抓就抓 不能抓 就只好宰了 黄衣中年男子 表情凶利 若是存了抓活的想法 那出手之间 就会有顾忌 而对方四人 可以斩杀掉一头 巨型猛兽 实力定然不弱 因此别看他们人多 可一旦出手有了顾忌 很容易就被翻盘的 所以如他所说 能抓就抓 不能抓就宰了 死的 也别浪费 我用得着 一名黑衣人说道 他满脸枯瘦 有弱劳嗖 可这里明明只有 不足一千万岁的人 才能进入 估计他是修炼了什么邪功 他们可是知道 这个人在修炼 睡觉的时候 都会抱着一具尸体 简直就是一个怪物 不过 此人的实力也强横无比 否则的话 他们也不会 将对方待在身边了 这样的人光是看上一眼 都会让人眼睛疼 女皇露出了 森然之色 以他的傲娇 只绝天底下 所有人都应该 匍匐在他的脚下 可现在居然有人 敢向他不敬 这自然让他动目了 原本还打算 只是将你们教训一顿 毕竟大家也没什么仇 没什么愿的 可现在嘛 林涵顿了一下 杀气开始流转 上 上 上 黄一中年男子大声叫道 顿时 他们七人同时约了出来 向着林涵四人攻去 阮东向满脸 都是猙獰之色 眼神中更有一丝快意 这一路下来 他可是清楚地知道 这六名同伴 各个都是天魂疯癫 虽然连王者级别 都没有达到 可整整六个 合起来的战力 有多么强大 林涵几人最强者 也不过是阳魂 就算是帝者 那也只能地魂无敌 怎么匹敌天魂 更何况是天魂巅峰 六对四 那自然是绝对的文英王 他也十分佩服自己 总能找到十分硬的靠山 遇到危险 只需要加油助威 就行了 一群喳喳 受死吧 虎妞纵悦而出 大打出手 不过 光是他一个人的话 可远远不是这六人的对手 很快就被轰了回来 林涵 邦妞 小丫头说道 好 林涵笑道 与女皇并肩杀出 柔妖女 便没有参战 对付 没什么智商的猛兽可以 但面对人类的话 他这个短板 将会立刻曝露出来 无论被哪一个钉上 都能轻易将他轰杀 或是拿下 所以还是有多远跑多远 别来凑这个热闹 大战开始 很快就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众人都是纷纷放出了 自己的分魂 阳魂 只有一个分魂 可天魂却是多达四个 对方六人 那一共可以演化出 三十道 身影 围殴灵含三人六体 人数优势非常明显 女皇一生轻力 血脉之力发动 顿时多了十八道分身 在人数上扳回了许多 然而对于实力的提升 却没有值得变化 战战战战战 灵含并没有动用本源大碰撞 但其他的仙术 却是一一流转 与人斗才是其乐无穷 猛兽毕竟太傻了 他展开时间规则 将对手的攻击 都是纷纷延缓 又动用空间规则 不但身形飘逸 更时不时将对手的攻击放逐掉 屡屡替女皇和虎妞化解危机 先杀这个男的 对方六人看了 出来 不将灵含先轰杀的话 他们根本不可能灭掉了 灵含四人 灵含无惧 如果都来攻击她的话 那这六人和之前的猛兽 又有什么区别 可以让虎妞和女皇 战力全开 第2060章 你敢骗我 在皇一中年男子 六人看来 灵含最具有威胁 必须第一时间干掉 否则的话 不但会危及到他们的生命 也让女皇和虎妞 有了生命保障 不好除掉 可将灵含先干掉的话 去了一个大敌 那他们不但可以赢 甚至有可能将 女皇和虎妞生情 有机会的话 他们自然想要一亲方泽 毕竟这两女美的 超凡脱俗 在他们看来 六人联手 肯定可以拿得下灵含 毕竟双方的境界 差距摆在那呢 这在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适用的 但唯独对灵含不起作用 她的体魄之强 已经达到了变态级别 根本不是分魂 可以轰破的 碰 碰 在六大巅峰 天魂舞者的棋轰下 灵含不断地中招 有些确实是 她没能躲得过去 有些则是 她懒得躲闪 这副体魄 让她可以足够任性 她双拳连轰 快得无法形容 怎么可能 她出拳的速度 至少是我们的三倍 一个人就能完全 挡得下三个人的攻击 怪物啊 黄一中年男子六人 都是惊呆 明明灵含的战力 不如他们 可偏偏出手速度 却是快得惊人 将他们中三人的 攻击完全挡了下来 虽然还有三人的攻击 可以发挥作用 但有的被灵含躲开了 有的则是被硬吃了下来 让他们六人围殴一个人 都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反倒是女皇和虎妞 却是不断地 对他们造成了伤害 虽然不至于致命 但若是伤势不断地积累 终会形成质变的 别再打这个小子了 先干掉那两个女的 黄一中年男子大声叫道 这一刻 她再没有半点欲火 相比于自己的性命和前途 女色又算什么 只要活着 只要有地位 什么美女不是招手即来 她看得很清楚呢 其他五人都齐齐应试 改换了攻击的目标 这就又回到了先前 凌寒展开时间和空间规则 替两女分化攻击 只是这么一来 战斗再次陷入了僵局 阮东香看向柔妖女 目露凶光 她当然为凌寒的实力而震惊 区区三个阳魂 居然挡得下六个天魂 简直不可思议 可是到如今 她又哪里有震惊的时间 若是凌寒一方胜出的话 她相信自己会丢了小命 于是 她就盯上了柔妖女 她为什么没有上阵 那是因为她的实力太弱了 上阵也只是爱手爱脚 那么相同的 柔妖女没有上场 也是因为她的实力更弱 连凌寒三人都只是阳魂 那么 柔妖女最多也只是阳魂而已 她可是的魂 而且还是 王者之姿 能够无敌于这个境界 那么她对上柔妖女的话 必然能够轻易获胜 拿下这个妖魅女子的话 凌寒三人肯定会乱了阵脚 那接下来当然是大败了 她露出冷笑 别以为她的实力弱就能看不起她 相反 她的脑袋瓜子最是灵活 还是要靠她才能获胜 咻 阮东香跃了出来 向着柔妖女杀了过去 柔妖女立刻露出了楚楚连人之态 道 求求你 不要伤害我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事情 阮东香顿时怦然心动 柔妖女妩媚入骨 这一软言 香球让她的骨头都是化掉了 而且 任何的事情 这不禁让她想入非非 柔妖女妖娆无比地向着她走去 水蛇腰左扭右摆 荡出无限风情 阮东香色受魂语 她心里明明知道不妥 可主观上却是无比享受着这一幕 根本不想做出任何的反应 白痴 充满机翘的声音响起 阮东香只觉胸口一疼 连忙将身形一让 赫然发现胸口已是多了一把尖刃 从心脏的上方刺了下来 若非她吃痛 即是让过了一些 现在的心脏肯定已经爆掉了 于分魂强者而言 心脏爆了还不至于死 却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因为心头血中可是凝聚着无者体内的本源之力 失职 大伤 她又怒又狠 立声道 妖女 你敢骗我 柔妖女露出一抹惋惜之色 她原本想要刺阮东香的天灵盖 破碎对方的尸海 一击致命 但这个位置太敏感了 恐怕一举刀就要被对方警觉 不如刺心脏来的保险 这也是因为她的魅属还不够到家 否则就是刺向对方的尸海 阮东香也应该是含笑待毙的 本姑娘就是骗人的妖精 你不服骂 柔妖女吃笑道 阮东香手舞胸口 她正在压制伤势 对方用的乃是四星准仙气 这一刀的伤势 可不是轻易便能恢复的 哪怕没有真正的命中心脏 仍是让她的战力暴跌一大截 就算我受了伤 也能轻易杀你 她大叫道 红着双眼 向着柔妖女杀了过去 痴人说梦 柔妖女不屑说道 这种只会欺负弱女子的男人 最是可耻了 哄 哄 哄 他们二人也站了起来 原本阮东香是 应该占据绝对优势的 可因为受了伤 让她的战力跌落了一大截 因此 虽然还是她占了上风 可想要拿下 甚至杀死柔妖女 却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 她怒火中烧 再不去管六名 同伴与林涵三人的局势如何了 就是要将柔妖女拿下 她发誓 要是将柔妖女生情 那她要把对方生不如死 如果是死的 那也要鞭尸 从小到大 她还没有被女人骗过 还因此受了重伤 在她强大的攻势之下 柔妖女的形势 也越来越不妙 被完全压制 连一招都是害不了 自保 都是十分吃力 这一招看你怎么躲 软东向中 是将柔妖女 逼入了绝境 她得意非常 一掌向着柔妖女的胸部扣去 她不但要情下这个女人 还要蹂躏她 一掌落下 眼看距离那 高耸的胸口 已经不远时 她的嘴角 露出一抹快意的笑容 自己的未婚妻跟人跑了 这是她心中的一根刺 现在却可以玩弄别人的女人 让她生起了一种 变态的快感 捏抱她 她双眼中生着火 一掌毫不留情地抓了下来 啪 手掌落下 咦 不对劲啊 怎么空空荡荡的 软东向亥然发现 自己的手腕 居然被人握住了 没能按在柔妖女 那傲人的胸口上 这抓住自己的人 是 林涵 这家伙 不是正在与别人激战吗 四 软东向立刻醒悟过来 她再一扭头 只见黄一中年男子 六人已经被全部打倒 有的 被削成了两片 有的则是六片 有的根本就化成了肉渣 连一块完整的骨头 都是找不到 她一个机灵 使绝腿都软了 第2061章 传送 怎么回事 刚刚他们还打得激烈 现在却已经结束了战斗 软东向仔细一想 不由脸色大变 哪是一会 她与柔妖女实力差距不大 因此 等她将柔妖女 完全压制 至少已经是一两千招后的事情了 这要多久 黄花菜都凉了 凌寒淡淡一笑 抱 一个大男人欺负女人 好意思吗 你 你想做什么 软东向颤声问 戳你 眼睛 柔妖女怒斥一声 右手伸出 啪地一下戳在了 软东向的眼睛上 啊 软东向惨叫 这虽然没有将她的眼睛戳瞎 但仍是痛得厉害 柔妖女仍是怒气不减 对着软东向连连戳击 这个家伙居然差点杀了自己 还枉想摸自己的胸 太可恶了 跟她这么多废话干嘛 杀了她 虎妞说道 不不不 不要杀我 软东向惊呼 我可以给你们任何东西 求求你们不要杀我 不需要 凌寒一拳轰出 碰 软东向便被她打爆成了血雨 这次不是分魂了吧 柔妖女问道 凌寒感应一下 然后点点头 不是分魂 是主体 她走回去 将黄衣中年男子 他们身上的空间容器 都是收了起来 打开一看 除了许多普通龙巾之外 还有一些特殊龙巾 显然 他们也知道特殊龙巾的作用 才会让凌寒他们 留下那头金毛雄狮的尸体 看来 许多人都知道 特殊龙巾的作用 凌寒他们不知道 是因为傅月也不知道 而都少骏的话 对方应该知道 毕竟是普安天的土著 而他没有告诉凌寒 应该不是 他不想说 而是他并不知道 凌寒不清楚这里的情况 一个没问 一个没说 就造成了现在的结果 看来 我们的方向没错 特殊龙巾 可以帮助我们找到 突破大河的通道 他们继续游荡 猎杀猛兽 收集到的特殊龙巾 是越来越多 达到一个临界点后 他们便可以将 这些龙巾拼起来 一个个纹路连接 竟是组成了 一个门户的形状 但因为 还少了小半部分 这门户还远远没有完成 这是一个传送门吗 凌寒四人都是推测到 居然不是地图 极有可能 没什么好说的 继续猎捕凶兽 又是几个月后 凌寒他们终于 获得了最后一块特殊龙巾 当凌寒将这块龙巾 镶嵌上去的时候 问 龙巾门突然大放豪光 那是一块块金石在发光 每一道纹路 都是对接了起来 好像有血液 在里面流动似的 最后 原本虚无的门户中间 也多了一个旋转的光运 果然是传送门 凌寒感应到了 强烈的空间 规则 走 他们没有丝毫的犹豫 纷纷投身 进入了门户之中 进去一个人 光门的亮度 就减弱了一分 当女皇 虎妞 柔妖女都进去了之后 这个光门 已是摇摇欲坠了 看来 等凌寒进去 又或是顶多再多一人 这光门必然会崩溃 他只能支持这么多人进入 凌寒自然不会迟疑 一步迈了进去 嗡 身形立刻消失 当凌寒进去一回之后 这道光门轻轻一战 啪啪啪 顿时破碎了 龙巾碎了一地 若是捡起来看下的话 便会发这些龙巾 已经化成了粉末状 凌寒仿佛进入了一片泥闹 四周的吸附力 大得惊人 他明明张开着双眼 却是什么 也看不到 有一种失重 无力之感 但只是一个瞬间而已 他立刻感觉到 全身一清 已是处身在一座高山的底下 抬头只见一座陡峰 直入云霄 却是怎么也无法看到 头 神龙山 他立刻反应过来 虽然之前看到的时候 都是隔着很远的距离眺望 不像现在来到了山脚下 但看了这么多天 又岂有认不出来的道理 好高的山呀 山巅吗 上 他们开始攀山 这里有特殊的重力规则 让人无法飞行 而爬山的话 到了一定高度后 这重力也会变得极其惊人 好像背着一颗心体在动 举步 围歼 四人都是气喘吁吁 便是凌寒也并不轻松 这重力规则 因人而异 实力越强受到的压迫 就越是强烈 谁也没有什么优势 可言 好嘞 好嘞 虎妞吐着舌头 索性就趴在地上爬了起来 她即使成长 为了一个超级大美妞 可本质上却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那么的贪吃 还是那么的搞怪 女皇就要矜持多了 虽然 相悍如雨 却是毫无停下来休息的意思 更不可能去学虎妞的 凌寒不由道 你们两个不如进黑塔去吧 女皇摇摇头 目光坚定 这是属于她的考验 一定要由她自己来完成 虎妞则是道 这个挺好玩的脸 柔妖女举手 我要进去 我要进去 你一边凉快去 凌寒给了她一个白眼 柔妖女不由委屈地 挽起了自己的手指 这个不解风情的鲁男子 太可恶了 这一爬就是五天 山脚下的景象 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的云雾 在缭绕着 可抬头往上看 山峰依然比直 不见其手 还得走上几天啊 咦 凌寒突然一正 将正要前进的虎妞拦住 身后的女皇和柔妖女 自然也跟着停了下来 前方 出现一抹绿色 山里出现绿色 太正常了 可问题是 这抹绿色会动 这是 一个人 凌寒四人都是露出惊讶的表情 这是一个身材壮实的男子 龙首人身 龙须皆做绿色 因此 远远看上去好像 一堆汇动绿藻 外来者 请飞我来 这个龙首男说道 凌寒四人面面相去 之前的猛兽 都是只知道 杀戮 这个家伙 居然如此客气 让他们有些琢磨不透 来 龙首男再次勾了勾手指 然后转身而去 跟上去 凌寒只是微微犹豫 便立刻做出了决定 虎妞和女皇 当然不会有任何的意义 纷纷 把腿跟上 怎么就没有人问我的意见呢 柔妖女吐槽了一句 只好跟在了三人的后面 一路行走 他们大部分的时间 都不是在向山上走 而是在绕着山行 走了差不多个把石上后 前方居然出现了一座小镇 所有的房子 都是由树木搭成 充满了原始的风情 第2062章 青龙镇 小镇中人还不少 有的是龙首人身 有的则是龙身人首 但不管长得如何 头上都是有一束绿油油的 而在这个镇里 重力规则居然消失了 请随我来 带路的龙首人 回头说了一句 引着灵寒四人进阵 他们这四个外人的进入 并没有引发什么轰动 镇民们依然各干各的 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这里进来了几个怪物 一直走到镇子的中心 这里有一座 全部由木头做成的庙宇 顶部有一条绿色的雕像 横跟了整个庙宇 龙须逼真无比 好像在微风的吹拂下 还在阳洞着 青 龙首人不断地引路 带着灵寒四人 来到了庙宇的天井中 这才让他们停下 请稍坐 容我去请长老出来 灵寒四人 都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这被不认识的人请了过来 什么情况 都不说一下 谁都要张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的 过了一会 只见先前那龙首人又回来了 不过 他是跟在了一名老者的身后 这老者人手龙身 秃了个 脑袋 倒是不虑了 可没貌 胡须仍坐绿色 还是逃不了绿油油的命 老娜娜须 老者露出一抹笑容 眼神中金光四射 散发着可怕的压力 这是一尊强者 应该是 生缘境的存在 灵寒可以大致判断出来 见过前辈 灵寒四人 都是打一行礼 那须抬了抬手 倒 又到百龙秘境开启之日 老娜等这一天 已经很久了 敢问前辈 照我们来此 有何吩咐 灵寒问道 那须刚想说话 却见又是一名老和尚 走了过来 他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阿弥陀佛 这老和尚宣了一声佛号 震得众人的 耳中都是一阵轰鸣 差点晕厥过去 这老和尚也非常厉害 老娜那空 第二个老和尚 向着灵寒四人一笑 想向四位施主讨个善缘 四位小施主 还是与老娜结这个善缘 那须连忙也开口 一副 我不说话 我就亏了的模样 灵寒四人面面相去 更加的满头雾水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与老娜结下善缘 老娜可以让你们 在得到百龙贯体时 好处提升三倍 那空到 老娜允诺你们 可以提升四倍 那须不甘示弱 五倍 六倍 两个老和尚 顿时争的是面红耳赤 差点大打出手 灵寒四人更加莫名其妙 这是要内红吗 敢问两位前辈 这截善缘到底是什么意思 灵寒问 两个老和尚 一边争吵 一边则是向灵寒做着解释 通常是吵上三句 然后说上一句 这样零零星星的句子 凑到一起 灵寒四人终于知道 是怎么回事了 这个小镇叫青龙镇 所有人都拥有龙族的血脉 但世世代代 皆被困在这座神龙山上 无法离开 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 反正他们一下山 就会修为全尸 紧接着就是寿元 耗尽 无疾而终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 一年一次的百龙秘境开启 青龙镇 共有七个部族 在百龙秘境开启的期间 七大部族之间 就会展开角逐 谁能获得第一 就可以从神龙庙中 得到一颗龙珠 集齐9999颗龙珠 便能召唤神龙 将一族之人 活着带出百龙秘境 而进行角逐的人选 却必须是 外来者 因此 之前才会有 纳空和纳虚的争抢 所谓的结善员 就是与他们所在的部族 签订协议 在此期间 为他们征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七大部族收集到的 龙珠 也越来越接近要求的数目 而纳空和纳虚所在的部族 得到的龙珠 最少 因此他们 也最是着急 迫切想要赢得胜利 赶上前面五大部族 他们是怕 万一只有一次离开的机会呢 谁也不想 勇士困在这座神龙山上 纳空和纳虚 都是开出了很高的架码 希望凌寒四人 可以加入自己所在的部族 不管凌寒四人的实力如何 多一个人 总是多一份力量 凌寒没有仓促决定 而是决定先等等看 不能光是听人家说上一席话 就贸贸然答应的 万一这争夺 无比危险 动辄死人哪 怎么也得先了解清楚了 纳虚和纳空 虽然着急 却也没有办法 只好安排四人住下 却是个派出部族内能言善道的人 继续游说凌寒 四人 所有的外来者 都被安排住在了神庙之中 有一个极大的别院 特地就是为了 安排他们而设的 用到了空间规则 外面看似不大 里面却是别有洞天 因此 从外面看 一到墙上 安着一扇扇门 显得密集无比 也非常的丑陋 外面便有许多人住族 互相商量着什么 新来的 有人看到了凌寒 新来的 过来 一名紫衣青年 立刻向着凌寒四人喝道 带着强烈的命令语气 凌寒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 报 你爹娘没有叫你怎么说人话吗 紫衣青年顿时就气得双眼喷火 做事就要向凌寒冲过去 报兄 息怒 息怒 边上有人连忙劝解 一把将紫衣青年牢牢地抓住 放开我 我要给这个家伙 一个教训 紫衣青年用力挣 一副火到不行的模样 凌寒呵呵一笑 右手凝拳对着前方虚轰出去 碰 无尽的规则扬动 惊要心语 这一击打过之后 所有人都是对着凌寒侧目而视 好强 明明只是阳魂而已 可战力居然如此强大 达到了地魂巅峰 不 甚至达到了天魂级别 天魂出气 紫衣青年 则是张大了嘴巴 却没有发出一丁点的声音 表情有些逗 放 放开我 放开我 愣了一下之后 他又叫了起来 已经忘了去抓紫衣青年 那么你这放开 我又从何说起呢 显然 紫衣青年是怕了凌寒 可就此眼气息鼓 又伤面子 只好嘴里叫叫做做 样子了 凌寒展颜一笑 对着紫衣青年亮了亮拳头 哥 紫衣青年立刻扑了过来 一把抓住凌寒的拳头 你是我亲哥 终于让弟弟我找到你了 他满脸的激动之色 靠 这家伙也太无耻了吧 凌寒摇摇头 倒 叫我过来做什么 那个 哥 我们打算 这样的话 我们便能轻易获得胜利 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紫衣青年满脸的讨好之色 第2063章 天龙股粉 这虽然很偷鸡取巧 却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策略 因为只要赢就有奖励 那何必还要打胜打死呢 完全在浪费时间 是不是 凌寒呵呵一笑 点了点头 能够省点麻烦的话 他也无意与人打得火热 紫衣青年不由大喜 倒 哥 你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吧 你叫什么名字 凌寒向着他问道 哥 我叫菠萝 紫衣青年连忙殷勤地道 菠萝 虎妞顿时大怒 你又不能吃 居然敢叫菠萝 菠萝只觉委屈 又不是他想要叫这个名字的 谁让他生在菠家 他爷爷又恰好给他 取了一个罗兹未明呢 不过 他可不敢反驳虎妞 倒 嫂子教训的是 嫂子教训的是 听他叫自己嫂子 虎妞顿时满脸欢喜 觉得这只菠萝虽然不能吃 但为人 还是挺不错的 他拍了拍菠萝的肩 倒 小伙子不错 很有觉悟吗 听他老气横秋地称 菠萝为小伙子 四周的人都是有些忍俊不惊 这丫头的生命之火燃烧的 时间明明没有菠萝长 却依附以老人的身份自居 也是没谁了 是是是 菠萝点头不已 狗腿子的形象十足 林涵也有些玩儿 笑道 好 我决定加入这个联盟了 哪个是头 你帮我们四个登记一下 以后找个部族一起加入 好脸 菠萝答应一声 林涵四人打开墙上的门 进入其中 先休息一下 这一路走过来 他们得到了大量的龙精 林涵 还有许多大道之花 可以与虎妙 女皇分享 至于柔妖女 又被她望到了一边 不过 真得等开始分赃的时候 柔妖女自然会老着脸皮凑上来 几乎是抢着弄去了几株大道之花 他们暂且先住了下来 一是等其他人的到来 二是要等七部族的争夺开始 林涵本以为七部族的争夺 就是让各自招揽的外来者进行切磋 哪一方赢了 自然就是最终的圣者 然而事实却没有这么简单 他们要进入一处区域 那里便存放着七部族 需要收集的龙珠 每一年才能诞生一刻 为什么非要招揽外来者 那是因为这个区域的 只有外来者才能进入 进入这个区域后 究竟会遇到什么情况 便是青龙镇的人也不清楚 因为他们最后可以看到的 便是哪一名外来者 拿着龙珠走出来 而这个外来者 代表了哪个部族 龙珠便由这个部族获得 林涵在这里 找到了兜少君 向这位地主 兜少君对此也不是十分了解 只是听老人说 千万不要全部选择一边 甚至加入强队的一边 也不见得是个好主意 这让林涵很不解 为什么不要全部选择一边 甚至在选择出现分叉的时候 加入强者一边也不是好主意呢 兜少君也不是很清楚 同样也想不出要这么做的原因 我可不管别人怎么说的 在我看来 大家一起选择同一个部族加入 这是最最省力的做法 他这么说道 林涵也觉得 这样的选择没有错 可老人既然会这么说 肯定是有着道理的 负责与七部族对话的 来是四大超级递者 天清月等之高存在 在蒲安天 以及附近几个天狱的人 看来 再没有人比这四人更有资格了 不过 亲眼见证林涵 既无名引动黑色龙桥的人 则是不这么认为 但这部分人并不多 因此并不能影响到大部分人的想法 林涵倒是无所谓 这反正没有什么出入 天清月四人并没有仓促 做出决定 而是在与七大族谈判 代价而估 既然他们的选择关系着七大族的命运 那自然地卖个好价钱了 七部族肯拿出来的好东西 叫天龙骨粉 这是上古天龙的遗骨所化 混合了泥土 不知道稀释了多少倍 但正是如此 才能为他们所用 否则先王遗骨 又岂是区区分魂级别 所能触碰的 靠近一下 就要体崩骨碎 天龙骨粉的作用 是什么 让百龙贯体时 得到的好处增幅 从翻倍到十倍不定 增幅越多 那需要的天龙骨粉 自然就越是多 而天龙骨粉 对于七部族来说 也是无比的宝贝 那可是先王遗骨 而且还是龙族强者 留下来的 对于这些 拥有龙族血脉的人来说 自然更为珍贵有益了 因此 如果众人要全部加入一个部族时 哪一个部族都出不起太高的价钱 而且他们 也不是傻的 这么多人 只要加入自己的部族 那肯定是稳操胜券了 那为什么还要出太高的价钱呢 事情就这么暂时僵持了 反正距离挣达 开始还要一些时间 因此 大家还有机会讨价还价 林涵不关心这个 他找上了青龙镇的人 打听他们的天龙骨粉 是从哪里来的 一开始 他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可没有想到这些人 居然还真得告诉了他 在山里捡的 这就好像矿石 找到这样的石头 里面便含有天龙骨粉 当然了 这样的矿石非常罕见 而且还有竞争对手 山间的猛兽 他们也同样渴求天龙骨粉 这可以让他们 变得更加强大 在这里 龙人都有明确的境界 但他们修的并非天地规则 而是百条天龙死后 造成的特殊环境 若是他们离开了百龙秘境 那么他们所掌握的规则 就一下子变为灵 因为他们所掌握的规则 根本不为天地所承认 只能在这里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也是另一个修炼体系者 只是这个修炼 是基于仙域的规则 因此 他们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天地的认可 至少不会 将他们的寿源 也一并消掉了 也因为如此 完全可以在这里便能完成了 开仙服 生源力当然也是如此 但他们的最高成就 也只是生源 因为这个天地 便是先王秘力所宁 他们不可能达到 只能若一个档次 好奇之下 林涵便决定去山里转转 能不能弄点一些天龙骨粉 因为天龙骨粉太难弄到了 所以镇里人不但告诉林涵 哪个区域能够找到天龙骨粉 甚至并不禁止他去那里 第2064章 替主挑衅 林涵四人来到了青龙镇人所说的区域 当然是在山上 这里有一个天然形成的峡谷 两边都是巍峨的山壁 有呼啸的山峰从里面刮出来 时不时还有几块石头 要是被打在脸上的话 呼呼地生疼 这些石头中 有些便会蕴含天龙骨粉 运气好唠召的话 那真是转发大了 女皇随意招手 将飞出的石头 全部吸到了手边 然后轻轻一震 啪啪啪 这些石头就全部化成了碎屑 没有天龙骨粉 如果有的话 这些石头是不会碎的 坚硬有弱仙精 当然是达不到的 毕竟是融合了先王的骨粉 岂能不惊人 凌寒四人正想进入峡谷 只见后方又来了一群人 为首之人身材修长 自然而然有一股摄人之威 天青月 普安天的四大顶级地者之一 看到这里还有凌寒四人时 天青月的眼神中 划过一道轻蔑之色 他自持甚高 自然没有将一切人放在心上 当然这也是他走得快 没有发现女皇和虎妞 同样引动了金色龙桥 而凌寒甚至踏上了黑色龙桥 那可是至尊天道 他如果知道的话 现在的态度必然不会如此 不过 看到女皇和虎妞的绝美 柔妖女的妩媚风情时 饶是天青月 都是目光一亮 然后对着凌寒多看了两眼 这小子的艳符 简直让人羡慕 居然有三名风情各异 美如天仙的女子作陪 真是让人有些想不明白 不可接受 不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吗 不只是天青月盛其凌人 便是他身后的那九个跟班 也同样不可一世 大概是以为抱上了 天青月这根粗腿 便能目中无人 天青月眼神中 一傻而逝的经验 立刻认识到 这是拍这位大人马屁的好机会 他挺身而出 修得身形一跃 便抢到了凌寒四人的前方 将他们的去路给拦了下来 不过 他并没有动粗 而是十分客气地打了个一 道 在下司空号 见过三位仙子 三位仙子 那凌寒呢 司空号显然是故意的 他就是要把凌寒晾在一边 你不服气 想干架 那他就趁机 将凌寒狠狠地揍上一顿 让他闹一个灰头土脸 到时候 天青月只要出面 将他狠狠地斥上一顿 既能办好人 又能突出自己的威武 你看 凌寒不堪一击 可天青月却可以将他斥成狗 一下子形象 就威武高大起来了 做狗腿子 做到他这个份上 其实也是够可以了 凌寒扇了扇手 道 好狗不挡路 滚一边去 呵呵 我好像没和你说话吧 司空号 以不屑的语气说道 满脸的傲然之色 怎么着 我就是看不起你 远处 天青月的步伐 一下子便慢了下来 而他这么一慢 后面八人的速度 当然也跟着慢了下来 怎么可能超过他呢 以天青月的智慧 他当然猜得到 司空号想要做什么 他不由一笑 并没有阻止 在他想来 自己也不是对女皇三女动了心 只是有些 欣赏他们的绝美和风情 而他也确实认为 凌寒配不上三女 因此 若是可以让女皇 他们看清凌寒的真面目 他觉得是在帮助三女 当然了 他绝不会故意 表现 这太刻意和低级了 他不谢 如果他天青月 想要追求哪个女人 谁又会拒绝呢 凌寒呵呵一笑 道 渣渣 有些马屁是不能乱拍的 因为你不知道 自己挑衅的敌人 有多么强大 你的意思是 你很强大 我惹错你了吗 司空号挑着眉毛 继续不谢凌寒 他巴不得凌寒出手里 凌寒点点头 你错得离谱 区区阳魂 我一只手 就能镇压你 司空号赤然说道 之前每个报名之人 都会登记自己的修为 以后 他们得到天龙骨粉时 便会根据每个人的境界 来分配 不会以为所有人 都能分到相同数量的 天龙骨粉吧 这怎么可能呢 所以司空号知道 凌寒四人都只是阳魂镜 而他却是天魂镜 更是王者之姿 就算凌寒他们是帝者 都只有在他面前 跪场征服的份 好可恶的家伙 让妞来打抱他 虎妞气愤愤地说道 凶性大发 刺出了两只小虎牙 凌寒将小丫头拦了一下 道 让我来 你 不是我三招之蝶 司空号 加强刺激的力度 凌寒丝毫没有生气 因为这种人的话 当然不值得 他淡淡一笑 对着司空号一拳轰出 嗡嗡嗡 他的右手上 浮起了一个个符纹 一拳如能崩碎 天雨 不堪一击 司空号同样一拳回进 碰 两人的拳头相撞 顿时 规则之光乱作 凌寒腾腾腾地连退七步 然后便站稳了脚步 笑道 不过如此 司空号没退 在这一击上 他占了上风 可他的脸色 却是一点也不好看 因为这和他预想的结果 完全不同 区区阳魂 战力居然如此之强 便是天青月 也露出了一抹慎重之色 他一只手 就能镇压司空号 而凌寒对上司空号 都是不敌 那更加不可能是他的对手了 可凌寒只是比司空号 差了那么一丝丝 这样的战力 就太惊人了 便是他当年也不过如此 这是一个顶级帝者 武道天赋绝不弱于他 司空号一愣 然后恼羞沉目 凌寒一拳就有一道流光打出 瞬间便有几百道流光 对着凌寒落去 封锁了凌寒一切的逃逸路线 刚才他虽然没有手下留情 但并没有动用仙术 现在用上了流星拳 战力暴涨一大截 还是可能在剩下的两招内 解决凌寒 凌寒的目光中 也闪过一道凶芒 对方这是在下死守 你对我落手无情 那也休想让我手下留情 这本来就是 你先来招惹我的 本源大碰撞 哄 凌寒整个人都在发光 然后从体内 迸发出一道可怕的光芒 向着前方的一个锥形区域 喷射出来 不好 快退 天清月大惊 这样的一击 都能赶得上他的全力以赴了 司空号被这样的攻击 碰上一下的话 绝对是立刻挂掉的份 可他叫得很大声 关键是 司空号又哪有时间 哪有空间进行闪避呢 第2065章 战天清月 哄 一道炽烈的光通过 天地规则 出现了巨大的紊乱 这可是本源大碰撞 除了吐戏规则之外 另外四种规则 在激烈的碰撞 爆发出来的威力无比 可怕 更是影响了附近的天地大道 司空号 已经不见了 在这一击之下 形神俱灭 堂堂天魂镜王者 居然不是杨魂镜的义和之敌 这谁能相信 五道铁律决定了司空号三两招 就能把灵寒轰杀 可现在却是反了过来 不可思议之极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杨魂镜 天清月的眼神中 一下子变得灵力 起来 更有一层阴霾 刚才 灵寒的表现 略须于司空号 都让他觉得 灵寒的实力 赶得上当初的自己 也就是说 如果现在灵寒的修为 也是天魂的话 两人应该是平起平坐的 当然了 天清月肯定拥有强大的自信 认为他 还是可以略胜一筹 可灵寒居然一击 就轰杀了司空号 足以媲美他现在的实力 这也打碎了他的自信 他可不认为杨魂镜的 自己可以做到这点 自己做不到 灵寒却可以 这差距还不明显吗 他居然不如灵寒 不如这个被他之前 看不起的家伙 他 看不起灵寒 岂不是更加看不起自己吗 好 好胆 天清月的身后 有一名追随者 从震惊中回过魂来 立刻指着灵寒 呵斥起来 他不但是天魂镜 更是皇者 平心而来 他绝不是刚才灵寒 大爆发下的对手 但即使硬吃这一击 也只是受点伤的事情 万万不可能被杀死的 因此 他有足够的底气 去斥责灵寒 只要能够挡下灵寒几招 天清月自然会替他出头的 司空 不过与你切磋一下而已 你却下死手 太狠毒了 他继续说道 哦 灵寒摇了摇头 司空号一开始 确实只是想要羞辱他 但第二招 却已经动了杀意 这怎么还是切磋 你们想要仗势欺人 颠倒黑白骂 杀都杀了 那又如何 灵寒的口气十分强硬 既然你们要咄咄逼人 那他也没有怂的道理 杀人 长命 那名追随者森然说道 长命 其他追随者也大声叫道 天清月没有开口 但目光十分灵力 有杀气 扬动 如果灵寒的战力 仅止之前 那么以他的自傲 是不屑对付灵寒的 因为他笃定 同阶一战 肯定是他胜出 可见识了灵寒真正的战力 天清月便没有这样的自信了 同阶一战 他必败 不说同阶 只要灵寒进入阴魂 那估计就能压制他了 这让他杀意狂斥 作为一名无敌的递者 不能越阶镇压对手 也就算了 虽然还被人反过来压制 而且还差了整整两个小境界 这是无法忍受的事情 难道他 只是一个普通武者 而灵寒却是无敌递者 这却是他想的太左了 因为灵寒 用的乃是本源大碰撞 威力 会随着他的境界提升而提升 但主要受限于大境界 小境界的变化 带来的战力提升 却不是非常明显 因此 灵寒即使迈进阴魂 也无法轻松镇压他 辨识的魂也不行 只有达到天魂才能做到 没有人可以杀落的人 还能拍拍屁股 离开 天青月开口 你自裁吧 至少可以留一个全尸 灵寒 哈哈一笑 不过杀了条只会乱飞的狗 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就是你自寻死路了 天青月哼了一声 身形一动 已是出现在灵寒的面前 探出五指 向着灵寒的咽喉抓去 他可是天魂镜的递者 这一抓又快又狠 有可怕的规则之力震荡 便是皇者级别的天魂境队上 也会被这样的规则 瞬间压制 如催枯拉朽 灵寒 毫不犹豫 轻贺一声中 本源大碰撞 发动 一股可怕的能量风暴 便从胸口处爆发出来 天青月明明看到了 本源大碰撞的可怕 却是毫无退缩的意思 右手依然维持着原本的姿势 硬寒本源大碰撞 轰轰轰 规则之力 疯狂地涌动 化成了一个个惊人的字符 闪耀又烟灭 璀璨 无比 灵寒和天青月同时被震退了数百丈 但就在下一个瞬间 他们又杀了回来 展开了激烈的对轰 天地被硬生生撕裂了 现出了一团又一团的虚空 整个世界都是变得漆黑一片 但两大递者每一次交锋时 便会迸发出耀眼无比的光芒 照亮了天宇 众人都是看目眩神里 这样的战斗 真得是爆发在两名分魂径之间吗 恐怕 先辅之力也不过如此吧 天青月那八个追随者 伟大张张却是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太震撼了 那个与天青月打得难分难解的家伙 只不过是区区阳魂啊 阳魂可敌天魂 这已经是天方夜谈伴的事情 仅仅只有天青月 下后通等极少数超级帝者才能做到 可灵寒匹敌的不是普通的天魂 而是天青月这样的无上帝者啊 怪物 太怪物了 两大帝者大战 人影闪动 哪怕普通天魂近看了 都会感到眼花缭乱 想要呕吐 啪 也有天青月的 八大追随者更是骇然 天青月居然负伤了 这不可一世的超级帝者 居然也会负伤 战了几百回合后 两大帝者身形一措 分开了差不多二十张 彼此对立 但都没有再出手 天青月没有出手 那是因为 他比别人对灵寒更加了解 这个男人的体魄 简直强的发指 被他连轰了几百计 也只是流了一丁点血而已 可他呢 虽然受到的打击 没有灵寒那么多 可体魄 却是远远不及 事实上受的伤 并不比灵寒轻 再战 他可能会败 甚至可能死 这自然是他绝对不会干的 而灵寒没有出手 那是因为他的原力 神魂消耗都很大 无法再运转本源大碰撞了 因此 他们只是彼此对视 天大人 居然奈何不了这个家伙 区区洋魂而已 天哪 怎么会有这样的变态 我要疯了 八个追随者 都是抱头惊呼 完全不能相信 且留你一命 日后必会讨回 天青月森然说道 哈 凌寒吃笑 同街一战 我斩你一如反掌 天青月的气势一弱 这是无比醒目的事实 凌寒的成长空间 远远比他大 可一眨眼而已 他杀气 幼稚 这样可怕的对手 真得需要早点干掉 否则以后 就可能没有机会了 就在这时 只见又是一伙人 向着峡谷走来 为首的 乃是一个风姿动人的 角色丽人 第2066章 都到了 那是祝慧云 凌寒会想到 跑来这里寻找天龙骨粉 没道理 其他人就不会想到 这不是吗 天青月来了 祝慧云也来了 看到祝慧云的时候 天青月不由 收回了目光 他可不想 在这个老对手的面前失态 祝仙子 就是他 在祝慧云的身后 有一名青山男子 指着凌寒 指我干嘛 凌寒向着那人 瞪是过去 眼神有点凶 没办法 刚刚干了一架 而且还是 天青月这样的强敌 他的精气神 都在最最巅峰的状态 听泽珠说 你引动了黑色龙桥 祝慧云开口 向着凌寒问道 什么 天青月失声叫呼 这怎么可能啊 黑色龙桥 也被称为至尊天道 从百龙秘境出现 至今还从来没有 被人踏足过 这被称为 不可能做到的奇迹 只有天地间的至尊 主宰才能征服 可九重先王 也不过与天地平齐 又怎么还可能出现 超脱天地的至尊呢 天青月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连忙又将嘴给闭了起来 他看着凌寒 眼神中的极度更加明显 虽然从来没有出现过 但天青月并不认为 祝慧云是搞错了 凌寒的强大 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阳魂镜便能与自己对抗 这远远超过了帝者纪别 能够引动至尊天道 便在情理之中了 为什么这样的殊荣 不属于自己 天青月用力握着自己的双拳 强行压制着出手的冲动 凌寒则是看了祝慧云一眼 他还没有与这个女帝者 打过交道 他点点头 倒 不错 看到这一幕的人太多了 他没必要故意隐瞒 也隐瞒不了 祝慧云点头 然后道 家师曾经做过推演 至尊天道 若被引动 在其上可以获得大道之花 想必凌兄应该有所收获吧 凌寒不由的眸子一紧 此女的师父 八成也是九重先王 至少也是八重天级别吧 否则不可能推演出 这样的天地之秘 他不知可否 只是淡淡一笑 这已经射到了隐秘 他完全没有必要回答对方 我想请凌兄歌爱 卖我十诸大道之花 祝慧云说道 还真是好大的胃口 凌寒一共才收获了 十七株大道之花 然后与三女一分 平均每人不过五株而已 这祝慧云一开始就是十株 就算凌寒没有分与三女 那卖给祝慧云之后 他手里的大道之花 也只是少数了 关键是 大道之花可不同于龙金 要更加珍贵 哪是星石可以衡量的 要知道 这可是踏上黑色龙桥 才能得到的宝物 一个纪元下来 也只是凌寒和纪无名登上去过 凌寒摇摇头 什么大道之花 没有见过 凌兄 这你就不够意思了 祝慧云的俏脸 微微一沉 无怒 自威 递者一目 当然风云变色了 你又是什么东西 女皇开口 无尽的威严 震荡 她的境界虽然不算高 可气势却是强大的惊人 这是天生的 别人怎么也模仿不过来 祝慧云原本就有些生怒 这下俏脸上 更加不起了一层岩霜 她向着女皇急指 道 敢对我无礼 是你自己将脸送上来讨打的 凌涵淡淡说道 我没有打女人的习惯 但你还要纠缠的话 那我也不会客气 呵呵 真以为引动了至尊天道 就能天下无敌了 祝慧云不屑说道 境界乃是硬伤 双方整整差了三个小境界 算上她的地者级别 那就是五个台阶 凌涵怎么配放这样的狠话 就算凌涵踏上了天道 那也顶多越过四个台阶罢了 祝慧云 不要轻视这个人 天青月开口 脸色肃染 我们联手 平分大道之花 祝慧云一愣 然后脱口而出 你与她交过手了 若非如此的话 又怎么会有联手的建议 等等 天青月肯定是没有拿下灵涵 天 这个家伙 只是小小的阳魂 小看她了 真是小看她了 能够踏上至尊天道的人 又岂是常理所能衡量的 天青月虽然不愿承认 但一来想要干掉灵涵 二来更想得到大道之花 微微沉吟之后 还是点了点头 祝慧云虽然已经有了这样的猜测 可见天青月亲口承认了 她还是忍不住心中一阵 竟有这样的逆天之人 她立刻流露出强烈的杀意 如此天才不除 会让她寝食难安的 好 联手诛了此人 她的心性无比果断 立刻做出了决定 天青月点头 她一个人干不掉灵涵 但再加上一个祝慧云的话 就大有可能了 他们可以将灵涵拿下 再以规则为熔炉 将灵涵声声炼化掉 在天地大道的碾膜下 再强的体魄都是渣 两大超级 递者都是露出强烈的杀意 他们与人联手的次数少得可怜 更何况是对付一个 要比自己低了三个小境界的人 要是传出去的话 绝对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的 秀 就在这时 只见一道人影 突然从远处掠了过来 快得惊人 而在她的身后 则还有两个人 同样速度快得离谱 咦 最前面的那人突然停了下来 向灵涵道 怎么 遇到麻烦了 她是纪无名 灵涵刚想开口 便见纪无名后面二人也停了下来 这二人 是夏后通和于华清 进入此间的超级地者 居然到齐了 怎么不跑了 夏后通冷冷说道 这话是对纪无名说的 纪无名淡淡看了她一眼 诗然道 懒得与你们纠缠 以为我怕了你们 嘿嘿 真是好大的口气 于华清勾了下嘴角 神情很傲 天清月和祝慧云 则是有些莫名其妙 与他们齐名的两大地者 居然在一起追纪无名 而他们 则正要 联手拿下灵涵 偏偏灵涵和纪无名 又好像认识 这琢磨一下 似乎挺诡异的 灵涵却是恍然 这二人 也是在寄予你的大道之花吧 两个小丑罢了 既无名平淡地说道 能够被她引为对手的 整个天下 目前也就灵涵一个人 就算于华清 和夏后通比她修为高 又如何 当年她可是九重先王 站在了仙道之巅 像于华清 和夏后通这种 所谓的绝世天才 她见过太多了 也杀过太多了 又怎么可能 让心中生起波澜呢 听灵涵这么一说 天清月 夏后通四人 也是恍然大悟 原来 他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 只是盯上的人不同 那就互不干涉 第2067章 地者大战 互不干涉 很简单 祝慧云和天清月 继续战灵涵 而夏后通和于华清 则继续盯着纪无名 战利品 当然也是个规格 谁也别盯着谁 可 四大地者 都是点了点头 纪无名露出一抹森然之色 他图过的九重先王 都不在少数 几个小小的天魂 在他眼里又算什么 别看天清月四人 都被称为绝世帝者 可在他看来 也就是稍有资质罢了 就问这四个人 有几个 可以达到五重先王以上 最高成就 可能也只是八重先王 那又怎么可能让纪无名重视 无我之意 杀 原本不想 与你们这两个渣渣一般见识 可你们非要自寻死路吗 纪无名森然说道 眼神中流转出浓烈的杀意 还真不是一般的 不知天高地厚 于华清冷冷说道 少废话 杀 夏后通不耐凡地道 在他看来 区区阳魂镜自然是伸手便可拿下 若非纪无名实在能跑 又岂会追到现在 但能跑代表能打吗 显然不是 这二人率先出手 都是狠辣无比 要一招致命 他们倒不是太过看重纪无名 而是怕被对方占了先机 所以都是第一时间救下重手 要抢夺纪无名的空间容器 这自己搜出来的东西才 放心吗 白痴 纪 无名冷笑 身形呼动如流光 便向着夏后通宫了过去 轰 轰 轰 大战立刻爆发 纪无名真是凶残 以一敌二还主动出击 先法运转之中 他战立滔天 以一敌二无字 在短时间内不落下风 这自然让夏后通和于华清大惊失色 就如之前天清月被凌寒的实力震惊到一样 这二人也完全没有想到一个阳魂镜 居然可以强横到这样的地步 不过 只是几招之后 他们就心中有数 纪无名确实强 但还是要受到境界的限制 这家伙 会如此生猛 那是对规则的掌握 达到了惊细如威的地步 这样一来 仙术在他手中 可以爆发出更强的威力 而对手的仙术 却会削弱几个等级的威力 死掌 比肖 居然硬生生抹平了三个小境界的差距 不 其实还是夏后通和于华清的联手 要更强一点 可他们想要 将计无名拿下 却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 因此 在场面上就非常的激烈 绝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出现结果的 另一边 天清月和朱惠云 则是合战凌寒 他们也站不到明显的上风 因为凌寒的本源大碰撞 本来就是针对一个区域的大破坏 管你来几个人 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 都要吃到相同的打击 所以 只要凌寒没有力竭 那么他对于天清月 朱惠云的压迫力都是相同的 两边都是打得激烈无比 随便一道余波震荡出来 保证普通级别的天魂镜 碰到一下 就会被轰杀成渣 几个看戏的追随者 都已经惊呆了 而于华清 夏后通 自然也有自己的人马 只是要比他们晚到了一会 带过来 看到这两个战团时 个个都是瞠目结舌 普安天年轻一代中 最最强大的四个人 居然两两联手在 对付一个人 天哪 这说出去 会有人相信吗 凌寒 我们也来联手 纪无明突然说到 他绝不是说说而已的人 话音还没有落下 他已经一掌 拍出 画出两把黑色的天剑 向着天清月和祝慧云斩了过去 凌寒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但眼见纪无明出手 他怎么都不会怀疑 连自己的眼睛也出了问题 继无明 还真的要和自己联手 凌寒心中吃惊 可手底下 却是丝毫不慢 同样双拳连轰 引动着本园大碰撞 向着天清月和祝慧云攻去 待到夏后通和 于华清杀过来时 他主动以身躯去硬挡 砰砰 两大递者的攻击 同时打在了凌寒的身上 却只是将他打得横飞出去 连口血都是没有吐 这让夏后通和于华清 差点眼珠子 都是瞪了出来 他们二人联手 结结实实的一记 轰在凌寒的身上 却连让对方吐血 都是不能 真是疯了 不过他们二人 毕竟是超级递者 很快都是回过了神来 继续向着纪无明杀去 之前就有过约定 互不干涉 不能抢了别人的生意 天清月和祝慧云也是如此 只是盯着凌寒下手 可如此一来 凌寒和纪无明 就拥有了相当大的优势 他们各有二人 不会攻击自己 而在他们的联手之下 相当于也是二对二 这一下子 就将他们的劣势 都是搬了回来 在场面上 再不落下风了 不要再自负双手 祝慧云鹤道 他虽然是女流之辈 却比大部分男人 都要果断 四人联手 将这二人一并斩掉 虽然现在 也是四个人占两个人 却是两两个打个的 完全不能说是联手 好 天清月三人都是点头 顶级地者 当然不缺果断了 四人一联手 战力顿时飙涨 凌寒清贺一声 道 我负责防御 你负责攻击 好 祭无名 立刻点头 答应得干干脆脆 凌寒照出分魂 不再动用本源大碰撞 而是充当起了肉盾 将天清月四人的攻击 全部挡了下来 当然了 全部挡下来 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只要挡下个七七八八 以祭无名的强大 当然可以轻松化解 让他得以腾出手脚 展开了强大的攻击 一个完全不需要 顾及防御的祭无名 会有多么可怕 无法用言语形容 他的战斗经验 要比天清月四人 加上灵寒 再乘以一亿倍 都要多 攻击如水银蟹的 无孔不入 寻找机会 把握机会的能力 更是天清月他们拍马 也比不上的 这一解放防御之后 祭无名 就成了世界上 最最锋利的猫 顿时 天清月四人 都是怒吼 连连 他们感觉到了 可怕的压力 先杀此人 四人 都是盯上了祭无名 可惜的是 有灵寒横跟着 利用空间和时间规则 不断地将自己 当成人肉沙包 将所有的攻击 都是吃了下来 居然让四人 完全打不到祭无名 哈哈哈哈 祭无名大笑 攻击更显酣畅淋漓 他还真是个怪人 说与林寒联手 面对林寒无比的 信任 什么攻击打来 他都是不管不顾 将精力 全部放在了攻击上 这让林寒 都是有些冷汗 但他也感到 说不出的痛快 这样的战斗伙伴 真是太棒了 第2068章 林寒 祭无名联手 林寒与祭无名联手 相当于世上 最最坚固的盾 配上了最最风味的毛 这个组合 只能用完美来形容 饶氏天青月四人 都是顶级地者 而且还有巨大的 境界优势 可面对林寒的体魄 却是毫无办法 相反 祭无名的攻势 却是如潮水一般 一波接着一波 又如水银泻的 无孔不入 四大地者都是 狼狈不堪 居然各个都被打得标显 祭无名 不知道掌握了 多少犀利的先法 无所顾忌地用出来 让他们都是头大之急 先防御 先防御 天青月 连忙大叫 否则的话 他们只有挨打的份 迟早会被耗死 四大地者 联手防御 形势顿时好转 任祭无名的攻击 如何强大 又怎么可能击穿 四大地者的防御 毕竟 既无名也只是阳魂境 如果他达到天魂 又不需要兼顾防御 那么他肯定能够 摧枯拉朽般 将四大地者的联手防御 瞬间粉碎 一采取首饰 这就考验林涵了 之前他们一直在攻 那林涵不需要动什么脑筋 反正攻击打过来 他只要防御就是了 可现在四人却是抽冷子 才会来上一招 这就有些防不胜防了 需要林涵提高注意力 否则让一道攻击 打到既无名的身上 就可能酿成大祸 林涵心里只觉 古怪 之前 他和既无名打声打死 双方都有灭了对方的想法 而且无比坚定 可现在却是联手愉快 甚至既无名 还完全将后背交给他 这是他先前 怎么也不可能想到的 以为这有用吗 既无名森然说道 右手一振 已是多了一把长剑 散发出夺人的含义 断情剑 仙气 刷 一剑荡过 威势滔天 仙气 哪怕没有复苏 可光凭着本身的锋利和锐杀 就足以让先王之下的武者 喝一壶了 除非在战力上远超 虚空一拳 就将人打得仙气脱手 否则只要握在手里 这就是一剑 无比强大的大杀器 灵涵的体魄够强大了吧 可依然不敢 被断情剑碰到一下 一剑出 四大帝者 都是脸色巨变 漠布纷纷后撤 这他马得的是什么准仙气 怎的如此可怕 不 这不是准仙气 而是仙气 天清月突然惊呼道 他的师父 便拥有一剑仙气 他有机会接触过 那种至高无上的气息 让他既精为又憧憬 什么 下后通三人 也是震惊无比 仙气 这是先王专有的宝气 甚至先王 都不可能人手一剑 而是只有强大的先王 才配拥有 这是地位 实力的标志 可在一个小小的 阳魂镜手里 居然也有一剑仙气 这让人怎么相信 刷刷刷 断情剑挥舞 一道道剑气 激荡长空 这要被剑气斩中 一下的话 破坏力可不会比被剑人 直接命中 弱上多少 四大帝者的联手之势 顿时被土崩瓦解 如同遇到大难的夫妻 匆匆各自飞 先王宝气 水雨争风 除非现在来上一尊 仙斧强者 不用四密 五密 只要达到一密就行了 仙斧对分魂 乃是绝对的碾压 便是四大帝者 如此强势 又如何 在一密面前 依然不是一合之敌 因此 一密强者出手 瞬间便能震得 继无名先剑脱手 不 只要一拳下去 继无名根本就会 变成一盆血污 只有先王宝气 掉落余地 可现在呢 四大帝者 便只有狼狈而逃的份 有灵寒做肉盾 他们根本奈何不了 继无名 除了四下逃窜 又能做什么呢 众追随者 都是看得眼珠子 秃了出来 脸上写满了 无法相信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论境界 四大帝者都是天魂 碾压阳魂 论天赋 天清月 他们都是超级帝者 怎么可能有人 能够超越 而说到人数 四大二 还不是占尽了上风 可就是如此 他们还是被打得 爆头鼠窜 有若丧家之犬 天哪 林寒和继无名 也太强了吧 不愧是登上至尊天道的 无上天骄 硬生生把不可能 变成可能 可当初四帝者 登上金色龙桥 后来便出现了 一尊八重仙王 那么现在呢 连至尊天道都被引动 而且还是两个人 那又将出现 何等碾压众生的存在 众人都只有到 抽凉气的份 知觉头皮发麻 也许 他们将亲眼见证 未来的两位 无上大帝崛起 撤 四大帝者 再没有打下去的心思 这既攻不破 林寒的防御 又被继无名打得 鸡飞狗跳 那打下去 还有什么意义 修修修 天青月四人 都是各奔东西 分窜四个方向 林寒和继无名 都没有追击 一来 大家的速度差不多 未必追得上 二来 这可能是四大帝者 给他们下的 套 追着追着 说不定就入了陷阱 林寒 若非我有不得不杀你的理由 还真想与你交个朋友 继无名收起了断情剑 并没有抽棱子 给林寒一击 林寒微微一笑 彼此 彼此 刚才一战 他也是痛快淋漓 下次再见 我会动用一切手段 将你杀死 继无名语气易冷 目光中散发着强烈的杀意 你还是祈祷 不要被我轰杀成炸 林寒针锋相对 不落下风 继无名 哈哈大笑 那是一种棋逢对手的欣赏 而不是在笑话林寒的不自量力 他将袖子一卷 当先进入了峡谷之中 林寒看着他的背影消失 到 我们也走 女皇三女 都是点头 看着林寒的目光 充满了激情 这个男人太威武霸气了 让他们心神激荡 不能自已 恨不得投身进他的怀里 被他霸道的亲吻 狠狠地占有 四人也进了峡谷 但并没有跟在继无名的屁股后面 这峡谷很大 完全没必要走一样的路线 呼 进入峡谷之后 才发现 这里的风出奇的大 之前在谷外 只是体会到了一丝丝的威力 现在这里 才叫狠 当一道风刮起的时候 乱石 纷飞 有若强者出手 铺天盖地 一般 便是以灵寒的体魄 都是被打得生疼 扛了几下之下 就不敢再应对了 展开身法 在乱石之间 腾挪跳远 一边 他们还要 收集乱石 这其中可能存在天龙骨粉 可在大风的浮荡之中 这乱石也不好收取 每戒一块 都像是被治强者 轰上了一记 镇的五脏六肺 都要暴土出来 因此 只是在里面混了一天 灵寒四人 就不得不退回到青龙镇上 进行修整 第2069章 四帝者出招了 被小小弟耍了一把 确实 那个峡谷里 可以找到天龙骨粉 而且是最容易发现 天龙骨粉的地方 可这也要看时间的 一年到头 只有三天左右的时间 峡谷会变得风平浪静 没有一丁点的风 十分方便进去寻找 但过了这个时间 峡谷中都是大风呼啸 被乱石拍到一下的话 连仙辅近都会叫疼 难受无比 灵寒不由感慨 连这些与世隔绝的人 也不单纯 同样会耍心机 有心眼 这风平浪静的三天 可不是现在 而是他们开始争夺的时候 因此 怎么着都没有他们的份 灵寒 既无名合战四大帝者的事情 也在外来者之间传了开来 一开始根本没有人相信 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四大帝者 那是何等存在 任意一个人都能 横扫这里所有的外来者 可当灵寒 既无名 乃是走过至尊天道而来的消息 也流露出来后 顿时有许多人相信了 至尊天道啊 从来没有被人踏足过 便是 当初那位无上天骄 后来成为八重先王的大人物 也只是登上了金色龙桥 那么 踏上至尊天道 又是什么概念 注定要成为九重先王吗 还是九重先王中的霸主 不过 四大帝者的强大 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还是有太多的人 不肯接受这样的事实 认为 这只是别有用心的人 在重伤四大帝者 动摇他们的领导地位 凌寒无意 去充当什么领队的职责 自然也懒得去辩解 任其他人去争得火热 又是三天之后 四大帝者做出了决定 选择了某一个部族 共同加盟 而过了一天之后 凌寒才意外地发现 他和女皇他们 居然还没有和任何一个部族 签订契约 不立契约 他们就不能代表部族出战 这是怎么回事 他去问了一下 才知道他与女皇三人 还有纪无名 都被开除出了同盟 呵呵 凌寒立刻就笑了 天青月 他们难道想要利用 接下来的部族之争 来对付自己和纪无名吗 只将他们开除 同盟 那么 只要凌寒他们选的是另一个部族 到时候 就是以寡敌众 而且这人数的悬殊 将达到恐怖的地步 至少也是以一笛百 这样一来 就算凌寒与纪无名联手 又还有胜算吗 凌寒摇了摇头 不知道是谁的主意 以为这就能凑效吗 如果他与纪无名 都选择与天青月 他们一样的部族加入 那他们的如意算盘 岂非要打空了 不过 凌寒想了想 觉得自己 就算知道了这些人的阴谋 却根本不会选择 与他们相同的部族加入 不为什么 就是傲气 怕你们不成 凌寒知道 在这时候傲气不好 可偏偏心里 就是有一股傲气 怎么也压不下去 而且 他想到了之前 都少俊转述的老人之言 加入强势的一边 未必可以赢 一 现在来看 肯定是四大帝者 这一边更占优势 怎么想 凌寒四人都是势单力薄 就算加上即无名 还是处在了绝对弱势的一方 这还有什么悬念吗 凌寒 我们要打抱那些家伙的菊花 虎妞 愤然说道 还挥舞了一下小拳头 对抱人菊花这种事情 他突然变得无比向往 因为凌寒老是不让他抱 小丫头具有极强的反逆精神 凌寒不由扑汗 他万分后悔在虎妞面前 抱了别人一次句话 导致这丫头念念不忘了 好吧 抱是可以 但一定要用棍子 他肃然说道 好 虎妞顿时 兴高采烈 拍起了双手 答应得干干脆脆的 这让女皇和柔妖女 都是流出了冷汗 这也算是警告吗 一个不靠谱 另一个更不靠谱 他们去寻找青龙镇的长老 这可不能代劳的 四人来到神庙前的时候 只见天青月等四大帝者 正站在门口 向他们露出了嘲讽之色 凌寒 我们都选择 加入了原铁部族 天青月突然说道 这什么意思 凌寒恍然 故意告诉他们 加入了哪个部族 这是一种激将法 你们还想选与 我们一样的部族吗 好意思吗 反正这里有几百个外来者 想要将消息完全封锁 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 他们索性就大大方方地说了出来 告诉了你 你还选与我们一样的部族 你这个人吗 丑八怪 你横什么横 虎妞瞪眼道 等下妞就把你们全部打爆 天青月四人 都是露出不屑之色 他们已经知道 虎妞和女皇 也都引动了金色龙桥 那在武道资质上 也就与他们一样 但三个小境界的碾压之下 他们哪一个出手 都能轻松镇压虎妞和女皇 又怎么需要将他们放在心上呢 不过 他们脸上的不屑 立刻就收了起来 不是因为虎妞刺出了虎牙 而是一个白衣飘飘的年轻人 走了过来 纪无名 这是一个无论是谁 都不可能忽视的绝代天骄 只以攻击力而论 天下无双 林涵 有没有兴趣 与我再联手一次 宰了这些渣渣 纪无名露齿一笑 牙齿雪白 说不出的好看 好啊 林涵一笑 他也很想痛抽这四大递者 一顿 纪无名点点头 然后冲着四大递者看去 那眼神就跟猛虎盯上了小绵羊似的 摆明了120个不屑 要知道 现在的纪无名 可没在最佳状态 他的分魂都没有进入 仅只能发挥出五成的战力而已 那就等进入争夺战的时候 将你们两个抹去 下后通淡淡说道 表达出了强烈的自信 洗干净屁股 妞要抱了你们的菊花 虎妞也放狠话 这一句话出口 天青月四人 差点一个亮枪摔倒在地上 堂堂递者 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也太粗鲁了吧 而且 你还是一个女孩子 美丽绝伦的绝世佳人 真让人难以想象 能够说得出这样的话来 那就走着瞧 四大递者没有再斗嘴下去 遇上虎妞这个生冷不济 什么都敢说的人 他们的战斗力 真是太渣渣了 灵涵一笑 与三女一起进了神龙庙 因为大部分人 都已经选择了地结契约的部族 七大部族 对灵涵五人也就不冷不淡了 因为无论 他们加入哪一个部族 都是不可能改变什么 那就选青铜部族 灵涵说道 第2070章 黑色人形 青铜部族 便是那虚老和尚所在的部族 一开始还极力招揽灵涵他们 许出了很好的条件 可这一次 老和尚根本懒得见 他们五人 随便派出一个小年轻来打发他们 很简单啊 虽然争夺还没有开始 但结局已定 那虚老和尚心情不好 自然懒得搭理灵涵他们了 灵涵却是兴致勃勃 与那个小年轻拉起了家常来 然后将价码不断往上提 最后 青铜部族 被灵涵磨得没有办法 便答应给他们足够的天龙骨粉 可以让他们在被百龙冠体时 得到的好处增幅十倍 这当然是有条件的 可不是灵涵他们参加了争夺战 就能获得这些天龙骨粉 替青铜部族赢得龙珠 赢就可以拿到奖励 反正他们就五个人 于青铜部族来说 这样的付出 完全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虽说如此 青铜部族也没有抱什么希望 因为灵涵这一方 实在是太示弱了 史上虽然也有是弱方获胜的先例 但力量对比 绝对没有如此悬殊 其他五大部族 当然更加没有盛望了 因为他们 连代表他们参战的人都没有 这一次就只有看戏的份 因此 林涵五人的选择 在他们看来 就是一个天大的玩笑 消息传出 整个青龙镇都是一片欢乱 再说着这么一个趣事 这让虎妞和柔妖女 憋了一肚子的气 发誓说 要在争夺战的时候 好好地报那些家伙的局 连柔妖女 也跟着重口味起来 女皇虽然没有吭声 但眼神中的愤怒 却是显而易见 就在这样的期待中 争夺战终于要开始了 所有外来者 都被带到了一处峡谷中 但并非之前那个 可以获得天龙股粉的峡谷 这个峡谷十分点长 共有七个入口 每个部族各有一个 但现在的话 只有两个部族 需要参与争夺 而且青铜部族怎么看 也是陪太子读书 凑个热闹而已 林涵 继无名武人进入了通道 但前方有一块石头堵住了路 这块石头被称为断龙石 亿万年来 都是横跟在那里 只有当争夺战开始的时候 才会自行挪走 不然的话 连升原进强者 都是无法奈何得了 林涵五人 就站在这块大石头的前面 静静地等待着 比赛的规则很简单 那就是战斗 共持续十天时间 十天之后 哪一方的幸存者最多 哪一方就获得了胜利 从这点来看 人数多的一方 当然拥有巨大的优势 简单来说 只要他们集中在一起 形成防御圈 那只要稳守十天 幸存者的人数超过五个 那就赢了 需要打开杀戒了 既无名淡淡说道 好像不是在说杀人 而只是涂掉几只鸡鸭 虎妞则是魔拳擦掌 她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爆掉一些人的菊花 早就准备好了 一根长长的铁杆 而且还是四星准仙金 林涵还没有来得及 让仙魔剑吞噬 便被小丫头 使点要了过去 轰隆隆 断龙石突然动了起来 向着峡谷内部滚去 大地在震动 很快就看不到 这块大石头了 七不足之争 正式开始 在林涵五人的身边 突然出现了一道道黑色的气体 化成了人形的模样 没有脸 没有脚 就只有长长的双臂 在离得半吃左右的地方飘着 这是什么玩意 林涵五人同时做出防御姿态 而虎妞更是一指化出 消出一道凛冽的光芒 向着一道黑色气体打了过去 噗 光芒消过 黑色人形的心脏处 出现了一个洞口 但整个人形并没有消散 而是又慢慢地凝聚起来 恢复了原状 一飘一荡 这些黑色人形 并没有向林涵他们发动反击 好像就只是一团烟雾而已 林涵仔细看 只见这些黑色人形的头部 有一个极浅的印记 那是黑气比较暗淡 才会浮现出这么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 他见过 是青铜不足的标记 咦 照这么说 这些黑色人形 是他们这边的 有什么用吗 可以战斗吗 林涵突然想到了 都少郡所说 强势的一方未必会赢 难道 这个转折 便是印在这些黑色人形上吗 呼 这些黑色人形突然动了起来 向着前方飘去 跟上 五人都是与黑色人形一起走 这一直向前的话 便是峡谷的中部 七个通道都是如此 汇聚于中央 正好让七部族展开激战 林涵看了下 黑色人形的数量 大概在两百多 三百不到的样子 这差不多就是 所有外来者的数量 咦 难道这是在补充 他们人数上的不足吗 所以才会有强势的一方 也未必可以赢的说法 这非常有可能 那么这些黑色人形 必然的十分强力才行 否则要是会被轻易轰灭的话 那给他们这些黑色人形做什么呢 林涵仔细一数 黑色人形 共有两百三十二个 那就到时候看吧 反正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他们继续前进 没过一会就来到了峡谷的中部 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平地 共有七个通道 当林涵几人出现的时候 与他们相隔两个通道中 也有一大堆人马杀了出来 正是天青月 一众人 几乎是在相同的时刻 剩下的五条通道中 也走出了五对黑色人形 数一下就知道了 每一对都是刚好两百三十七个 林涵扫了夏天青月 他们 人数瞬间在他的脑海中反映出来 两百三十七个 也就是说 进入峡谷后 以人数最多的一道通道为基准 其他通道不足这个数的 都会以黑色人形进行补充 达到平衡 所以 林涵这边是两百三十二个黑色人形 加上他们五个 刚好也是两百三十七个 天青月 他们还是刚刚发现 有黑色人形的存在 都是露出了亚然之色 这是马玩意 可就在这时 所有黑影都是动了 有的 向着天青月一方杀了过去 有些则是向着林涵五人杀了过来 瞬间就从之前的麻木状态 变得生龙活虎 一个个杀气腾腾 仿佛就是前方挡着千军万马 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杀过去 图个金光 哄 头一个黑色人影 已是杀到 伸出手向着林涵探去 手臂上全是一道道黑色的纹路 散发出让人心悸的寒芒 林涵哼了一声 也是一拳 打出 第2071章 发威 碰 林涵一拳轰出 黑色人形顿时被轰散 可让他惊讶的是 黑色人形迅速在他的身后重组 然后挥出长长的手臂 向着他的后背心打去 这黑色人形 是不死怪物吗 林涵身形一跃 将这一击让了过去 他心中进行着估算 这黑色人形的战力 相当于地魂 虽然奈何不了 像是天青月这样的超级地者 又或是都 少俊这样的普通地者 可对于战力在地魂之下的人来说 这是巨大的威胁 他们无法被消灭 呀 惨叫声立刻响了起来 那时有许多人轻敌 没有意识到 这些黑色人形的可怕 以为一击便将他们消灭了 却被反戈一击 直接干掉 林涵立刻修正了自己的看法 不死的的魂境 那对于天魂境来说 都具有极大的威胁 因为他刚才就看到了 有几个天魂强者 被一击轰杀 关键是 这些黑色人形多得离谱 一千多个一起杀了出来 大部分都是冲着天青月他们去的 为什么 他们人多啊 自然就成了更大的攻击目标 其实 黑色人形很公平 从人头来算 攻击林涵他们的 和攻击天青月 他们的数量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人 对付六个左右 可林涵这边人人都是精英 便是柔妖女 也拥有横扫阴魂的能力 勉强也能匹敌的魂 只要林涵稍微照顾一下 柔妖女便能稳稳妥妥的 就那么一瞬间 天青月那边就死了十几个人 而且这死亡的人数还在增加 难怪了 老人们会说 实力强的一方也未必会赢 真的 这黑色人形的破坏力 真是不简单 便是天青月 他们遭到这些怪物 无止境的攻击 能不能坚持到十天 也是个未知数 不知疲倦 不知疼痛 甚至不会死亡 这样的对手还不可怕吗 快 围城圈防御 天青月等地者 都是纷纷说到 这应该是目前最好的应对策略 一部分人休息 一部分人负责防御 过一段时间 交换 要占十天 所有人都听指挥 否则 小命可是你们自己的 战力在地魂之上的纷纷出手 很容易就把黑色人形打碰碎 可这些人形又会不断地重组 根本无法消灭 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威胁 还好 有天青月等地者 撑着 他们这一边的死亡率 顿时降了下来 至少暂时没有人再死了 纪无名 则是冷笑一声 身形杀出 砰砰砰 一道道黑色人形 被他轻易打爆 他视如破竹般 杀向天青月 他们 并且毫不犹豫地 将断情剑给寄了出来 一剑横扫 剑气冲天 哼 天青月和下后 统统食营上 各出一拳 打出灵力霸绝的攻击 砰 纪无名 顿时被震退了回去 断情剑虽然无坚不摧 可砍不到人 又有什么用呢 毕竟在战力上 还是天青月等超级地者 更加强大 这是由他们的境界决定的 纪无名毫不在意 身形游走之中 断情剑连辉 萧萧萧 一道道剑气纵横 向着人团消去 他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打散这些人的抱团 真正的杀手 不用塌下 黑色人形 自然会替他出手 可恶 天青月怒吼 他与夏后通联手 完全可以 让纪无名发挥不出 仙剑之威 人还没有逼近 便被震飞了 可他们也仅仅只是两个人 又怎么挡得住纪无名 这样的混乱攻击 根本就是天马行空 随意无比 人群 为了躲避剑气 只能四下奔走 这样一来 防御圈立刻就打散了 黑色人形 一拥而上 瞬间就将好几人撕成了碎片 鲜血飞洒 场面血腥 别分散 别分散 有些人连忙叫道 众人看到了分散的下场 自然又立刻逃了回来 重新组成了防御圈 既无名咧嘴一笑 断情剑再斩 化成一道足有三丈高 半丈宽的剑气铲了过去 众人都是 咬紧牙关 坚定不逃了 哄 剑气扫过 顿时鲜血横飞 至少十几个人被剑气直接碾压成炸 这可是仙气 要是真正发威 便是声援镜大能都只有利弊的份 现在只是本身的锋芒毕露 那也是无比可怕 哪是分魂镜可以阴汉的 众人都是大海 这到底是躲还是不躲呢 两边都是灾心啊 一起镇压他 祝慧云骄斥道 率先杀了过来 他们故意把林寒 既无名提出同盟 又使了激将法 让他们与不同的部族定下契约 围的不就是靠人多的优势碾压吗 结果倒好 他们人数是多 却是没有一丁点的用 在黑色人形的压制之下 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这样拖下去的话 他们肯定会崩溃的 所以不如趁现在人多 联手把祭无名 林寒他们搞定 只要这两个人一挂 那么天青月四人只要将自己保住 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他们 杀 其他人也是愤人 这要么被黑色人形杀掉 要么被祭无名轰杀 那还不如豁出去拼一把 要是可以将祭无名杀了 那他们的危机自然也就解除了 对于生命的渴望 让他们爆发出惊人的战力 一件件宝器也毫不吝啬地用了出来 还有法纸 这是最最简单的宝器 一时之间 漫天全是仙光 威力惊人 四大超级帝者 则是联手攻向祭无名 让黑色人形 交给其他几个帝者来处理 另外 还有十几个天魂镜 在边上辅助 要尽一切可能 将祭无名斩掉 你们忘了我吗 林寒长笑一声 九天火分魂 祭出 手握仙魔剑 强势杀入 冲进了绵羊群中 身形过畜 便见一堆堆的人 被震飞而起 有的是完整的 有的则是化成了碎块 不能让他们联手 祝会云间叫道 林寒与祭无名的联手之威 四大帝者 不但见识过了 也吃到了苦头 一个极尽防御之后 一个极尽攻击之间 两人联手 可以横扫一切同境界 立刻 天清月和夏侯通 各奋出四道分魂 向着林寒拦截而去 用八道分魂来狙击林寒 这真是对林寒无比的重视了 呵呵 林寒毫不犹豫 就是一记本源大碰撞 轰出 砰砰砰 八道分魂 都是被纷纷震飞 他们可没有本体那么强 想要达到本体级别 那就必须在分魂的时候 灌入先王级别的分魂 比如天地本源 要么就如记无名一般 前世乃是先王 做不到这点 分魂便不可能 与本体的战力一样 第2072章 勾成血脉 林寒的本源大碰撞 是群体性杀伤之术 可不会管你来多少人 每一个都要承受相同的打击 因此 一个分魂接不住他的攻击 那么八个也是如此 他强势杀了过来 恐怖的体魄 直接无视了打击 出现在了记无名的身边 老规矩 记无名咧嘴一笑 林寒点头 上一次与记无名合作愉快 这一次 他们要创造更好的成绩 怎么也得把天青月 等四大地者宰掉几个吧 战战战 现场一片混乱 林寒 记无名 在与四大地者干 其他人 则是与黑色人形在干 而黑色人形 绝不会因为林寒他们在战斗 而放过了他们 同样在对他们发动攻击 于林寒和记无名而言 却一点影响也没有 不就是地魂级别的攻击吗 林寒就算躺着不动任他们轰击 那打上一个纪元 也不可能要了他的命 而在他的保护之下 记无名当然 也不用管防御的问题 只要尽情出手 便是 可天 清月他们不行 就算地魂境 不是他们的义和之敌 可他们必须得去顾解 不管是轰上一拳 打上一掌 怎么也得管上一管 这就让他们更加被动 可以说 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四大帝者开始溃逃 其他的天魂境 又怎么挡得住仙气之危 莫不死的死 逃得逃 黑色人形 则是无情地进行着杀戮 让活着的人变得越来越少 抱你们的绝 虎妞 手里挥舞着一根铁棍 向着幸存的人杀去 他可贼精 盯上的对手 自然是他可以对付的 一棍探出 只听一声惨叫 一名男子 被他声声挑了起来 而铁棍的另一头 则是没进了 那人的屁股里 有烟红的鲜血流了出来 好啊 小丫头随手乱舞 铁棍带着一个人横扫 砰砰砰 他动用了 昆蓬血脉 身后 浮现出一头巨大的昆蓬虚影 给他加持了恐怖的力量 要知道 他虽然不及技无名那么变态 可事实上 也拥有一部分九重先王的能力 只是以先王烙印这种形式 留在了他的实海中 需要他去熟悉 运用 因此 小丫头的战力非常可怕 尤其是 他在激活昆蓬血脉之后 杀杀杀 他凶性大发 女皇则是含着翘脸 分魂线 十八道分身出 二十个女皇 都是美绝天下 可动起手来 却是毫不心软 展开了大屠杀 实力在天魂之下的 基本是被他秒杀的份 只有柔妖女差了许多 他连对付黑色人形 都是勉强 哪能抽得出手来去对付别人 只有用目光 替虎妞他们助威的份 林涵和纪无名 这次展开了追击 这可是 毫个密闭的峡谷 十天时间不到 谁也不可能从里面出去 而且 大家都是头一回进入此间 不可能设下陷阱 虎妞 乱星 林涵叫了一声 将两女都是收进了 黑塔 然后看向可怜兮兮的柔妖女 将右手一绝 把她也收了进去 他们要展开追杀 首先就得解决了后顾之忧 要是刘三女在这的话 那被人拿下作为人质 怎么办 林涵和纪无名展开身法 首先追击一下后通 我纪无名想杀的人 逃得了吗 纪无名一边追击 一边冷笑 他祭出了那张小弓 小竹天厄迷宫 仙气 他不嫁见 只是虚开弓身 厄迷宫立刻放大了好几倍 足有一人高 一道流光在弓身上出现 凝成了一道光剑 去 纪无名轻贺一声 咻 光剑立刻飞射而出 向着下后通打去 如果他可以进展仙气之威 那么这一剑出 下后通的实力 就算在墙上一万倍 也只有被秒杀的份 不过 哪怕是纪无名 现在也无法引动仙气之威 这一剑 纯粹是仙精本身的威能 饶是如此 这道光剑也是可怕 无比 化成了一道流光 急射下后通 太快了 下后通目吼一声 他已经来不及躲避了 要么挡 要么硬吃 硬吃 他是绝对不敢的 他虽然没有回身 却已经感觉到 一股让他浑身 都是战力的含义 真要被这一剑射中的话 绝对是利弊的份 他连忙回身出拳 拳头上包裹着一层厚厚的光 有无数的符号 在密密麻麻的发光 碰 一拳迎上了光剑 顿时 大道碰撞 光滑乱意 可以清楚地 看到 这只光剑无比可怕 将下后通拳头上的光层 不断地破开 好像那层防御 在其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不过 下后通毕竟是超级递者 若是没有相当的把握 他会出这么一拳吗 当光剑快要打到他的拳头上时 这只剑突然化成了星星点点 消失了 能够化解仙气的一击 哪怕并非复苏状态下的仙气 下后通的 实力确实强得惊人 然而 这没有什么卵用 纪无名只是平静地再次开弓 咻 又是一只光剑射出 下后通你挡不挡 只能挡 可你挡下这一剑又如何 纪无名再次开弓就行了 一剑又一剑 纪无名的攻势连绵不绝 而林寒则已经追了上来 你们非要赶尽杀绝吗 下后通立声叫道 林寒不由失笑 道 好像是你们要将我们赶尽杀绝吧 怎么现在反倒叫冤起来了 哼 你们也太小看我了 下后通满脸的杀气 哄 他整个人突然迸发出强大的气息 有一头猛兽的虚影 从他的体内腾起 嗡嗡嗡 这头猛兽的身上有 七个大道符号 但每一个都是残缺不堪 饶氏如此 依然散发着古老尊严的气息 仿佛来自洪荒的元寿 这头猛兽形如露 头上有脚 全身布满了领甲 尝着一条牛尾 咦 勾尘 既无名露出一抹惊讶之色 凌寒听在耳里 顿时嗷了一下 勾尘乃是上古元寿 也属于最最强大之恋 下后通拥有勾尘血脉 现在全面激发 难怪气息一下子暴涨 但这样的激发 必然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否则他完全可以在 之前就用出来了 估计和火焰仙胎一样 只能短时间的爆发而已 而且爆发之后就会尾掉 不错 我祖上乃是上古元寿勾尘 下后通傲然说道 露出衣物的部分 脸上 脖子 手上 也浮现出一片片黑色的灵甲 这一刻的下后通 完全不像个人 而是一头真正的上古仙兽 可惜你并不知道 勾尘便是被我涂掉的 既无名 淡淡堡 第2073章 无所不用 什么 下后通差点喷出来 既无名涂了他们家的老祖宗 事实上 下后家是勾尘 不知道多少代的血脉 也只有在下后通的身上 血脉突然反祖 再加上他本身的武道天赋惊人 最终成为了超级帝者 下后通自然连勾尘一面都没有见过 但他却是知道 老祖宗乃是天底下最最强大的存在之一 九重 先王 一个小小的分魂镜 居然敢大言不惭说 图了他的老祖宗 这是何等的笑话 可这句话是从既无名嘴里说出来的 却没有一个人敢当成是笑话 既无名就有这样的幸福力 你到底是谁 下后通沉声问道 仔细感应之下 他赫然发现 自己的勾尘之力 竟是在对己无名屈服 这是天地间的某种感应之力 比如两大元兽发生大战 其中一方败亡 那么败亡一方的后代 遇到胜利的一方 就会有一种先天上的被压制 这更是一种弃欲 元兽因天命而生 因此在被轰杀之后 天地也会转嫁弃欲 如同宿命一般 当然了 强者可以克服这样的压迫 逆天改命 可下后通却是赫然发现 自己的勾尘之力 在既无名的面前 简直像是 耗子遇到了猫 被完全压制了 颤抖如康 这是天地宿命的压制 而且绝不是后代对后代 而是后代遇到了屠族者 分魂怎么能杀得了九重先王 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因此 下后通忍不住就问了起来 既无名淡淡一笑 勾尘当年在黑暗之潮来临时 拒不出战 我一脑就将他宰了 才稳定了军心 提振了士气 否则 说不定那一次黑暗之潮 就已经全面入侵了 想不到我转世重生 又要图一次勾尘的后代 这话 透露出来的信息量太惊人了 黑暗之潮来袭 居然需要九重先王来抵抗 而且还不是一个九重先王 而是好几位 甚至有九重先王出手 都是危险重重 让勾尘都是怯战了 然后 既无名就把勾尘震杀于军前 提振了军心 勾尘可能甘心受死吗 肯定会拼死反击 然而 他还是被涂掉了 既无名又得多强 勾尘可是元寿 而且还是其中的佼佼者 却还是被既无名抹杀 当初的既无名又强势到了何等地步 九 九重先王转世 夏后通下尿了 他 虽然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绝对可以达到五重先王 但在网上 就要看运气看机缘了 可不是光凭本身的天分 努力 就能达成 九重先王 他只敢想想 可就算 九重先王又如何 他老祖宗都被人家屠了 这样的先王转世 就问世间谁能匹敌 难怪对方引动了至尊天道 既无名前世在九重先王中 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真正的先遇至尊 那么 林寒呢 夏后通不由向着林寒看去 这家伙也引动了至尊天道 我可不是先王 转世 林寒笑道 既然既无名不急着出手 他自然也不急 而且 他现在更多的是在思考 黑暗之潮 到底是一股怎样的灾难 居然要让许多先王一起出手抵抗 而且似乎还无法平定 原来不是啊 夏后通松了口气 虽然这并不能改变现状 既无名 则是一笑 道 他不是先王转世 却是一位天尊的传人 天尊 就是九重先王更进一步的存在 真正的至尊主宰 噗 夏后通震惊的眼珠子都是吐了出来 什么 九重先王之上 还有更强的存在 至尊天道 难道 只有能够成就天尊的人 才能引动这座龙桥吗 秀 趁着夏后通发呆的时候 既无名突然出手 一箭掠过 夏后通的人头顿时而起 他死不明目地盯着既无名 你可是九重先王转世啊 怎么可以如此卑鄙无耻 对一个小辈偷下杀手 可被仙气斩掉了脑袋 这还怎么活 别说他不行 就是生元净大能都活不了 要说夏后通体内的勾尘之力 虽然被既无名压制了 可超级地者的实力摆在那呢 只要散掉勾尘之力 他与既无名 林涵绝对有的一拼 可他被既无名说出来的东西 吓到了 时神之下 一朝即死 确实冤枉 不甘 林涵则是向着既无名看了一眼 这位主为达目的 真是不在乎是什么手段 他故意说出勾尘之名 又讲了一个让人心惊的消息 目的就是为了震慑夏后通 趁机痛下杀手 狠 辣 无情 而且完全不要脸 这样的对手 谁遇上都会大呼棘手 既无名 则是回头看了林涵一眼 道 放心 我若要杀你 必会堂堂正正 是吗 林涵心里摇头 他现在对既无名的话 真是一个字都不敢相信了 这个人太古怪了 有时候对人信任的简直盲目 比如和林涵联手 那就完全把后背交给了林涵 丝毫不怕林涵会趁机捅他一刀 可他们现在明明占了上风 却还要用上这种比较阴的手段 只能说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了 萧雄 继续 既无名转过身 他们只斩掉了一个超级递者 还剩下三个呢 任天清月三人如何能跑 可争夺战一旦开始 十天时间不到的话 谁也不可能出得去 那么 峡谷就这么定点大 又能躲到哪里呢 林涵与既无名展开搜索 他们只要盯着那三大超级递者就行了 与子鹿鹿 大部分人都会被黑色人形给轰杀 两人在峡谷中漫步 虽然也有黑色人形在追杀他们 可对于这两人来说 这种级别攻击完全是小意思 随便一击就能把黑色人形正溃 差不多半个时辰之后 他们发现了 祝慧云 正立在一块大石之上 山峰刮过 他的裙摆微微 扬动 有若天仙 他就这么直面林涵和既无名 似乎要在此地与他们决一死战 林涵目光一扫 这块石头左右两边都是空旷一片 不可能藏匿有人 但祝慧云脚下的石头却是有些大的 后面要是藏些人的话 绰绰有余 这是目立不及之处 但没有关系 林涵扬动神石 只要神石扫视 那就跟亲眼目睹 没有什么区别 他没有看到任何的异样 可祝慧云会在这里 等着他们二人 这不合理 载掉就行了 既无名大步而行 似乎前方就是龙坛虎穴 也不在意 第2074章 社局 林涵也大步而行 与既无名间并肩 今日便是你们二人的死期 祝慧云开口 猛的一拳 将袭过来的一道黑色人形 轰成渣 虽然黑色人形根本杀不掉 但将它轰碎得越是厉害 那么它重组 需要的时间 就越是久 当然 这个久 也最多一个呼吸的时间而已 黑色人形在迅速凝聚 而林涵二人也逼近了 羞羞 就在这时 只见两道人影 突然从巨石后杀了出来 目标只指寂无名 与此同时 祝慧云也扑身而出 同样见指寂无名 那从巨石后杀出来的二人 赫然是于华青和天青月 果然 这是一个陷阱 两大超级递者不知道用什么办法隐匿了气息 让神石搜索无法触及 好像根本不存在一般 而这一刻 他们痛下杀手 目标直指防御力明显偏弱的 季无名 这是非常正确的策略 只要将季无名律先轰杀 林涵空有防御 也没用 林涵哼了一声 横身挡出 早就等着你了 天青月突然咧嘴一笑 右手一挥 一口玉瓶抛出 瞬间放大了几十倍 对着林涵当头照落 砰 玉瓶落下 向着季无名展开了攻击 每一个都是发挥出极致的战力 哦 虚蓝的宝金瓶骂 季无名看了一眼那只玉瓶 淡淡说了一句 脚下动转 不与三人正面交锋 毕竟是三大超级递者 哪怕是他 硬拼也是死路一条 天青月三人设了一个局 虽然目标还是季无名 可林涵却是他们首先要对付的人 用了一件宝器 将他暂时驱离了战局 哦 不是宝金瓶 只是仿制的 仅能使用一次 季无名点点头 虽然被三大超级递者围攻 他却是毫无拘异 这样的场面 他真是见得多了 在对付黑暗之潮时 他甚至遭受过好几尊 相当于九重先王强者的围攻 但最后呢 还是被他强势阵杀 他见招拆招 脚下挪走 在三大递者的围攻之下 显得游刃有余 天青月三人 则是满脸震惊 不是因为季无名认出了那件宝器 是宝金瓶的防品 而是他直呼虚蓝先王的 但是大逆不到 任哪个天骄如何的经验绝世 傲气冲天 可提到先王之名时 必须恭恭敬敬 竟敢直呼先王之名 还真是胆大包天 天青月森然说道 既无名漫不在乎 事实上 现在绝大部分先王都是他的后辈 若是得知他的真实身份 个个都得对他行大礼 先王九重天 一步一登天 在九重先王面前 八重先王都是小自卑 徐兰先王 那只是八重先王而已 在他眼里 根本不值得一提 少跟他废话 只是想要拖延时间而已 于华清冷冷说道 不错 杀 三人齐放大招 要尽快将既无名轰杀 因为静宝萍毕竟只是仿器 不可能将凌寒困住太久的时间 既无名依然从容 脚下踩着十分诡异的步伐 可整个人却好像从空间中消失了一般 什么攻击打过去 都是直接穿透了过去 无法造成一丁点的伤害 空间规则 三大递者都是惊呼 眼神中充满了震惊 空间规则 凌驾于五行规则之上 而修炼起来也是十分的不易 因为必须得到类似虚空草这样的仙药 才能感悟 你连感悟的东西都没有 又怎么能够得到规则之秘呢 而既无名仅仅 只是靠着步伐 就将他们的攻击全部让过 这说明 对方在空间规则的掌握上 达到了极高的高度 对方是怎么修炼出来的 如此运气 真是让人极度的眼红 不过三大递者都没有气馁 而是 加大了攻击的力度 虽然空间规则确实在五行之上 但那还得看双方的规则强度 没可能一百分的目之力 匹敌不过十分的空间之力 现在他们只要加大攻击力度 自然可以轰破 既无名的空间规则 正所谓一力破万法 果然 当三大递者的攻击力 加强到一定程度后 既无名的步伐 也出现了紊乱 那是空间 规则被破坏了 既无名毫不在意 双手平摊 一手沟通过去 一手掌控未来 身弱在过去 又死在未来 根本无法捉摸 时光规则 天青月三人更加震惊 你擅长空间规则也就算了 怎么连时间规则都能玩得这么流 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 都不是武者想修炼就能修炼的 必须得到对应的仙药 而要达到既无名这样的高度 那需要的仙药数量 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保证大部分仙王 都只有倒抽凉气的份 这不但需要足够的实力 还需要活的时间够长 否则九重仙王也无计可施 此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猛地出现了一个掌印 然后砰砰砰 掌印变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深 快 那人快要打破宝气出来了 最多十招 一定要干掉这人 都出绝招 天青月三人都是大吉 凌寒快要出现了 他们必须尽快将既无名干掉 否则形势就要瞬间逆转 他们再无丝毫的优势和胜算 一轮青月傲万古 天青月率先发难 他的身后浮现出一道明月 清冷如水 明月上有一个残破的古文 立刻激活发光 让月光更加璀璨 当月光照射到既无名的身上时 他的身形立刻凝制 再不能动弹分毫 紫封仙剑 祝慧云也发动大招 从天灵带中抽出一把紫色仙剑 这并非真正的仙气 而是由他的神魂所名 化成了一口仙剑 分魂并不是一定要凝成人形 也可以是各种兵器 但这非常罕见 他的眼盲中散发着一抹利涩 这一剑刺下之后 他会自爆分魂 从而让战力在瞬间提升十倍 甚至百倍 形成恐怖的破坏力 最后 于华清对着胸口一拍 哄 他的背后 张扬出两片翅膀 一个个符号发光 将他的战力提升到惊人的高度 纪无名呵呵一笑 道 魔喝家宴 朱波佛罗 他念诵着佛号 额头上献出了一个异字 有无尽的金光符罩下 将他的身体笼罩在内 砰砰砰 三大地者的攻击袭来 皆被金光挡了下来 纪无名 就如一尊金身佛陀 不死不灭 第2075章 九灯古佛 一击无效 天青月三人 都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都是拼尽了权力 甚至将压箱底的绝招 都是放了出来 那可是能够让他们的战力 暴涨十倍的呀 金 金身佛陀 这是九灯古佛的独门秘术 三大地者 都是用震惊的目光 看着记无名 异口同声道 你是佛门传人 九灯古佛是一位传奇人物 一位无敌的先王 创立了佛门 以普渡众生为宗旨 导人向善 传说 这位先王有大慈悲心 但也有一怒未魔的时候 连九重先王都被他途过 因此 佛门也是无比强势的 大教 在九重先王势力中 都能排在前列 记无名 如果出自佛门的话 这个身份就有些惊人了 若谁敢杀他 不怕佛门出手吗 据说九灯古佛早就失踪 可这样 强势的先王 又有谁会相信 他陨落了 都是盛传他在闭关 若是重现先遇的话 那战力 还能更加一层楼 贴开九灯古佛 不说 他的三名弟子 有两尊成为了九重先王 一名 则是八重天的修为 光是这三个人拉出来 就可以吓死人了 记无名 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佛门传人吗 整个佛门都是他所创的 只是他在边关 抗击黑暗之朝太久了 心性也发生了激烈的变化 才会抛弃西年 近乎无敌之身 也放下当初 普度众生的执念 转世重修 这就不需要告诉几个小辈了 佛门传人 又如何 杀 天清月冷冷说道 都到了这个时候 便只有你死我活了 再说了 进入古迹之后 生死自负 这是历来的传统 佛门 再世大也得 讲道理 是不是 杀 祝慧云和于华清 都是面容冷峻 既然站在了队里面 那与其我死 肯定不如你死 既无名 继续念诵佛号 天灵盖的一字 更加璀璨 扑下了层层金光 如琉璃金胎 砰砰砰 什么攻击打过来 都是白费 根本无法击穿这一层防御 三大递者 都是大吉 时间过得飞快 可他们都已经将攻击 催发到了极致 仍是无法轰破 既无名的防御 有一种他们面对 林寒的感觉 无论你怎么努力 都是白费功夫 哐 就在这时 只听一声巨响 那口宝瓶 被声声砸出了一个 大窟窿 林寒的身影出现 一步便从里面 走了出来 我没有错过什么吧 他笑道 刚刚好 既无名 则是淡淡说道 收起了琉璃金身 以后 他与林寒会成为劲敌 那么有些底牌 他就不会让林寒知道 这琉璃金身 便是他刚刚 重新修炼出来的绝招 全力运转之下 他就是金身不坏的 可与林寒的体魄媲美 差别在于 林寒的体魄 是永远存在的 不用主动运转 没办法 一个 可是天尊创造的法 能不牛逼吗 天青月三人 都是脸色难看 他们以为 只要将林寒隔离 便有机会 轰杀既无名 可真正实施起来的时候 才知道 原来继无名 只要专注于防御的话 根本不比林寒逊色 这让人太绝望了 现在 该你们了 继无名咧嘴一笑 明明额头 有一字发光 金光流转如佛陀 可守直断琴剑 却是无情若魔王 他悍然杀出 一剑扫过 荡云裂空 林寒跟上 他不用出手攻击 只需要负责防御 三大帝者这回并没有逃顿 这个地方空间有限 与其被分隔了逐一击破 还不如聚在一起放手一搏 只要撑过十天之线 那就将手的云开剑月鸣 轰 轰 轰 五尊 帝者大战 明明林寒和继无名 在战力上都要逊色一些 却可以压着天青月三人打 这场面十分的诡异 而黑色人形还在凑热闹 虽然仅只是的魂级别 可 因为不死的特性 给天青月三人造成的麻烦 是越来越大 关键是 黑色人形的数量还在增加 这代表着什么 进入的外来者被大量屠戮 才会有更多的黑色人形杀到这里来 天青月三人咬牙坚持 他们的生之希望 就是熬过十天 可从现在来看 困难无比 一天 三天 七天 这三人不愧是顶级地者 全力防御之下 虽然坚持了七天都没有崩溃 但他们也快要达到极限了 身上都是伤痕累累 这极大的影响了他们的战力 若非 他们都是意志无比的坚定 换了另一个人 受了如此重伤 那肯定已经失去战力了 呀 于化青首先发出惨叫 被继无名一剑抹杀 天青月和朱慧云都是脸色难看 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结局 然而 退路已无 只能一战 又是半天之后 天青月也是惨叫一声 被继无名以小诸天恶迷宫射杀 只剩下朱慧云了 凌寒毫不心软 继无名更是不知道 心软为何物 两大帝者联手 仅仅只是小半天而已 朱慧云也被一剑削掉了美丽的头颅 隐恨当场 继无名展开功法 吞噬了三名帝者的尸体 而凌寒则是收取了他们的空间戒指 战利品当然没有不要的道理 他们回到了峡谷中央 只见幸存者的人数 仅只四人 其中便有兜少俊和龙不天 继无名的目光中 闪过一道杀意 就要继攻射杀 凌寒将手一按 够了 我们已经稳赢 继无名用杀气腾腾的目光盯着凌寒 好像要将这股杀意 转嫁到凌寒的身上 过了一会 才将目光收了回去 一甩手 转身便去 多谢灵兄 兜少俊在远处大声说道 现在被两百道黑色人形为杀 岌岌可危 如果既无名在下杀少的话 那他肯定难逃一死 凌寒点点头 将女皇他们放出了黑塔 现在都少俊 龙不天四人 自然不敢再有获胜的设想 只要能够活过这一次的坎坷 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现在人都到了一起 千多黑色人影 围着他们轰杀 当然其中有两百多 倒是与凌寒一伙的 不会攻击他们 可兜少俊四人 却是举黑影接敌 凌寒出手帮忙 替四人化解了次次危机 也让四人对他感激无比 尤其是龙不天 本以为战力还在凌寒之上 现在才知道 当初凌寒与他打的时候 根本没有尽全力 否则他可能在百招之内 便被凌寒轰杀了 又是三天过去 不足之争中是告一段落 一颗光彩耀眼的珠子 突然从天而降 璀璨无比 第2076章 最后一步 龙珠 就在这颗珠子出现的一瞬间 所有的黑色人形进阶消失 代表着此次的不足之争 宣告结束 凌寒 女皇等人的手上 有一枚印记开始发光 与龙珠交相辉映 他们是这一次的胜利者 因此 只有他们才能收取龙珠 否则的话 都少俊等人是根本无法触碰的 另外 又有一道光柱 从天而降 落在了山谷 中央 如同一条通道 纪无名率先走了过去 进入光柱中后 咻 人就没了 这是离去的通道 这个山谷 从来都是只有静没有出的 都少俊四人 都是再次向凌寒道谢 然后才进入了光柱 消失不见 既无名不收龙珠 那么只好凌寒自己来了 他将龙珠捡了起来 微微感应一下 却完全没有发现 这颗龙珠 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普普通通 有若玩石 除了会发光之外 他本来 还想多研究一下 可那道光柱 却在慢慢收敛光芒 显然离去的通道 马上就要关闭了 他只好快步走了过去 与三女一起离开 嗡 他只觉身形一阵 已是出现在了山巅附近 那徐老和尚正等在那里 满脸的笑容 还出家人呢 笑得嘴都要合不拢了 他是看到了山谷中 代表着青铜部族的灰激亮起 才反应过来 居然是他们一族 赢得了此次的部族之争 连忙就跑来了山巅 真没有想到啊 区区五人居然可以逆转乾坤 幸不如命 凌寒晃了晃手中的龙珠 但并没有交出来 那徐老和尚会议 深指一谈 就有一枚空间戒指 射向了凌寒 凌寒接过 用神石扫了下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一共五十份天龙骨粉 每一份都能让百龙贯体 是得到的好处翻倍 但极限也只是 十 再多就无效了 凌寒也将龙珠丢给了老和尚 那须眯眼一笑 刚想说话 咻 他整个人便消失了 凌寒感应得到 这是龙珠与老和尚之间 发生了某种共鸣 这应该是血脉的作用 既无名 都少骏等人进阶在此 进入神龙山 将十份天龙骨粉丢给了纪无名 这让都少骏等人都是看得眼馋 但一个都不敢起一心 开玩笑了 他们现在这条命都是捡来的 走吧 还剩下最后一关 就是百龙贯体了 他们继续上山 很快就来到了山顶处 只见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平台 平台中间则是一张石座 也很大 足以让四五个人一并坐在上面 一天之后 谁能坐在王座之上 便能得到百龙贯体九成九的好处 而在平台上的人 则 只能分享百分之一的好处 都少骏说道 无名脚下不停 直接走进了平台区域 顿时 整座平台都是亮了起来 倒计时开始了 林涵 再战一回 既无名双眼灼灼 现在同阶之内 可以让他引为对手的 林涵勉强可以说是一个 但要知道 他可是没有动用分魂 所以 林涵只是勉强可以与他匹敌 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对手 至尊路 从来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 而是要从万千天交中杀出来 西年 他就有几个棋风对手的竞争者 互相激励 最终是他杀了出来 登顶为九重先王 如果没有这几个竞争者 他未必可以达到九重天的高度 所以 想要攀登五道巅峰的话 好的对手 甚至超过了仙药 攻法 好 林涵也是战役熊熊 一跃进入平台 二话不说 立刻出手 哄 哄 哄 两大最强地者 根本没有什么预热 直接进入了最强战斗状态 拳 掌 腿 剑 甚至一根头发 都能当成大杀器来用 可怕无比 都少俊四人 虽然知道林涵和纪无名的强大 但还没有如此 近距离 全神贯注地看过他们的战斗 不由看的都是倒吸冷气 这二人也太强了 完全超出了分魂镜应有的极限 都少 你说 他们迈进天魂之后 战力能不能 匹敌仙甫 龙不天好奇地问 都少俊想了想 露出迟疑之色 不可能 边上立刻有人摇头 这是四人中的第三名幸存者 叫马献 他十分肯定 仙甫境可是修出了 一处人体秘境 战力恐怖的无法想象 就算灵涵和纪无名 都达到了天魂 而且还联手 那也不是任何一名 移密强者的对手 第四名幸存者范怡 也跟着点头 确实 仙甫和分魂的差距太大了 在普通的移密强者 都能镇压任意一个分魂帝者 都少俊缓缓道 可你们不要忘了 五斩便能匹敌分魂了 可惜的是 分魂 只有天帝阴阳四的小境界 并没有第五个 所以 任你如何天才绝艳 都要受限于五道铁律 这是天帝规则 马县肯定无比肯定的道 也许 这二人将会创造奇迹呢 都少俊说道 哈哈 那要不要打个赌 范逸大笑道 赌什么 都少俊并不怂 输的一方 要答应给赢的一方做件事情 无论什么事情 马县道 都少俊并没有点头 或是摇头 而是看向范逸 范兄又如何说 赌了 范逸重重点头 没有人去管龙不天 屈屈皇者 在帝者面前毫无分量 可言 五妞插口道 妞的林涵最最厉害了 他满脸的小骄傲 范逸和马县 都是露出矜持的笑容 他们虽然对林涵感激无比 但身为帝者 当然有自己的主见 绝不可能因此而委屈了自己的意愿 这样的话 他们的五道进取之路 就差不多断了 分魂可以匹敌先府 开什么天大的玩笑 他们才是赢定了 场中 林涵与 继无名战的激烈 不过他们的目标 都不是轰杀对方 而是要把对方逼下王座 他们都知道 在目前的实力下 是干不掉对方的 因此独占王座 独享百龙贯体的好处 才是王道 战战战战 这两个最强递者 都是竭尽所能 爆发出自己最强的战力 要把对方轰下王座 兜少俊 女皇等人也进了平台 他们就没有资格 参与这样的战斗 只能在一边看看 反正就只有1%的好处了 他们也懒得再动 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时间悄然而过 一天时间很快过去 而林涵与继无名 还在王座之上激战 谁也没有退后一步 第2077章 百龙贯体 一道光滑 从王座上冲天气 将林涵和继无名 都是笼罩在内 而同一时间 平台四周 也有光滑冲天气 但相比于王座的那道光柱 就要显得 暗淡许多了 百龙贯体开始了 因为林涵和继无名 都在王座范围内 谁也没能把谁打退出去 是以由他们两个人 分享九成九的 百龙贯体之力 而女皇等七人 则是分享 这剩下的百分之一 差距很大很大 林涵 继无名等人 都是拿出了天龙骨粉 但这个并不是服用的 而是要震散 一道道白色的灰尘 阳洞 在光柱之下盘动着 化成了一条条游龙 这些龙很小 长不过齿 但时不时便会发出一声龙吟 震龙发聩 这本来就是植入石海的 游龙 在林涵的深周盘绕 要进入他的体内 因为知道 这是百龙贯体 林涵 自然不会抗拒 他放松身体 主动接纳这些游龙 梦 第一道游龙钻进了他的体内 顿时便有一股强大的能量 在汹涌而动 全方位地提升着他的体质 修补着他在五道路上 点点滴滴的不足之处 这与天道石有点像 补先天后天的不足 真挚完美 与此同时 他的肉体力量也在提升着 当舞者踏入恒河境后 理论上力量可以无限提升 达到创世 斩辰甚至先王的高度 只是没有相对应的境界支持 谁也没有能力驾驭得了 这样恐怖的力量 因此 百龙灌体在加上天龙骨粉的 十倍增幅之下 林寒的肉身蛮力 在分魂巅峰停留了一阵后 便猛地往上一窜 踏破了这个境界 进入了仙斧级别 林寒的体魄足够强大 他完全可以驾驭得了 这样强大的肉身之力 但要是在往上的话 估计他就要撑不住了 空有力量不行 就好像拿一个棉花锤去打人 任你如何用力打在人的身上 都是不痛不痒 可再加上规则的话 就好像在棉花锤的外面 包了一层铁 那打起来人就疼了 所以 力量达到仙府 生元甚至仙王都没有什么意义 但 好处当然也有 那就是 体力越强 同一时间可以轰出的攻击就越多 这同样可以提升战力 而且 只要规则掌握跟得上 力量 当然也能发挥出强大的作用 林寒盘膝而坐 尽可能地吸收着百龙灌体的好处 咦 他微微惊讶 这其中居然还有一丝规则之力 谁属性的 让悬婴母水感到很舒服 滋养着这道天地本源 每过去一刻 游龙的数量 就会减少一条 三天之后 所有的游龙都被吸收 而冲天而起的光柱 也迅速变得暗淡 最终完全消失了 百龙灌体结束 问 林寒九人 只觉身体一紧 然后眼前紧无力变 他们已是出现在了百龙城中 上方一道光门 正在缓缓闭合 咦 天清月 于华清呢 也没有看到夏后通 祝慧云 地者居然只有兜少君 马县 范义区区三人 兜少君他们 绝不可能是天清月 等超级地者的对手 难道四大超级地者 同归于尽吗 尽去的人 已万计 可活着 出来的不过区区三千 而最最顶级的那些天骄 居然齐齐失踪 这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 死在了百龙秘境中 怎么可能呢 要说里面凶险无比 连顶级地者都要陨落 这并非不可能 但四大超级地者 全部死亡 偏偏弱一些的地者 却还活着 这就让人不能相信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外面的人都是问 好奇无比 可进入神龙山区域的 就只有林涵等区区九人了 其他人又怎么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自然只有干瞪眼的份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可不管如何 天清月等 四大地者死在了百龙秘境中 这将引发一场超级风暴 他们背后的势力 不可能接受自家传人 如此不明不白的消失 怎么也要知道 是如何死的 要是被秘境内的猛兽 土著轰杀 那也无可奈何 可若是死于竞争者之手 那就没有可能轻易算了 大人不出面 也会派出小一辈的 去讨回这个面子 但连天清月 祝慧云这样的绝代天骄 都被轰杀了 同阶之中 还有人可以替他们报仇吗 如果要触动更高一级的强者 那也太丢脸了 林兄 林兄 只见傅月跑了过来 真是奇怪哦 连天清月 夏侯通这样的顶级地者 都是死在了秘境之中 真不知道是哪个狠人干的 对了 林兄 你之前引动的是什么龙桥 应该也是普通龙桥吧 虽然我知道你很厉害 但要和天清月他们相比 还是逊色了一些 我猜的话 你可以引动七条 或者八条龙桥 你说 我猜的对不对 林涵只是微微一笑 你猜的很对 傅月并没有进入神龙山 因此也不可能知道 面前这个男人 就是主导天清月 祝慧云他们消失的元凶之一 否则的话 他肯定要震惊地 头皮发麻 菊花收缩了 走 回去休息一下 他们重新找了一家客栈 百龙秘境之旅 已经告一段落 接下来就是单到盛会了 在客栈住了下来 傅月是闲不住的人 立刻又跑出去打探情况 也了三天之后才回来 听人说 天清月 他们都是被人涂掉的 而且还是这次进入秘境的人 傅月会声会色地道 林兄 你说是谁 这么强大 连这四尊递者都能干掉 他看了眼林涵 然后摇了摇头 还拍了下自己的脑袋 如果林兄你现在是天魂的话 那我还会猜是林兄干的 哈哈 他自以为说了一个很好玩的笑话 自顾自地在一边大笑起来 林涵则是拍了拍傅月的肩 倒 林兄 你真是很搞笑 傅月笑得更加欢快了 林涵满脸正容 倒 我没有骗你 哈哈哈哈 傅月捧傅 林兄 你不要再搞笑了 我快要撑不住了 林涵无语 他说真话的时候 为什么总会被人当成是在开玩笑呢 两人还想再说 却被虎妞拉去酒楼吃饭 喂喂 张兄 你听说了 没有 天清月 祝慧云等绝世帝者都被人宰了 当然了 这几天都在传这样的大消息 嘿嘿 可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呀 你知道 当然了 那快说说 林涵他们经过一桌时 两名客人正在兴高采烈地说着 而傅月的耳朵也立刻竖了起来 嘿嘿 那一共有两个人 一个叫季无名 另一个叫林涵 噗 傅月顿时喷了出来 第2078章 单道对手 傅兄 林涵看着呆若目击的傅月 傅月的身体都是僵硬了 任林涵在他面前挥手 都是毫无反应 迟过了一会 才见傅月一下子就跳了起来 好像被踩了尾巴似的 他一蹦三尺高 然后猛地抓起之前说话的那人 你确定他叫林涵 那人吓了一跳 但不过三斩的修为 自然不可能抵抗傅月的力量 连忙颤声道 这位大少 你是说 轰杀天青月的那两个猛人吗 废话 那人被喷了一脸口水 确实连擦也不敢 是的 是的 那人就叫林涵 传说他身高七丈 避长过息 吊大如实 凶残无比 林涵顿时哑然 这说自己身高七丈也就算了 可吊大如实又是什么鬼 虎妞笑得捧腹 林涵 你有七丈高吗 手臂也不是很长吗 连女皇都是有些 忍俊不惊 这以讹传讹也太离谱了 林兄 那真是你干的 傅月松开的那人 向林涵问了起来 跟你说了 你自己不信 林涵笑道 我的天哪 傅月抱着脑袋 你 只是阳魂而已 那又如何 什么 那又如何 等你达到了天魂 不是连仙府都可以图了 傅月大呼小叫 他本以为宰了天青月四人的猛人 必然的是天魂级别 只是比这四人更加妖孽 万万没有想到 他的想象力完全不够用 这样的妖孽 居然只是阳魂境 呵呵 这怎么知道 林涵摇摇头 分魂与仙府的差距太大了 大到比展臣与分魂的差距还大 像展臣的递者 还能匹敌阳魂 可任何天魂都不可能是一觅强者的对手 不过 他若是可以拥有九道分魂 将小境界在天魂之上再提升五次 有可能弥补与仙府的差距吗 这就只有到时候看了 五人说着 一起上了二楼 留下之前的二人都是张大了 嘴巴 有弱吃傻 刚才那个年轻人 就是图了天清月的猛人林涵 天 上了二楼的包厢 傅月便迫不及待地 问起林涵与天清月 他们的战斗 林涵 只好压缩一下 告诉了这个好奇宝宝 他向来不喜欢夸耀自己 因此说的是轻描淡写 饶是如此 傅月还是听得频频到吸冷气 激动之处 甚至跳了起来 手舞足蹈 林兄 你真是牛 他竖起了大拇指 毫无保留地送上佩服 对了 接下来就要开始担到盛会了 据说这次不但来了 许多成名多年的大担师 还有许多生名雀起的小一辈 林兄 你想要挤进前三的话 难度非常高 来 我给你扒一把 傅月搬着手指 开始数了起来 先说老一辈的 这次有日阳 担师 他在几千万年前 就已经是三星级别 据说在练龄上 也达到了四年 有望成为大师级别 小一辈中 那天才真是太多了 骆云城的吴子虚 天才绝伦 不足千万岁就成了三星单师 前不久 更是达到了四年 虽然时间过去没有多久 但这样的天才 再加上时光修炼士 随时都可能成为五练 百花城的谢乐章 虽然不如吴子虚那么惊艳 可他的进步 却是无比的稳固 迈进一星单师 花了整整十亿年时间 当时没有一个人将他当回事 可又十亿年后 他成为了二星单师 在十亿年后 他就迈进了三星单师 这一次 恰好是他成为三星单师之后的 又一个十亿年 大家都在猜测 他极可能成为四星单师了 追日成的潘洛林 是个美若天仙的女子 据说得了一位 上古大单师的记忆贯注 单到水准一日千里 这次必然也会成为 林兄你的劲敌 不对 他应该已经 内定了一个名额 林涵微微有些奇怪 倒 比事还没有开始 凭什么这么说 嘿嘿 那是你不知道 这回古单塔出动的 几个单师中 有一个可是原长老的师孙 叫原同光 我前几天 就看到他陪在潘洛林的身边 一个劲的献殷勤 你说 有一位长老师孙的支持 潘洛林获得一个名额 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傅月说道 林涵不由一笑 你这个人啊 太黑暗了 你不信啊 那走着瞧好了 傅月摇摇头 不过林兄 你杀了天清院 他们 可是捅了一个天大的窟窿 他们身后的势力是 绝不可能轻易饶过你的 林涵展颜一笑 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事情闹大了 吕海荣才可能听说他们的消息 然后赶过来接走他们 否则的话 此去昆蓬宫还不知道要出什么状况 傅月不经无语 只觉林涵也太胆大包天了 都闯了这么大的祸 居然还如此大大猎猎 不同于百龙秘境 单道鄙视 是全城都可以观看的 因此 这也成了城中的赌斗热点 让许多人纷纷下主 挑出最有可能成为前三的人 果然 看一下赔率就知道了 岳阳丹师 吴子虚 谢岳章 潘洛林的赔率都只有二左右 相比于有的人 一赔四十多 差距大的惊人 林涵自然也属于不受重视的对象 他的赌率达到了一赔十 没有高的 离谱 是因为在报名的时候 需要先填上自己当前的单道实力 因此 三星单师加四链 怎么都不可能让他的赔率太高 另外 还有几个很受重视的新人 赔率相当地低 虽然不及吴子虚他们 但还是达到了一赔三 一赔四的程度 显示出 他们还是很被看好的 当然了 每次单道比试 都会有黑马出现 比如上次就出现了 单道天才风天云 之前根本不被人看好 结果却是一路高歌猛进 勇夺第一 这次获得第一的奖励是什么 林涵问道 风月张嘴 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笔诗还没有开始 而且刚刚还跟他说过 这次有好多的天才 哪一个都有夺冠的实力 你居然都没有放在心上 他摇摇头 到 第一名的奖励 据说是一张地图 通往一个古老的秘境 里面 即可能有一株千亿年药灵的大药 千亿年药灵 这非常惊人 通常来说 先要达到百亿年级别 就可以算是成熟了 可以入药 千亿年级别 可不是十株相同的仙药 那么简单 价值将会一百倍 甚至千倍提升 林涵怦然心动 第2079章 黑马 天青月等超级地者 被杀的事件 还在继续发酵 但因为仙玉实在太大 一时半会 这些事里 还不会做出什么反应 可算一下时间的话 也许单道笔试 之后就会见分晓了 单道笔试 是紧接着百龙逆境的 因此 笔试的日期 便安排在十天之后 林涵开始了一次小小的闭关 轮回树下感悟 区区十天 也能变成漫长的日子 在单道上 林涵现在遇到了一个瓶颈 四星单试之门 迟迟无法推开 而在练灵上 他也暂时被困在了四连 距离五连 总是差了那么一点 虽然十天并不能改变什么 但灵阵魔枪 不快 也亮 很快 十天过去 到了单道笔试之日 前来参与笔试的单试 以百万计 别说许多自不量力的人 就是三星单试 不在少数 个个都是期望着 可以进入古单塔 从而推开四星单试的大门 但也有少数人例外 他们根本不担心 无法成为四星大师 而是要利用这样的机会 尽快推开这道大门 如林涵 又如吴子虚等天才 当然了 获得奖励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人数太多 自然不可能让这么多人一起练单 第一步 变要 这一关就能淘汰掉 差不多九成的人 倒不是说变要如何如何的难 而是只取成绩最好的那一成人 怎么考核呢 简单 百龙城中有一块药道石 这是单道 大能所助 将单诗以神识注入后 就会进入一个虚拟的世界 然后便会有一株猪药草出现 让单诗进行变识 考核分成许多关 闯过的关数越多 那成绩自然就越好了 药道石非常的大 高大概有百丈 直径则在五十丈左右 当某个人结束了 考核 石头上就会浮现出他的成绩 而总成绩可以挤进历史前十的 便会永留石柱之上 只有十个人 试想 一代又一代 有多少人参与了这样的考核 越是后面的人 想要在药道石上留名 就越是困难 因为这等于要和历代的单道 天骄一一过招 喂 吴子虚 谢了张 他们开始考核了吗 有人问道 没有 边上有人摇头 快看 有人闯过了第七关 又有人惊呼 指着药道石 林涵也抬头看去 只见药道石上 有七个光环亮起 但很快就熄灭了 这应该是现在的最好成绩吧 嗯 应该是了 却不知道又是哪一个天才 众人都是张头四骨 只是要到石的四周 至少有一百多个人 伸出了一只手 按在上面 个个静若石头 怎么可能知道那第七关 是谁闯过的 又过了一会 只见一人掌声而起 发出了大笑 显得得意无比 甘兄 成绩如何 边上有人问道 哈哈 非常之好 这人笑道 难道甘兄便是闯过七关之人 第一人问道 什么 甘兄脸上的笑容立刻凝固 他只是闯过了四关而已 但这已经是他的最好成绩 所以让他放声大笑 得意非常 可闯过七关 开玩笑了 他就是在在变药上研究几百亿年 都不可能突破第七关 这不仅仅是有努力决定的 还要看天赋 噗哈哈哈哈 顿时 附近的人都是大笑 原来这家伙是闹了个乌龙 甘兄 则是脸色尴尬 恨不得地上有个洞 让他钻进去 有一人走了过来 那是古丹塔的人 虽然只是一名学徒小而已 但因为古丹塔的声明 在哪 谁也不敢对他失之恭敬 都是纷纷让路 此人来到了甘兄边上 刀 你的成绩是四关 姓名是甘平 可对 是 甘兄有气无力地说道 好 那名学徒在纸上记了几笔 便转身走了 这时 又有人结束了考验 那名学徒便 来来回回地走动着 记下每个人成绩 这冒充不了 要到时会把每个人的 神识特征烙印下来 到时候 只要对照一下就行了 而一旦查出有 舞弊的行为 会受到古丹塔的严厉处罚 因此 极少极少有人敢这么做 突然 远处传来了 哗然 然后迅速有一个消息 传了过来 刚才有人在登记成绩时 赫然显示过了器官 林永昌 那人 叫林永昌 这样的成绩 应该是现在的第一名了 就算放到之前几次的鄙视中 这也可以排进前十了 这人是谁 怎么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应该是这一次的黑马了 众人议论纷纷 都是为这新冒出来的 单道天才 而吃惊 不多时 只见一名年轻人大步走了 出来 而四周的人 都是用敬畏的目光看着他 好像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 这就是林永昌 有人低呼道 林永昌面容冷峻 一路走过 没有一丝笑容 显得高傲 无比 昂首挺胸而过 根本没有看任何人一眼 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吗 众人纷纷摇头 满脸茫然 不过 这家伙也太嚣张了 让人看着不爽 非常不爽 看 谢了张来了 有人突然叫道 向着入口的方向指去 林涵 也跟随着众人的目光看了过去 那是一个身材中等的男人 长相十分儒雅 满头黑发 虽然身材不算高大 却自然而然 有一种让人敬畏的大气 这就是谢了张 三星单狮 四练水准 距离四星单狮 只是差了一步而已 谢了张没有什么架子 一路走过来对着 向自己打招呼的人 都是频频点头 然后与林永昌擦肩而过 一人傲然 一个谦逊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林永昌脚下微微一顿 以眼睛的余光 扫了谢月张一下 并没有说话 但目光中的鄙夷 却是再明显不过 谢月张则是毫不在意 似乎根本没有看到这个人 而是带着微笑 来到了要到石边上 找了一个无人的位置 将手按了上去 谢月张可以闯过器官吗 绝对可以 他可是最有希望 迈进四星单狮的 怎么可能输给林永昌 那可不一定 林永昌这匹黑马 简直黑得发亮 在众人的一轮声中 要到时尚 有一个光环发亮 但仅仅只是一会之后 两道光环同时发光 这应该是谢月张吧 不愧是单道 天才 仅仅只用了半个时辰 就闯过了两关 两个时辰后 三个光环同时亮起 第二零八零章 又来一匹黑马 谢月张一路势如破竹 仅仅只是一天时间 他就连闯五关 但接下来 他用了半天时间 才闯过了第六关 然后迟迟没有看到 七道光环同时亮起 显示出 要闯过第七关的不义 也显示出了 林永昌在单道上的不凡 将近三天过去 问要到时突然发光 而且一字就是 七道光环同时亮起 有人闯过第七关了 一定是谢月张 果然 不久之后 谢月张就站了起来 而古丹塔的学徒 过来记录成绩的时候 也清清楚楚地显示出 他确实过了七关 惊人 这与林永昌一样 并列目前的最好成绩了 考核过的人 都需要立刻离开 因此 喜欢看戏的人 就不能过早地进行考核 而是等在里面等着 不会有人催着去进行考核的 林涵正打算上前 只听后方 又传来了轰动 吴子虚 日阳丹师 又是两尊重量级的人物 道部 不过一老一少 对比相当的明显 林涵没有在意 大步走向药道时 谭西坐了下来 将右手按了 上去 与此同时 吴子虚和日阳丹师 也同时开始了考核 林涵的十海一阵 已是出现在一个黑暗的虚空之中 四周一片空无 一株药草 突然凭空出现 便在林涵的眼前 这是第一关 辨识药草 林涵随口道 青鱼草 刷 这株药草 立刻暗淡了下去 取而代之的 则是另一株药草 卓阳目 虎尾独腾 火云雾连 林涵一口气 爆出了三十多种药草 之后 并没有新的药草再出现 而是陷入了短暂的沉寂之中 他知道 自己闯过第一关了 外面 药道时尚 有一道光环闪动 不过 闯过 第一关真是太简单了 哪怕有吴子虚 和日阳丹师的加入 也没有引起众人的奇怪 一株都是差不多 在其中 选出紫灵花 一个冰冷的声音 在林涵的耳边响起 林涵伸手一指 三株药草同时消失 紧接着又出现了四株药草 同样相向无比 在其中找出三青莲 然后是五株 六株 七株 八株 同一时间 出现的药草是越来越多 而想要挑出正确的药草 也变得越来越难 不过这对于 林涵来说 完全不是问题 三十几次之后 又没有新的药草出现 说明林涵又闯过了一关 要到石上 两道光环同时亮起 好快 这是五子虚 还是日阳丹师 五子虚吧 我觉得是日阳丹师 这时 众人稍稍有了一点兴趣 在那猜测了起来 仅仅一会之后 又有两道光环同时亮起 一个是五子虚 一个是日阳丹师 不愧是被看好的人 实力真是接近 可就在众人感慨之时 要到石一闪 又是两道光环同时闪动 咦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又出现黑马了 不可能 应该是之前开始考验的 通关的速度太慢了 恰好在这时完成 应该是如此 众人都是点头 觉得这个猜测 才是最最符合事实的 精神世界中 林涵的面前 这次又出现了三株药草 乍一看 完全的一模一样 哪一株赤萧草 达到了四千万年的药灵 那个冷冷的声音响了起来 林涵微微一笑 伸手一指 刷 三株药草消失 然后又变出四株相同的药草来 哪一株五菱莲花 达到了三亿年的药灵 林涵随意至极 他对于基础知识的掌握 达到了精细如微的地步 又是三十几次的辨认后 林涵再次过关 问 外面的药到石上 有三个光环同时亮起 又来了 到底是吴子虚 还是热阳丹师啊 真是让人心痒痒的 刷 紧接着 又是三个光环同时亮起 而只是一两个呼吸的时间后 还是三个光环同时亮起 这 众人面面相去 露出了 狐疑之色 要说刚才只是凑巧的话 那么这次呢 还是凑巧吗 哪来这么多的凑巧 难道 真的又出现了黑马 我觉得不可能 前面五关 对于有点实力的人来说 都比较简单 第六关开始 才是真正的考验 说得有理 于是 当接下来又是三次 几乎连续的四个光环 同时亮起时 虽然仍是让众人感到奇怪 但并没有 太过惊讶 当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 五光环同时亮起 又是连续三次 我就不信了 接下来这个人 还能跟得上吴子虚 和日阳丹师 嗯 就是 虽然没有得到证实 但大家都相信 这三人中 有两个必然是 吴子虚和日阳丹师 就不知道第三个人 又是谁了 第六关 这要稍微难上一点 出现在凌涵面前的 乃是一株被 剪碎的药草 而他的任务 则是要在规定的实现内 将之重新拼接完成 他双手舞动 一块块碎片 飞转 韵律十足 这是精神事件 现实中的一切束缚 都是不存在的 因此 这速度就完全取决于 神魂的敏锐性 凌涵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一株药草 也从屋到有现出了雏形 然后慢慢变得完整 在规定实现 还差一半时 凌涵已经顺利收工 接下来 又是一堆药草碎片出现 凌涵仔细看 发现这些碎片 虽然看似从同一株药草上摘下来的 可是实上 却是属于两株 只是药草的品种是一样的 细微的差别在于年份 这就有些棘手了 凌涵的速度放慢了一点 先把碎片分成两堆 分属于同一株药草 接下来就和之前一样了 当两株完整的药草出现时 凌涵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 简单 然后 还是一堆药草出现 但这次却分属于三株药草 都是青物草 凌涵可以肯定 来吧 先分成三堆 再一一复原 搞定 接下来是四株药草的碎片 再是五株 六株 直到三十几株 难度越来越高 让凌涵消耗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但从实现来说 它每次都能流出一大堆的时间 还想再来 却在没有看到有新的碎片出现 它才恍悟 原来它闯过了第六关 外面 六道光环同时亮起 第六关了 是谁 那匹黑马还跟得上吗 可众人等了又等 迟迟没有见到第二次的六光环同亮 第2081章 第八关 咦 怎么还是只有一个人闯过了第六关 是啊 五子虚应该不弱于日阳丹师多少 怎么会慢了这么多 呸 五子虚比日阳丹师厉害多了好吧 这率先通过第六关的 一定是五子虚 呵呵 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恩 还是老的辣吗 那你也不知道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 好多人展开了激变 有些人认为率先通过 第六关的是五子虚 有些则认为 是日阳丹师 明明不关他们什么事情 却是一个个 都是争得面红耳赤 可他们万万不会想到 这率先闯过第六关的 既非五子虚 亦非日阳丹师 而是一个他们久闻大名 却绝对不会去想的人 谁能相信 一个五道妖孽 居然还能在丹道上 有如此成就呢 等等 你们发现了 没有 这个人闯过第六关的速度 比其他人都要快 有人突然露出无比的金融 几乎是在失声尖叫 其他人一愣 然后再仔细一想 不由都是色变 靠 还真是的 境界越高 对于时间的流逝 就越是敏感 哪怕当时没有发现 但只要稍稍回想一下 一切细节都能重现 之前的林永昌是黑马 并没有人关注 因此闯过六关 用了多少时间 就无人可以计算出来 可后来的谢乐章就不同了 大家一直在关注他 通过六关花费的时间 是一天又三个时辰 然而 现在这人 却只用了十个时辰 差距大的简直惊人 一定是吴子虚 他是丹道的无上天才 才会有这样的表现 错了 日阳丹师 不知道在丹道上 经营了多少年 论基础知识 应该无人可以出其诱的 所以 一定是他老人家 滚 是吴子虚 是日阳丹师 两边的人 又争了起来 不可开交 精神世界里 林涵微微休息一下 迎来了第七关的挑战 这一次 还是一大堆的草药碎片 乍一看又是同一类型的 可仔细辨别一下 却可以发现 这些碎片分属于 三种不同的草药 林涵先分类 然后再拼接 与第六关差不多 再复原 三株草药 很快就完整地出现了 刷 这三株草药黯淡下去 紧接着 又是一堆草药碎片 出现 四种草药碎片 林涵一一处理 到了第十次的时候 不但出现了不同的草药 而且还有相同的草药 只是年份有些差别 甚至 差距非常之小 这极大地增加了林涵的难度 让他的完成时间 变得越来越长 但他花的时间长了 给的限定时间 其实也变长了 因此 他还是只用了三分之二 或是四分之三的限定时间 显得游刃有余 整整一天 之后 林涵终于闯过了第七关 这在外界 引起了强烈的轰动 有人闯过第七关了 天哪 距离他闯过第六关 仅仅只是过去了一天 之前通过的天才 哪一个 不是用了一天半以上的时间 比别人领先整整半天 简直怪物 一定是吴子虚 这个单道 天才是纪元难遇的 不 是日阳丹师 后机勃发 才能一飞冲天 焦点一直在日阳丹师 和吴子虚身上 这是大家认为的 最最可能的人选 但你们想过没有 几个 时辰前 先后有两人闯过了第六关 那意味着 这一次 绝对又出现了一匹黑马 可以与吴子虚 或是日阳丹师比肩 有人提出了另一个观点 有没有这样的 可能 这个打破记录的人 其实是那匹黑马 一时之间 现场一片冷静 但只是一会功夫 顿时大笑声响起 每个人几乎都是笑破了肚皮 这怎么可能呢 连那个 提出可能性的人 都是露出尴尬的笑容 认为自己确实是一响天空了 我想要知道的是 吴子虚或是日阳丹师 有没有可能闯过第八关 第八关 这应该不可能了 看看要到时尚的排行榜 不知道多少纪元下来 时要最强的十个人中 也只有七个通过了第八关 就是 想要通过第八关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否则的话 此人一定是这个纪元最强的丹师 不不不 食药能力强 并不代表炼丹能力强 这是两码事 只能说 炼丹能力强的人 在食药方面 也一定不会弱 嗯 最后一句话 赢得了共鸣 众人都是点头 确实 食药和炼丹是两回事 只是当道大师 基本都是食药高手 这是必须具备的能力 在众人无比的期待 好奇之中 林涵开始了第八关的考核 这次他要面对的 是 变异药草 天地环境的突变 甚至形状 颜色 而在药理上 当然也会出现极大的改变 药到时 给出了环境的变化情况 让林涵来推断药草 会发生怎样的变异 又该如何运用 这就不是死机硬背的东西了 需要单是运用 自己掌握的基础知识 然后去模拟 推演 消耗的时间不但长得惊人 而且任何一点稍有偏差 就会导致结果的完全不同 因此 林涵的速度也缓了下来 但他的双眼却是灼灼 因为他有轮回数 做的最多的事情 就是推演 这是他极擅长的事情 时间悄然流逝 一晃眼已是将近三天过去 要到时尚 突然有七光环同时发光 然后刚刚暗淡下去 仅止一会 又是七光环同时发光 天哪 这次居然有三人都闯过了第七关 太惊人了 这黑马是谁 虽然不能与 吴子虚或是热阳丹士相比 可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 也足够厉害了 人群沸腾了 而且到了这一步 最终的答案也即将揭晓 怕是不用多久 就能看到他们苦口思索 激烈争辩的真相了 就在这时 问 要到时发光 八个光环 靠 靠 靠 一时之间 所有人都是被震的双眼发指 差点腿一软 直接坐到地上去了 天哪 第八关 有人过了第八关 多少年了 差不多一个纪元了吧 又可能更长 九到 大家都差点 要以为要到时 仅仅只有七关了 突然有一个天才跳了出来 告诉他们 其实还有第八关的 绝对是震骨朔精 就算他是单倒白痴 可冲着他可以在食药上 闯过第八关 保证古丹塔 也会将他破格 收录 第2082章 到底是谁 一名惊人 虽然说食药能力强 并不代表炼丹水准一定高 可看看要到时 古往今来 就只有区区七人闯过了第八关 这还不够吗 这种永垂青史的 名人要不招进古丹塔 岂不是要让天下丹师笑死 吴子虚 真是太强了 不 是日阳丹师 绝对是日阳丹师 短暂的鸦雀无声后 现场进入了混乱的状态 众人都是沸腾 激动地喊着吴子虚 或是日阳丹师的名字 就在这时 只见日阳丹师突然收回了手 站了起来 是日阳丹师 有一部分人 顿时激动地头皮发麻 虽然跟 他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可看到自己支持的人胜出 还是让他们兴奋莫名 上蹿下跳 支持吴子虚的人 则是垂头丧气 好像打了败仗似的 日阳丹师满脸傲然 嘴角带着淡淡的笑容 这一次的成绩 要比他想象中的出色 通过第七关的时间 比以前提升了近乎半个时辰 一名古丹塔的学徒 登登登跑了过来 他显然也是视力眼 之前给别人登记成绩的时候 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 可现在却是满脸 都是笑容 显得十分惨媚 这是当然了 日阳丹师有很大的可能加入古丹塔 而一旦进入的话 那自然也是丹师的身份 比他这个学徒 不知道尊贵了多少倍 因此 他自然要将态度放得很低很低 再说了 就算这次日阳丹师进不了古丹塔 那不还有下次吗 只要对方迈进四星丹师 肯定能够进入古丹塔的 恭喜日阳大师 这名学徒说道 我给您老核对一下成绩 嗯 日阳大师脸带矜持 点了点头 您老通过了七关 总号时是两天又十一个时辰 这名学徒说道 什么 通过了七关 人群顿时哗然 这么说来 通过第八关的人 并非日阳丹师了 听到人群如此嘈杂 日阳丹师露出一抹不悦之色 像什么话呢 吵吵闹闹 成何体统 虽然他很牛逼 但你们也不用这么大呼小叫吧 一定是吴子虚 天哪 吴子虚闯过了第八关 一个纪元来得最强 也不能这么说 许多五星大师年轻时 虽然没能再要到时尚流明 但现在肯定有这样的势力 只是人家不屑如此了 那也不能否认吴子虚的逆天 瑞阳丹师顿时脸上变色 什么 吴子虚通过了第八关 怎么可能 他自然也尝试过第八关 但开始没有多久就失败了 才被驱离了精神事件 假的 一定是假的 区区一名后辈 怎么可能超越了自己 甚至达到无数前人 都只能仰望的高度 八关啊 可以轻使流明的 老头 感觉受到了一万点伤害 整个世界都是无碍了 又是一会之后 吴子虚双眼一睁 收回了手 然后站起 吴子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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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支持者 都是摇旗呐喊 激动的不要不要的 之前他们都是伪了 谁能想到 居然还会峰回路转 原来 吴子虚才是真正的牛逼 他们眼光太好了 自然要大声疾呼一下 这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 吴子虚有些莫名其妙 他知道自己很有威望 被誉为 担到年轻一代的第一人 之一吧 毕竟天才还是挺多的 西仙玉又太大了 不可能将所有的天才 都是汇聚过来 可你们至于这么疯狂吗 我也不过闯过了第七关 呵呵 虽然这确实很牛逼 恭喜吴少 打破了历史 成为一个纪元来的最强天才 吴少 我要追随你 我也要追随你 有人向吴子虚道贺 也有人表达忠心 跟着这样的主子 脸上半有光 什么跟什么 吴子虚只觉莫名其妙 在进入精神世界后 他的肉身只是一具空壳 听不到 看不见 因此完全不知道 先前发生的事情 一个纪元来的最强天才 虽然他也在暗地里 这么认为的 可这种事情 又怎么好拿出来说呢 毕竟他还没有取得 让人幸福的成就 最强二字 又怎么当得起 啪啪啪 古丹塔的那名学徒 又一溜小跑过来了 同样满脸 都是谄媚之色 而且更浓 没办法 吴子虚太年轻了 同样成为三星单师 四恋水准 那肯定越早达到潜力越大 甚至可以成为五星大师 也不一定 这样的天骄 哪能得罪了 必须尽心讨好 恭喜无少 那学徒脸上 都要笑出花来了 我给您核对一下成绩 嗯 吴子虚与之前的日阳大师一样 脸上带着矜持的笑容 啪啪啪 只见日阳大师走了过来 倒 真是后浪推前浪 在你的面前 我也不得不服老了 他这么一插话 那名学徒立刻闭上了嘴 拿胆打断 吴子虚更加莫名其妙了 虽然他确实没有将日阳大师 放在眼里 认为对方早 已经是明日黄花 只能成为他超越的踏脚石 但他好像没有做得很棒吧 古怪 你是故意来讽刺我的吗 不对啊 这脸上的表情不像 失魂落魄的 一副被打击到的模样 难道老头只是闯过了六关 好废 太弱了 他露出鄙夷之色 生起一股羞语为伍的傲慢 见吴子虚暂时不说话了 那学徒终于找到机会 道 吴少 您的成绩是七关 用识两天十一个时辰 噗 顿时 所有人都是喷了出来 便是日阳丹师 也一下子呆住了 靠 这什么情况 既不是吴子虚 也不是日阳丹师 那是谁呢 黑马 绝对的超级纯种 大黑马 到底是谁 我好奇死了 快点揭开真相吧 就是 都已经渡过八关了 怎么还没有站起来 听到众人的抱怨和惊呼 吴子虚只觉一阵天昏地暗 差点晕死过去 什么什么 居然有人闯过了第八关 难怪日阳丹师 要向自己道贺 原来对方 以为自己通过了第八关 天地良心 要是他可以通过第八关的话 此时定然嚣张地尾巴翘天 真的有人可以闯过第八关吗 他不是没有尝试过 但很快就失败了 也让他觉得第八关 简直不是人可以通过的 至少他现在不行 也许达到四星后 他有可能做到 谁 究竟是谁 这时 林涵的身体 微微一颤 缓缓睁开了双眼 第二零八三章 是他 林涵 林涵没有第一时间站起来 是因为过了第八关后 精神世界中 突然起了很大的变化 在他的面前 出现了一张张单方 都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让他见烈欣喜 忍不住就一一记录了下来 刻在了记忆之中 所以 他花了一点时间 留名 可烙印 下来 千古不灭 精神世界中 那个冰冷的声音说道 可以排在地底 林涵问 第三 这个声音回答道 才第三 林涵摇摇头 那算了 他才不要有两个人的名字 压着他 直到地老天荒 他却不知道 排在他前面的二人 可不是在三星单诗 十时要的 而是快要突破五星的当口 在这里复查自己的 十要能力 才把他压了一头 如果林涵到四星大师时 再来进行十要考核 那么他通过八关所需要的时间 肯定能够减少许多 冲击第一 都可能很轻松 没办法 在单道上 他才是绝无对手的帝王 说出算了之后 林涵便被踢出精神事件 所以 他睁开了双眼 长身而起 没有人对他多看一眼 因为谁也不认为 是他闯过了第八关 不是吗 如果这个天才结束了考核 那么要到时尚 就会显示出他的名字 或是代号 封号 不留名 为什么 谁也想不到 有这么多的可能 这可是千古留名 万载传递的 佳话啊 便是日阳丹师和吴子虚 也在翘首张望 他们迫切地想要知道 这个超越了自己 甚至在一个 纪元中都能称为最强的人 到底是谁 这时那名学徒又来了 他屁颠屁颠地跑向林涵 脸上带着无比的震惊 作为古丹城的学徒 他要比别人掌握了更多的信息 比如说 他就通过特别的连接时 看到了林涵的成绩 八关 天哪 这消息要是传回古丹塔 说不定那些个长老 都会亲自跑过来 抢着收林涵喂徒 如果有人心细一点的话 便能看到 他此时脸上那种震惊 敬畏 讨好等多种情绪 交融在一起的模样 然后便可能猜出一二了 可惜 现在大家都在 好奇这匹超级黑马是谁 又哪有这样的心情 去留意一个小小的单道学徒呢 林绍 那名学徒恭敬教导 在连接时上 有着林涵的报名信息 现在他则是再次确认 前后两个林涵喂同一个人 不能被鱼目混珠了 小人给您核对一下成绩 他用探寻的语气道 咦 边上的人听到 都是毫不奇怪 这名学徒不是一直很高的吗 除了几个通过第七关的人 还没有见过他这么客气的 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好像恨不得要舔贵似的 应该是哪位单道大师的弟子吧 说不定是古丹塔的人 故意跑来装逼 靠 我最讨厌最这种人了 众人都是纷纷表达 对于林涵的不屑 装逼的二世祖让人想揍 好 林涵很随意地点头 您的成绩是通过了八关 时间 是 滑 一片惊呼 顿时将那名学徒剩下的话 都是淹没了 八关 通过八关的妖孽 居然是他 天哪 之前嘲讽林涵的几人 恨不得地上有个洞 让他们钻进去 就算林涵真是个装逼二世祖 那这个逼也装得惊天动地 让人只有败福的份 咦 这个人好像还有点眼熟 林少 林少 林涵 对 他就是林涵 什么林涵 呵呵 你们该不会说 这个林涵就是图了天青月 等四大超级帝者的那个林涵吧 开什么玩笑 他们一定是同名同姓 对 一定是同名同姓 据说 那个林涵只有阳魂的修为 却可以图天魂的超级帝者 武道天赋 简直逆乱金骨 这样的人 怎么还可能是当到妖孽呢 是啊 而且据说那个林涵掉大如石 明显不对吗 噗 林涵差点喷了出来 怎么还在提掉大如石这个梗 靠 是谁变出来的 站出来 看他不打死了 不过 他好像也是阳魂呢 而且长得很像 又叫林涵 死 饶了一圈回来后 众人都是倒抽凉气 越来越相信了那个可能性 两个林涵就是同一个人 然后 他们开始惊呼 抱头 有一种人生观 瞬间崩塌的感觉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妖孽 合得好了 林涵向着那名学徒问道 是 是 那学徒连忙点头 恨不得将膝盖都是献给林涵 林涵一笑 那我走了 小人送林绍 那学徒也不管有人刚好结束了考核 在林涵面前其他一切人都是不重要了 林涵转身 扬长而去 慢 只是他才走了几步 便被人拦了下来 是吴子虚 林涵是吧 吴子虚满脸的不服之色 我是吴子虚 我承认 你在食药的能力上比我强 这不是废话 你看看 史上有几个人通过了第八关 至少在三星丹师以下 能够通过第八关的 只有区区七人 现在加上林涵的话 是八个人 需要你的承认 不过 丹师看的 终究还是炼丹实力 在接下来的两轮考核中 我一定不会输你 吴子虚斩钉截铁地道 林涵只是淡淡一笑 在丹道上 他的对手从来都只有他自己 只需要超越了自己 那根本没有人可以做他的对手 不像武道 还有纪无名这种真妖年 你等着 我一定会打败你 吴子虚抛下这句话后 率先离开 抢在林涵的前面 似乎也是一种示威 我就是要在你的前面 不过 他结束了十要考核 其实也应该离开了 只是他的身份比较高 所以暂时 才没有人去赶他 但时间长的话 那管你是谁 照样得离开 林涵失笑 真是个年轻人 才会如此冲动 瑞阳丹师也走了过来 但只是看着林涵 并没有说话 老爷子 你也憋着一肚子的劲 打算在炼丹时 将我打败吗 虽然像你这样的 小年轻挑战 有些不合一 但涉及到我的名誉和尊严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 将你打败 瑞阳丹师说道 他是真正的老丹师了 而且早就触摸到了 四星的门槛 却总是差了那么丁点 无法跨过去 也许林涵这个对手 就是让他超越自己的契机 第2084章 威胁 瑞阳丹师也大步走了出去 豪言已放 再说 什么也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就七天之后 见分小吧 第一轮考核 十要 第二轮就是炼丹了 第三轮则是炼灵 三次的成绩相加 总分第一 就是这次单到比试的第一名 林涵回到客栈 但只是一会之后 防者如云 有些人是来探底的 林涵是什么来头 如果有强大的背景 那么就交好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想办法招揽 有些人则是纯粹的好奇 想要知道 这样的妖孽 到底长什么模样 不过 因为林涵还曾有份 图了天青月等 超级地者 也让许多势力果足不前 怕得罪了这些 强大的先王势力 林涵懒得应付 让傅月去全权负责 这家伙 倒是天生适合干这个 拿足了架子 让人狂拍马屁 好好的过了一回忆 十要考核还在继续 两天之后 另一名单到天才的成绩也出来了 潘洛林 器官 不过 接下来就没有黑马冒出来了 而且在林涵的光芒之下 林永昌这匹黑马 已经黯然失色 几乎没有人再提起他了 又是一天之后 有人过来拜访 想要见林涵的人 当然每天都有 但今天这几个客人 却是傅月不敢推剧的 林涵 他推门入 后面则是跟着三个年轻人 分别是两男一女 男的都是英俊潇洒 女的则是美艳如花 散发着薄薄英气 林涵认得其中一个 林永昌 这位是袁同光袁少 傅月做着介绍 脸上有着敬畏之色 袁少的老祖宗乃是 古丹塔的长老 五星大师 五星大师 那是丹道的巅峰 傅月虽然也有一个 四星丹师的爷爷 可在袁同光面前 却是根本挺不起腰杆来 四星大师相比于五星 那就是 生元与先王的区别 差得太多太多了 这位是林永昌林少 这位是潘洛林潘仙子 傅月继续说道 分别指着那剩下的男女 林涵虽然有些不满 但并没有怪责傅月 在袁同光的面前 确实傅月很难说不 无论是古丹塔 还是五星大师 都是将傅月压得死死的 容不得他拒绝 在下林涵 林涵决定 给傅月一个面子 顿时傅月松了口气 如释重负 他私自将人带过来 还怕林涵生气 直接拂袖赶人 那他就真是两头难做了 你先出去 袁同光的脸上 有着一丝矜持的傲慢 这句话是对傅月说的 咦 这是 把自己当成主人了吗 傅月露出一抹愤怒之色 想要发作 却是硬生生忍了下来 转身出了房间 并把门给关上 袁同光吃了一声 傅月的表现在他眼里 是再正常不过了 谁敢违逆 他这个古丹塔的传人呢 林涵没有作声 如果傅月自己愿意反抗 他也愿意力挺 可傅月自己要忍气吞声的话 那他也懒得出头 林涵 袁同光看着林涵 眼角微微往上挑 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林涵 我是来告诉你一个 好消息的 鉴于你在食药上的不凡表现 我可以私下里带你回古丹塔 将你引戒丢祖门下 林涵只是一笑 盯着袁同光 心里不以为然 笑话了 只以他的食药能力 就完全有资格进入古丹塔 需要这个人的引戒吗 还一副是我提拔了你的模样 姿态那么高 这是哪来的优越感 袁同光可不在乎林涵是怎么想的 在他看来 只要他递出橄榄枝 哪个人能够拒绝进入古丹塔的诱惑呢 接下来的比试 你就不用参加了 袁同光继续说道 林涵心中嗷了一下 原来这才是对方真正的目的 不让自己参赛 林涵摇摇头 道 我参不参赛 好像不用你费心熬神 袁同光的表情 一下子变得阴沉起来 向着林涵怒目看去 你敢拒绝我的好业 看不出哪里好了 林涵回视着对方 袁同光就想要发飙 但又忍了下去 林涵 莫要以为你在石药上面有些天分 就可以目空一切 要知道 只要我一句话 你就算进了古丹塔 也得跪着做人 林涵又岂会接受这样的威胁 而且越是有人要威胁他 他就越是要对着干的性格 当即目光森然 道 哦 你想要怎么对付我 林涵 为什么不接受好言相劝呢 潘洛林开口 语气倒是挺柔和 可说出来的话 就不让人爱听了 袁绍乃是古丹塔长老的师孙 说是少主也不为过 你与主为敌 不是自取其辱是什么 林涵想了想 有些恍然 这家伙是为了你吧 早听傅月说了 潘洛林搭上了袁同光 已经内定了一个三强名额 但从现在来看 对方的野心可不止如此 而是冲着第一去的 因此 将林涵这个劲敌劝退 自行放弃比赛的话 那潘洛林自然胜算大增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潘洛林 一下子寒霜满面 只有一个机会 否则 我让你连古丹塔都进不了 袁同光森然说道 林涵哈哈大笑 要是古丹塔 能够被你这种垃圾 一手遮天的话 那种狗屁 地方我去了 干嘛 自找罪受吗 来 有什么招都放马过来 我接着了 你真是敬酒不喝 喝法酒 袁同光一拍桌子 啪 这张桌子 虽然是用上好材料做成的 可他却是阴魂高手 怎么可能承受得住 顿时就散架了 早说了 不用这么麻烦 我来打败他就好了 林永昌突然开口 袁同光看了他一眼 倒 可是我想让洛林成为第一 我与你一起开口 难道别人敢对着干 林永昌十分不屑地说道 林涵亚然 听林永昌这口气 似乎本身的地位 不属于袁同光呢 是了 这家伙定然也是出自古丹塔 然后就是传说中的装逼犯 故意隐瞒了身份 可无论实力还是身份 都是高得吓人 好吧 袁同光点点头 林永昌乃是古丹塔中 另一名长老的后代 而且还是独子 比地位的话 要超过他太多了 而且本身还是单到天才 他必须给面子 林涵 再过四天 你就会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我打得一败涂地 林永昌傲然说道 更有一种不服 在食药方面 他居然输给了林涵 这让他觉得很没面子 走 这三人就要离开 慢 林涵开口 第2085章 赔钱 袁同光的嘴角 立刻露出一抹鄙夷之色 看看 怕了吧 要开口求饶了 不过 他可没有立刻转身 要掉一下林涵的胃口 谁让这小子之前 居然敢拒绝自己的提议呢 赔钱 林涵的声音 从后面传了过来 我 操 袁同光顿时一个急转身 面向着林涵 眼神中都要跳出火来了 你在胡说八道 什么 林涵没有说话 只是指了指边上那张桌子 现在已经成了一地的碎片 而罪魁祸首 正是袁同光 袁同光脸上的 表情精彩至极 他万万没有想到 林涵居然会因为一张桌子 而要他赔钱 他可是古丹塔出来的 有一个五星丹师的老祖宗 权势 可谓是滔天 别说只是砸碎 一张桌子 就是把百龙城都砸了 又如何 谁敢找他麻烦 他感觉受到了天大的羞辱 难道他的面子 身份连一张桌子都比不过 你 你 你 他满脸通红 愤怒地 想要杀人 没钱 林涵笑了笑 没钱 就只好把你抓起来 每天赶苦力来赔偿了 袁手 不用理他 潘洛林立刻道 他根本不能与你相比 跟他计较 只是自降身份 不错 袁童光点点头 对啊 他怎么能够自降身份 与一个相巴佬洞粗呢 走 三人再次起步 可这一次林涵就不是出声那么简单了 他直接出手 向着袁童光的脖子抓了过去 大胆 袁童光三人同时怒吼一声 纷纷出手 向着林涵打去 三人都是阴魂境 而潘洛林和林永昌 更是皇者级别 袁童光虽然是二世祖 却也是王者 因此 三人联手的威力 自然非同凡响 小小的阳魂 他们随便哪一个都能轻松镇压 可惜 他们遇到的是林涵 不但是帝者 而且还是超级帝者 碰 林涵只是将袁立一阵 规则发威 碰碰碰 潘洛林和林永昌 便被震飞了出去 而袁童光则是被林涵 一把拎住脖子提了起来 在他面前 没有巅峰天魂级别的战力 根本不堪一击 看来你的耳朵有问题 跟你说了 赔钱 林涵拍着袁童光的脸 从古丹塔出来的人 不会连一张桌子的钱 都是赔不起吧 林涵 你太过分了 袁童光双眼喷火 他何曾被人拎着脖子 抽耳光的 一点长进都是没有 林涵摇了摇头 啪啪啪 他在袁童光的脸上 抽了起来 每一次抽过 都让袁童光惨叫 潘洛林 翘脸发白 他怎么也想不到 林涵的胆子 居然如此之大 而且实力还那么强 在三人的联手之下 非但没有败走 反而轻轻松松 将袁童光给拿下了 这家伙行事冲动 简直就是一个二愣子 可万一这二愣子 将袁童光给宰了呢 人虽然是林涵杀的 可真正深究的话 他也难辞其咎 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 他怕了 不要冲动 千万不要乱来 他坚声说道 林永昌则是表情冷然 倒 放人 虽然林涵的实力 达到了碾压的程度 可他却是丝毫不怂 因为丹氏从来都不是以武力见长 他的长处 是炼丹 武力值高点低点 又有什么呢 你谁啊 林涵并没有多看林永昌一眼 只是拍拍袁童星的脸 你是耳朵有问题 还是脑袋有问题 跟你说话听不懂的吗 你敢对我无脸 告诉你 你死定了 袁童星物字嘴硬 啪 林涵一记耳光 抽了 过去 呀 袁童星惨叫 虽然身为王者 可他从小到大 实在太顺了 从来没有受过皮肉之苦 被林涵这么几巴掌抽过 顿时扛不住了 我赔 我赔 林永昌则是双眼 喷火 林涵居然敢无视了自己 他恨恨地盯着林涵 威胁道 再不放人 后果自负 啪 林涵又抽了袁童星一巴掌 袁童光一愣 他不是说愿意赔偿了吗 怎么还要 打他 你还讲不讲理了 他十分委屈 道 为什么打我 哦 他威胁我 让我不爽了 林涵笑着说道 靠 袁童光气得差点跳了起来 只是被林涵捏着脖子 只能憋得满脸通红 你想要做什么 林永昌沉声说道 啪 林涵又是一耳光 抽在了袁童光的脸上 袁童光满脸郁闷地看着林涵 难道这一巴掌 又是因为林永昌 你猜对了 林涵说道 还给了袁童光一个赞赏的表情 袁童光却是一点 也开心不起来 见林永昌又要开口说话 连忙抢着道 林哥 你别说话了 这一说他肯定又要挨打 啪 只是他一个念头 还没有转 脸上就挨了一巴掌 这又是为什么 他哀怨地看着林涵 林涵哈哈一笑 道 抽习惯了 没收得住手 没事 下次他再威胁我的话 我少抽你一掌就是了 袁童光被整得只有脱身一个念头 至少现在他什么报复的念头 也不敢起 连忙到 我愿意赔偿 我愿意赔偿 这还差不多 林涵点点头 马马虎虎 就一一行驶吧 你怎么不去抢 袁童光又想跳起来踩人 可根本动弹不得 只能呼呼呼地 喘气 太多了 我拿不出来 真以为他是冤大头啊 呀 你不是古丹塔出来的吗 林涵摇了摇头 傅月这个呆货 还自说自话 给自己开了一亿星石的赎金 怎的 这个家伙嫩穷呢 袁童光心道 他这次出个远门 又怎么可能带上那么多的星石 不过 一亿星石的数目 真是太大了 哪怕还在古丹塔 要他抽出一亿星石 都是困难无比 袁家可不止他一个人 而且 他也不是袁家最出色的后代 能够支配的财富有限 穷鬼 你能拿出多少来 林涵问 满脸凶光 显得非常凶残 这家伙 是自己送上门来的 不痛宰一顿怎么行 完全不用客气 一千万 袁童光哆嗦着道 嗯 林涵将眼睛一瞪 两千万 袁童光连忙加价 一番讨价还价下来 终是以 三千七百万星石成交 有一部分 还是跟潘洛林 和林永昌借的 行了 去吧 林涵接过空间戒指后 收回了手 袁童光连忙拔腿就跑 躲得离林涵远远的 他可不想再被林涵拎着脖子了 林永昌则是盯着林涵 目光如水 刚才他顾忌 袁童光一直没有开口 但现在他也 没有了说话的兴趣 这种不知好歹的家伙 会死得很惨 第2086章 炼丹比试开始 林涵今天的所作所为 要是传出去的话 肯定会吓死人的 连古丹塔的人都敢勒索 活得不耐烦了 可林涵就是这么干了 反正已经得罪了 天清月他们身后的先王势力 那么再多一个古丹塔 又如何呢 因为林涵在食药方面的成绩 他的赔率也一路走低 甚至超过了泄了张塔们 只有区区一赔 1.6 可以说是现在夺冠的最大热门了 三天后 炼丹比赛开始 第一轮淘汰之后 剩余的参赛者 大概有1300多个 这个数量还是有点多的 百龙城的 丹道广场 并没有这么多的丹士 同时给这么多人练丹 因此 每百人为一组 分批进行 大概十几天 就能完成所有的比赛 林涵 日阳丹士等人都被安排到了 最后一组出场 这是按照他们在食药时的成绩来排的 成绩越好 出场的时间就越晚 而众人也相信 最终的冠军 一定是从最后一组中诞生的 时间悄然而过 12天后 终是轮到林涵上场了 林涵带着三女出发 傅月也跟随一起 他们刚刚出门 便见到小谷迎面走了过来 咦 小谷你这段时间去哪了 林涵问道 小谷的名字中 虽然带个小字 可事实上 却不知道是存在了多少年的老骨头了 因此 他自然不可能进入百龙秘境 这些天 也不知道在哪晃悠 咦 小谷你这段时间去哪了 小谷模仿道 连神情语气都是一模一样 算了 还是不问了 林涵一笑 继续向前 小谷也跟着他们一起走 没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丹道广场 这里十分之大 专门就是给丹师们准备的 定期举办练丹的比试 每间练丹室 都带有时间加速效果 一百倍 因此 一般外界时间一到两天 就能把丹药就练出来 四星丹药的练制时间 差不多是六个月 但五星丹药的话 那练制时间 就会一下子跳到万年级别 而且 这还是一重天的仙玉美 九重天 甚至需要以纪元级的漫长时间 至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人练制过四星丹药 因此前几组的 比试都是一天 就搞定了 所有人一一进入丹室 然后每一间丹室的外面 都有一名丹师 外加三名学徒负责监督 以防有人作弊 当然了 围观群众也能充当 这个角色 林涵也进入了其中 坐定 然后等待着比赛的开始 每个人都要自备练丹的材料 当然练出来的丹药 也归本人所有 练什么丹药呢 稳妥一点的话 那肯定是练制三星丹药了 可据说日阳丹师 吴子虚 他们距离四星丹师 只有一步之遥 说不定就会在这次的 单道比试中突破了 这么一来 林涵在十药上的领先优势 就会被抹去 大家就算成绩一样好了 可四星丹师 肯定能够五次练临 那么第三轮的练临比试中 对方就会取得真正的优势了 林涵摇摇头 他不接受失败 那就练四星丹药 林涵心中有熊熊的斗志 他还没有成功练制过四星丹药 始终差了 那临门一脚 总觉得欠缺了一点什么 这一次的压力 会变成动力吗 林涵想要一试 失败 失败 那就失败好了 他对于进入古丹塔 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兴趣 在这里大出风头 也只是为了吸引吕海荣过来 带他们回昆蓬宫罢了 袁同光居然拿进入古丹塔的事情 威胁他 真是错得离谱 好 那就练制四星丹药 吴子虚的眼神中 有一抹疯狂之色 他本打算练制三星丹药的 而且还是三星丹 要最难练制的冰皇丹 但现在 却是改变了主意 这应该赢不了林涵 四星丹药 他觉得内心 好像有一层东西要打破了 这是要突破四星丹师的预兆 之前 他就曾经有过 只是哪一次都没有这次强烈 让他有种强烈的预感 今天他一定会成功 等着吧 他才是第一丹道天才 热阳丹师温柔地抚摸着自己的丹炉 这陪伴了他上百亿年 完全可以看作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超过了爱人 子女 平时根本没有人可以触碰一下 可摸着摸着 他突然掌心发力 卡卡卡 丹炉壁上立刻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瞬间布满了整个炉身 啪 这只丹炉竟是被硬生生震惊了 丹炉在炼制时 都是奔着抗火兴趣的 因此 对于打击的抵御力 就很差了 谁炼丹的时候 会去拼命拍丹炉的 热阳丹师露出一抹心疼之色 但眼神中更多的却是坚定 不破 不裂 他迟迟没有突破 是因为在过去的记忆 容光中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让他一直不想出来 但现在 他有必须获胜的理由 因此 他亲手砸破了 代表过去的丹炉 今天 是一个新的开始 日阳丹师的气势 在瞬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眼神锐利 有一种换了个人的感觉 四星大师之路 从今日开始 谢乐章 那一直带着笑容的脸上忠视 露出了一抹真正的笑容 他是标准的大气晚成 成为一星丹师 居然花了十亿年之久 可成为二星丹师 三星丹师 居然也只是 花了十亿年 又一个十亿年过去了 他有足够的把握 跨进四星 而现在就是推开 四星丹师大门的契机 潘洛林重规重矩 他决定炼制三星丹药 而且是他最最拿手的相伟丹 不需要太难 因为他有秘密武器 赢的人 一定是我 林永昌满脸的傲然之色 谁又知道 他早在六十年前 就已经是四星大师了 而这里的最强丹师 也不过三星 他完全就是在欺负人 他在食药的时候 其实在第八关 也差点成功了 只是一些微小的失误 才功亏一篑 但在炼丹领域 他有绝对的把握 他不在意这个冠军头衔 会在一名惊人之后 主动退赛 他要的 只是别人那吃惊 不敢相信的表情而已 会让他看了之后非常爽 然后一个华丽丽的退赛 更是装逼到了极致 小小的三星丹师而已 居然敢压我一头 这次便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天才 围观群众也 全部到位 期待着炼丹比试的开始 不同于食药 那根本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炼丹 可是非常热闹的 咦 为什么潘洛林那里的金墙 那么模糊 只能看到人大概的模样 却看不清他手里的药草呢 有人突然奇到 第2087章 一一成功 潘洛林的那间炼丹室 好像出了问题 在外面只能看到 很模糊的影像 虽然可以看出他的模样 确实是本人 可其他的 确实太不清楚了 有人反应了 不过古丹塔那边的回答 则是这间炼丹室 出了点小问题 但比赛就要开始 不可能在这时候叫停 影响到其他人 反正只是有些模糊而已 又不影响大局 就这样吧 这样的说辞 虽然让人不是很满意 可谁又敢质疑 古丹塔的人呢 没问题了 那就开始吧 在一声令下之后 最后一组鄙视也开始了 林涵早就在研究四星丹药了 还得到了紫城大师的指点 与这位大师讨论过好多回 距离成功只差一步而已 他将仙药取了出来 炼制仙丹 当然都需要用到仙药 只是炼制丹药的星级不同 对仙药的年份要求也不一同 一般来说 炼制三星丹药 至于五星丹药 那需要的仙药 都是以万亿年为单位的 甚至一个纪元也不稀奇 那当然是九重仙玉内了 这样的仙药林涵 也只有一小块而已 那是一块看上去 毫不起眼的根筋 好像生姜 可说到价值的话 却足以让大部分四星丹师 都会生起囊中羞涩之感 龟浮灵 高达四千亿年的药灵 乃是紫城大师 特意为他准备的 这样的好东西 便是紫城大师 这样富可敌国的人 拿出来都是觉得肉疼 林涵也觉得心疼 因为这块龟浮灵 已经用不了几次 之前 他已经尝试炼制过好几次了 仙药的消耗很大 这是主药 当然也有一些服药 大部分是圣药 还有些则是年份 在一年左右的仙药 林涵深深地吸了口气 并不急着开炼 这里有百倍时间的加速 时间相对来说 要不值钱许多 二来 比赛的时间长达十天 加速之下 就是有三年左右 这用来炼制四星丹药 当然是绰绰有余了 都能失败好几次的 林涵平静下了心情 足足过了七天之后 他才开始动了起来 这一动 他就如同雷霆 快得像是电火 时光加速之下 时间过得飞快 很快就是三个月过去 啪 丹炉爆掉了 还把林涵炸了个满脸乌黑 还有两次机会 林涵难难 现在不是时间不够用 而是他手里的材料 只够再练两次了 他并不急着开始第二次 而是闭上双眼 回忆他失败的细节 可惜 众目睽睽之下 他不能进入黑塔 否则轮回树下反思的话 只是一晃眼的事情 他哭作了整整半年 然后才又开始第二次的尝试 一切进展都是十分顺利 可当来到第五个月的时候 啪 丹炉又爆了 离终点只差了那么丁点 林涵十分可惜 如果我手里还有三份材料的话 我有百分百的把握可以成功 可现在 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 不成功变成人 他再次开始哭作反思 然后又半年后 林涵睁开了双眼 露出了绝对的自信 这一次 他一定会成功 他是那种越是被逼得紧 就越是可以爆发无穷动力的人 现在他已经没有后路 可退了 可他却是没有丝毫的焦虑 急躁 相反 他的战意如火 他的自信心飞扬 对于成功的渴望 让他充满了激情 来 他开始了第三次 也是最后一次的炼制 如果这次还是失败的话 那他就只能炼制三星丹药了 外面 陆续有人 出来 有些人早就成功了 但并不满足现状 想要炼制出更加满意的丹药 还在那里继续炼制 不过 当外界时间来到了第八天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人都已经结束了炼制 纷纷走出了丹氏 将自己炼制的丹药交出来 进行品鉴 啪 丹氏门打开 走出一名身材修长的年轻男子 快看 吴子虚出来了 他炼的是什么丹药 时间这么久 肯定是四星丹药了 那也不一定 可能是炼了好几卢的三星丹药呢 在众人议论之下 吴子虚大步走了出来 脸上带着一丝傲然 他成功了 没有被压力击溃 反而完成了自我的飞跃 成功打开了四星丹师的大门 从此之外 他可以被称为大师 真正的丹道大师 他将炼出来的丹药 交给外面的丹师 进行品鉴 双手附在身后 显得把握十足 半缺到丹 四星 普通水准 那名丹师 在简单的观察之后 给出了结论 顿时 四周一片轰动 四星丹药 终于有人成功炼制出了四星丹药 目前这个成绩 乃是毫无争议的第一 不愧是吴子虚 在这样的压力 都是完成了自我突破 成就了四星丹师 天哪 这家伙才多少岁 就已经是四星级别了 唉 这就叫天赋 我们羡慕不来的 众人都是用羡慕的目光 看着吴子虚 这次来参与比赛的人 基本是三星丹师 二星一星 根本没脸过来 顶多就是在第一轮比赛的时候 试试自己的食药能力 三星 四星的区别 就是 先辅和声源的差距 大的仿佛一个 是天 一个是地 这次吴子虚 一定是第一名了 这一轮之后 他在得分上 就能追平凌寒 但四星大师 必然在练灵达到了五练 因此 第三轮比赛 他肯定还能胜出 嘿 我早就说过了 吴子虚肯定是这次的第一名 幸好我买了吴子虚夺冠 而且还买了几十万星石 我也倾家荡产 压在了吴子虚身上 就在这时 丹师们再次打出 走出来一个白须飘飘的老头 热阳丹师 怎么样 怎么样 众人又好奇起来 这可是一位老牌丹师 早就说 他将成为四星大师 可一年又一年 热阳丹师 还是在原地踏步 但始终没有人敢小瞧了他 热阳丹师露出一抹笑容 将手一斩 掌心 有一颗滴溜溜地紫色丹药 天方紫玉丹 四星 边上的一名丹师脱口出 然后便对着热阳丹师一疑 恭喜热阳大师 终于迈进四星之恋 热阳丹师微微一笑 捋了捋胡须 显得很矜持 可勾起的嘴角 却是将他出卖了 玄规后土丹 一次练丹比赛 居然造就出了两尊四星大师 这在以往的丹道比试中 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精彩 这样才有悬念 否则第三轮比赛还没有开始 冠军人选却已经确定了下来 那多没劲 啪 就在这时 丹师门打开 走出来第三名丹道天才 谢乐章 不会说 他也迈进了四星大师级别吧 那说 是啊 要是放在以前 有人告诉我 一场丹道比试局 原来可以让三个人 同时突破为四星大师 我是说什么也不会相信的 可现在 我真是无法确定了 谢乐章依然满脸 淡淡地微笑 将右手摊开 里面是一颗碧绿色的丹药 这是翠玉丹吗 很像 不过翠玉丹 只不过是三星级别 唉 谢乐章终士 没有延续传奇 保持十一年提升 一次的神奇 那毕竟不现实 有几个人做得到呢 众人都是摇头 为谢乐章 感到可惜 极大丹道天才的争夺 终于有人掉队了 不过 负责监督的那名丹师 却是 目光一亮 盯着那颗碧绿丹药 看了一阵 肃然道 三条金龙纹若隐若现 这不是翠玉丹 而是金龙海涛丹 什么 听到这样的评价 众人都是沸腾了 金龙海涛丹 可是货真价实的四星丹药啊 四 又是一位新晋的四星大师 天哪 今天是什么日子 四星大师一个接一个的诞生 好像老天爷在赐福寺的 这就跟遇到五道圣事一样 有时候几千亿年出不了一位 仙王 可遇上天才被出的年代 仙王也会出现潮涌 数量多的惊人 但是 亲眼见证这一幕 还是让人震惊的头皮发麻啊 谢勒张的嘴角 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然后向着吴子虚和日阳丹师看去 他不需要敬畏 因为大家都是四星大师 接下来 就看他们在炼灵上的水准了 五炼是肯定的 但具体的水平肯定不一样 只 就在这时 潘洛林也走了出来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他就将手伸向负责监督的丹师 对方也是飞快地伸手接过 整个过程快得惊人 甚至因为双方袖子的 遮挡 连那颗丹药长什么模样 都不知道 黑金仙古丹 四星 品质低等 那名丹师将右手摊开 掌心有一颗乌黑如铁的丹药 又一名四星大师 众人面面相去 但这一次 却没有人大惊小怪 而是一个个都是狐一无比 你们刚才是什么意思 有明确的规定 丹师的金墙要绝对透明 让外面的人可以查看 而在交地丹药的时候 也必须将丹药 十分明显地展露出来 这是为了防止作弊 可潘洛林在炼丹的时候 金墙便十分地模糊不清 让人根本看不清楚 而交丹的时候 也是暧昧至极 这突然拿出一颗丹药 宣布他炼成了四星丹药 如何能够让人幸福 因此 短暂地平静之后 现场立刻陷入了 杂乱状态 不少人都是纷纷抗议 潘洛林与袁同光的关系 又不是没有人知道 现在突然来上这么一招 谁能不怀疑其中的猫腻 吵什么吵 袁同光出现 目光扫过众人 带着十万分的不屑 不知道这样会影响他人比赛的吗 谁在嚷嚷 立刻驱除 这样的态度 让人更加不满了 你们这不是摆明了在作弊吗 要求开燕 这颗黑金仙古丹的炼成年份 有人突然叫道 对 燕炼成年份 这个提议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如果这颗丹药是潘洛林炼制出来的 那炼成时间绝不可能超过三年 算上了时光加速 因此 若是超过这个年份的话 那一定出自他人之手 燕炼成年份 以示公平 公平 公平 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叫道 有的人确实正义 敢爆棚 有的却是看热闹不闲事 大 袁同光的表情难看 脸沉如水 他堂堂古丹塔长老的师孙 连这点小事都摆不平吗 不就是要一个冠军吗 有这么难吗 知 就在这时 但是大门再次打开 林永昌走了出来 他随手一丢 制出一颗赤红色的丹药 赤燕的火丹 林永昌的监督丹师 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接 目光一扫 顿时露出震惊的表情 因为这又是一颗四星丹药 什么 太夸张了吧 众人都是纷纷惊呼 许多人都被这个消息害到了 暂时 忘了再去追究潘洛林的事情 品质 中等 顿时 人群的哗然之声更大 中等 全是中等 像谢勒章 热阳丹师 虽然都把四星丹药给炼了出来 可在品质上仅仅只是低等而已 这其实很正常 谁能一入四星丹师 就达到中等水准 然而 林永昌却是例外了 不不不 没有人可以例外 此人可以炼制出中等品质的四星丹药 只有一个可能 他早就是四星丹师了 天哪 这么年轻 生命之火 可骗不了人 这家伙最多活了数一年 却居然是四星大师 不可思议 太不可思议了 众人都是用敬畏的目光 看着林永昌 如此年轻的四星大师 而且炼丹水准 还达到了中等 不得不让人拜扶 林永昌露出一抹矜持的笑容 他现在就等林涵出来了 先将此人羞辱上一顿 然后再高调地宣布退赛 这逼格就出来了 巧得很 最后一扇丹师的大门也推了开来 林涵的身形出现 他有些狼狈 衣服上面黑黑的 那是暴炉后弄脏的 之前一直没有顾及的上 收拾 林涵 你炼制的丹药呢 林永昌开口问道 他已经迫不及待 要打击林涵了 林涵看了他一眼 道 你催什么催 是监督人吗 林永昌被他呛了一句 不由脸色通红 露出愤然之色 但他知道自己 不是林涵的对手 自然 不可能主动出手去自取其辱 只是恨恨地看着林涵 只需要再等一会 他没必要这么地沉不住气 林涵看也没有多看林永昌一眼 将右手一摊 掌心有一颗 晶莹到近乎透明的丹药 丹的正中心 有一头绿龟 小小的 却是活灵活现 还在摆动着四足 仿佛要从丹药里面划出来 玄规厚土丹 顿时 附近的人都是惊呼 出声 四星丹药 而且练制难度还不低 第2089章 绝对不公 怎么可能 林永昌立刻惊呼出声 脸上的傲慢 顿时一扫而空 玄规厚土丹 在四星丹药中 都是非常难以练制的 一般来说 新手是绝不可能 以这种丹药来选择突破 难道林涵也是半猪吃虎 明明就是四星丹师 却是故意隐瞒身份 品质 低等 那名丹饰品见一下之后 再次开口 林永昌不由松了口气 虽然 玄规厚土丹的炼制 难度在他之上 但他的承担品质 可是中等 总体算下来 还是他占优 只是这个优势不是很明显 这个可以抵消 一部分林涵在石药上的优势 但公平地说 绝不可能完全抹去 但只要 他在练灵上继续取得优势 那么他还是可以 获得最后的冠军 原本嘛 他打算在练丹这一环上 狠狠地碾压林涵 然后再高调地退赛 把逼装足 但现在 他却是不可能退赛了 在处于下风的时候退赛 每个人都要以为 他是怕了林涵 他可能怕吗 来战 这一次 林永昌是真正被激发了战役 他迫切地想要 打倒林涵 好了 所有人都 已经炼丹完毕 开始统计成绩 古丹塔的 一名丹师说道 这是一位四星大师 成名极早 因此 哪怕林涵几人 也心境成为了 同一档次的人物 可还得向他表示出相当的恭敬 这是礼节 这速度就很快了 因为之前十几组人的成绩 早就统计了出来 只要再把这一百人算一下 总成绩 就可以出来了 炼制出四星丹 要会有一个分数 炼制难度 水准 则会影响这个分数 调高 或是调节 最后 结果公布 第一名是林永昌 一百分 这毫无争议 他炼制的赤焰的火丹 可是达到了 中等品质 虽然炼制难度 要略低于玄规后土丹 却还是要更胜一筹 第二名 居然是潘洛林 97分 靠 这也太黑了吧 那没黑金仙古丹 是不是他炼制出来的 都是个问题 居然如此厚颜无耻地 送上了第二的位置 而且 就算是他炼制的 那普通炼制难度 再加上低等的品质 凭什么压倒其他人 可不服 又有什么办法 古丹塔的人 根本不理会什么抗议 这就是最终的结果 第三名是吴子虚 96分 然后第四日杨丹师 95分 第五谢岳章 94分 接下来才是凌寒 92分 才第六 而且只有92分 要知道 玄归后土丹的炼制难度 可是困难级别 超过了日杨丹师 吴子虚他们 任何一个人炼制出来的丹药 而品质虽然是低等 不如林永昌 却与其他几人是一样的 那么凌寒 应该排在第二才对 怎么也得98分 99分吧 92分 这怎么都出来的 这个分数 让其他人都是不服 别看吴子虚 他们都在与凌寒竞争 但他们同样不服气 因为他们要的 可不是这种胜利 而是堂堂正正地打败林涵 靠卑鄙的手段胜出 这有什么意义 再结合潘洛林那颗 说不清楚的丹药 难道众人 还看不出来 古丹塔 这是在特意捧他吗 既然如此 就算吴子虚等人 可以压下林涵 那最终 还是要输给潘洛林的 太黑了 怎么可以如此的 卑鄙无耻呢 再加上食药的成绩 众人的排名和分数 如下 第一 林永昌 197分 第二 潘洛林 193分 第三 林涵 192分 第四 吴子虚 191分 第五 日阳丹师和谢月璋并列 190分 林涵不但掉到了第三 而且距离林永昌 少了整整五分 这几乎是不可能挽回的劣势了 他得在练龄上大幅领先 才能追上这样的分差 可按照现在人家 故意要整他的情况来看 就算他 真得大幅领先了 人家又会给他 应得的分数吗 十天之后 前一百名进行第三轮练龄比试 那名四星丹师一声令下 宣告了第二轮比试的结束 消息传出 人皆哗然 黑幕 天大的黑幕 议论的最多的 就是潘洛林那枚丹药的事情 到底是他自己炼制的 还是掉包的 九成九的人都是认为那是掉包的 否则的话 你何必这么遮遮掩掩 而且 为什么不同意为那颗丹药 做进一步的鉴定 接下来就是林涵被打压的事情了 明明在炼丹这一关 可以排在第二的 甚至总成绩应该还是第一 现在却是掉到了第三 落后了林永昌整整五分之多 等于已经输掉了比赛 林涵这是得罪了谁啊 肯定是古丹塔的人 我听人说 这次内定潘洛林获得第一 所以肯定要把林涵干下去 可为什么林永昌没有遭到打压呢 这 靠 我怎么知道 外面是一片一轮纷纷 而古丹塔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 有部分人认为 不应该如此有事公正 可这样的声音 却被林永昌和元同光 联手压了下去 这二位的 长辈 可都是五星大师啊 有几个人愿意豁出去得罪他们 万一五星大师说上两句话 那可是能够压他苍穹的 在舞者的世界里 先王就是天 而在单狮的世界中 五星大师同样是天语一般的存在 在客栈之中 傅月也是愤愤不平 他们也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如此的不要脸 他拍着桌子 比林涵还要急 不知道的人 还要以为受到不公待遇的人是他里 林涵摸着下巴 眉头猥琐 公平鄙视 他不拘任何人 可对手来应的 而且还 如此的不要脸 这他怎么赢 就算十天后 他在练龄上超过林永昌 那除非是六恋 对五恋这种绝对的碾压 不然还是无法逆转劣势 可问题是 林涵怎么可能在十天之内 达到六次练龄呢 别说十天 十一年都未必做得到 从五恋往上 每进一步 都是难如登天 那怎么办 就这样被人欺负 杀了林永昌 女皇突然开口 声音森冷 对 杀了那个王九蛋 虎牛立刻跳了起来 挥舞着小拳头 傅月则是吓了一大跳 他后来也知道了 林永昌的来头 比袁同光更加牛逼 人家的老子 就是古丹塔的长老 五星丹师 杀林永昌 死 先不说对方在百丹殿中 有强者作证 就算能够轰杀 这个窟窿 可是捅破了天 又会造成多少恐怖的后果 第二零九零章 下毒 林涵想了想 用力一拍手 只有这个办法了 他根本不相信 潘洛林的实力 必然是通过作弊的方式 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而在炼灵这一关 他只要比对方明显胜出 那反超排名不成问题 挡在他前面的 就只有林永昌 而原本他应该排名在对方之前 只要在炼灵上持平 就能夺得第一 对方非要找死 有什么办法呢 林涵 你疯了 傅月回过神来 连忙一惊一愣地叫道 真是疯了 在百龙城居然也敢想着 轰杀一名古丹塔的传人 这是活得有多么的不耐烦呢 那你的意思是 我该咽下这口气吗 林涵看着他 傅月不由语色 根本不可能成功 这可是百龙城 丹殿中有声援进强者作证 你若想兴凶 死的只会是你自己 林涵展颜一笑 道 对啊 这样做太危险了 嗯嗯 傅月连忙点头 林涵拍拍他的肩膀 那你就替我出手吧 傅月顿时想要吐血 他也不想被坑进去啊 我不能出手 你想出手也没用 实力太低了 林涵收回了手 顺便比移了一下傅月 就是虎牛拍手表示赞同 嗯 喳喳 女皇也是如此 傅月抓狂 这几个人的脑子 怎么和别人不一样 根本不是杀不杀得了林永昌的问题 而是对方绝对碰不得杀不得 那会引发滔天风暴的 不过 有个人可以 林涵笑道 目光看向小谷 不过 有个人可以 小谷健壮 还以为林涵想和他玩 不由学起了蛇来 小谷 替我干掉一个人 小谷 替我 小谷学得一字不落 林涵叹了口气 想让小谷替他杀人 似乎是不现实的事情 这家伙除了学蛇之外 只会被动防御 能够让他主动出手的 便只有另一个修炼体系的休息者 怎么办呢 而且 确实如傅月所说 林永昌乃是古丹塔的传人 他身边的防卫 肯定十分严密 想要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轰杀他不太现实 就算小谷肯出手 以这家伙的傻性 估计会闹得天下皆知 那小谷也先放在一边 咦 有了 林涵猛地一拍大腿 能不能成 就要看运气了 他一个人出动 向着丹殿行去 但可不是冲着林永昌而去的 而是在找丹氏 下一轮比的是练灵 而练灵需要道具 现成的丹药 为了保证 不会有作弊的情况 发生 这丹药 是由古丹塔提供的 但都只是一新丹药 因此练灵失败了 也不用怕 损失有限 林涵希望的 就是这些丹药 预先已经安排好了对象 他展开空间规则 身形有弱鬼魅 便是分魂强者 也很难发现他的踪迹 不过 这瞒不过仙附境 谁 一道人银猛地 从屋中窜了出来 是一个身高惊人的大汉 他满脸的狐疑之色 明明感应到了一股陌生气息 可跑过来一看 却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最近修炼太勤 走火入魔了 又看了一阵 这大汉才回了屋子 林涵从黑塔出来 这是他真正的仰仗 空间规则 只是锦上天花靶了 咻 那大汉又窜了出来 脸上狐疑之色 更浓 因为他又感应到了 那股陌生的气息 可跑出来 却又什么都没有发现 让他要抓狂了 他在附近转了一圈 然后才回了屋子 林涵再次从黑塔出来 向前跃出 咻 大汉 又 跑出来 他的眼睛都有些红了 这是怎么回事 自己真得发疯了吗 这次他用神识仔细地 搜索了每一寸土地 却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现 让他郁闷地 扯起自己的头发了 碰 他进了屋子 重重地将门关上 当林涵再次出现时 大汉再没有现身 大概真以为 自己走火入魔 出现了严重的幻觉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 小塔突然开口 你只要引动天地本源 就是先王 也很难发现你的存在 嗯 天地本源 既然将天地二字 放在前面 自然便是天地的一部分 你张开本源之力 便与天地融为了一体 便是先王不特意 用神石扫过 也不可能发现 你的存在 靠 林涵刺了下牙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看来是我高估了你的智商 以为你能想得到 小塔说道 又被小塔鄙视了 林涵也懒得与他计较 他张开木质本源 因为这大殿中 以木和土最多 既然他没有 土质本源 那就只有用木质本源了 嗯 一道神石扫了过来 直接掠过 没有丝毫的停留 这是生源强者 林涵点点头 果然如小塔所说 这位强者 把他当成了 单殿中的一株树 自然不会留意 照这么说 他是不是应该改变主意 去把林永昌给宰了 这个念头 只是在脑海中一滑就过去了 一旦出手 他的气息 就会曝露无余 就算他及时进入 黑塔没有被那 生源强强者看到模样 可只要留下气息 那比被人看到模样 还要糟糕 因为模样可以改变 气息却不行 至少是很难很难的事情 还是按原计划行事 除非情况与他想的不一样 那他再去找林永昌 不载了 也要收进黑塔 囚禁到他满意为止 他摸索了好久 忠实来到了 单氏 运气 没有阵法保护 林涵露出笑容 也是 有一位生源强强者坐镇 这里 还需要什么防御吗 林涵推门入 在里面寻找了起来 果然 他找到了一只架子 上面摆了一百只盒子 每只盒子里面 都放着三颗丹药 没有练灵过 而每一只箱子上 都是写着一个人的名字 皆是竞技到第三轮的人 林永昌 林涵立刻在第一排 第一个找到了 写着林永昌名字的盒子 打开之后 他取出斑红毒果 少得可怜 只有几滴液体了 他小心翼翼地 滴在其中一颗丹药上 倒不是他不想 把剩下两颗也低上 而是毒液已经用完了 也散点你一条生路 要是你只练领了一两颗 而恰好又避过了这一颗 那就是你的运气了 林涵说道 若非林永昌和元同光 先下黑手 他是不屑这样做的 可谁让他们小人在先呢 那就对不起了 第二零九一章 暗中出手 林涵悄然离开了单店 回到客栈 好像没事人似的 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接下来就交给老天爷了 又是几天过去 第三轮比试开始 一百名参赛者 再次来到了单道广场上 虽然大部分人都是无望前三 可在结果出来之前 却没有一个人想要放弃 万一呢 还是一个人一件单事 然后有一名名单图走过来 每个人的手中 都是捧着一只盒子 上面写着一个个名字 这些盒子都是按照对应 发到了每个参赛者的手里 林永昌接过盒子之后 回过头来 向着林涵投过不屑的一瞥 敢抢他的风头 真是不知所谓 还真是嚣张啊 明明是靠下三滥的手段 才取得了领先 居然还真以为 自己有什么了不得 林涵只是淡淡一笑 没做理会 就算这次被林永昌侥幸逃过一劫 他以后也会想办法 将这个家伙干掉 靠 什么人啊 开始吧 负责主持的四星大师开口道 因为这次 一下子涌出了好几个四星单师 在地位上 可以与他平起平坐 因此 他的声音也变得柔和了许多 每个人都有六个时辰的时间 百倍时间加速之下 就算三次练灵 也是绰绰有余了 林涵关上门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专心练灵 能够成为四星单师 那说明 他在单道上 完成了一次飞跃 一定可以 五练 可能够五练 并不代表五练就能一次成功 四次成功 这就算是五星大师 都是不敢保证 所以 每个人都有三次机会 你要没有足够的把握 也可以三练 四练了 没有谁规定 四星大师就一定要五练的 可不五练的话 如何能够得到第一 林涵深深地吸了口气 关于练灵的一切细节 都在他的脑海中 再次浮现出来 还有紫城大师对他的一些建议 这位师傅从来没有手把手 叫过他具体的东西 但会旁敲侧击 引导他去思考 因此 林涵既没有重走紫城大师的老路 又形成了自我思考的能力 差不多一天之后 他才开始动手 这一动 自然速度快地惊人 一练 二练 三练 四练 他很快就完成了四次练灵 这些他已经做过许多次了 熟练又熟悉 但接下来 就是最最关键的五练了 他引动九天火 开始最后一次练灵 哼 练卷洞 这颗丹药就化成了灰烬 得 前四次练灵 也完全白费了 还好 练灵不需要材料 否则的话 这损失就太大了 再来 外面 围观群众 都是看得仔细 尤其是潘洛林那里 简直就是人山人海 碍于 压力 这次元同光 也不敢再明目张胆地作弊 或者说 这里坐镇的大人物 也看不下去了 因此 这回潘洛林的丹事 就是一尘不染 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外面的人都是盯着 你几次练灵根本不可能隐瞒得了 这要还把四练说成五练 那从今天开始 至少这里的古丹塔分布 就完全没有信誉可言了 潘洛林也算是出名了 比林涵 林永昌得到的关注还要多 不过 顶级天才们得到的关注都不少 像林涵 林永昌 吴子虚等人的丹事 外面还是为了许许多多的人 唉 可惜啊 四练的仙药啊 要是给我多好 至少可以卖十万星石 四练的一星丹药 真是奢侈 可惜 爆掉了 但是感慨不已 而这样的感慨 还发生在了其他人的身上 比如吴子虚 热阳丹师等等 他们都是刚刚进入四星级别 这几天就算拼命在练灵 又能有多大的进步 第一次的失败在所难免 关键是 能不能在剩下的两次尝试中成功一回 而在众目睽睽之下 林永昌也打开了盒子 取出了一颗丹药 一点事也没有 他的运气很好 没有拿到那颗染了剧毒的丹药 开始练灵 一 二 三 四 前四次 很快很顺 都能五练了 前四练 当然是轻轻松松的 但开始五练时 他的速度顿时慢了下来 因为他踏足这个领域 也没有多久 他以火焰规则为熔炉 勾动天地大道 强化着丹药的品质 一道浅浅的金线 浮线 绕着丹药 而生 从无到有 从弹到深 越来越深 他边上还有四根金线 当舞者的颜色深浅一样时 便代表了五练的完成 那么 林永昌将铁定是这一次 担到鄙视的冠军 啪 就在林永昌即将成功的一瞬间 这颗丹药居然爆炸了 练灵失败 林永昌不由露出一抹懊恼之色 成功是如此的接近 只是差了那么丁点 再来 他再取一颗丹药 然而 他还是站得四平八稳 毫无中毒的迹象 这运气 他又开始练灵 这运气有点好啊 人群之中 有人难难 可只要稍稍留意 便能看到 此人虽然穿了一件宽松的斗篷 头上 也戴着顶竹帽 将自己包裹得很严实 可两只脚却是露了出来 分明是两条 黑乎乎的狗腿 本作 只能再出手一次了 这人说道 伸出一只手 微微探出斗篷 分明又是一只狗爪 爪子上 居然还搭着一条粉红色的内裤 林妙先王的内裤 闻一次精神百倍啊 这人自语 然后将狗爪子 对着林永昌所在的丹室 虚空一点 啪 如丝响应 林永昌手里的丹药 顿时就爆掉了 靠 怎么又失败了 林永昌 感觉莫名其妙 这只是三恋啊 他现在连三恋 都会失败 这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呢 外面 众人也是一片哗然 恋灵是最容易辨别的 但要上有几道金钱 那就是 几恋 没有第二种可能 因此 大家也看得清楚 林永昌居然在三恋上就失败了 堂堂四星大师 居然连三恋 都会失败 这有点太菜了吧 我现在怀疑 他是怎么当上四星单师的 该不会也和某个女人一样 是靠作弊迎来的吧 嘿嘿 不少人都是直接开启了嘲讽模式 谁让之前就有潘洛林的例子呢 让大家的信任度 都是跌到了谷底 嘿嘿 那狗人发出贼箭的笑声 居然敢欺负我们家的小孩子 狗爷 没把你的菊花爆了 已经够仁慈了 如果林涵听到的话 一下子便能猜出他的身份 林永昌发代议会 将手伸向最后一颗丹药 第2092章 哪一尊先王 大手落下 拿起了盒中最后一颗丹药 林永昌脸上的表情 厉变 他发觉一股奇痒 从手掌心传了过来 当他不由自主 便松了手 啪 丹药掉回了盒子里 可接下来的一幕 却是看得他骇然大惊 因为掉下去的 不只是丹药 还有一滩腐烂的血肉 而往上看一点 只见他的右手 居然少了一半 血肉模糊的 而且 剩下的半截手掌 还在不断地滴落血水 他的手在融化 饶食他为丹道天才 可一下子却是愣住了 不知道该做什么 呀 过了至少一个心跳的时间 他才发出了惊恐的叫声 而此时 他的整只右手 已经全部腐烂成炸 并且还在向着 他的手臂上蔓延 大胆贼子 幕后声中 一道人影飞射而至 散发着可怕的气势 碰 他一掌便将 丹氏的大门震开 探手 向着林永昌抓去 这是一尊声援强者 完全可以镇压 斑红毒果的毒素 就是解不掉 也能控制得住 可当他伸手的时候 啪 居然脚下一滑 摔了的狗吃屎 这一下跌得是结结实实 而且是脸先着地 直接弹飞走了两颗门牙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是惊怠 声援强者 无缘无故摔一跤 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更何况 还摔掉了两颗门牙 这说出去 谁能相信 可堂堂声援强者 又有谁能暗算他 如此的鬼神 不绝 那得是什么修为 先王 可哪个先王会干这么无聊的事情 嘎嘎嘎嘎 大黑狗笑得奸诈无比 刚才又是他伸了下爪子 然后那名声援静就扑接了 死秃头 让你之前不吭声 打压我家的小孩子 这狗屎吃得爽吧 那名声援静 也是心中震撼 能够让他在不知不觉间 中招的 一定是先王 而一位先王对他下手 他还敢往动吗 在他看来 这是先王的警告 大人 他爬了起来 对着天空一手 这位乃是古丹塔 凌成龙大师的独子 还请大人开恩 饶此子一命 听他这么一说 众人都是大惊 真有一位先王出手了吗 可是 四下一片寂静 并没有什么红亮的声音 响起 震动天地 那声援静 也不知道这位 神秘先王同意了没有 可林永昌 现在整条手臂 都是腐烂完了 再往上的话 那就是脖子 脑袋 要死翘翘了 他不敢再有迟疑 连忙又向着林永昌 伸手探去 碰 他的手才伸出去 好像没站稳似的 又是脸朝下 狠狠地撞到了地上 整张脸 都是硬生生 嵌进了坚硬的石板中 那位先王又出手了 这下众人再无怀疑 都是 有些激动的头皮发麻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先王高高在上 根本不可能见到一面 更何况是看到先王出手了 虽然他们 现在还是没有看到先王尊荣 却看到了先王的手段 根本不用现身 就能将一名声援强者 玩弄于鼓掌之间 竟显先王之威 大人 放我一条生路 林永昌自然也明白了 难怪之前三恋时都会失败 原来是有一位先王在暗中出手 他心中也有深深的怨气 堂堂先王 居然像他这么一个 小人物出手 太丢分了 可他根本不敢斥责 只有摆出最最谦卑的姿态 先王 那是先狱的王 高高在上 万劫不朽 小兔崽子 你是什么东西 居然敢因我家的小孩子 要是让你活命了 那狗爷还有面子吗 一个声音在林永昌的耳边响起 也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听到 什么 林永昌脸上的表情无比精彩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林涵身后 居然还有一尊先王跟着 更要命的是 这位先王还无比的护短 居然直接对他出手了 先王欺负分魂小辈 你好意思吗 饶命 饶命 他跪地求饶 腐蚀已经到了他的脖子 将他伸手分成了两截 这对于仙人来说 并非致命的 只要石海不坏就好 可那个声音再没有响起 不 林永昌发出凄惨的叫声 这一刻 他肯定是无比的后悔 参加这个比赛 又没有一丁点的好处 哪怕夺得第一 也只是装一下臂而已 可现在倒好 为了装逼居然把命都给装没了 这代价也太大了 在这一声尖叫之后 林永昌的脑袋 也被毒液完全腐蚀 化成了一滩血水 那声源竞强者 瑟瑟爬了起来 地上物质留着一个 清晰的脸型凹洞 他看着已经化为血水的林永昌 一时之间心中 混乱如马 出大事了 古丹塔的传人 一位五星大师的亲子 死了 而且还是死在了他的面前 让他连施救的机会都没有 还好是一位先王出手 他应该 没事吧 声源怎么阻止先王 用屁股想想也不可能 而四周围也是一片死寂 一位四星大师就这么挂了 这可要比天清月等 递者的战死更加震撼 毕竟武者看得的是修为 分魂也只是分魂而已 可四星大师 那是与声源竞强者 地位相当的存在 死了一尊声源竞强者 你说惊不惊人 更何况林永昌 还是一位五星大师的独子 这下绝对是江天捅了一个窟窿 问题是 先王出手 又岂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 事后连仇都没有人可以报 难道要把所有先王都图个遍吗 谁有这个能力 不过 单事中的人 却完全不知道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在专心致志地练灵 一个时辰后 有人率先走了出来 他顿时吓了一跳 怎么 外面的气氛那么凝重 出了什么大事 很快他就惊呼出声 什么 一位先王驾到 并对林永昌出手 将他堵死了 这 怎么听 怎么不靠谱啊 先王杀分魂 还需要 下毒 你糊弄谁啊 陆续有人出来 都是先被吓到 然后怎么也不肯相信 是先王出了手 太扯了 在这样的大震撼下 便是吴子虚 林涵等人 一一出了单事 没有几个人 在意了 可比赛 既然还没有结束 那自然得继续 当所有人都出了单事后 开始平定练灵次数和质量 达到五练的 一共只有林涵 吴子虚两个人 瑞扬单失 谢勒章 都是两次五练失败 第三次 就只是四练 没敢继续下去 免得第三轮一分 都没有唠叨 那就要直接跌到 几十名开外去了 潘洛林也是四练 众目睽睽之下 没办法再作弊了 不过四练的成绩 也不算低了 因此 第一名的归属 便要在林涵和吴子虚之间 绝出 第二零九三章 杀来 林涵得知 林永昌死亡的消息 并不吃惊 因为这本来就是 他干的 可听说还有一位先王出手 他就满脸古怪了 先王 哪来的先王 吕海荣吗 他也有些 怀疑 可若非一名先王出手 声援进强者 又怎么可能两次自己跌倒 还摔断了牙 破了像呢 古怪 他暂时也没有心情去思考这个问题 而是关心着最后的结果 很快 第三轮和最后的总成绩都出来了 第三轮的第一名 林涵 100分 第二名 吴子虚 98分 然后总成绩 第一名林涵 292分 第二名吴子虚 289分 林涵第一 对于这个结果 众人都是比较幸福的 因为林涵 在食药上 可是能够进入从古至金钱十名的 第二轮 其实也是第二名 第三轮则是第一名 这个冠军实至名归 因为林永昌死亡的关系 给冠军颁奖的仪式 也是急匆匆的 塞给了林涵一张地图 就算是完事了 第二名 没奖励 这个比赛 本来就只是为了一个名声 为了获得进入古丹塔的机会 所以即使是第一名的奖励 也更多的是一种形式 先要在那个秘境之中 但你就一定可以得到 散了吧 颁奖都结束了 那自然是各回个家 林涵与小谷 女皇 他们走到一起 也不回客栈了 打算直接离开百龙城 他们下一个目的地是阴魂谷 他们都是达到了阳魂巅峰 不突破的话就 无法再进一步 西仙域的阴魂谷也不少 而与阳魂海不同的是 阴魂谷没有开启不开启之说 随便什么时候都能进入 因此 林涵他们也不需要特意寻找 只要去离他们最近的 阴魂谷就行了 哄 一股可怕的气息 卷过 一名强者 踏空而来 身后有一头黑色的孔雀斩翅 十八灵根根如箭 有若先兵 本座于文心 来自陀罗教 这名强者 说道 声音轰隆有若雷动 他目光扫过 我叫圣子天清月 陨落于此 教主大人 命我彻查原因 还望古丹塔的各位 配合一下 这是一尊生源强者 本座废墙 于兄 下来一续 古丹塔方面的生源镜说道 只是少了一对门牙 脸上又血淋淋的 形象 着实有些差 于文心看着这名生源强者 脸上的表情 古怪 你刚干嘛了 跟老婆打架了不成 怎的如此凄惨 他心中好奇 可又不方便问 心里好奇的 好像被挠了痒痒 他轻轻咳嗽一下 废兄 还望配合 废墙露出为难之色 想了想 才道 于兄 不瞒你说 这其中 可能还牵涉到了一位先王 怎么回事 于文心不解 废墙将之前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 然后道 本座猜测 这位先王 必然是和其中一名参赛者有关 否则的话 堂堂先王 又岂会对一名分魂净出手 废兄 你多虑了 于文心摆了摆手 我要找的是五道天骄 将我骄圣子都能格杀的妖念 怎么可能与丹师有关 对哦 废墙缓缓点头 天底下没有这样的天才 于兄 似乎已经知道那凶徒是谁了 他问道 于文心点点头 共有 两名凶徒 一人叫技无名 还有一个叫灵涵 噗 废墙直接喷了出来 刚才还说 没有这样的天才 可一眨眼便被打脸了 真有 咦 废兄 难道你知道这两个人吗 于文心问 技无名 不知道 林涵还真是知道 废墙点头 哼 敢击杀我骄圣子 本作倒要看他长什么模样 据说此人身高七丈 吊大如十 于文心说道 两人说话的声音并不低 林涵也听得清清楚楚 不由得脸色发黑 靠 到底是谁说他吊大如十的 哈哈 一边 大黑狗笑得满地打滚 这自然是他的功劳了 身高肯定没有七丈 吊大如不如十 那本作就不知道了 废墙向着林涵的方向 一指 诺 人在那 于文心的目光 顿时刺了过来 可怕的压力袭来 哪怕以林涵的体魄 都是有一种要爆炸的感觉 声援强者太强了 小谷脚下一动 挡在了林涵前面 顿时将那股压力消弭 嗯 于文心危险惊讶 他盯着小谷看了一阵 阁下是谁 此人居然与林涵长得一模一样 若非他主动出手 肯定会让人误会 是林涵的分魂 嗯 阁下 是谁 小谷兴致勃勃 他最喜欢新人和他玩学蛇了 我是谁 于文心露出一抹不悦之色 他刚才就自爆家门了 你现在还问 是故意装聋作哑吗 他压着火气 报 本座于文心 来自陀罗教 本座于文心 来自陀罗教 小谷一本正经地道 阁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 于文心将声音提高了一节 露出了慕容 小谷 现在学蛇已经不只是话了 而是语气 神态都是唯妙唯孝 他也露出慕容 大声道 阁下 你这是 于文心气得要爆炸了 你当着我的面貌冲我 很好玩吗 你过分了 他沉声道 你过分了 小谷也沉声道 于文心忍不可忍 悍然出手 向着小谷 便是虚空一掌 顿时 一只黑色的利剑射出 布满了大道符号 这是可以崩坏天地的一击 小谷满脸茫然 也不知躲避 任这一剑袭了过来 扑 黑剑入体 小谷用哑然的表情 看着于文心 满脸都是不解 怎么你突然打我呢 而且 打我的胸蛋吗 不会造成丝毫的伤害 于文心也吃惊无比 他还没有见过 哪个声援竟敢 如此应受他 一次攻击的 他微微一想 顿时恍然大悟 你用了秘术 缩小了自己的身体 这外在的 只是空壳罢了 难怪会和林涵长得一样 难怪敢这么 硬吃自己一击 这根本就不是 实实在在的身体 你用了秘术 小谷再次学舌 于文心大目 这时候 居然还要如此 这是对我有多么的蔑视 他 向着小谷杀了过去 右手一震 已是多了把黑色的长剑 大道符号 跳动着 锋芒毕露 小谷挺拳迎上 砰砰砰 与于文心硬杆 事实上他只是 一根骨头 可没有血肉之躯 拳头乃是 天地规则所化 自然不惧 与力气对轰嘛 第2094章 吕海荣道 两大声援强者 对轰 根本没有几个人 可以在一边观战 漠不纷纷退开 小谷 只是被动防御 除了对上 另一个体系的修炼者 他对谁都不会提起 杀意 可他的战力真是不弱 任于文心 怎么攻击都是没用 有若高山不到 就在这激战的单 又是两道可怕的气息出现 天空中 现出了一对男女来 虽然是 一起出现的 但显然不是一伙 两个人之间 隔出了足够的距离 保证对方就是突然发难 也有足够的时间 做出反应 金乌郊石横 云浪谷爱玉 这两名男女 分别自保家门 个个都是傲得很 他们都是生元静 哪怕是在西线域 生元静 依然可以 被称为顶级强者 在他们之上 便只有先王 可先王 又能有几尊 师兄 爱仙子 废强拱手为礼 一听这两人的来头 就知道了 他们分别是为 于华清和祝慧云来的 我叫圣女被杀 本座奉命而来 缉拿凶徒 爱玉说道 神石铺开 笼罩了整个百龙城 一人位记无名 手里握着一把小弓 一人位灵寒 身高七丈 吊大如石 还有完没完了 灵寒的嘴角抽搐 以后 每个人提起他的时候 都要先说一遍 吊大如石吗 石横没有说话 他是在半路上 遇到爱玉的 双方的目标一样 都是要缉拿几无名 和灵寒 既然爱玉已经开口 他索性就不说话了 反正底下 那些都只是 分魂斩称的小人物 他连拿正眼瞧一下 都是懒的 费 强止了指灵寒 便是他了 这小子 还真是胆大包天 杀了天青月 几个人居然不赶紧跑路 还来参加单道比试 更扯的是什么 这小子居然还得了第一 爱玉森 然看着灵寒 道 既无名何在 我可不是他的保姆 怎么知道他在哪 灵寒贪了贪双手 对方来势汹汹 敌意十足 他就算将姿态摆得 再低都是没用 那他为什么 还要忍气吞声呢 再说了 进入秘境之后 本来就是生死自负 不然还出来混个屁啊 果然是无法无天的孽畜 居然敢于本座如此说话 爱玉脸色一寒 露出了杀意 少废话 拿人 石横不耐烦地道 爱玉不爽地看了他一眼 但并没有挑起战斗 他有自知之明 对方是声援圆满 可自己却只是大成 这个小境界之差 战力无比悬殊 他也确实懒得 与一个小人物多说什么 当即将手一伸 向着灵寒抓了过去 啪 他的手还没有抓到 便见又一只手凭空出现 巨大如山 对着他重重地抽了过去 这只大手势无可挡 连带着爱玉轰出的攻击一起拍了回去 可怕的气息卷荡 一名女子从远处踏空走了过来 明明不疾不徐 可一步跨过 却是穿越了千山万水 空间规则 众人都是惊呼 但接下来 他们不由地双手抱头 露出了更加震惊的表情 先王 能够一击将声援镜如此轻松地拍飞 当时 除了先王之外 再无他人了 而且 先王遗用特殊 此女深周有四彩光芒阳洞 有若四条天道 代表着她是四重天的先王 丑老太婆 你来了 虎妞哼哼道 你还真是慢礼 让妞一阵好等 来者是吕海荣 她听说了林涵 既无名徒调天清月等人的事情 便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她过来 倒是没有用多少时间 可消息传到她的耳朵里 却已经是一天前的事情了 见过前辈 林涵 则是抱拳行礼 吕海荣不由摇了摇头 林涵 还真是会闯祸 居然一下子得罪了几个大教 虽然这些大教 都只是八重天的 没有一个能够与昆鹏公相比 但现在的昆鹏公 风雨飘扬 怎么也不会愿意 多上这么几个大敌的 见过大人 顿时 所有人都是败了一地 大人 石横收起了骄纵之态 向着吕海荣行了一礼 此子杀了我叫圣子 不知道大人与他有什么关系 这意思是 没什么至亲关系的话 林涵还是不要插手的话 为什么石横敢有这样的态度 那是因为吕海荣 也只是四重天的先王 而金乌教却是八重天的势力 教中先王共有七尊 其中有三尊 皆在四重天之上 自然不用太过畏惧 吕海荣 当然恨不得甩掉林涵这个惹活惊 可一来虎妞瞻得他厉害 二来 此人更是那一位的传人 与昆鹏公 有着相当的渊源 又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 他淡淡道 本尊与他什么关系 有你质问的资格吗 既然本尊已经出手 还不速退 先王 原本无需如此隐忍 可谁让昆鹏公 已经有一个大敌 实在不宜再多强敌了 与他说话 说明对方必然对金屋教 有着极大的忌惮 否则堂堂先王 需要如此隐忍吗 他在座异议 大人 我教圣子五道天赋惊人 原本前途无量 急得教主大人的喜爱 现在被人联手击杀 死难名目 而教主大人 也无法容忍这样的不公 不公 明明是天青月四人联手 想要抹杀林涵和季无名 不对 是他们联合了当时进入 神龙山的所有人孤立 围剿林涵和季无名 没想到 还有黑色人形的存在 让他们聪明 反背聪明物 反杀之下 几乎全军尽眉 这怎么叫不公 只是因为林涵和季无名 实在够强 让他们搬起石头 反倒砸了自己的脚 吕海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一来他不可能退步 二来 更不可能接受一名 生缘境的威胁 翘脸顿时 一冷 孙然道 哪来这么多的废话 还请大人三思 十横一一 到底 将姿态摆得极低 让吕海荣不好发作 我云浪谷也是一样的态度 爱玉已经飞了回来 头发 有些散乱 嘴角带血 但并没有受到重创 这不是他实力强大 而是吕海荣手下留情了 吕海荣杀气引动 这两个生缘境 居然敢威胁自己 真以为他不敢杀人吗 虽然昆蓬公 现在正处在极大的危机之中 可依然有一位 九重天的先王坐镇 哪怕受了重伤 可要杀八重天的先王 依然是可以做到的 呵呵 道友还是三思二后行的好 一道朗笑声中 一名男子突然出现 深周赫然有四彩光芒环绕 又是一尊先王 第2095章 先王分治 四彩光芒要动 如同有四条天道守护 极尽之强大 又是一尊先王 而且还是四重天的存在 吕海荣露出慎重之色 哪怕他来自九重天的势力 也丝毫不敢小瞧了对方 因为能够迈进先王位的 又有哪一个不是惊艳绝世之辈 尤其是四重天的先王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魔力 战力绝对如同天剑 可以斩灭一切 怎么称呼 吕海荣向这名先王看去 这名先王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陀罗叫 拳风 吕海荣点点头 昆鹏公 吕海荣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海天王 拳风仙王呵呵一笑 拱了拱手 久闻海天王的大名 今日中的意见 幸会 幸会 客气了 吕海荣也浮起笑容 对方是一名先王 不容小事 昆鹏公只收女弟子 死子与跪教应该没什么瓜葛 才是 拳风仙王话题一转 又到了凌寒身上 所以 还请海天王给我一个面子 将辞子交于我 吕海荣摇头 这个树男从命了 海天王 你这是在 为难我呀 拳风仙王叹了口气 脸上露出了蓝色 呵呵 吕海荣一笑 他确实忌惮对方的实力 也确实不想为 昆鹏公再数强敌 可真要一战的话 他也半点不会锁 那就只有手底下见真章了 拳风仙王说道 领教一下 吕海荣傲然说道 他绝不敢小瞧对方 却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了信心 一个来自八重天的势力 另一个却是九重天 别看只有一重之隔 可早就说了 仙王九重天 一步一登天 差得起码 九重天的仙王大教 传下的功法多得惊人 这是站在仙玉之巅的存在 不知道有多少好东西 因此 同街一战 他有足够的信心可以赢 呵呵 容我也插上一脚 一声轻笑忠 只见又是一名男子踏天而来 他明明不是很高大 可苍天都仿佛匍匐在了他的脚下 有瑞霞万丈四彩之光 在他的身周环绕 又是一名四重天的仙王 见吕海戎看向自己 这位仙王露出一抹和煦的笑容 云浪谷 原芳 啊 一声售吼 天边出现了一片火烧云 然后便见这片火 以惊人的速度飞了过来 然后云层散去 露出一个身材高大的壮汉 他光着上身 胸口有一个狼形刺青 说不出的争名 这不是刺青 而是天生就有的 隐隐有大道之光流转 散发出破人的压力 金乌叫 青狼 这大汉说道 声音轰隆隆有弱 雷动 底下 顿时有好多人被生生震晕了过去 仙王之危惊天动地 一个念头 就能把九天上的星辰给震落下来 吕海戎的眸子 不由得微微一紧 终是露出了忌惮之色 仙王太难成就了 可能够成为仙王 哪一个不是天纵奇才 天骄中的天骄 一对一 他有必胜的把握 一对二 他也自信不会输 可一对三 这就不好说了 关键是 虎妞还在这 昆鹏宫未来的公主 担负着昆鹏宫所有人的未来 绝对不能有一丁点的损失 这就让他充满了顾忌 不敢放手一战 关键是 如果虎妞被人拿下的话 那四海宫绝对愿意出 惊人的价钱交换 而这样的价码 可能连八重天的仙王 都是无法拒绝 比如 纪元年份的仙药 又或是天地本源 只要不达九重天 天地本源对仙王 也有参考意义 我们只要这小子 原方仙王指着凌寒 如果海天王不允的话 那 只有兵戎相见了 不过 这几个小妮子的安全 就不能保障了 三名仙王一人一句 达到他们这样的级别 根本不需要多废口舌 一个眼神 就能交换意见 统一行动 男子绝不可能是 昆鹏宫的弟子 但女的却可能是 虽然不知道是哪一个 又或是全部 总之 一起拿来威胁好了 与海融顿十色变 这是他的软肋 仙王 大战 他就算将虎妞 在大战中崩碎 然后被仙王级力量余波 轻易绞杀 三尊四重天的仙王 完全有资格威胁到他 这时 所有人都成了陪衬 存在的意义就是 当个观众 哪怕废墙这个地主 也是一个字 都是不敢坑 在仙王面前 再强的生源境 那也是 渣渣 海天王 如何 青狼仙王大声说道 每一个字 都是化成了道符 他太强大了 言出如法 可震天下 吕海融露出了挣扎之色 为了昆蓬公的尊严 他原本应该 无比强势地回应 大战一场 重创一两个仙王后 飘然而去 可现在 他却是在考虑妥协 灵涵再重要 也不可能超过虎妞 丑老太婆 给妞打 打爆这些家伙 虎妞 形势虽然不靠谱 可眼力却是极其高明 立刻看出了 吕海融的挣扎 第一时间暴动 靠 妞的灵涵 怎么能够有事 海天王 三思 拳风仙王的目光 盯上了虎妞 她的眼神有些闪烁 虽然相隔甚远 但拳风仙王 还是听说过一些 昆蓬公的事情 毕竟是九重天的势力 哪怕是在西仙玉 这样的势力 也就十来个 昆蓬公新年 盛极一时 有两位九重天的仙王 坐镇 既有仙玉第一势力的霸气 可随着前任公主 被伏击陨落后 昆蓬公就急事而衰 现在正被四海公围剿 苦苦挣扎在 存亡的边缘 能够让吕海荣如此忌惮 又可以称 一位四重天先王 未仇老太婆的 虎妞的身份 简直昭然若揭 昆蓬公的下一任公主 如果拿下虎妞 交给四海公的话 她可以得到什么奖赏 九重天的势力啊 存在了不知道 多少个纪元 敌蕴身后的惊人 这个念头一起 她的心立刻活跃起来 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要她轰杀吕海荣的话 她自然半点把握 也没有 但只是抢夺 两名份魂金的小辈 她却是充满了信心 她可以想到 亲王先王和元芳 先王又怎么会想不到 他们也盯上了虎妞 显露出了火热之色 吕海荣看在眼里 当机立断 道 好 死子可以交给你们 她绝对不能让虎妞出 任何的问题 丑老太婆 你在胡说八道 什么 虎妞气得哇哇大叫 全封先王等三人 互相看看 纷纷点了点头 暂时还是不要 刺激吕海荣的好 毕竟人家 也是四重天的存在 听起命来的话 即可能托他们中 一两个陪葬 先把林涵要过来 然后通知 叫中五重天 六重天 甚至更强的先王 自然可以将 吕海荣和虎妞 一起拿下 第2096章 小谷发威 这丫头 办事也太不靠谱了 大黑狗在远处嘀咕道 这么蠢 这么犹豫不决 究竟是怎么成就先王的 果然 这些年都是活到了狗身上 呸呸呸 是哪个 或发明这句话的 真是该死 她突然嗅了起来 然后露出诡异之色 林妙这个兄婆娘追来了 嘿嘿 正好 替狗爷出手解释这些小鬼 如果有人听到 他将四位先王 分别称为丫头和小鬼的话 估计不是吓死 就是笑死 这头大黑狗 是疯了吗 还是实力强到逆天 大黑狗伸出一只爪子 在空气滑动着 一个圆形光环出现 里面布满了花纹 好像是一个图案 又好像是一个字符 复杂无比 古怪的是 大黑狗的爪子 伸进圆环之中 穿透过去的那一截 居然凭空消失了 这是空间规则 真是舍不得啊 好不容易才偷到手的 大黑狗 取出一条内裤 露出惋惜之色 不过 不还给那个 兄婆娘的话 估计要追着狗爷 永世不罢休 唉 秀一下精神百倍啊 大黑狗拿着内裤秀了一口 猥琐无比 满脸都是陶醉之色 却终是将爪子一探 将内裤丢进了圆环之中 立刻消失不见 有好戏 看了 大黑狗的惋惜 一扫而空 变得兴致勃勃起来 天空中 拳风仙王出手 向着凌寒抓了过去 既然吕海荣已经开口 那仙王之言 当然是重如天语 绝不可能 有反悔的可能 凌寒根本无法动弹 甚至在仙王的神念 锁定之下 他连念头 都是没有办法转过来 好像被施加了时间 规则 一切都是变得慢到离谱 秀 一道仙光滑过 小谷突然退了回来 挡在了凌寒身前 体内的仙王谷生光 一散出强大的仙王气息 什么 于文星震惊的眼珠子 都要跳出来了 仙王气息 怎么可能 难道他在和仙王交战 这 世上有这样的仙王吗 任他轰击也不还手 脾气好的 简直不是人 可仙王 气息又不会骗人 不说别的 如果现在 让他直面这股气息 他绝对会双腿发软 根本连动弹的力气 都是没有 哄 拳风仙王的这一击 顿时被挡了下来 可小谷的身躯 也是轰然破碎 这并非他的本体 防御力有限 在仙王面前 根本不堪一击 一根雪白的蛊符在天空 上面有古朴的符号 散发出沧桑之气 而一股强大的仙王气息 也是蔓延开来 好像有一尊无上存在降临了 嗯 咦 拳风 原方 青狼 包括吕海荣 四大仙王 都是露出惊讶的表情 因为之前他们都没有发现 原来 小谷根本不是一个人 而只是一根骨头 一根骨头而已 居然可以扛得下仙王的异己 而且还是四重天的仙王 太不可思议了 仙气 四大仙王 都是盯着小谷 不对 这应该是一尊仙王的遗骨 而且在体树上达到了无上高度 所以才能媲美仙精 不然的话 被岁月之力腐蚀 仙王之躯 也会慢慢失去活性 不可能挡得下 另一尊仙王的攻击 这尊仙王生前 应该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七重天 恐怕不止 的八重天气 四大仙王 都是惊讶不已 人死 盗灭 这是万古不变的智力 现在这根仙王骨 却分明有了自我意识 这颠覆了铁律 嗯 咦 仙气 不对 这应该是 小谷开口 将四大仙王刚才说的话 不差一字地复述了一遍 四大仙王 底下所有人 一根白骨 在那绘声绘色地说话 而且还是别人说过的话 这是怎样诡异的一幕 林寒 吴语 这家伙 现在都成一根骨头了 居然还有心情学舌 小谷一边学舌 一边在重现身躯 血肉胶织中 他的身躯再现 还是跟林寒一模一样的造型 看来是 坑定林寒了 咦 这股气息 远处 大黑狗抓耳挠腮 狗爷要是闻过 便不可能忘记 可狗爷却是毫无影响 再看这仙谷的岁月印记 存在的时间 至少以几个 纪元纪 而且 骨头上面 还有一丝丝黑暗的气息 不是那些邪恶的生灵 而是与那些生灵搏杀时 留下来的 只有杀了太多的黑暗生灵 才可能留下这样深的 气息 难道是比狗爷更早的存在 不错 黑暗之潮 可不是狗爷那个时代才有的 而是可以追溯到 更远的上古时代 说不定当时这家伙 就是与黑暗生灵大战后 才运落的 当小谷学舍完毕之后 他的身体 也完全重组完成 然后用呆萌的目光 看着四大仙王 道友 你既然已经画到 还有什么执念放不下的 原方仙王说道 他相信这根仙王谷 可以逆天行 是因为生前的执念太深了 道友 你既然已经画到 小谷学舍 滋滋不倦 原方仙王顿时脸色臭黑 他还活得好好的 怎么就画到了 这让拳风和青狼 都是不敢轻易开口 因为小谷根本没有 把自己当仙王 听到什么话 就直接还回来 这杀伤力其实也挺大的 西年再怎么强横 如今也只是一根谷 荣耀不在 青狼向着两大仙王说道 我们联手 难道还镇压不了一件仙器 一根仙王谷 说是仙器 更加妥当一些 好 联手镇压 拳风仙王 和原方仙王都是点头 可就在这时 一道龙银从远方传来 哄 无数道天龙虚影 在天空划过 百龙起舞 威势滔天 啪啪啪啪 四大仙王竟是齐齐 从天空中跌落了下来 什么 众人都是看得眼珠子 都是吐了出来 这是什么情况 一道龙银而已 四大仙王居然连战也站不稳 来者又是何等人物 这个念头还没有转过 只见广场上空 已是多了一个人 美女 绝顶的大美女 她一身轻衣 俘如白玉 摇鼻杏眼 青丝乌黑 劈锤如铺 而在两耳的边上 居然长出了一对龙脚 如同碧蓝色的翠鱼 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大美女 却是散发出 镇压九天十地的莫大气势 她确实有这样的实力 因为她的身后 有八彩光芒 缠绕 八重仙王 天哪 八重仙王啊 这几乎站在了仙域之巅 真正的无上存在 第2097章 八重仙王 大人 大人 包括吕海戎 拳风仙王在内 所有人都是跪了一地 向着这位八重仙王 献上卑微的恭敬 八重天的仙王 一个念头 就可以将四重天的 仙王杀掉好几回 凶婆娘来了 看好戏了 大黑狗 则是嘀咕了一句 身形居然变得虚无起来 明明就站在那里 却仿佛从天空间消失了一般 这在空间规则的 掌握上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天空中的 那名八重仙王 当然就是灵妙仙王了 他满脸的怒容 如玉坟天主的 一路追踪 他确定那条可恶的大黑狗 就在附近 只是这条大黑狗 在空间规则的掌握上 已经达到了发指的地步 即使是他 也无法捕捉得到 他对吕海戎四人 都是视而不见 虽然同位仙王 可四重天的仙王在他眼里 其实和蝼蚁没什么两样 没有达到他这样的高度 根本无法想象他有多么强大 嗯 他的目光扫过 凝在了拳风仙王的身上 大 大人 拳风 陀螺礁的教主看着 那沉重的压力 让他感觉自己 仿佛只是一个 还没有开始修炼的小人物 那条剑狗呢 灵妙仙王开口 什么剑狗 拳风仙王莫名其妙 这位主气势汹汹 可说出来的话 却是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这是在发什么疯 凌寒却是心中一动 能够让仙王气得跳脚的剑狗 似乎只有一条 大黑狗 当初他说 可能会被几个无上存在钉上 便离开了凌寒 顺便去偷一位女仙王的内裤 结合现在的情况想一想 真相几乎呼之欲出 这位女仙王 便是被大黑狗偷了内裤的苦主 堂堂仙王 而且还是八重天的存在 居然会被偷了内裤 凌寒 不由佩服大黑狗 这家伙 现在的实力强到了何等地步 连八重仙王都能祸害了 不说 凌妙仙王 显然是个火爆脾气 直接一探手 一只青色的龙爪 凭空浮现 便将拳风仙王 给紧紧地握住 拳风仙王都要哭了 他好歹 也是四重天的仙王 谁见了他不得恭敬 无比 叫一声尊上 可现在却当着众人的面背 提着 毫无还手之力 奇耻大辱啊 可他偏偏不敢 有任何的怨言 否则八重仙王要杀他的话 完全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事后陀罗仙王 就算去找人家 可打不打得过 还得两说呢 他可不想死得这么不明不白 凌妙仙王哼了一声 另一只手虚空一点 啪 拳风仙王身上的衣物 立刻爆碎 如同花蝴蝶一般 在天空中飞舞 而一条粉红色的内裤 却是毫发无损 慢慢悠悠地飘落着 咦 这一幕 所有人都是看得清清楚楚 堂堂仙王 居然藏了一条 女人的内裤 这口味 好独特 则则则 拳风仙王 难道有特殊的癖好吗 凌妙仙王的怒火 更赤 猛地一仰手 哄 这条粉红内裤 便熊熊燃烧起来 但一时半会却 没有烧尽的迹象 众人都是骇人 那可是一位八重天的仙王啊 连这样的存在 都无法将瞬间 把这条内裤分进 那这条内裤的防御力 又有多么惊人 这绝不是拳风仙王的 等等 为什么凌妙仙王 会盯上拳风仙王 这里共有四尊仙王 可凌妙仙王 偏偏就选了拳风仙王出手呢 难道 拳风仙王偷了 凌妙仙王的内裤 这 这只能说 拳风仙王的喜好 太过独特了 而且胆大包天 居然敢向一位八重天的仙王 伸出魔掌 偏偏还让他得逞了 牛逼啊 一时之间 众人都是向着拳风仙王 投去敬佩的眼神 便是青王仙王 和原方仙王也不例外 拳风仙王却是满脸猛逼 自己的身上 怎么会有一条女性内裤的 而且 显然是这条内裤 给他带来了大麻烦 见凌妙仙王 已经杀气腾腾 他连忙道 大人 这条内裤不是我的 不不不 也不是我偷您的 不不不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他说的全是大实话 可谁会相信他呢 哦 你可是一位四重天的仙王 不是你偷的 难道还有人 可以栽赃你吗 这里可以做到这点的 只有凌妙仙王 可人家会这么做 真是搞笑了 真得不是我 拳风仙王要哭了 这跟他扮毛线的关系 也没有 可现在却怎么也解释不清 确实 连他自己都快要相信 是他干的了 否则这条内裤 又是怎么来的 啪 凌妙仙王抬手 就是一记耳光 抽了过去 全封仙王的脸上 顿时出现了一个 鲜红的巴掌印 那条剑狗 究竟在哪 他当然知道 全封 仙王不是头内裤的贼 但肯定与大黑狗有关系 否则那条剑狗 又怎么可能将战利品 交给他呢 大人 我不知道什么剑狗 我是冤枉的 全封仙王苦着脸说道 肚子里更全是 委屈没地方 道 以仙王的傲骨 他原本应该不屈的 可林妙仙王 显然是那种 冲动无比的人 现在又正在愤怒的单 又哪有理智可言 万一他顶撞了 被抹杀了怎么办 不是白死吗 这样也死得太冤了 所以他必须活下来 然后找出 为什么 啪 啪 啪 林妙仙王不断地扇手 一记记耳光 抽在全封仙王的脸上 他的形式风格简单而粗暴 不服就打到你服 不说就打到你说 青狼仙王和原方仙王 又是震惊 又是不解 又是慌张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和全封仙王是一伙的 万一全封仙王誓死不屈 那他们是不是也要挨抽呢 死到有不死平到 你还是赶紧招了吧 两大仙王都是用期待的目光 看着全封仙王 期待着他赶紧开口 靠 全封仙王顿时有一种杀人的冲动 你们那是什么表情啊 吕海荣忠实回过神来 他向着林妙仙王恭敬行礼 道 林妙大人 海荣告退 他显然认得林妙仙王 林妙仙王虽然怒气冲冲 可对吕海荣却是很和暗 点点头 道 去吧 吕海荣落下身形 御守一探 江湖妞 林涵等全部吵起 然后身形一动 以示远顿离去 青狼仙王和原方仙王都是大吉 他们想要把腿去退 可一位八重天的仙王站在边上 没有开口放行 他们又岂敢越雷迟一步 因此 他们只有眼睁睁看着的份 第2098章 阴魂谷 吕海荣带着林涵诸人破空而去 有一位八重天的仙王坐镇 一切当然顺利无比 一口气赶了三天的路 吕海荣这才停了下来 不停不行 虎妞非要吃 一个吃货动了馋饮 那是完全不可阻止的 他们便去找地方吃饭 吕海荣始终没有吭声 因为他感觉有点对不起林涵 当初他们遇到四海公的狙击 是林涵将虎妞保了下来 不然就没有他的事情了 可之前三大仙王逼宫 他却选择了放弃林涵 虽然现在危机解除了 他还是有些尴尬 我们接下来是先去阴魂谷 还是去找宝藏 虎妞一边吃一边问道 显得兴致勃勃 我们接下来 小谷一边吃一边学舌 不要抢妞的东西 虎妞大吉 这死小谷居然还拿他最喜欢的肉吃 他连忙身去护食物 不要抢妞的东西 小谷也同样去护食物 林涵不由大笑 倒 还是先去阴魂谷吧 他们几个都已经来到了阳魂巅峰 不突破阴魂的话 每过一天都是在浪费时间 好啊 虎妞拍手说道 吕海荣的脸色有些臭 他可是堂堂仙王 可这几个人 居然连问他一下的意思都没有 不过 一来虎妞执拗 二来他也好奇小谷的来历 注意力一直在小谷的身上 最近的阴魂谷在黑幕森林 女皇取出地图 找了一会之后 她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说道 我们自己赶路的话 需要差不多半个月 不过若是有吕前辈护送 一两个时辰应该就够了 林涵笑道 丑八怪 吃完就带我们去 虎妞立刻说道 物字气呼呼的 这老妖婆居然想牺牲掉林涵 吕海荣只有点头的份 他这个四重天仙王在虎妞面前 真是一点脾气也没有 哪怕吕海荣并没有展露出什么霸食 可仙王就是仙王 随意流转出一丝气息 都是可怕无比 因此 虽然他们这一桌上 有好几个美若天仙的女子 却无人赶上来套近乎什么的 一顿饭吃得顺顺当当 这在林涵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 都会在酒楼吃饭的时候遇到麻烦 吕海荣御手一卷 带着他们妇幼上路 仙王的速度太快了 只是一个时辰之后 他们就来到了黑木森林 接下来就看你们自己的了 吕海荣说道 突破之后就来这里 我便在这等着 说完 他身形一闪 已是消失不见 来去还真是匆匆 我们也走 虎妞当心而行 风风火火的 林涵一笑 斜着女皇的手而行 柔妖女则是小怨富四的 跟在后面 小谷傻乎乎的 如同呆头鹅 黑木森林一向很热闹 这里盛产一种叫做麻云菇的草药 虽然不达仙药级别 却是炼制许多仙丹不可或缺的辅料 而且只有这里才能生长 因此 这里常年有人采药 甚至 因为采药人的需要 森林中 还慢慢建立起了一座小镇 工采药人休息 也能为他们挡风遮雨 差不多一天之后 几人 便来到了这座小镇 金镇 不需要保护费 不过镇子里面的一切东西 都是贵得离谱 包括住宿 不过要是选择 住宿的话 那么店家 会保证安全 可你要是在店外 往空间神器一躲的话 那么 当你离开空间神器的时候 说不定便有一把剑迎面刺了过来 凌寒几人 只是在镇子里走了一遭 便离开了 他们 可不是来采摘麻云菇的 而是要进入 黑幕森林的深处 那里便有阴魂谷了 所以 这个森林就更加热闹了 总有阳魂强者来此 去阴魂谷中进行突破 又是三天之后 凌寒几人才 终于来到了 阴魂谷的入口 按理来说 凌寒这一行 有三个大美女 应该会吸引一些狂风浪蝶 可会来这里采药的 又怎么会是高手呢 因此 分魂在这里 绝对是大高手 级别 哪有人敢找死 进了阴魂谷就不一样了 都是为了突破 阴魂而来 大家的境界一样 自然就免不了 有人要浪 凌寒 连杀好几人之后 终是没有人再敢动 非分之念了 他们又行了几天 前方出现了一座深潭 潭水碧绿 深不可见底 这叫玉潭 其寒无比 乃是至阴之地 而在这个潭中 便会御御出一种 被称为阴魂玉的东西 这和阳魂是一样 融入神魂 便能化成魂体 但怎么从玉潭中 得到阴魂玉呢 显然不可能潜下去 据说这连生源境强者 都能生生动弊 只有先王出手才能做到 不过 区区阳魂突破 怎么请得动先王出手 当然不可能 只有这么一种办法 阳魂境同样可以得到阴魂玉 那需要舞者 以本身的神识去沟通 如果成功的话 阴魂玉便会自行 飞出水面 那么 能不能引动出来后 交给其他人呢 不行 一旦落入第二人的手里 阴魂玉便会自行崩碎 所以从这点来说 就是请得动先王出手 都是没用 玉潭边上 有许多人正盘坐着 聚精会神的 在与潭中的阴魂玉沟通 人 确实很多 有的靠得很厚 有的则十分靠前 没办法 潭 水寒气冲天 这其中 蕴含着强大的水系规则 便是阳魂帝者 都不可能走得到 潭边 早就冻成一坨了 据说 越是在接近水潭的附近 引动出阴魂玉 那得到的 阴魂玉质量 就越是高 来吧 凌寒四人都是向前走 小谷 则无所事事地转了起来 努力寻找着新的学生目标 他们四人最差的也是皇者 而且在皇者中 也能排进前列 因此 自然而然就超过了 其他所有人 来到了最前方的位置 毕竟嘛 世上乃来这么多的地者皇者 甚至王者 都是十分稀少 除非举办什么舞蹈 圣会 这才会出现天才云集 王者多如狗的场面 这四人好厉害 已经走到最前面了 这天赋 则 都是王者吧 太让人羡慕了 王者 可以碾压同间 高高在上 自然让人眼红心动 差不多也该到极限了 众人盯着凌寒四人看 都是做出着判断 也该到王者的极限了 可四人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天哪 怎么他们还在往前面走 难道 他们不是王者 而是皇者 第2099章 引动阴魂玉 皇者 众人都是满脸的震惊 便是那些还在专心致志 引动阴魂玉的人 也停了下来 阴魂玉可以等下再去引动 可皇者的话 却不是天天都能看到的 皇者 跨一个小境界而无敌 他们在阴魂境中 也能称霸 天哪 我就算是突破了 也不是现在他们的对手 唉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怎么会如此之大 许多人都是不服气 大家一样的修炼 为什么战力 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不要眼皮薄 人家能够走到这样的一步 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努力 绝非天赋两个字就能概括的 有人还是很客观的 说出了众肯之言 不少人都是点头 表示同意 无道之路艰难 想要成为皇者 确实不能归结于天赋 这简单的两个字上 你们看 他们还没有停下来 有人惊呼 指着灵寒四人 这这这这 我听说 田赫当年 曾到达潭前三十丈处 田赫呀 人家可不是普通皇者 而是在皇者中 都能排进前三 他们绝不可能与田赫相比的 必然的 许多人说起了风凉话 大部分人总是见不得 别人比自己好 然而 灵寒四人 已是来越来越近 水潭三十丈了 打了这些人 结结实实一巴掌 快要赶上田赫了 天 这样的存在 居然有多达四个 不可思议啊 灵寒四人又行了几步 柔妖女 第一个到达了极致 不得不停下了脚步 饶是如此 她也达到了二十八丈的区域 比什么田赫 要超过了整整两丈 这可把附近的人 都是震翻了 一个个都是张大了嘴 在他们的心目中 田赫就是一顶一的天才 绝对不可能被超越的 可现在却一下子 被四个人超过 自然让他们一个个 都是震惊到 头皮发麻 可灵寒 女皇 虎妞 还在往前走 继续刷新着 众人的承受能力极限 来到十五丈处 女皇 虎妞的速度 也开始慢了下来 到了这里 连他们都是感觉到了压力 体内血液的流速 明显致色 如果血液完全停止流动的话 那代表着水系规则 冲垮了身体 死定了 两女各自激发 本身的血脉之力 继续向前走 十四丈 十一丈 九丈 七丈 五丈 他们终是完全停了下来 再往前一步 就会全身冻僵 那就是自寻死路 这让两女有些遗憾 确实让其他人 都是惊呆了 五丈 地者 而且还是顶级地者 我听田赫说过 只有地者 才有资格走进 十丈范围之内 而五丈的话 那就是所有地者的极限了 可是那个家伙 已经走进了 四丈范围了 众人都是目瞪口呆 傻傻地看着林涵 继续往前走 天哪 这家伙是要一口气 走到谈边吗 不可能 绝不可能 那真是要逆天了 对 我也不相信 有这样的妖念 三丈 林涵终是停下了脚步 也让众人松了口气 这家伙终究没有逆天 这就是极限嘛 林涵在心中说道 他的体魄 再加上掌握的规则 支力只能让他走到这一步 此时除了心脏处 还有血液在循环之外 他全身 已经完全冻僵了 再往前一步 他就是自寻死路 水火护克 是不是可以用九天火呢 林涵想了想 立刻摇头 水火护克 也是相对的 比如洪荒巨浪 固然可以扑灭大火 可杯水呢 相对于这个水潭来说 九天火就是杯火 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说不定会反过来 激怒了这个水潭 引来大麻烦 能够以神石引动 潭底的阴魂欲 那为什么不能被激怒呢 没办法 九天火现在还太弱了 那么悬阴母水呢 林涵心念一动 在身体内运转起来 效果立竿见影 他体内已经停止流动的血液 又开始运转起来 洞将的身体也渐渐回暖 让他抬起脚 又跨出了一步 天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是抱头惊呼 他们看到什么了 一个奇迹 林涵脚下不停 他越是向前走 体内却越是暖和 在悬阴母水的帮助之下 他好像融入进了水潭之中 因此 这水潭散发出来的冰寒 再怎么可怕 也无法伤害到他 简单的说 他已经与这里的水系规则同化了 两丈 一丈 林涵还在往前走 最终停在了水潭边上 再往前一钉点 就是那森寒之水了 前所未有 这是只有先王才能做到的伪计 现在却在一名奋魂镜的身上出现了 天哪 这是什么怪物啊 林涵盘膝而坐 他才懒得在意 别人是怎么想的 在这个距离 若能引动出阴魂欲 那他画出的分魂就是 阴魂之内最强的 嗡 他释放出神石 无尽蔓延 神石的散开当然是立体的 但在进入水潭的方向 他的神石却是遇到了障碍 不对 障碍这个词不太妥 应该说是一片泥脑 让他的神石举步维艰 而这时 他可以看到 水潭的四周 有一块块金银的石头 这就是阴魂欲 他的神石 若是与其中一块取得共鸣 那块阴魂欲 就会自动飞出水潭 成为他第二道分魂的载体 但灵还没有停留的意思 而是阳动神石 继续往下 他走到潭边 围的可是得到最好的阴魂欲 而最好的阴魂欲 当然是在水潭的最深处 哪能满足于 仅止于此 他继续往下 艰难无比 这对于神石的消耗 真是太大了 没过一会 灵寒就感到精神疲惫 恨不得倒头就睡 可若是睡下来的话 那就是前功尽弃了 怎么行 灵寒咬牙 向着下方奋勇之前 一天 两天 三天 每多过一刻 灵寒都是感觉自己 达到了极限 可他愣是屡屡突破了自己的极限 灵寒都有些麻木了 可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水潭之底 那里只有一块玉石 震散发着闭色柔光 灵寒立刻生起一股感觉 这就是 他要寻找的阴魂欲 他扬动神石 向着那块阴魂欲撞了过去 哄 他的神石撞到了石头上 明明 没有任何的实体接触 却让他感觉浑身 都是一盏 头都要裂开了一般 四 好坚韧 按理来说 神石无形 可以穿透一切 为什么遇到这石头就不行了呢 这应该就是 他能成为分魂载体的原因吧 第2100章 说坏话者死 灵寒不断地冲击那块阴魂欲 虽然一次 又一次被弹了回来 却是百折不挠 这块阴魂欲 是灵寒见过的最大一块 而确实有这样的说法 阴魂欲越大 效果就越好 而且 这块阴魂欲 也在水潭的最深处 相信乃是阴魂欲之王了 要么不要 要 就要最好的 灵寒和这块阴魂欲抖上了 不将他收服的话 他 事不罢休 哄 哄 哄 每次撞击 他都好像一条自不量力的鱼 撞上了后世的堤坝 绝不可能将堤坝冲毁 而只会让自己头破血流 可对于灵寒来说 一次撞不破就撞第二次 第三次 只要他不放弃 那么堤坝终有一天 会被他冲毁的 时间 就这么匆匆流逝 一晃眼 半年过去了 再一晃眼 十年过去了 三十年 五十年 一百年 水潭边上 早就有人获得了阴魂欲 完成了突破 开心离去 也有人在这里 不知道待了多少年 不得不暂时离去 因为他还有关心的人 不能一直待在这里 不过 引动阴魂欲 本来就是 一件极其耗食的事情 通常来说 是一百年起 然后是一千年到顶 如果一千年 还无法引动阴魂欲的话 那还是换一块试试 不然肯定没戏 无论是灵寒 幼 或是女皇 虎妞 柔妖女 都是没有引动了阴魂欲 在那枯作如实 两百年 五百年 八百年 新人进来 看到水潭附近 居然有四个人的时候 都会吃惊地掉眼珠子 尤其是灵寒 就在水潭的边上 探手就能摸到潭水 这是几乎只有先王 才能做到的事情 一千年 咻 一道光 从水潭中猛地滑出 那是一块玉石 然后向着柔妖 女急事而去 趴地一下 砸在了她的脑门上 却诡异地 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而是如同泥牛入水 快速地渗透进去 只是一眨眼而已 这块玉石就消失不见了 她得到阴魂玉了 在二十八丈处 得到的阴魂玉 容尽奋魂之后 必然强大无比 田鹤 也不过是在三十丈处 得到的阴魂玉 几乎将我们都新城附近 三十个大城中的地魂镜 都是全部打败 这女子 肯定会更加厉害 难道连天魂初期 都能打上一打 那就只有到时候才知道了 在众人羡慕 极度的目光下 柔妖女 开始融合阴魂玉 冲击阴魂 不过 还有三个人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都一千年了 差不多到极致了 他们肯定自不量力 想要引动超过 他们水准的阴魂玉 结果自然不可能成功 就是 以为多上前 几步就一定可以 引动最好的阴魂玉吗 真是天真 人会择欲 欲亦要择人 那些眼皮薄的人 又开始说起风凉话来 不过林涵三人 确实用了超过一千年的时间 让其他人也无话可说 恐怕这三人 已经换了一个挑选的目标 否则只有徒劳的份 一千五百年 两千年 怎么他们三个还没有成功 对啊 像这样的天才 应该很容易引动阴魂玉的 嘿嘿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有许多天才一开始惊艳 绝世 可很快就会泯然众人 我看啊 这三人就是了 现在我们不如他们 可当我们踏足天魂 甚至迈进仙府的时候 这三人说不定还在阳魂 那我们一只手 就能镇压他们了 那些人越来越是肆无忌惮 只有蠢才 庸人 才会几千年都毫无收获 正常人在千年左右 肯定可以得到阴魂玉的 那两个妞真是不错 等我成为天魂的时候 嘿嘿 嘻嘻嘻 他们不但贬低凌寒三人 甚至还对女皇 虎妞起了歪念 用邪恶的目光盯着两女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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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影纷飞 如稻草 只见柔妖女停下了身形 魅目扫过 却是杀气腾腾 刚才正是她出手 将那些口出乌颜的人 都给打飞了 你 那些被打飞的人 都是纷纷爬起 用愤怒的目光盯着柔妖女 有群起而攻之事 柔妖女却是奄然一笑 各位 去水潭中洗得早如何 这话 妩媚入骨 让人怦然心动 那些人露出挣扎之色 但很快脸上都是 现出色受魂语的表情 更有些茫然 还真得起步向着玉潭走 玉潭是什么地方 寒气清谷 那是水系至高规则所在 相当于一位先王 连生元净都是不敢直接去触碰潭水的 而在分魂境内 阳魂黄兜也只能走到三十丈处 帝者也只能进十丈左右 其他人嘛 在武士帐处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些人连一个王者都没有 自然是普通无比 向前走了没有多久 他们浑身便起了冰霜 鼻涕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可刚刚流出来 就化成了冰条挂在鼻子下面 每个人都是脸如白纸 这样的齐寒拥有杀人之威 没多久 便有一人停下了脚步 也永远停了下来 在那里化成了一座冰雕 如果没有人去管的话 他会千万势地站在那里 给后人以警戒 没有足够的实力 千万不要妄想接近御坛 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 第三个 越来越多的人化成了冰雕 妖 妖女 其他人都是看得大海 如果这些人 是被柔妖女丢进水滩而冻死的 那他们只会感叹一下 柔妖女的战力之强 可人家毕竟是皇者 而且还是皇者中的天骄 那么拥有这样的能力 也不稀奇 可他只是奄然一笑 这些人就明知前面是死地 也微笑而赴 这是多么可怕的能力 如果他要 自己去把爱人 子女 父母 朋友杀了呢 那自己也会去执行吗 等清醒之后 又会是怎样的痛苦呢 好可怕的妖女 太可怕了 柔妖女还扫众人一眼 没有说话 可该表达的意思 已经完全表达出来了 谁也不能说 我们老龄家的坏话 谁说谁死 霸道 就是霸道了 怎么着 不服来打 就是 此为一例 众人 都是老实的不能再老实 别说皇者 就是皇者来了 也几乎不可能是柔妖女的对手 她现在迈进了阴魂 战力 可以横扫的魂 连天魂都能勉强打打 三千年 四千年 五千年 秀 秀 两道光 几乎同一时间 从水潭中射出 又是两块阴魂石 分别向着女皇和虎妞射了过去 尼 都能ガ